在山中修行,时间往往是过得比较快的,一个月的时间几乎是一晃而过,让人来不及反应。 冬去春来,大雪渐消,林小璐也靠着惊人的毅力,完成了长达一个月之久的呼吸法修行,并且终于可以开口说话。 对于他这样一个好动的年纪来说,一个月不说话,真是给他憋坏了。 所以,当他可以开口说话的时候,小嘴就会开始巴巴个不停。 这个易津津果然厉害。 我修行了一个月,现在已经完全适应这样的呼吸节奏,而且,身姿动作比以前更加轻盈,吃饭胃口更好了,睡觉也更香了。 我觉得,这样下去,我应该就会达到传说中言出法随,让谁拉西,谁就拉西的境界。 中午的饭桌上,少年一脸骄傲地对众人吹嘘道。 最看不惯他嘚瑟的上官石榴文言,则毫不留情,就开始打击他。 你这一个月以来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本小姐能感觉到,那个心意把你打起来还是好丑。 功夫上面,你也没多大掌劲。 你懂个屁。 林小璐一边啃大白萝卜,一边大声反驳,像易津津这种绝学,不是说炼一个月就能出效果的,帅帅鸭。 把你跟我说的,给花蝴蝶再说一遍。 正在刁冬粉的帅帅鸭点了下鸭头,随后就在无心禅师、无垢、柳玉娘,以及上官石榴面前开了鸭口。 那本经书里确实写了,易津津的效果,是最大化的开发人体的内在,开发经脉、骨骼,以及真气的功夫。 一般需要很多年的苦练,才能在某一天忽然顿悟,全身九脉全通,八门静开,周天绽放。 真气自行运转,游走至四肢百孩,最终进入一种名为无我无相的境界。 听起来挺厉害的,打得过修仙者上官石榴追问。 这个,帅帅鸭愣了一下,然后摇了摇鸭头,经书里记载并没有人真正达到过这个境界,毕竟按照正常人的身体,要想达到这一步,至少需要一百二十年,整整两个甲子修炼,就连创造一斤斤的达摩祖师都没有达到过,因此不好判断是否可以比肩修仙者。 当然,我老大会是个例外。 帅帅鸭继续骄傲的哼道,我老大经历过两次受血断体,身体强度远非寻常舞者,因此练习这种武术非常之快。 光是呼吸法洗涤鼻腔气到心肺这一步,普通人就需要练好几年。 而我老大一个月就达到了。 听到了吧? 我一个月就达到了。 林小璐冲着上官十六骄傲道。 看着少年和鸭子嘚瑟的模样,上官十六美好气地撇了撇嘴,扭过头懒地搭理他俩,倒是一旁的无垢,有些好奇起来。 小璐施主,既然你目前已经练成了第一层的呼吸术,那接下来练习什么林小璐听完一愣,随后摸着脑瓜子猛逼道。 对啊,后面练什么鸭子,后面我不是要洗齐精八脉,五脏六腑嘛,那玩意儿,怎么喜欢的呼吸方式嘛,帅帅鸭摇了摇头。 笑道,老大,后面就简单多了,只要找个人,根据一斤斤上的描述,反复按压你的身体穴位,骨缝,肌肉,然后再施以针灸。 按照上面的针灸法次学,便可以进行第二层的洗涤了。 这么简单少年一脸惊喜。 对啊,帅帅鸭点点头。 林小璐心里美滋滋的,刚想说,下午就开始第二层的锻炼,上官十六忽然再次开口。 谁帮你按谁帮你针灸你觉得,我们几个懂这些少年一愣? 一旁的柳玉娘也难得开了一次口。 小璐兄弟的身体这么结实,就算是去凡间请懂按摩,懂针灸的人,也按不动。 扎不动他把林小璐顿时猛逼地看向帅帅鸭,帅帅鸭则直接抬头看起了天花板。 一副你别问本鸭,本鸭只负责翻译的模样。 饭桌上,就在少年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时,老神在在的无心禅师忽然轻笑。 按摩推拿,针灸,都属于医术的一种,贫僧倒是粗浅,知道一些。 至于小璐施主的身体,贫僧也可以用灵力来推拿施针,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哇! 林小璐激动坏了,一把抱住了无心禅师。 大师您太厉害了。 吃过午饭,林小璐便迫不及待拉着无心禅师去藏书阁。 他一路上开心地差点翻起跟头来,无心禅师似乎也很喜欢这个孩子,一路上都是笑眯眯的。 二人和帅帅鸭一同来到藏书阁中,一进门,林小璐便迫不及待地脱掉衣服,露出白皙透彻,却线条明显的身子,然后往一处蒲团上一趴。 大师我准备好了,来别我吧,不要联系我。 无心禅师看不见,帅帅鸭则坐在一旁,抱着一卷竹颈,跟他说明按压的手法和位置。 这按摩的手法和位置确实有些怪异,许多都是人体非常容易疼痛的穴位。 无心禅师迟疑道,小璐施主,你身体强悍,待会儿平僧会在手上注入灵力来给你推拿,应该有点疼,忍耐一下。 哈哈,放心吧大师,我最不怕疼了。 男子汉,流血流汗不流泪。 无心禅师闻言笑了笑,然后抬起苍老却非常有力的手,在手指上注入灵力,良久,对着少年的腰椎右侧一锤。 一次按摩,足足按了半个多时辰,灵小璐是一言不发,仿佛根本感受不到疼一样,无心禅师都有些惊讶于他的忍耐力。 他在手中注入了灵力,力道有多大,他是知晓的。 这孩子即便肉身再强,也不应该毫无反应,可他居然一声不哼,这是何等的毅力。 双目混沌的老和尚一边反复按压着灵小璐的骨缝,肌肉群体,穴位,筋脉,一边问道, 小璐施主以前,一定吃过很多苦吧还好吧,过去吃苦,是为了和妹妹生活得好一点。 现在吃苦,是为了以后可以继续做妹妹的靠山,然后替天下舞者,开创出一条新的路。 说完,他有些自嘲地尴尬道,大师,我的目标和理想是不是很可笑,很不现实,毕竟我只是一个不能修仙的凡人。 无心禅师一边按压着他的经络,一边笑叹,一个人的理想可不可笑,现不现实,跟理想本身无关。 有关的是一个人是否愿意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努力,去思考,去奋斗,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云云众生中的一切,全都是从无到有,因此,每一个新事物的出现都有着第一次。 而在这些事物第一次出现以前,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些事物是荒谬的,是不现实的,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平僧认为,小鹿施主只要愿意为自己的理想去努力,那么无论这个理想在当下看起来有多么不切实际,未来也一定会有成真的可能。 而这,也是一种因果。 面对无心禅师的教会,林小鹿觉得自己受益匪浅,虽然具体受了哪些,自己也不清楚,最后更是直接朦朦胧胧睡了过去。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毕竟承受过第二次受血断体之痛的他并没有觉得按摩有多疼,反而在无心禅师絮絮叨叨的话语中睡得很舒服。 或许,年纪大的人都喜欢感慨一下人生。 藏书阁内,林小鹿是被一阵非常突然的起痒给弄醒,他经历过千刀万剐的凌迟之痛,但却从未经历过这种痒。 而当他醒来之后,更是惊恐地发现自己动不了了。 好痒啊! 无心大师! 无心大师! 林小鹿难受得嗷嗷大叫,老大,你别叫了。 一旁正在研究一斤斤的帅帅鸭说道,无心禅师累了,已经回禅房休息去了。 我,我好痒啊! 而且我怎么动不了趴在铺垫上的林小鹿急得满头大汗,他感觉自己全身上下都起痒无比,却又抓不到。 此刻难受的青筋都爆了出来。 面前的帅帅鸭无奈,无心禅师根据《易经经》里记载的针灸法,用灵力驱使银针,一共扎入了你全身130多处穴位,暂时封闭了你的经络。 你力气再大,也终究是人,经络被封闭,肯定就动不了了呀。 那我这么仰视怎么回事啊? 少年难受得,差点发出嘶吼声。 这是银针刺穴后产生的连锁反应,经书里说了,这就是洗涤其经八脉和全身经络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说完,帅帅鸭用鸭翅端着下巴刀,老大你知道,你的身体有多结实吗? 无心禅师为了帮你,不断地用灵力施压,才能按得动你身上的肌肉。 针灸的时候更难,要用灵力包裹住脆弱的银针,既保证可以扎进穴位,还要保证银针不断,整个人扎完这一百多针后,都累得虚脱了。 林小鹿文言一愣,点了点头,然后咬着牙,忍受身上的奇养。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自己不光要成为人上人,还要成为仙上人,不就是吃苦吗? 给老子来一百倍的。 此刻,少年的头部、背部、胳膊、腿上,全都扎满了银针。 不同穴位之间所产生的连锁反应,让他感觉全身有无数小虫子在爬,还不能动。 这种感受,真让人觉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而他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愣声声忍了小半个时辰。 小半个时辰之后,林小鹿周身被银针刺入的穴位中,终于开始缓慢地流淌出黑色杂质。 而帅帅压见到这一幕,顿时激动起来。 老大成了,第二层洗水成了。 趴着的少年听到这话,露出一个苍白的笑容。 第二层洗完了不是,第二层刚开始,你后面还要每天按摩扎针,直到再也没有烟杂之物流出就好了。 林小鹿?那大概是要多久啊?他继续趴着问道。 帅帅压笑道,没多久,也就半个月吧。 林小鹿?天色渐完,掐着时间的帅帅压剑差不多了,便去喊了无心禅师,让无心禅师有规律地给林小鹿撤针。 这场煎熬到了这里,也终于结束。 三天后,某个深夜,经历了一天的耕种,按摩,针灸后,林小鹿吃过晚饭,扎了马布,做了俯卧撑,然后独自坐在寺庙内的小院里,靠着摇椅,背对 静谧的竹林,享受着难得的空闲时光。 这几天,着实是把他累得够呛,每天又疼又痒的,原本他以为练铁山靠,横练气功这些硬功夫会苦,没想到,看似安静的一斤斤,居然才是最辛苦的,都快赶上他经历受血的那段时光了。 好在自己毅力比较顽强,已经坚持了三天,再坚持个十多天,应该也就结束了。 此刻他惬意地,躺在一张摇椅上,专注地砍着一枚鸭梨,一边感受着鸭梨的甘甜,一边回想着,自己牛逼哄哄的过往。 也不知道,峨眉现在咋样了,不知不觉,自己下山都已经快一年半了,妹妹应该也快出关了吧? 汤圆还在练她的丹药吗?会不会把自己练死? 阿旦怎么样了?有没有瘦下来?沉念云还剑吗? 师姐和罗刹鬼婆,又怎么样了呢?猴三成为那门弟子了吗? 少年看了看头顶上明媚的脚院,有些想念自己在摘兴风居住的小院子了。 他摇了摇头,感叹人果然是不能休息,一休息就会胡思乱想,还是练功比较好。 想到这里,他便叼着鸭梨,准备起身再去做一组俯卧撑,却发现上官十六忽然从寺庙里跑了出来。 一这么晚了,鹿崽子你还没睡上官十六惊讶? 我累了一天歇一下。 说完,林小鹿瞥了一眼上官十六,疑惑道,你干嘛我睡不着,出来溜溜? 上官十六跑到林小鹿的摇椅边,蹲下来问道,你也睡不着吗? 当然不是,我在思考。 思考什么思考明天早饭吃多少才能显得我不是个饭桶? 林小鹿一本正经道,上官十六文言差点笑出声,开心地拉了的小凳子在林小鹿身旁坐下。 上次阿宁给你写的信,你到底怎么想的什么怎么想林小鹿疑惑? 就是人家女孩子爱慕你啊。 上官十六追问道,一个月前江宁离开,给这家伙留了告白的信件,大伙都能看出来他很开心,但后来却发现,他就真的只是开心而已,丝毫没有回表心意的意思。 为此,上官十六曾不止一次地问过林小鹿,但林小鹿每次都不正面回答。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上官十六总觉得江宁在林小鹿心里,可能还不如无垢或者帅帅压,真就只是当好朋友的那种。 此刻,女孩圆圆的眼睛中,就闪烁着浓浓的八卦之火,看着面前的少年好奇道,你到底准不准备接受阿宁你知道一个女孩子主动鼓起勇气对男孩表白,需要多大的勇气吗?不知道。 上官十六一夜,然后继续问道,那你喜欢阿宁吗? 呃,其实还行吧。 林小鹿挠了挠头,他觉得花蝴蝶有点毛病。 一天到晚,问自己这些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 他躺在摇椅上,有些为难地回应道,喜不喜欢的,这得看跟谁比了。 跟本小姐比的月光下,少女笑盈盈地问。 林小鹿瞅了上官十六两眼,然后看着她那张巴掌大的小脸,强人反味道,花蝴蝶,虽然我们是好朋友,但我毕竟比你大一岁,是十四岁的大人。 所以我还是想以过来人的身份劝你一句,人要有自知之明。 阿宁虽然也丑,身上也没啥肌肉,但好歹经常锻炼,线条明显。 你想象你有啥少年的话,把上官十六听得一愣一愣地,蹲在地上,一脸猛逼道,本小姐要肌肉做什么,有肌肉才强壮呀。 林小鹿一脸嫌弃地指着她的身材,毫不犹豫地吐槽道,你看看你,个子不高时还多,浑身上下看着都软啪啪的,挑大份,估计都挑不动。 我们村以前的苏大姐,绑大腰圆,挑两桶大份,能走二里地不换气。 你能吗吐槽完,林小鹿又语重心长地告诫道,做人,不能太过于仰仗法宝这些身外之物,还得看体型,看块头。 阿宁哪敢红鹰枪,出去收保护费,好歹还有点威慑里,你出去有个毛。 说完,躺在摇椅上的少年凑到少女面前,不屑地哼道。 你有毛吗,一根都没有,还好意思出来跟人比。 听到林小鹿的这番惊世之语,上官十六顿时觉得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猛逼地甚至都忘了骂他。 掖住好一阵,他才迟疑问道,这么说,你不喜欢阿宁林小鹿文言没搭理他,继续自顾自啃起了压力。 开玩笑,他咋知道自己喜不喜欢阿宁,出来混讲的是个一字,哪有人讲喜不喜欢的,这样一点都不哭号吗? 当晚,他和上官十六有一搭没一搭聊了一阵,一直到快过午夜才回屋休息。 而到了第二天一早,林小鹿便又继续开始了痛苦的锻炼当中。 之后的他,每天生活就变得很简单了。 上午,跟着无心禅师去田地里播种,学习着干各种农活。 下午,则是继续痛苦地洗精发水。 而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他身上随银针排出的污渍也是越来越少,一直到十多天后,第二层洗水彻底完成。 这个时候的林小鹿依然没感觉自己有什么变化,除了身体变得更加清零,皮肤变好,眼中有光外,再无不同。 他修行的速度确实也快得匪夷所思,因为身怀杰丹妖兽血脉的缘故,修行速度远超一斤斤上所写的步骤,直接跨过普通人所需十几年的苦练,来到了洗水的最后一层,洗涤骨髓和五脏六腑。 老大,洗水到了这一层,你就很难快地起来了。 藏书阁内,帅帅鸭捧着一斤斤说道,这一层的修行,需要在特定的日子时间里,用一种名为吸纳呼吸法的方法呼吸,然后还要使用特殊的食物。 不过,好处就是,你可以在修行洗水最后一层的同时,在其他日子里,开始着手一斤斤第二层,一斤。 写云易经者,为人身之筋骨犹胎而受之,有筋齿者,筋卵者,筋迷者,筋弱者,筋缩者,筋疏者,筋疏者,筋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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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西犹胎。 帅帅鸭看着面前的少年道,说白了,所谓的易经,就是通过脊柱的旋转屈身,带动五脏六腑一起运动,来,我把这运动法门交给你。 你每天晚上丑时的时候,做这个运动,做半个时辰就好,期间切记配合洗水第三层的采纳呼吸法,相互结合,一股撞筋。 从这一天之后,林小璐便彻底开始了修行易经经的路。 每日,她会努力地耕田播种,感悟无上缠工心一把。 而到了夜晚丑时,她就会开始做一套怪异的动作,同时用三呼一短的法门,反复吞下夜晚的双气,吞下,吐出,再吞下,再吐出,周而复始。 这期间,她还要在每月的特定时间内,进行第三层的洗水,常常一洗就是一天。 山中无甲子,寒静不知年。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着。 田地里,少年看着自己播种的瓜果蔬菜渐渐发芽,变大,结果。 动作招式丑陋的心意把被她练得越发娴熟,并且非常自然地开始和八级、太级、李三角等武学招式融合在一起,甚至在自己的窝刀术等刀法中都能运用进去一些。 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具体发生了什么,她也说不上来,仿佛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相比于外界的纷纷扰扰,环境位置隐蔽的无心寺更像是一处世外桃源。 少年少女们在这里安静地生活着,每天研究佛法的研究佛法,练功的练功,却也丝毫不觉得厌烦,更不会觉得无聊。 即便是上官十六,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 这要是放在以前,以上官十六的脾气早就应该不耐烦了,但她也不知道为何,自己在这里每天都能很开心,明明每天都很无聊,但就是开心,这种感觉很奇妙。 她也问过无心禅师,无心禅师告诉她,她在享受人生,一种名为人的人生。 也不知是在什么时候,林小璐的洗水彻底完成,第二重一经的修炼也到了圆满的地步。 接着,她继续学习了第三重,燃经。 然后是学习第四重经魔论,接着学习第五重内状法,接着是第六重柔法。 最后,她在帅帅压和无心禅师的联手教导下,学习到了最后一步,精华法。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居过细,忽然而已。 又是春去秋来,少年走到这一晶晶最后一重时,已然过去了两年之久。 两年的修行,只一个恍惚,少年的性格依旧丝毫未变,只因她这两年,皆是在修行。 这日,中午时分。 青旅山中,少年拎着两桶泉水,和一位面容和蔼的老和尚一同行走。 少年今年十六,容貌较两年前相比,却也有了一些变化。 首先是五官的线条变得更加硬朗了,虽说还是有着些许稚嫩,但却异常和谐, 看起来会给人一种莫名的柔畅感,就挺可爱的。 而她身上的道袍也变得有些破旧,但却依然挡不住她那让人觉得温良如玉的气质,无她,帅逼也。 少年唯一不太好的地方,或许就是她的眼睛和嘴了。 她的眼睛其实还好,很好看,眼睛很大,也很圆,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亲切感, 但眼神里却总是给人一种说不清到不明的感觉。 而最糟糕的就是她的嘴,她那明明也挺好看的嘴,总是会无缘无故地神秘一窍, 然后就会给人一种不聪明的感觉。 或许就像某位魔道小仙女评价的,单看脸,英俊又可爱。 再看一眼,古灵还精怪,嘴一歪,啥也不是。 此刻,十六岁的林小璐挑着水,来到菜地之中,开始熟练地拿水瓢浇菜。 无心禅师笑呵呵地在一旁看着,看了一会儿后,无心禅师笑道, 小璐施主,精华法作业练得如何?呃,还行吧。 林小璐挠了挠头笑道,感觉还没掌握要领,不过我那么聪明, 回头再研究研究,应该问题不大。 看着面前专心浇菜的少年,无心禅师点了点头笑道, 小璐施主来无心寺两年,就把一斤斤练到了这种地步,确实是世俗罕见。 平僧也很好奇,这从来没有人练到大圆满境界的一斤斤, 要是真练到那一步,究竟会发生怎样惊人的变化? 对啊,我也可想知道。 林小璐一边浇水,一边兴奋道,到时候练成了, 我就拿无垢和花蝴蝶练练手,让他俩跟我切磋。 看着田园中欢喜得仿佛孩子似的少年,无心禅师笑呵呵地道了声阿弥陀佛。 两年过去了,小璐施主玩世不恭的性格并没有什么改变。 不过,也难怪,毕竟小璐生活的环境和平时所修行的时间, 注定了他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去接触其他东西。 所以,心性上没有什么变化,倒是也很正常。 而且,这也并不是什么坏事,毕竟无论是大到三千中的哪一道, 其最初的开创者,永远是那些足够努力且愿意思考、钻研的人。 而这样的人,往往都是心如成静的。 浇完水,上午的活就干完了, 林小璐跟着无心禅师回了寺庙。 这会儿,吴够已经把饭菜做好,并摆上了桌, 一桌子人都在等他开饭。 现在的吴够和上官十六也双双长大了一些, 不过二人的容貌皆没有太大的变化, 性格也是如此,还是一副少年心性。 今天中午吃啥? 一进门,林小璐便眼巴巴地凑到桌前看, 然后大失所望,又吃面啊,我想吃米饭了。 你不爱吃就别吃。 上官十六哼道,本小姐不爱吃米饭,就爱吃面条。 两个人跟以前一样,习惯性半了两句嘴, 然后就坐下相互大眼瞪小眼, 依附谁也不服谁的架势。 无心禅师笑了笑,招呼小璐洗下手, 然后大家便一起有说有笑地开始吃饭。 而无心禅师在吃到一半时, 忽然笑着对吴够开口。 徒儿,再过几天,你就可以出发了。 林小璐,上官十六,帅帅鸭,柳玉娘,饭桌上, 所有人吃饭的动作同时一停, 齐刷刷看向吴够。 吴够要去哪儿?林小璐问。 一身白色僧衣的小和尚脸一红, 有些不舍地说道, 再过几日,小僧便要出发去天竺了。 一听这话,林小璐瞬间想起来了, 吴够以前说过的, 回了无心寺以后, 他过段时间要去一个叫天竺的地方, 去找如来法相论法。 佛教新旧之争将会正式打开。 行啊,到时候我们一起去。 林小璐哈哈大笑, 吴够,我路上可以保护你。 小璐施主不回峨眉了吗? 吴够抬起头问。 再过几个月,黄天圣楼就要开启了吧? 呃,林小璐愣了一下。 好像是哈, 自己好像也该回峨眉了。 算下来, 从当年下山到现在, 马上就快三年了。 真是一眨眼的功夫, 当初下山时的一幕好像还发生在昨夜。 饭桌上, 气氛一时间安静下来, 几个少年人意识到, 他们的这个小团队, 好像要散了。 上官石榴也有些猛, 他看看吴够, 又看看林小璐, 疑惑道, 你俩一个要去天竹, 一个要回峨眉, 那本小姐怎么办你回家呗? 帅帅鸭吐槽道, 你还想在这住多久啊? 让无心禅师给你养老上官石榴, 瞪了帅帅鸭也。 然后有些不舍地看了看林小璐和吴够, 郁闷道, 你俩都走了, 本小姐多无聊啊。 郁闷完, 心思活络的他, 忽然又一仰脖子, 傲娇道, 哼, 走吧走吧, 等你俩走了, 那么本小姐就去大堂找阿宁玩, 正好都两年没见阿宁了。 他傲娇的话语刚说完, 无心寺外忽然传来一阵逼格满满的笑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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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笑声毫无征兆地响起, 让所有人再次停下筷子, 林小璐更是听得一惊。 这个笑声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 饭桌上, 无心禅师露出了笑容, 几个少年人则是有些面面相去, 而上官石榴更是捂着脑瓜子直尴尬。 完了, 去不了大堂了, 老爹来抓本小姐了。 此刻, 无心寺外, 一位身穿黑色沙衣的中年男子从天而降, 掀起一阵尘埃。 随后, 他便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大摇大摆进了寺庙。 无心, 别来无恙啊。 无心禅师还未来得及说话, 上官石榴看见来人后, 却忽然惊叫, 爹, 你的眼睛怎么了? 饭桌上, 林小璐等人全都看向上官生的眼睛, 然后集体一正。 上官生的左眼好大一块欲青, 看起来就跟被人打了一拳似的。 谁这样牛逼居然敢打上官生? 此刻, 无心禅师也感受到了, 面露差一道, 上官施主, 您这是, 不打紧, 小事。 上官生摆了摆手, 大咧咧在桌前坐下, 然后逼个丝毫不将地笑道, 这次本家主偷偷溜进神州腹地, 运气不好, 被昆仑发现了。 撕然后呢, 然后就跟昆仑的周末打了一架, 那老头下手真特么黑。 林小璐好奇, 周末是谁昆仑掌门? 帅帅鸭解释道, 当今原因休士中脾气最火爆的一位, 一把年纪了还天天喜欢找人切磋, 其手段更是号称神鬼莫测的汉天爵。 汉天爵能有本家主的天狗十月绝牛逼上官生不懈道, 别看本家主吃了他一拳, 可本家主也抽了他一巴掌, 而且, 最后还是让本家主进来了, 区区一个昆仑, 本家主还真不放在眼里。 无心禅师闻言苦笑, 随后问道, 上官施主此次前来是要带十六小施主回南疆吗? 是啊。 上官生笑着点头, 然后对上官十六道, 在神舟封了两年半, 你也该随爹回去了吧, 上官十六小嘴一撅, 往桌子上一趴, 不再吱声。 上官生知道自己女儿性子倔, 也不着急, 笑呵呵地看了看饭桌上的几人, 在看到林小璐时, 微微诧异了一下。 小璐小兄弟, 两年没见, 你的功夫练得不俗啊。 林小璐, 大叔, 你咋知道, 我的功夫不俗的林小璐惊讶地问。 虽然本家主不懂功夫, 但看精气神还是能看出来的。 上官生笑道, 小璐小兄弟, 现在的你, 已经堪比杰丹尽了把林小璐被夸得脸一红, 实际上他也不知道自己现在什么实力, 毕竟每天都只是在修行, 已经两年没有跟人动手了。 饭桌上, 上官生又看向无垢, 小和尚, 你也不错, 都凝气五层了, 再努努力, 赶快让你师父给你助击, 光修佛法, 能有什么出息。 说完, 他最后看向了自己闺女, 然后眼睛一瞪, 十六, 你怎么还是凝气两层, 这两年, 你都干什么了? 上官十六翻了翻大眼睛, 懒洋洋地道道, 我没干什么呀, 就每天吃喝玩乐瞎转悠, 修行那么累, 我才懒得修。 上官生, 他气得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 没好气到, 收拾收拾跟爹回去, 你又不是没有天赋, 女孩子家家的, 成天这么懒散, 三年之内你要是住不了鸡, 以后爹都不放你出来玩。 我不, 我明天再回去, 爹你在这住一天。 上官十六知道自己这次是肯定得回去了, 因此能拖一天是一天。 饭桌上, 妇女俩相互吵闹, 最后拗不过闺女的上官生, 只好无奈同意, 让他再待上一天。 吃过午饭, 大家继续开始做自己的事情, 上官生和无心禅师坐在一起, 相互说笑着闲谈。 而林小璐则和帅帅鸭继续去了藏书楼, 研究最后的精华法, 上官十六也在。 此刻, 他看着面前盘腿打坐的少年, 面露不舍道, 鹿崽子, 我和无垢都要走了。 你什么时候走啊, 等我将一斤斤练到大圆满, 我就回峨眉。 林小璐回应道, 少女张了张口, 最后什么也没说出, 只轻轻到了声。 语气有些惆怅。 花蝴蝶, 你咋了林小璐问。 没什么, 就突然大家要分开了, 挺舍不得的。 少女扶着下巴, 难得得多愁善感一回, 这次咱们分开, 估计就要很长一段时间, 见不到面了。 林小璐闻言没说话, 沉思了一下后, 继续修行自己的。 捧着竹简的帅帅鸭, 看了看他俩, 想了想, 也没说什么。 天下无不散沿袭, 每一次分离, 都是为了下次更好的相遇。 江湖路远, 请保重。 上官十六还是走了, 在第二天早上, 他依依不舍地跟林小璐和无垢相互告别, 然后跟随父亲离开了无心寺。 坦白说, 林小璐其实一直都不怎么喜欢他, 但其实他与阿宁不同, 在某些方面, 他是性格最贴近小璐的人, 此刻的突然离去, 让小璐觉得生活都开始变得冷清起来。 昨天还在一起吵架伴嘴, 今天他就这么离开了, 快的, 连让人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就, 挺突然的, 或许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早就已经习惯了有上官十六陪伴的生活。 而之后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吴购和柳玉娘也终于启程, 出发去了天竹。 临走前, 吴购也是依依不舍地拉着林小璐说了好久的话。 而面对最后一位好友的离别, 林小璐即便在心大, 也有些绷不住, 最后在寺庙门前和相识两年多的小和尚紧紧拥抱, 然后目送得他离开。 至此, 无心寺中便只剩下了无心禅师, 帅帅鸭, 以及小璐自己。 老大, 精华法目前已经快修炼完了,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步, 无我无相, 久久归一。 这一步只要踏过去, 这一晶晶便彻底修行至大圆满,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饭桌上, 林小璐一边吃着斋饭, 一边听帅帅鸭说话, 听完之后, 他有些期待地问道, 这一步踏过去了, 我的身体会出现怎样的变化这个目前还不好说。 帅帅鸭摇着脑瓜道, 因为没有人把一晶晶修到这一步, 当年达摩也是通过前面的修行, 然后将一晶晶推算到了这一步, 但具体这一步之后, 会发生怎样脱胎换骨的变化, 那就不得而知了。 林小璐文言点了下头, 准备在今晚凌晨, 开始修炼这最后一步。 一旁的无心禅师也是笑道, 小璐施主, 这一晶晶最后一步的修行, 根据鸭施主所说, 需要调动自身真气形逆周天, 游走全身经络, 过52个单学, 309个双学, 和50个境外齐学。 共计9日, 在这期间, 小璐施主会进入一个 不眠, 不眠, 不死, 不生, 既不真实, 又不虚妄的状态。 而这样的说法, 毕竟只是理论, 凡间并没有人真正修行到这一步过, 因此非常危险, 结实, 贫僧会一直守在你身边护法。 林小璐文言一喜, 笑哈哈地, 冲无心抱了下拳, 谢谢禅师。 饭桌上, 林小璐飞快地往嘴里扒饭。 一经经大缘满静谏, 无我无相, 久久归一。 未来九天的时间里, 自己都是动不了的, 更不能吃饭, 因此, 现在可得多吃一点, 要不然练功练到一半, 把自己饿死了, 那就很悲催了。 吃完饭后的下午, 林小璐都在做着各种舒展性的运动, 她要在凌晨来临之前, 将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 不久, 夜晚终于降临, 少年吃饱了米饭, 活动了筋骨, 帅鸭一起, 在寺庙前的草地上共同等待凌晨的到来。 这次的修行必须要在露天的地方, 头顶不能有东西, 遮挡月光和太阳光。 无心禅师在小鹿周围布下了佛门阵法, 然后又点燃了一支元宝蜡烛, 用来观察小鹿的情况。 最后, 她还是不放心, 顾默默掏出了最强的法宝, 一颗不知名的舍利子。 没办法, 一经经最后一层从未有舞者练到过, 由不得她不小心。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临小鹿走进了由念珠布置的阵法之中, 盘膝而坐, 双手结心盘手势, 双双置于膝上, 然后闭上了眼。 旁边的帅帅鸭捧着竹简, 抬头看了眼月明星系的天空, 随后开口, 老大, 时候到了。 紧闭双目的少年, 赫然调动起丹田内的真气, 循着腹部往上, 一路缓慢行过五脏六腑, 然后自周身经络, 开始逆行运转。 这个过程是很缓慢的, 经络, 穴道, 脏腑, 一寸一寸的感受, 足足过了一个时辰, 才完全逆转结束。 随后林小鹿便有意识地调动这股真气, 顺着天灵转到后颈, 向上进入后手, 再转入神庭, 冲上心, 入百会。 而在真气逆行全身经脉脏腑穴道, 进入百会之后, 林小鹿顿觉五雷轰顶, 脑瓜子轰。 得一声, 直接失去了意识。 旁边, 一直握着舍利子的无心蝉尸看不见, 但他却惊讶地感受到盘腿做的林小鹿在冒烟。 他脑袋上的百会穴位置居然生腾起了鸟鸟轻烟。 鸭施主, 小鹿施主这是无心大师放心, 这是正常现象。 帅帅鸭捧着竹简说道, 按照经文中的说法, 这最后一步精华法本身也算是一种洗水。 只不过这种洗水是最后一步的彻底清洗。 老大现在是真气逆行, 阴阳逆乱, 用自身真气进行逆行洗涤, 然后带着烟渣之物从百会涌出。 一来将自己的身体彻底洗干净, 二来也是洗涤丹田内的真气, 将真气中的烟渣之物排出。 无心文言一愣, 自身的本命真气中也有烟渣之物帅帅压点头, 世间万物皆有阴阳之分, 气自然也有灼青之别。 那本命真气中的烟渣之物被排出, 先天真气会变成何物无心蝉尸继续道出了自己的疑问。 而面对这个问题, 即便是帅帅压也不知道了。 一经经上眉血, 而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自然也无从得知。 毕竟, 洗涤本命真气, 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理论。 此刻, 林小璐盘腿坐着一动不动, 脑瓜子一直在冒烟。 而无心蝉尸和帅帅压则一直在旁边守着, 生怕他练出什么问题。 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 漆黑的夜晚渐渐开始变得明亮, 太阳升起, 阳光也开始照耀在少年的身上, 可即便是在阳光下, 少年头顶冒出的气体依旧非常明显, 而且源源不断。 帅帅鸭自顾自地去吃早饭了, 独留下无心蝉尸一人继续守着。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无心蝉尸都是寸步不离地守在林小璐身边, 而一直到三天之后, 林小璐的脑瓜才终于不再喷涌青烟。 帅帅鸭见到后, 哈哈大笑, 看来老大果然是练对了, 跟经书上说得分毫不差, 三日三夜, 洗涤本命真气。 无心好奇地问道, 鸭施主, 共九天时间, 其中三天洗涤本命真气, 那后面六天是如何后面六天, 就是修炼洗涤过后的真气了。 帅帅鸭看着面前纹丝不动的林小璐, 鸭目闪烁道, 本命真气中的灼气被洗涤, 这就是最深层次的洗髓。 而在这之后, 就是炼制剩下的真气, 将其炼制成另外一种东西。 说完, 他颇有些感慨道, 修仙者用天地灵气修行, 本就是因为天地灵气足够干净纯粹, 而人体内的本命真气, 却达不到这种干净的程度, 但此刻老大的本命真气已经洗涤过, 去灼流青。 因此从这一刻起, 老大体内的本命真气是否要比修仙者的天地灵气差, 那就真不好说了。 无心禅师听到帅帅鸭的话语不禁有些惊叹, 故双手何时感叹, 鸭施主, 大学问。 帅帅鸭面对无心禅师的拜理, 非常自然地受下。 要是别的东西, 面对无心这样的高僧拜理, 那一万个自己也受不起。 但要是说学问这一块, 那自己还真能受得。 时间继续流逝, 林小璐仿佛化作成了一尊雕像, 终日不动, 很快时间就来到了第九天。 按照易晶晶上所描述, 他应该会在今天醒来。 帅帅鸭和无心禅师都默默等待着他的苏醒。 然而, 一直到了夜晚凌晨, 他都没有醒。 什么情况? 老大怎么没醒啊? 帅帅鸭抱着竹简一脸猛逼, 无心禅师也是露出了疑惑的神情, 他看不见, 只能抬手摸了摸身旁的光魂灯, 发现火焰依旧烧得灼热, 这说明光魂灯燃得很旺, 林小璐目前应该没什么事, 可他为什么没醒呢? 压施主。 小璐施主这事, 帅帅压一遍遍翻看着竹简, 一脸焦急道, 不应该啊, 老大应该醒了的。 经文上说了, 到第九日, 本命真气彻底改变, 酒窍全通, 神清气清, 至此无我无相, 久久归一。 可老大这为啥没醒? 过了凌晨, 这特么都第十天了。 难不成是走火入魔了, 一听到走火入魔, 无心禅师顿时吓了一跳, 犹豫着要不要强行把少年喊醒。 现在的情况, 可以说是超出了他和帅帅压的控制。 一斤斤从未有人练到这一步, 他们也做了最坏的打算。 原本他们觉得, 林小璐要么就是练不成, 要么就是练到一半练错, 然后经脉受损, 身受重伤。 可谁都没有想到, 林小璐居然是没醒。 现在, 他这到底是练成了, 还是没练成, 谁也不知道。 你说他练成了吧? 他没醒。 你说他没练成练错了吧? 关魂灯还燃烧得挺旺盛。 无心禅师不放心地给林小璐把了下脉, 随后对帅帅压迟一道, 小璐施主的脉搏也没问题, 要不我们就先等一等帅帅压无奈。 目前这个情况也只好如此了, 毕竟, 老大好像还没死。 此刻刚过凌晨, 依旧是漆黑的深夜, 无心禅师就一直坐在林小璐旁边观察着他的情况。 帅帅压是不怎么能熬夜的, 没多久他就忍受不住, 困意睡了过去。 而他睡下没过多久, 盘腿打坐的林小璐便开始出现了变化。 他的身体, 隐隐约约开始散发一种柔和的微光。 这种微光很淡, 颜色却很丰富, 一直在变化, 仿佛一层不断变换的彩色薄膜, 将打坐的少年包裹住了一样。 而一旁没睡的无心禅师却没能发现这一点。 无心禅师虽然不会像帅帅鸭那样犯困, 但他毕竟看不见, 平时生活都是靠自身灵气对外界动静的感知。 就像前几日, 林小璐排出真气污秽时, 他就能率先感知到。 但这一次, 林小璐身上的华美流光出现后, 他却并未能够感知到。 场中, 一只鸭子打起了轻轻的鼻酣声, 失明的无心禅师依旧安静地坐着。 而林小璐在全身散发出一阵微弱的流光一彩后, 胸膛也开始微微起伏。 这样的状态持续出现, 而帅帅鸭已经睡着, 无心禅师又看不见, 故根本无法感受到他的状态。 一直到夜晚的天空再次退去, 阳光洒下, 金色的光芒笼罩在少年的身体上, 和他身上的流光相互辉映, 最终, 形成了一个圆形的五彩霞光光环, 出现在少年的脑瓜后面。 一旁酣睡的帅帅鸭被阳光照射到, 揉了揉鸭眼起身, 结果刚一起身就看到了这一幕, 顿时惊叫出声, 嘎嘎, 林小璐睁眼了。 霞光消散, 一切归于平静。 少年一醒, 无心禅师和帅帅鸭顿时松了口气, 随后迫不及待地询问起来。 小璐施主, 你没事吧老大?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林小璐刚醒, 似乎有些猛, 他两眼无神地看了看四周, 猛了一会儿之后, 嘴角开始慢慢上扬。 最终, 他露出了一个邪魅眷狂的笑容。 我感觉, 我好牛逼啊, 帅帅鸭。 他刚想问问林小璐为何修行了十天, 而不是九天, 林小璐却忽然脱口出道, 一经经上最后那一步是错的。 这最后一步的修行需要十天, 根本就不是九天, 所以, 根本不是什么无我无相, 九九归一, 达摩应该是推算错了。 帅帅鸭一愣, 疑惑到, 不是九九归一, 那是啥场中, 林小璐起身活动了几下身体, 同时说道, 我也不知道, 反正不是九天, 是十天, 所以, 九九归一是错的。 其中三天洗涤真气, 后面六天将洗涤后的真气和五脏六腑, 其经八脉, 四支百还结合。 而到了这里还不够, 还需要一天来让真气再次转回丹田, 然后以身生真气, 以真气养身, 周而复始, 身生不息。 说完, 他心有余悸道, 还好我练到第九天的时候, 体内真气就仿佛产生了本能一样, 开始自行运转, 这才让我彻底将一斤斤练到了大圆满。 帅帅鸭听得一愣一愣的, 一旁的无形禅师也是有些好奇。 小鹿施主, 现在你感觉怎么样, 是否有什么变化? 林小鹿闻言想了一下, 然后闭上了双眼。 下一刻, 他的身体周围开始生腾起淡淡的霞光, 这些霞光仿佛蒸气一样, 不断地往上升腾。 帅帅鸭见状一惊, 老大, 你这是, 这是我的真气? 林小鹿再次睁眼, 然后嘚瑟地笑道, 我的本命真气, 好像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 现在已经可以短时间外放, 不过具体有什么作用, 我还不知道。 我现在只能感觉到, 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闻言, 无形禅师也站起, 双手合十笑道, 小鹿施主, 如果不介意, 可以和平僧试试手。 林小鹿听了一喜, 道了声, 好他现在也迫不及待想知道, 自己到底有多牛逼, 可他刚想和无形禅师试试手, 肚子却突然咕噜咕噜叫了起来。 少年捂着肚子尴尬一笑, 无形大师, 我们还是先吃饭吧, 我十天没吃饭, 都快饿死了, 吃完饭, 咱俩再来切磋。 饭桌上, 饿极了的林小鹿一阵胡吃海塞, 跟土匪似的, 各种瓜果蔬菜拼了命地往嘴巴里装, 帅帅压看得担心得不行, 一个劲让他慢点吃慢点吃, 生怕他把自己吃噎死了。 好不容易练成一金金, 还没来得及找人嘚死一下, 结果吃饭吃噎死了, 那找谁说理去。 好在林小鹿身体皆是, 吃了近一百五十斤重的瓜果蔬菜后, 依旧生龙活虎。 而吃完之后, 他就直奔茅房, 在一阵酣畅淋漓过后, 身体便恢复到了最佳状态。 无形禅师, 我们是尸首吧。 上完茅房, 风风火火的林小鹿便迫不及待招呼道。 无形也笑着点了下头, 带着林小鹿来到寺庙院中, 并不知下了阵法, 以防破坏寺庙中的设施。 院中, 帅帅鸭站在一旁安静地看着他俩, 准备仔细观察林小鹿的身体情况。 他想将小鹿的情况记录下来, 然后修正一斤斤这门绝学。 无形禅师,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可牛逼了。 你要小心一些, 毕竟我也是杀过杰丹的人。 少年一边在草地中活动筋骨, 一边大言不惭地笑道。 无形禅师安静地站着, 慈祥地笑了笑。 因为只是事事首的缘故, 林小鹿并没有用大羹青铜器。 此刻他卸下负重, 然后活动了几下身体, 最后对无形禅师行了标准的舞折礼。 额眉至尊, 林小鹿, 请赐教。 无形禅师乐了出来, 双手合十, 身子微微一躬, 小鹿施主, 请。 话音一落, 林小鹿就猛地一抬手, 一招太极的白鹤亮翅, 直接攻向无形禅师。 帅帅鸭在一旁看到之后, 瞬间吃了一惊。 林小鹿确实跟以往不同了。 不止一次, 看小鹿练武的帅帅鸭, 可以非常直观地感受到, 小鹿这一招白鹤亮翅与以往不同, 除了刚柔并济以外, 还融合了新一把的成分在里面。 而招式出动之间, 整个人意识快如闪电, 一举一动都在挥洒出阵阵重影, 远远望去, 就好像有无数个林小鹿跟在他身后一样。 此刻, 太极拳的这一招白鹤亮翅, 仿佛落水秋叶, 翘无声息, 又仿佛奔雷之拳, 海纳百川之意。 只这一下, 寻常修饰别说是挡, 躲都来不及。 但, 林小鹿面对的, 毕竟不是普通的结单镜修饰, 而是无心。 在他带着一片片重影, 攻入无心面前之时, 无心的身后, 赫然亮起一个大大的金色万字。 一道佛光照耀, 先一步轰在林小鹿身上。 而就在此刻, 惊人的现象出现, 只见林小鹿的身影忽然在空中一闪, 居然直接消失, 只留下一个还飘荡在空中的道袍。 紧接着, 道袍瞬间被佛光轰飞。 而穿着白色内衫的林小鹿 以一个快到惊人的速度来到无心身后, 抬手一掌轰在无心的后背。 披挂掌。 第一次的切磋结束, 二人斗了个平手。 无心对着面前的少年感叹, 小鹿施主已经将心意把完全融合在自身武学之中, 同时一朝一世都可随意调动体内蒸气, 以此来提升威力。 其硬实力已经可以和寻常结单修饰平分秋色, 真是英雄出少年。 嘿嘿。 林小鹿被夸赞后蹦跆了两下, 傻乐道, 无心大师, 刚才的交锋咱俩打了个平手, 接下来咱们动真格地把无心微微一笑。 好。 草地上, 少年扭了扭脖子和脚踝, 身躯开始生腾起五彩霞光。 这次的无心感受到了这一幕, 轻叹道, 这便是一惊惊骂对啊。 无心大师, 我要来咯, 你小心。 呵呵呵, 小鹿施主请。 无心蝉失笑眯眯地招手。 话音一落, 林小鹿的身躯赫然消失在原地。 而下一秒, 他就直接出现在了无心面前。 这次的切磋, 是空手对空手, 小鹿不拔刀, 无心也不用法宝。 而当施展出一惊惊的林小鹿动身之时, 全身便被精纯至极的真气覆盖。 速度、 力量、 防御皆再次大幅度地提升, 到真是让无心微微诧异了一下。 无心大师, 一惊惊状态下的我, 可是很强的。 哼。 二人交手, 一股圆形气浪顿时散开, 直震的周围的金色防护罩, 嗡嗡作响。 少年的速度飞快, 身躯挥舞出阵阵彩色光影, 而无心禅师, 抬手截出一面金色的万字盾牌, 只抗了两下, 便被他的拳脚打碎。 见状, 无心随手挥出一道佛印, 轰在林小鹿头上。 哐! 全身涌现五彩霞光的少年, 直接一头撞碎佛印, 然后身躯一盏, 双臂挥舞, 全身真气调动凝鱼掌中, 赫然打起一股无心热浪。 无心禅师身形一闪, 直接避开, 转身就要飞入高空, 可林小鹿却再次近身, 脚下升腾起一股热浪, 整个人便直接冲到了空中, 一把抓住无心禅师的脚踝。 哈? 无心禅师直接被他拽了下来, 刚落地, 就迎接上林小鹿的五彩拳头。 哐! 这一拳带着本命真气和二重暗镜, 威力之大, 即便无心用了灵法格等, 也依旧被轰得退后了两步, 白茫茫的双目中彻底露出了惊讶之色。 小鹿施主, 这便是一惊惊吗? 果然好本事! 林小鹿嘴角一歪, 哈哈大笑, 无心大师, 我再来了! 看招! 少年双臂一盏, 浑身的五彩霞光便开始往掌中凝结, 接着少年身姿一转, 灼热的气浪便随涨打出, 带着尖锐的速声轰向无心禅师。 而无心禅师面对着迎面来的惊世热浪, 也终于露出了一个慈悲的笑容。 小鹿施主居然可以将武学修炼到这种地步, 那既然如此, 平僧也就不再留守了说完, 他的身后便亮起了足足十八道金光, 壮观至极。 其实吧, 当林小鹿得知无心禅师不是普通的结丹镜, 而是许多原因都打不过的结丹镜后, 他也就释然了。 自己输给他, 不丢人。 夜晚, 饭桌上, 鼻青脸肿, 挂着鼻血, 左胳膊还被包扎掉在胸前的林小鹿, 一边含糊不轻道, 无心大师, 等我再长大一些, 我再来找你切磋。 无心笑而不语, 无心大师, 你说, 我的本命真气已经变得和别人的不同了。 那我要不要给他取个名字呀? 林小鹿继续边吃边问。 当然可以。 无心禅师笑道, 小鹿施主体内的本命真气应该是世间所独有, 自然可以换个名字。 那叫什么名字好呢? 林小鹿思考地说道, 我觉得吧, 我现在的本命真气可以转化成一种特殊的力, 然后可以放出体外, 还能够壮大身体, 生生不息, 达到由外养内, 由内方外的效果。 因此, 就叫牛逼之力吧, 帅帅鸭, 无心禅师, 林小鹿看了看他俩的反应, 疑惑道, 怎么了是这个名字不够掉吗? 帅帅鸭听得直翻白眼, 吐槽道, 老大, 你取的名字不是不够掉, 而是掉过头了, 我觉得, 既然是由内方外的力, 不如就叫内力吧。 内力林小鹿听到这个称呼, 先是一愣, 随后无语道, 您觉得哪个好嗨嗨, 平僧觉得鸭施主说的内力比较好。 无心禅师道, 林小鹿, 他顿时郁闷不已, 趴在桌上往嘴里叨了两口小葱半豆腐, 撇嘴道, 行吧行吧, 内力就内力吧, 那今后我的本病真气, 就叫做内力了。 饭桌上, 帅帅鸭边吃萝卜条边说道, 老大已经证明, 一经经上的无我无相, 久久归一是错的, 所以这句话本鸭想把它改了。 鸭施主想要改成什么无心禅师问。 帅帅鸭哈哈一笑, 既然是需要十天才能练成, 我就想将其改成无我无相, 十全十美。 你们觉得如何对改意津津这一点, 无心禅师也没什么意见。 二人一鸭继续边吃边聊, 而到快吃完晚饭时, 林小鹿忽然又问了一个问题。 无心大师, 您跟我过招下来, 您觉得我的这个内力, 和修仙者的灵力相比, 哪个更厉害啊? 无心禅师想了一下, 随后直言不会道, 小鹿施主的内力其实还是不错的, 但功能和作用目前来看都太过单一, 只能壮大筋骨身体, 或者外放迎敌, 又或者用内力保护自身形成气罩, 因此平僧觉得, 内力目前比不上灵力。 少年听到这话顿时郁闷不已, 而正当他觉得有点不开心时, 无心禅师又接着开口说道, 其实小鹿施主不必着急, 天地灵力自古就有, 我被修饰更是传承了万年之久, 对灵力的使用、研究早就已经到了极致, 而这内力才刚刚出现, 还没有被研究透彻, 自然比不上灵力。 后续只要小鹿施主肯上心, 假以时日, 内力并不一定就比不上天地灵力。 一旁的帅帅鸭也是连连点头, 对呀老大, 都是这样的, 一个新的东西刚出现, 肯定是比不上老东西的, 但你只要稳扎稳打, 慢慢钻研, 未来谁强谁弱, 真的说不好的, 慢慢来吗? 林小鹿文言也就点了点头。 行吧, 那就慢慢来, 反正自己现在已经同辈无敌了, 十六岁, 一身本事直逼杰丹镜修饰, 简直牛逼得自己都怕。 小鹿施主, 明天准备离开了吗? 无形禅师忽然笑问。 嗯…… 林小鹿点了下头, 开口道, 大师, 再有几个月就要到黄天圣楼了, 我答应过掌门姐姐 要在黄天圣楼开始之前回去的。 无形文言笑了笑, 夸赞道, 以小鹿施主, 这堪比杰丹镜的实力, 在六大仙门道宗的年轻一辈中, 绝对是最强者。 哈哈, 对啊。 林小鹿开心地笑道, 到时候我一定可厉害, 然后在黄天圣楼里, 我每天都能可敬嘚瑟, 真是想想都激动。 吼吼吼吼吼吼吼无形禅师用一双瞎目, 瞧着这傻乐的少年, 一时间也是有些忍俊不惊, 继续笑问, 小鹿施主, 准备什么时候回鹅眉明天吧? 林小鹿刨了两口米饭, 鼓着脸颊笑道, 上次李明如来, 林小鹿已经问了东瓜村的位置, 得知是在一个名叫宋国的小国家, 他想去看看说书先生还在不在。 饭桌上, 吴兴禅师听小鹿这么说, 便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问道, 小鹿施主, 身上还有钱骂林小鹿一论。 而感受到他这个反应, 吴兴禅师便知道了他现在的处境。 上官拾了走了, 小鹿的钱也早就花光了。 大师没事, 下山后, 我去做点正当的小生意就好了。 什么生意友好的去跟别人要钱? 吴兴禅师文言差点没乐出来, 又好气又好笑地从念珠里取出一个早就准备好的包裹。 小鹿施主, 修行讲究才屡法地。 小鹿施主不是苦行僧, 身无分文可不行, 这里是几何洗尘丹, 还有十几两碎银子, 是贫僧这些年给山下村民治病所得。 啊这, 大师, 这不好吧? 林小鹿有些意外, 这些碎银子他是知道的, 吴兴禅师经常给一些村民治病, 村民便会给他一些钱, 吴兴禅师本是不想要的, 但村民执意要给, 他也就不好推辞。 山下的村民大多不富裕, 因此给的钱也不多, 大多是一些零碎铜板, 几十年了, 加起来也就十几两碎银, 吴兴禅师一直是分文未动, 此刻居然全都给了自己。 小鹿施主收下便可, 贫僧清净惯了, 用不上这些。 林小鹿文言愣了愣, 然后非常感动地对吴兴禅师到了线。 当晚, 他和帅帅鸭最后在吴兴寺睡了一夜, 到第二日一早, 林小鹿洗漱完毕, 用了最后一顿早饭, 便背上了一个布包, 站在吴兴禅师的禅房外, 听着禅房内清澈的诵经声, 对其重重一抱拳, 然后和帅帅鸭一同下了山。 至此, 少年离开了生活两年的破旧寺庙, 告别了一直照顾他的吴兴禅师, 再次启程。 而在今后的时光里, 吴兴禅师也一直都是他心中仅次于李明如和说书先生的长辈恩师。 三天后, 凡间某处山林小道, 时之言下, 酷暑难当, 一名提着常见的少女走过茂密的树林, 一路上不停擦着额头上的细汗。 不久, 赶了一上五路, 已经筋疲力尽的少女望见远处有一处茶铺, 顿时心生欢喜。 茶铺开在道路旁, 周围摆放着几张老掉牙的板凳, 此刻正有一些来往的行人坐在这歇脚喝茶。 年纪大概在十五六岁的少女激动地走到茶铺前, 对茶铺掌柜笑道, 大娘, 给我一碗凉茶。 三文钱。 少女力索地付了钱, 然后接过凉茶, 开心地喝了起来。 她赶了一上五的路早就口渴, 此刻这清凉的凉茶一入口, 顿觉惬意, 畅快地嗷了一声。 少女端着凉茶来到一张桌子前坐下, 一边喝一边打量起周围的茶客, 发现大多都是一些普通人, 有农民, 有猎户, 还有赶考的书生。 其中那个书生正捧着本书卷念书, 然后一双眼睛时不时地就往自己这里飘。 哼, 灯涂浪子。 少女不屑地哼了一声, 转过身不愿搭理着书生, 继续喝着自己的凉茶。 不久, 凉茶喝完, 她正准备跟掌柜的再要一碗, 远处却突然响起一阵飞快的马蹄声。 露天茶坛中喝茶的人们听到马蹄声皆是一愣, 而紧接着, 他们就看到几个骑着高头大马的汉子出现。 这些汉子各个手持刀刃, 面目凶狠, 一出现就将茶坟中的客人围了起来。 人们被吓坏了, 看着明晃晃的刀剑尖叫不已, 那名书生更是被吓得钻到桌子底下去。 少女也是被吓得不轻, 手掌死死握着自己的宝剑, 迟意着要不要反抗。 此刻, 一名戴着眼罩的独眼龙骑在马上, 提着刀, 居高临下望着众人, 然后哈哈大笑, 爷爷是青城山的马匪, 向来都是只求财, 不伤人, 你们都乖乖地把钱交出来, 保证没事。 场中的人都被吓得不轻, 而习过几年武术的少女则是有些犹豫。 眼看大伙都开始敢怒, 不敢言地掏钱买命, 远处忽然传出一道怪异的大笑声。 吼吼吼吼吼吼。 场中, 所有人都被这突然响起的大喊声吓了一跳, 紧接着, 他们便猛逼地看到一个身穿藏青色道袍的小道士, 带着一只鸭子跑了过来。 小道士年纪不大, 也就十五六岁的模样, 一头冲进场中后, 就对着骑马的马匪, 哈哈大笑。 爷爷是峨眉山的土匪, 向来都是只求财, 不伤人, 你们都乖乖地把钱交出来, 保证没事。 马匪猛逼地看着面前的小道士, 愣了一会儿后, 顿时哈哈大笑, 一个个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这奶来的小牛鼻子, 这么小就来寻死。 哈哈哈哈, 笑死爷爷了, 还学我们说话, 毛掌齐了吗喂? 小道士, 你是赶着来投胎是吗? 场中, 实践少女看着这突然冒出来的小道士背影, 也是忍不住心中暗叹。 可惜了, 虽然傻了点, 却是个勇敢的家伙, 长得也挺好看。 他有些迟疑要不要拔剑相助, 但又有些害怕, 毕竟自己的功夫并不到家, 不一定就是眼前这些标形大汉的对手。 而正当他有些犹犹豫豫时, 这忽然出现的小道士, 却直接向最近的马匪走去。 骑着高头大马的马匪, 见他两手空空没有武器, 身形也不壮硕, 故毫无戒备, 直接嘲笑道, 怎么着啊, 小牛鼻子, 想跟爷爷我较量较量小道士不说话, 走到马匹面前, 然后双手一抱。 马匪, 众人看到这一幕, 即使有些疑惑, 不知道这道士搞什么鬼。 而正当他们不解释, 那名骑在马匹上的马匪, 忽然发现自己飞了起来。 哗! 随着一声轻响, 整匹马被小道士抱起, 然后陡然一甩。 马匹吓得扶持一叫, 而马匪更是一个不稳, 直接一头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在地面, 当场摔晕。 而马匹也被小道士身上露出的气息, 吓得丝毫不敢挣扎, 任由他将自己放下。 放下马匹, 小道士这才转头看向其他马匪, 露出一个小恶魔般的坏笑, 把身上的东西都浇出来, 衣服, 裤子, 什么都要。 马匪们纷纷被吓得目瞪口呆, 就连茶谱中的其他人, 都被小道士的举动吓梦了。 短暂地安静过后, 独眼龙的马匪首领赫然持刀怒吼, 这小道士有古怪, 砍他。 几个马匪纷纷亮起刀刃, 嗷嗷大叫着冲向面前的小道士。 下午, 炽热的阳光将茶谱周围的山林 照耀成了金黄色。 茶谱周围的人们都一脸古怪地 看着面前的场景, 只见小道士坐在一张桌子上, 手里捧着一碗凉茶, 正喝得开心。 那只鸭子也在他的旁边倡议, 而他们的桌前, 几个原本凶神恶煞的马匪正光溜溜地排着队。 大, 大哥, 我身上就这么点东西了, 内裤, 您能不能, 能不能。 小道士瞅了瞅他交上来的刀刃, 衣裳, 以及几两碎银, 鄙视道, 穷成这样, 还学人打劫大叔你, 是在侮辱我们这个行业吗? 马匪听得都快哭了, 那他妈自己, 要是有钱, 自己还需要打劫吗? 小道士收下东西,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光溜溜的汉子一阵点头哈腰, 然后甩着光屁股就跑了。 下一个, 小道士懒洋洋地继续喊道, 又有一名光溜溜的马匪上前, 手里同样捧着佩刀, 衣裳, 还有碎银。 林小璐瞅了他两眼, 见他身上闻着条花色大龙, 惊讶道, 哎呦, 居然还真是道上的, 入行几年了马匪, 颤颤巍巍回应道, 回大哥, 两年了, 才入行两年, 你就敢闻过尖龙林小璐眼珠子一瞪道, 活该你被我抢, 我现在要是去闻身的话, 都只敢闻个螃蟹。 马匪一愣, 有些好奇道, 大哥, 闻螃蟹是个啥讲究啊, 横行霸道呀, 这你都不知道, 真是二流子, 根本不配打劫, 滚蛋。 马匪挠了挠头, 尴尬地跑了。 下一个, 小道士继续翘着二郎腿, 拽一拽地喊道, 一旁持剑的姑娘, 瞅了他好几眼, 见他继续收着马匪们的东西, 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 上前抱拳道, 多谢道长建议勇为, 在下两一剑派前施施, 敢问道长明慧。 小道士听到动静, 看了他一眼, 然后同样抱拳行礼道, 好说, 在下以德夫人帮帮主邻小璐。 前施施一愣, 以德夫人帮这也是一个帮派名字吗? 他疑惑了一下, 排队被抢的马匪, 也已经到了最后一人, 正是那名戴着独眼龙眼罩的马匪首领。 马匪首领一脸憋屈地把财务交上, 刚要离开, 林小璐突然喊住了他, 你戴个独眼龙眼罩, 是真瞎子马匪首领一愣, 随后摇了摇头。 不是, 我只是觉得这样有逼格。 林小璐文言直接起身, 一把拽下他的眼罩, 骂骂咧咧道, 不是瞎子你戴个毛, 滚蛋。 说完, 他就给自己戴上了独眼龙眼罩, 然后转头被钱诗诗问道, 帅不帅。 少女一脸古怪地点了下头。 马匪们一走, 林小璐便吹着口哨, 悠哉悠哉轻点起了碎银。 嘿嘿, 加起来也还行, 得有五六十两银子了。 美滋滋地将碎银收进包里, 林小璐又去拴着马匹的地方, 挑起了马。 他要选一匹好马赶路, 因此, 他开始直接蹲下, 挨个观察马匹们的下半身。 一旁的钱诗诗跟着他, 继续问道, 其一身本事简直比我师父还高, 故想请道长帮个忙, 无论成不成, 在下都有重险。 林小璐挑选了一匹挨脚小马, 然后摸着马匹随意问道, 什么忙, 少女冲林小璐一抱拳, 开口道, 我爹本是一名乡身, 因被当地的知府坑害家产, 故想要进京告欲状, 却被那个狗关拦路抓捕, 含冤入狱, 小女子想去助妻翻案, 但小女子势单力薄, 不知林道长可否。 你家乡离这儿有多远林小璐打断他问道, 不远了, 还剩下两天路程, 少女回应道, 林小璐闻言一正, 她离宋国也只有一天半的路程了, 然后从宋国到东瓜村所在的路程大概还需要半天, 加起来也是两天路程, 这女孩的路程跟自己倒是差不多, 她好奇地看了看女孩, 猜测道, 你爹是宋国人前世世一愣, 随后便以为林小璐是根据路程算出来的, 到了生世, 宋国哪里人林小璐继续问道, 若成人是, 林小璐, 他愣了一下, 然后有些惊讶道, 你是若成的, 那咱俩是老乡啊, 我也是若成人, 真的少女顿时惊喜万分, 喜不自禁地笑道, 林道长是若成哪儿的, 我跟爹爹是东瓜村的, 林小璐, 十六岁的少年一脸猛, 自己这是遇到老乡了, 等等, 炎炎夏日的林中, 林小璐忽然好像想起了什么, 上下仔细地打量了前世世两眼, 然后大大的眼睛一眯, 努力回忆着问道, 认识我爹少女更加惊喜, 开心地笑道, 道长, 我爹就是钱中书员外, 林小璐看着面前眉开眼笑的少女, 回想起了一些小时候的画面, 一年夏天, 一辆精致的马车从村子路过, 光着脚丫子的自己抱着妹妹, 在田梗上怯生生地看着, 透过车窗, 他看到里面坐着一个严肃的中年男人, 男人身边还坐着一个 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小女孩, 而此刻, 那印象中的小女孩 便慢慢地和面前的少女结合, 最终融为一体, 林道长林道长钱诗诗一脸喊了两声, 林小璐才反应过来, 回过神的他随口说道, 我正好要去东瓜村, 既然顺路就一起吧, 至于救你爹的事, 林小璐想了一下, 然后撇着嘴道, 如果你爹真的是被冤枉的, 那我陪你跑一趟, 也不是啥大事, 钱诗诗听了大喜过望, 抬手重重的一抱拳, 多谢道长仗义相助, 林小璐点了下头, 没再说什么, 自己和这个前缘外并没有什么恩怨, 只是小时候曾听大人们说起过, 说他是村里最有钱的人, 然后曾经自己见过他和钱诗诗, 而钱诗诗肯定不记得自己了, 不过也正常, 当时自己和他的身份可谓是天差地别, 人家记不得自己可以理解, 林小璐是个很豁达的人, 他觉得自己和这前缘外没有什么恩怨, 那帮忙就帮忙呗, 反正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 别说是区区一个知府, 就是凡间小国家的黄泉都挡不住自己, 抱着帅帅鸭骑上了马, 林小璐便对钱诗诗招呼道, 一匹马吧,这样去宋国比较快, 钱诗诗文言也没有推辞, 再次道谢后翻身上了一匹高头大马, 而林小璐便笑哈哈地冲茶铺中的其他人一笑, 这些剩下的衣裳, 配刀,马匹就送给你们了, 说完, 他便一抖江绳, 高喊了一声, 驾, 钱诗诗也开心地跟在他后面, 同样喊了一声驾, 所以, 你爹是为了上宋国国都告洛城之府, 贪赃王法的御状, 才被抓得当晚, 某客战, 林小璐一边狼吞虎咽, 对付着烤鸭, 一边问道, 面前的钱诗诗点头道, 我爹以前也是做官的, 还是出了名的清官, 后来宋国朝廷, 他老人家失望透顶, 故回乡做起了蜡烛的生意, 成了一名圆外乡身, 说完, 少女看着林小璐面前摆放的十几个空蝶, 十一道, 道长你吃这么多东西, 真的不撑得慌吗? 不会啊, 林小璐继续吃着烤鸭, 并好奇地问道, 我看你的功夫不是很强, 你怎么帮你爹平反前世世文言, 先是捏着小拳头, 有些倔强道, 我功夫很好的, 寻常人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随后, 他才继续开口道, 我爹当初是想去都城告狱状, 只不过, 他还没出落城, 就被那狗官抓了, 所以我准备直接替我爹去告狱状, 你要见皇帝老爷皇帝老爷, 会见你妈少女文言脸色一白, 支支吾吾的没有吭声, 坦白说, 他也不知道宋国皇帝是否会见自己一个名女, 只不过, 这是自己唯一的办法了, 只能死马当活马一, 试一试, 面前的林小璐一手抓着一只烤鸭腿, 吃得不亦乐乎, 边吃边笑, 也亏得你遇到了我, 咱俩老乡一场, 明儿到了宋国皇城, 我带你去见皇帝老爷, 少女听到这话顿时有些开心, 但随后又有些迟疑道, 林道长, 虽然您武艺高强, 但我也只是想让你跟随一路, 以防的狗官派人赌我, 而且您说得对, 相变见陛下, 这种事不是我们这种平民想见就能见的, 我这也只是没办法的办法, 一旁的帅帅鸭听到这话忍不住笑了一下, 这小丫头还是有些搞不清楚状况, 就林小璐这性格直接打进皇宫都不是没可能, 不过林小璐倒也没有表露身份, 乐呵呵地吃完晚饭后便自顾自地回房休息, 期待着明天的装帅时刻, 现在有马骑比走路可是快多了, 估摸着自己明天到洛城, 后天上午应该就能到冬瓜村了, 也不知道自己当年和妹妹住的小房子还在不在, 这次故地重游倒真是令人有些怀念了, 一夜无话, 第二一早伴随着一声吼吼吼吼吼吼的笑声, 林小璐起床了, 大部分情况下, 女孩要是睡醒起床都会发出阴阴呜呜呜的哼哼声, 而男孩起床则是会发出鹅呀或者乌蛙的声音, 而林小璐则是狂野而不失优雅的吼吼吼吼吼和钱诗诗在客栈内吃了早饭, 两个少年人便双双骑马上路, 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往宋国, 最终在中午十分抵达, 五时, 宋国都城, 赶了一上五路的林小璐坐在一间米粉铺子内, 一边吃着米粉, 一边看着周围来来往往的时刻, 钱诗诗已经去皇宫告狱状了, 他和帅帅鸭就在这儿等着, 原来宋国的都城是这样的呀, 还挺繁华, 不比我们走过的其他城市差, 林小璐一边吃米粉一边对面前的帅帅鸭说道, 他小时候都没出过冬瓜村, 因此也没有来过都城, 帅帅鸭坐在他对面咕嘟咕嘟喝着米汤, 然后趁着周围行人不注意, 小声回应道, 老大, 那娘们去告狱状去了这么久, 是不是被抓了告狱状, 为什么会被抓林小璐猛逼地问? 有的国家好像是会抓这样的, 就无论狱状告得成不成, 老百姓先受罚, 宋国我不知道, 帅帅鸭摇着头道, 呃, 无论告得成不成, 都要被打, 这也太过分了, 林小璐一边稀溜稀溜吃着米粉, 一边感慨不已地说道, 他要是被抓了, 咱们就去捷狱吧, 嗯, 行, 帅帅鸭点头, 继续喝米粥, 喝了两口帅帅鸭, 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略显迟疑地看着林小璐道, 老大, 我们把去捷狱这种事情, 说得跟去上茅房一样轻松, 是不是有些不太好这个吗? 好像是有点不太好, 林小璐摸着下巴思考道, 感觉太狂了一些, 确实太狂了, 我们要学会低调, 对对对, 我们要低调, 林小璐点头赞同道, 不能因为我老大李明如是天下无敌, 然后我十六岁战力堪比杰丹, 然后相貌也英俊的天理男容就狂妄, 做人还是要脚踏实地一些, 平时要多去学点东西, 充实一下自己, 不然以后我长大了, 别人看见我就会说, 你看那个人, 除了长得好看, 实力牛逼以外, 简直一无是处, 老大, 有道理, 帅帅鸭一脸赞同道, 一人一鸭就这么头对头说着话, 而过往的行人见到这一幕后, 也皆是觉得有些古怪, 这小道士怎么再跟鸭子说话, 莫不是疯子吧, 哎可惜了, 白长这么好看了, 掌柜, 再来一碗米粉, 面前摆着高高一落空碗的林小璐, 吃得意犹未尽, 高声大喊, 而他刚喊完, 却看见前面的闹势中, 背着剑, 牵着马的前石师, 神情落魄的出现, 一看这样, 就知道是碰壁了, 带少女走近, 林小璐便好奇地开了口, 咋了, 皇城的守卫不让你进前石师脸色悲伤地点了点头, 声音中带着哭腔道, 我怎么求他们都没用, 还说陛下日理万机, 根本不可能见我一个平民, 帅帅鸭撇了他一眼, 心头无语, 这丫头一看就是阅历不高, 就说嘛, 皇宫怎么可能, 让你一个来历不明的小丫头随便进, 没把你关进大牢, 真算不错的了, 而林小璐则只是淡定地笑了笑, 正好店里的伙计又端了一碗粉过来, 他便用筷子挑着米粉笑道, 你先坐会儿, 等我吃完这碗粉我就带你进去, 少女眼眶泛红的疑惑, 领导长, 你怎么带我进去林小璐一边吃着米粉一边笑道, 用腿带你进去, 少女愣愣地看着, 然后想让林小璐别乱来, 林小璐却冲他笑了笑, 道了一句, 你不用管了, 想进去就听我的, 说完, 他就继续不紧不慢地吃着, 非常专注地品尝鲜美的米粉, 最终, 最后一碗米粉下肚, 林小璐心满意足地拍了拍小肚子, 然后起身对前师师一笑, 跟我来吧, 说吧, 他便和帅帅鸭一起大摇大摆, 走向了守卫森严的皇宫大门, 有一说一地讲, 皇帝老爷住的地方是真的好, 又大又漂亮, 也不知道阿宁住的皇宫是不是也这么大, 远远地, 守卫见到走来的林小璐也没在意, 习惯性地就准备开口呵斥, 而林小璐却率先笑道, 大叔, 我要进去告一状, 皇宫禁地, 任何人不准进入, 林小璐闻言可爱地笑了笑, 弯腰降帅帅鸭抱在怀里, 然后突然一伸手, 直接抓住前师师的肩膀一甩, 将一脸茫然的他扛在自己肩上, 前师师吓得刚要尖叫, 下一刻就感到一阵飓灌进嘴巴, 然后周围的画面开始飞速倒退, 城门的守卫也猛了, 纷纷对着急驰而过的林小璐大喊大叫, 此刻, 林小璐一手抱着帅帅鸭, 一手扛着前师师, 整个人以一个快到极致的速度, 在皇宫内飞奔, 许多守卫几乎刚反应过来, 他就已经跑到了皇宫深处, 偌大的皇宫内, 少年扛着女孩抱着鸭子一路飞跑, 见到他的太监, 宫女, 侍卫纷纷大惊失色, 但却根本拦不住, 只因他的速度实在太快, 这皇宫好大啊, 皇帝老爷在哪里飞速奔跑的林小璐, 一路行过各种高墙大院, 池塘假山, 找了一圈没找到皇帝, 看见不远处有一些宫女, 赫然飞奔上前, 姐姐, 皇帝老爷现在在哪儿端着瓜果点心的宫女们, 被突然冒出的林小璐, 吓得花容失色, 一个个嗓门极大的尖叫起来, 林小璐见他们一个个已经快被吓傻了, 无奈地叹了口气, 然后身形一闪继续急行, 最终在路过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时, 见到了一个身穿金黄色龙袍的大胖子, 哈哈, 找到了, 林小璐扛着钱诗诗直接冲入大门, 再次把宫殿内的宫女们吓得惊叫不已, 而身形圆润的皇帝也是吓得一屁股瘫在软塌上, 护, 护驾, 快来人啊, 护驾, 林小璐瞅了瞅面前嗷嗷大叫的皇帝, 然后将披头散发的钱诗诗放下, 抱拳笑道, 在下峨眉至尊林小璐见过皇帝老爷, 神情慌乱的皇帝, 然后微微一愣, 留着冷汗惊恐, 你是, 来自峨眉的上仙他话刚说完, 宫殿外就追赶了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 一个个惊恐地大喊, 贼人, 放开陛下, 你知不知道你犯了诸九族之罪, 林小璐闻言撇了撇嘴, 而皇帝见他似乎有些不满, 思量了一下后便对守卫们挥手道, 这是峨眉来的上仙, 你们先, 先退下吧, 门外的守卫们闻言面面相去, 然后渐渐散去, 待他们离开, 满头冷汗的皇帝, 才再次惊恐地看向林小璐, 上仙, 朕已经让他们退下了, 宁此次前来是, 林小璐笑了笑, 往皇帝身旁一坐, 然后拿起供桌上的一个苹果啃了起来, 而回过神来的前世诗, 也立刻开始跟面前的大胖子皇帝诉说原委, 至于他说的事情, 林小璐并没怎么听, 这对于他来说, 本就只是一桩力所能及的小事, 费不了什么功夫, 此刻他正在和帅帅鸭一起大吃, 特吃皇家的贡国点心, 而皇帝则一直提心吊胆地听着少女说话, 好不容易听完, 他才点了点头, 一脸威严道, 前世, 你说的事情, 朕已经知晓, 说完, 他紧张地看了一眼林小璐, 脸色变得平易近人, 笑道, 上仙, 您觉得, 朕该如何做该怎么做怎么做呗, 林小璐脸颊里夹着果肉, 含糊不清道, 前姑娘说自己父亲含冤, 皇帝老爷你, 就把事情调查清楚吗? 大胖子皇帝闻言再次点了下头, 同时, 脸上的神情变得放松了一些, 看来是虚惊一场, 这位小上仙, 真就只是替一个名女抱不平爱了, 见此, 他也就放下了心, 对面前的少女继续威严道, 前世, 此案如若真是你所说, 朕自会给你父亲一个公道, 来人啊, 门外吼着的太监, 立刻跑进来拜见, 让刑部尚书严横, 御前侍卫刘炳天来见朕, 口谕传下去不久, 就有两个官员来到了殿内, 皇帝摸着胡须, 庄严开口道, 严横, 朕命你为钦差大臣, 随前侍一同前往洛城, 调查洛城之府贪赃枉法, 坑害百姓一案, 臣, 遵旨, 刘炳天, 你带一对人马, 护送严横和前侍一同前往, 全力协助严横查案, 臣, 遵旨, 下了旨, 皇帝便转头对林小璐笑道, 仙人, 您看真这样处理, 是否妥当挺好的, 林小璐往嘴里丢了颗草莓笑道, 随后抱起帅帅鸭起身, 仙人, 您要走了皇帝很给面子的挽留道, 朕还没来得及好好宴请您一番, 不吃啦不吃啦, 我急着回村子, 林小璐摆了摆手笑道, 随后便带着钱诗师一同离去, 下午, 卫时, 皇帝轻点的钦差大臣, 骑着高头大马, 带着一对官兵出了皇宫, 林小璐和帅帅鸭, 以及钱诗师则同样骑着马, 跟在队伍后面, 林道长, 您真的是修仙者那当然, 如假包换, 太好了, 这次真是谢过林道长了, 这些银子不多, 但却是小女子全部身家, 请道长先务必收下, 等家父被解救出来, 一定另有重险, 少年骑着马匹, 笑呵呵地摆了摆手, 小事, 路见不平嘛, 这都是小事, 他看着钱诗师笑道, 到了洛城以后, 咱俩就要分开了, 我要回一趟冬瓜村, 你爹的事情, 冬瓜村找我, 不过最好别拖太晚, 明天我可能就要离开村子回峨眉了, 钱诗师文言有些不舍, 不过他还是抱拳孝道, 这次小女子告欲壮, 全靠林道长仗义相助, 大恩大德, 我钱家永生难忘, 林小路文言笑了笑, 没再言语什么, 驾着马, 沿着官道, 继续行驶向家乡的方向, 洛城离宋国都城不远, 一路骑马顺着官道南下, 走了一整夜, 在第二天天明之时, 便抵达了洛城, 林小路也就此和钱诗师告别, 继续往冬瓜村的方向前行, 林小路其实已经不怎么认得路了, 但好在他还有点模糊的印象, 加上一路打听, 倒也在当天中午的时候, 抵达了风景如画, 却又偏僻贫穷的冬瓜村, 一望无际的翠绿瓜田中, 少年骑着马, 抱着鸭, 惬意地行驶着, 田地里许多正干着农活的农夫, 都好奇地看向他, 并有不少孩童向他张望, 林小路看了一圈, 没发现什么印象中的熟人, 继续循着记忆中的路线, 驾马而行, 模模糊糊地走过一片松树林, 越过一条小溪, 他便驾马来到了一处杂草丛生的土房前, 玉抖了下缰绳, 从马背上跳下, 林小路走进了这印象中的破屋子, 帅帅压在他身后跟着, 一言不发, 他觉得老大现在好像心情怪怪的, 不知是回家兴奋, 还是想起了不愉快的事, 总之自己现在还是不说话的好, 不然容易挨揍, 林小路走进家图四壁, 到处散发着梅味的房子, 在里面转了转, 脸上露出怀念的表情, 这里的每一寸地方, 都有着属于他的回忆, 他看了一圈, 最后目光放在了一堆散落的废弃物品中, 里面有一个只剩半截的牌位, 捡起牌位, 林小路安静地看着, 脑海中也回想起了一些幼时的事情, 那时还是大雪天, 自己为了可以让妹妹活过那个冬天, 把家里所有的木头全部拿来烧火取暖, 最后全部烧完之后, 甚至开始烧父母的牌位, 幸好说书先生及时出现拦住了他, 但还是晚了一步, 母亲的牌位被烧光了, 父亲的牌位也被烧得只剩半个, 记得那时候, 六岁的自己面对先生的阻止, 发出了稚嫩的怒吼, 我妹妹都快被冻死了, 我还管牌位, 活人都没了, 谁还有空管死人? 两句话, 直接将先生喝住, 两酒, 林小路回过神, 摸着手里的半截牌位, 看着上面只剩一半, 且被火焰熏黑的名字, 他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将其收紧背包, 这是这个家里, 他唯一的念想了, 这一次回来, 其中一个目的, 也是为了取回这半截牌位, 十六岁的少年重游故地, 再见旧物, 不仅有些独私人, 心生悲凉, 而就在他感慨万千时, 身后忽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林天霸! 林小路一愣, 转头一看, 顿时惊喜, 小波只见屋外, 站着一个比林小路大了两岁的乡下少年, 那少年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睛, 然后惊喜道, 爸哥, 真的是你你没死哈哈, 小波, 好久不见, 林小路欢乐地上前, 给了少年一个大大的拥抱, 哈哈大笑道, 还能再见到你, 真是太好了, 我都快忘记你长什么模样了, 面前的少年名叫赵小波, 是自己以前的玩伴, 那时候, 自己经常让小波喊自己林天霸, 因为自己觉得林小路这个名字不够威武, 好久不见了小波, 你怎么会在这儿, 皮肤有黑的乡下少年看着他, 同样惊喜地回答道, 我看见你家门前站着一匹马, 就好奇过来看看, 说着, 少年忽然眼眶一红, 道, 爸哥, 这些年你去哪儿了呀, 乡亲们都以为你和小月死了呢, 嘿嘿, 说来话长了, 张老头还在村里吗还在啊, 不过他现在不说书了, 每天就待在屋子里, 也不出来, 不知道在干嘛, 说完, 少年四处张望着问, 小月呢他没来, 这次就我一个人来的, 林小璐笑道, 哦说着, 少年又打量了一下少年, 好奇道, 爸哥, 你现在成道是了爱, 那时候年轻不懂事, 一失足成千古恨, 当了道士, 林小璐搂着发小的肩膀, 哈哈大笑道, 走走走, 陪我去找张老头, 少年文言挠了挠头, 尴尬道, 爸哥, 我姨还没插完呢, 说完, 他看了看门外的马匹, 神色有些拘谨道, 爸哥, 你现在变成大人物了吧, 都有马了, 林小璐文言先是一顿, 随后敏锐注意到, 少年眼神中的拘束, 心头一正, 片刻后, 他温柔地笑了笑, 这马送你了, 啊, 赵小璐的嘴巴, 张得又圆又大, 吃一道, 爸哥, 这, 这太贵重了, 值不少钱吧, 我重好几年地, 都买不下这样一匹马, 哈哈, 没事, 林小璐拉着而视完半的手, 热情地笑道, 小时候你, 天天跟着我瞎混, 没少让你娘揍, 我这个做大哥的, 也没能给你带来啥好处, 这匹马你就收下吧, 说着, 他拍了拍少年的肩膀, 笑道, 以后要是遇到什么难处了, 你就去峨眉找大哥, 大哥都能给你摆平, 爸哥, 行了, 别不好意思, 林小璐亲切地笑道, 我先去找张老头, 晚上带你去镇上酒楼大吃一顿, 咱俩都快十年没见了, 今天必须多吃几碗, 不保不归, 他在东瓜村, 其实认识的人并不多, 和那些大人的关系也不怎么好, 赵小波算是他唯一的伙伴, 因此现在见到了, 自然是要照顾一下的, 林小璐和他继续聊了一阵, 然后让少年放心牵走自己的马, 随后便直奔说书先生所在的房子, 他有太多的问题, 要问说书先生了, 带着帅帅鸭, 林小璐一路飞跑, 寻着记忆, 来到一处同样破旧的土房子, 边跑边喊, 张老头, 我回来了, 他来到房屋前, 激动地一把推开门, 然后, 瞬间猛闭, 只见房子的堂屋中央, 摆放着一个大大的黑色棺材, 林小璐愣愣地站着, 好一会儿后才反应过来, 又喊了几声, 却依旧没有人回应他, 最终只能将目光投向面前的大棺材, 一旁的帅帅鸭迟一道, 老大, 你说的这个说书先生, 看来是已经死了吧, 林小璐抿了名嘴没说话, 抬手摸向棺材, 眼神中一阵闪烁, 可以预测到自己老大李明如的说书先生, 应该是世外高人, 怎么会说死就死呢, 他摸住棺材板, 迟疑着要不要开关看看, 可就在他的手刚摸上去时, 一旁的帅帅鸭忽然惊叫, 老大, 供台上有封信, 林小璐一惊, 立刻松开手, 过去拿过信件, 直接打开来看, 而一看到信件, 他就再次猛逼了, 信很短, 只有聊聊几句话, 林小璐, 你个刮娃子, 要是敢开关我就把你带走, 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 别问, 问就是, 我已经死了, 死者为大, 回峨眉以后, 记得好好习武, 跟着你老大李明如好好混, 不用想念我, 说不定, 咱俩以后会在另外一个世界见面, 看完信件上的内容, 林小璐猛逼道, 另外一个世界是地狱吗, 帅帅鸭点头, 估计是吧, 林小璐抿了抿嘴, 看着面前的黑色棺材, 陷入了沉思, 而一旁的帅帅鸭, 见到他的表情, 立刻惊讶道, 老大, 你不会真的想要开关吧, 少年不说话, 脑海中天人交战, 老大还是别开了吧, 帅帅鸭劝道, 死者为大, 这位先生也曾帮助过你, 这么做不合适, 少年思虑良久, 最终深深地叹了口气, 硬是压下了心头的疑惑, 然后恭恭敬敬冲棺材跪下, 磕了三个响头, 先生, 于自己和妹妹有大恩, 即便自己心中再好奇不解, 也确实不适合冒犯先生, 磕完头, 林小璐便带着帅帅鸭离开, 临走前, 深深地望了一眼黑色棺材, 当天夜晚, 他带着儿时玩伴去镇上的酒楼大肆消费了一番, 并将马匹赠送, 随后便在自己家的土屋里住了一夜, 第二日清晨, 他又去了洛城, 在得知前世世的父亲已于昨日沉冤昭雪之后, 便就此告别, 继续奔往峨眉的方向, 而这, 也是林小璐最后一次出现在东瓜村, 除了那个名叫张小波的少年以外, 再无村民知道他回来过, 与此同时, 峨眉风, 青鸾殿内, 咔嚓咔嚓, 吃东西声, 呸呸呸, 吐东西声, 掌门, 我们现在是在商量黄天渗楼的变故, 您要不要注意一下您的形象? 古色古香的大殿内, 林剑长老方无休, 一脸无奈地看着面前啃甘蔗的叶青鸾, 哎呀, 去参加黄天渗楼的弟子, 不是都定下来了吗? 还需要商量啥? 穿着青色长裙的叶青鸾, 翘着二郎腿, 啃着甘蔗, 鼓着脸颊, 一脸的不耐烦。 掌门, 主要还是东营那边, 一直提出要一同参加黄天渗楼。 九英长老赵轩一道, 目前其他宗门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 几乎都很微妙, 毕竟黄天渗楼这次的出现地点, 确实是在东海, 其中一部分, 甚至已经笼罩到了东营上空, 所以, 所以啥, 啃着甘蔗的叶青鸾, 大眼珠子一瞪, 昆仑, 权真, 龙门, 蜀山, 茅山的态度, 不代表我峨眉的态度, 说好了的, 必须所有宗门同时同意才行。 别说黄天渗楼, 这次只是出现在东营上空, 就是出现在天皇他奶奶的被窝里, 那也得让他吐出来。 想和我神舟修士抢夺机缘, 他们也配, 说完, 叶青鸾就继续翘起了二郎腿, 姿态霸气的一逼。 场中的几位长老, 看见他这副模样, 一时间也是无奈, 其中通腰一脉的奇观长老, 则是叹了口气, 比较理性地分析道, 其他宗门也是没办法, 目前那边传来的意思是, 只派不到一百个年轻修士代表东营进入皇天蜃楼。 本来各大宗门的掌门都是极力反对的, 但却感受到了来自天上的灵压。 掌门, 明是元英静, 应该也感受到了吧, 叶青鸾文言不高兴地绝了绝嘴。 奇观长老继续无奈地说道, 目前的说法是, 上三宗无限宗的天照在前几日出了官, 然后这位天人静大能出身东营, 此次也是有一帮扶, 这才让皇天蜃楼这次出现的地方如此靠近东营。 天照叶青鸾愣了一下, 随后迟一道, 无限宗这么乱来, 大荒剑古宗和太古东皇宗, 不管嘛, 上三宗里, 现在是无限宗一家说了算了场中, 几位长老面面相去, 皆叹了口气, 这就不是他们能知晓的事情了。 叶青鸾继续安安静静地坐着, 两久, 他突然抬头问道, 李明如那他, 怎么没来商量事情听到李明如三个字, 灵剑长老方无休, 顿时冷笑一声, 李师弟只怕又躲起来喝酒了, 他带着自己徒弟闭关三年, 出关后也找不到他人, 真是神龙剑手不见尾啊。 哎呀, 行了, 烦死了你们。 叶青鸾嘟囔着嘴气道, 所以现在其他宗门都默许东营的年轻一代, 进入皇天蜃楼, 和我们的弟子一起抢夺姬元乱鹅, 虽然没有明说, 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要员长老孙唐亮惋惜道, 其实在大是大非的面前, 各大掌门前辈都是很知道轻重的, 但这次的事情明显是有天上的人在背后拨弄是非, 他们也没有办法。 对啊, 谁都不喜欢东营修士, 但现在风水轮流转, 他们的大能出了关, 神舟的大能又不管, 我们也阻拦不住啊。 叶青鸾撇了撇嘴, 越想越气, 越气越想, 气得整个脸都鼓了起来。 行吧行吧, 反正他们参加, 也是年轻一辈参加, 到时候本掌门都要看看东营那帮杂鱼能培养出什么样的年轻人出来。 此话一出, 众长老立刻心领神会, 纷纷起身宣誓。 掌门放心, 我徒儿念云已在前几日完成地道筑基, 且已经完全掌握木林剑爵, 定叫那帮东营狗贼有来无回。 掌门放心, 我徒儿东方弹也已经达到宁气六层, 且一身天生土灵体无间不摧, 定给他们一个教训。 掌门放心, 我徒儿汤汉清天赋一柄, 一身丹药已达三百种, 种种不同, 我虽是他师尊, 但即便是我现在都不敢跟他大声说话。 掌门放心, 目前昆仑、 全真、 蜀山、 龙门、 茅山全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派出最优秀的年轻人, 保证让那东营修士, 见识见识我神舟的少年天骄。 对, 即便他们能进入黄天蜃楼, 也保证让他们什么都得不到。 叶青鸾见到几个老头一个个认真的模样, 心情才稍微好了一些, 他站起身, 踢着个甘蔗棍, 一边走向店外一边说道, 行了, 你们各自回去准备去吧, 再过两个月, 黄天蜃楼就要开启了。 掌门你去哪儿? 杨神长老, 张莫白师太问。 叶青鸾将甘蔗棍扛在肩上, 头也不回得到, 我去看看, 咱们俄眉年轻一代中的大杀器, 啥时候回来。 几个长老闻言一愣, 纷纷二丈摸不着头脑。 几位长老, 掌门说的这大杀器, 小月儿几个长老们听了面面相去, 然后一致点头。 上个月, 他们得着小月儿天道筑基成功, 已经出关的消息, 但却并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更不知道他的实力, 因为他出关之后就从未露过面。 在心里, 他们都把他和陈念云看作同一个级别, 都是俄眉年轻一代中的最强者。 这主要还是因为小月儿年纪太小, 或许他以后会超过陈念云, 但现在毕竟才14岁, 估计这次参加黄天蜃楼的休士中, 他的年纪应该是最小的。 几个长老们在大殿里议论纷纷, 而就在他们开始激烈讨论小月儿现在究竟是什么实力时, 通腰一脉的奇观长老却突然开了口, 诸位, 掌门说的大杀器并不一定就是小月儿。 长老们一听, 齐刷刷看向奇观长老。 奇观兄, 除了小月儿以外, 还能有谁能受得起大杀器这个名号场中, 奇观长老背负着双手, 目光微亮道, 诸位可还记得, 几年前, 那个以一敌武师的小武夫里。 宁? 如? 额眉, 摘心风饼的山洞内, 暴怒的叶青鸾一把扑上去, 掐住李明如的脖子, 怒气冲冲道, 本掌门召集所有长老开会商讨事情, 你为何不来? 李明如被他掐得直翻白眼, 酒葫芦都快拿不住了, 只能无奈道, 你们不就是商量东营的事情吗? 我又插不上话。 你还好意思说? 叶青鸾简直快气炸了, 鼓着脸颊气道, 东营修士都要抢夺我们的机缘了, 你都不着急的吗? 这有啥好着急的? 哎呀, 上三宗留下的那些废铁, 本身也算不上什么大机缘, 送给我都不要。 可是我们要呀。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 那么狂妄吗? 我哪里狂妄了, 我只是实话实说好吧。 李明如提着酒葫芦, 一脸无奈。 世间你别生气了, 有什么好气的? 你先松开我, 咱们这副模样很不雅观的。 气头上的叶青鸾根本不松手, 整个人掉在他身上掐着他的脖子大喊大叫, 小鹿那兔崽子什么时候回来? 我要让他去砍死那帮人。 哎呀, 快了快了, 世间你先松开我。 我不松, 东营修士这是摆明了, 要跟我们宣战, 我不管, 你去给我把东营灭了, 现在就去。 李明如。 山洞内, 李明如看着面前气鼓鼓地掌门, 叹了口气, 然后伸出了手。 你干嘛? 世间你自己看吧。 叶青鸾美好气地看了看他的手, 而这一看, 顿时睁大了眼睛, 整个人也直接僵在了那里。 只见李明如的手腕上有着一条若隐若现的红色血管, 一直弥漫到了手腕。 你, 你这是? 李明如苦笑, 抱歉啊, 世间, 之前为了在小鹿面前显摆一下, 我强行提升境界, 帮了大唐的那个小丫头。 然后又一直辅佐小院, 填到筑基。 现在的我, 可能连结丹都要保不住了。 山洞中, 叶青鸾呆滞地站着, 而李明如苦笑着坐下, 往口中倒了口酒, 叹道, 吴献宗那些人, 就是察觉出了我的实力一直在衰退, 才迫不及待地出来搞事情。 而那个天照, 其实就是当初偷袭我的五名天人之一。 叶青鸾文言一愣, 随后迟疑道, 那这次的黄天圣楼怎么办该怎么办怎么办呗。 李明如非常洒脱地笑道, 神州这个地方这么多年了, 曾抵御过多少外敌, 又怎会只有我一个李明如所以, 不用怕。 各大宗门的年轻人会给他们一个教训的。 可是神州也已经很久没有天人静的修饰出现了, 今后万一, 叶青鸾张了张嘴, 没敢说下去。 李明如明白他的意思, 黯然一笑, 师姐, 其实我一直在等一个可以接替我的人出现, 然后让我可以安心地去养老。 那你找到了吗? 叶青鸾问。 李明如哈哈大笑, 找到了呀, 小月。 小月现在, 比我当年都强。 说完, 她忽然抬头看向面前的叶青鸾, 苦涩一笑道, 师姐, 你知道天上有多少人在等着我死吗? 此时, 峨眉主峰的山脚下, 一位自认为自己英俊潇洒的少年正带着一只鸭子步履阑珊地前行着。 这位少年走了好远一段路, 又渴又饿又累, 路上肚子疼, 找个草丛上了个厕所, 因为没纸, 所以拔了几根鸭毛擦屁股。 呃, 低个神啊, 终于到了。 峨眉周围的某处山峰下, 走路走了两天一夜, 一口饭没吃的林小鹿直接往地上一摊, 快来为我吃饭, 我是内门弟子, 谁为我吃饭我以后不收谁的保护费。 帅帅鸭也瘫在他旁边, 饿得前胸贴后背的大喊, 来人啊, 为本鸭吃饭, 快! 一人一鸭喊了一阵, 见没有人在山脚下守着, 便只能再次气喘吁吁地爬起身, 摇摇晃晃地开始爬山。 两天一夜没吃饭的林小鹿都快饿晕了, 他非常后悔, 后悔自己前两天把钱都用来请小波吃饭了。 而鹅眉周围荒芜人烟, 自己空着肚子, 在野外跑了两天一晚上才到, 真是造年。 或许是舞者的身体消耗特别快的缘故, 林小鹿是一点都受不了饿的, 此刻两天一夜没吃饭的他, 已经完全到了极限, 整个人变得头重脚轻, 走一步晃三步, 走在险峻的山道上, 仿佛随时都会摔下去一样, 看得人心惊肉跳。 他穿行过偏僻的山道, 手脚并用地爬着石阶, 再次前行了一段时间之后, 便开始感觉到脑瓜一阵泛晕。 迷迷糊糊间, 他听到远处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没多久, 一个很眼熟的身影出现在他的面前。 身影看了看他, 惊讶道, 小鹿, 你怎么在这里令小鹿猛猛地看着面前许久未见的女人? 惊讶道, 一罗刹鬼婆怎么是你? 这里不是摘星风吗? 啥吧, 你, 这是通妖风? 摘星在南边。 说完, 唐星看着许久未见的少年, 惊喜地上前摸了摸他的头, 你都长这么大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师姐我。 扑通, 唐星话还没说完, 林小鹿却忽然眼前一黑, 一头扑倒在了唐星怀中, 同时无意识地说了一句, 我要, 吃, 饭, 小鹿, 小鹿你怎么了这家伙, 长大了都变这么沉了。 你小时候我夹着你都不费劲, 现在都快抱不动你了。 唐星抱着林小鹿, 发现他的脸贴着自己的身子, 不禁翘脸一红, 称怪道, 一回来就占师姐便宜, 真是越来越不乖了。 他努力地扶起林小鹿, 然后看了看一旁的帅帅鸭, 吃一道, 你是, 小鹿的口粮同样饿得不行的帅帅鸭, 翻了个白眼。 唐星也没多想, 一手扶着少年, 一手提起帅帅鸭, 然后直接往摘星风的方向飞去。 当晚, 虚实, 林小鹿朦朦朦胧地睁开双眼, 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 林小鹿看着大眼睛, 下意识嘟囔一句, 小鹿快睡觉, 睡着了就不想娘了。 说完, 他翻了个身, 习惯性地准备继续睡。 然后, 他就猛然睁眼。 床榻边上, 一个年纪大约十三四岁, 脸蛋有些婴儿肥的小姑娘, 正咯咯咯地笑。 咯咯, 小鹿早就不想娘了。 林小鹿猛逼地从床榻中坐起, 然后看了一会儿面前的小女孩, 抬手一捏。 嗚嗚嗚。 小鹿粉雕玉琢的脸被捏住, 顿时发出吃痛的声音。 妹妹你咋胖成这样的小鹿儿见林小鹿说自己胖, 顿时不服气起来, 同样伸手捏住林小鹿的脸。 哥哥才胖, 唐欣姐姐送哥哥来的时候都说你好重。 嘿嘿, 我是男孩子吗? 林小鹿一把抱住面前的女孩, 开心地哈哈大笑。 小鹿儿, 哥哥好想你啊。 嘻嘻, 小鹿儿也好想哥哥。 有多想我, 每天想小鹿儿十遍。 我每天想哥哥二十遍。 我三十遍。 那我就是四十遍。 那我就是兄妹俩许久没见, 开心地有好多话要说, 不过大部分时候都是小鹿讲, 小鹿儿听。 而正当林小鹿滔滔不绝, 讲述自己这三年所见所闻的经历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忽然出现。 小鹿你醒了看到来人, 林小鹿顿时心血, 开心地跑下床一把抱住了他, 跟小时候一样却悦道, 师姐我好想你啊。 李妙心看着个头已经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少年, 同样欢喜, 捏了捏他的鼻子笑道, 师姐也好想你, 你都长这么大了。 嘿嘿, 师姐你给我的流苏还在哦, 我一直都带着。 林小鹿拿起蓝色的流苏给李妙心看, 而李妙心则是温柔笑道, 师姐回头给你做个更好的。 哎呀不用了, 这个就已经很好了。 说完, 林小鹿激动地拉着李妙心道, 师姐我好, 呃, 我们去膳食堂吃饭吧, 把我以德福人帮的弟兄们都喊过来。 李妙心笑着点了下头, 嗯, 你唐心师姐已经去帮你喊了。 林小鹿文言顿时变得更加激动, 已经好久没见到小伙伴的她, 开心得要死。 自从江宁, 上官十六, 吴够陆续离开以后, 她的心情其实就一直不是很好, 但马上就要见到以前的伙伴了, 这让她忘记了一切烦恼对了师姐。 我带的鸭子你看到了吗? 房间内, 林小鹿突然问道, 她环顾四周都没看到帅帅鸭。 李妙心想了想, 听到, 你是说那个看起来很不正经的鸭子吗? 好像被师尊带走了。 林小鹿一愣, 老大此时摘心封顶的山洞中, 帅帅鸭看着面前的一男一女, 一脸的不服气, 说起来咱们也都是老相识了, 能不能互相给对方留点面子, 万事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李明如默默地翻着图画书潜心研究, 而一旁的叶青鸭则插着腰横道, 啊, 你现在既然跟了小鹿, 以后就也归本掌门管。 你管个毛。 帅帅鸭扇着翅膀, 一脸不服气地嘎嘎叫, 叶青鸭你, 不要以为我真的怕你, 我只是不想伤及无辜, 我要真发飙, 整个峨眉都给你掀了你信不信啊呀呀, 好吓人呀, 好厉害的呆头鸭子呀, 蠢蛋, 帅帅鸭。 他生气了, 直接对着叶青鸭张开小扁嘴, 何孤于天。 只说了四个字, 周遭的天地灵气便猛地开始生疼。 我醉一和。 第二句一出, 通妖风灵兽谷中的妖兽, 齐刷刷抬头, 全都看向摘星风顶。 心之忧矣。 第三句一起, 整个神舟万腰彻底沸腾。 叶青鸭也吓了一跳, 刚要说些什么, 李明如却忽然放下了手中的书, 非常自然地走到帅帅鸭面前, 然后捏住了他的扁嘴。 帅帅鸭, 扑吃见到帅帅鸭猛逼的反应, 叶青鸭顿时笑出了声, 抱着小肚子笑得花枝乱颤。 你在叫呀, 你在叫呀, 帅帅鸭。 李明如也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俩别闹腾了。 他松开帅帅鸭的嘴, 然后对其问道, 说吧, 你跟着我徒弟想干啥啥也不干, 我想抱你这条大腿。 李明如无语道, 你能不能说实话真的呀? 帅帅鸭探着翅膀道, 我家先生去天界了, 我总得给自己找个靠山吧。 我可以继续跟小鹿混, 以我的学识, 保证让他成才。 李明如听得头疼, 没好气道, 你能不能有点实话, 众迷先生是怎么把你培养成这个样子的我这个样子不好吗? 帅帅鸭哼道, 本鸭学富武车, 满腹经轮, 才高八斗, 由我辅佐小鹿, 保证让他在武学一路上更进一步。 你呀, 还是换个靠谱点的理由吧。 叶青鸭抱着胳膊笑道, 你当明如是傻子吗? 帅帅鸭文言撇了撇嘴没再说话。 过了一会儿, 他才缓缓开口道, 如果我说跟着小鹿只是觉得好玩, 你们会不会不相信李明如和叶青鸭面面相去? 当天夜晚, 摘兴风的扇食堂人声鼎沸, 好不热闹。 峨眉的年轻一辈几乎全部到场, 可把负责招呼的喉三累得够呛。 阔别三年, 林小璐再回峨眉, 一时间引得以德夫人帮全体齐聚, 逼格满满。 此时, 扇食堂的二楼套间内, 林小璐坐在圆桌前,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猪蹄, 一边吃, 一边对着面前的少年们神情严肃道, 当时, 云古宗三百个结单修士将我团团围住, 齐刷刷对我出手, 各种法宝, 灵觉漫天飞舞, 整片天空都被照耀的五光十色。 而当时年仅十四岁的, 我却丝毫不惧, 一手背在身后, 另一手缓缓抬高, 随意地那么一挥。 下一刻, 催哭拉朽之间, 三百结单修士就通通灰飞烟灭, 连根毛都没剩下。 此话一出, 众少年们纷纷惊为天人, 除了李妙星, 唐星等人听得直翻白眼外, 其他人各个目瞪口呆。 其中胖的一个人, 可以坐两个位置的东方蛋, 更是惊讶地, 眼珠子都瞪了出来。 大哥, 你现在都已经厉害到这种程度了吗? 太牛逼了。 阿旦你听他瞎扯。 一位面容英俊, 气质不凡的少年撇嘴道, 小鹿你也太能吹了, 三百结单修士, 你咋不说三千亿你咋知道? 后面又来了三千结单修士, 鹿哥鹿哥, 我觉得你这么厉害, 不妨试一下我最新研制的丹药, 保证能让你如虎天叶。 一鸣眨巴着斗鸡眼的少年, 毛遂自剑道。 林小鹿看了这少年两眼, 然后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好汤圆, 有道理, 来阿旦, 把汤圆拖出去, 别让他进来。 好的鹿哥, 胖乎乎的东方蛋一把抱起汤圆, 然后用大胖脑袋把他撞晕, 直接就拖了出去。 饭桌上, 林小鹿继续举起豆浆笑道, 兄弟们, 三年未见, 感情一在, 这次我回来, 势必要带领咱们以德福人帮更进一步, 今后狗富贵, 不相忘, 干杯。 干杯, 当天夜晚, 林小鹿和许久未见的小伙伴们玩得很晚, 一直到此时才江族饭饱地离开。 而他刚离开膳食堂, 就收到了李明如让他上山顶的消息。 林小鹿对于老大的话还是很听的, 于是便挺着个小肚子上了山洞, 然后看见了山洞内的李明如和帅帅鸭。 老大你找我。 李明如已在一张摇椅上提着酒葫芦, 笑着招呼他坐。 林小鹿抱起帅帅鸭坐下, 好奇道, 老大你找我干啥不干什么, 简单聊聊。 李明如笑着问道, 一斤斤练成了练成了, 我已经练到大圆满境界了。 林小鹿非常认真的说道, 现在大部分圆英镜的修士都不是我的对手。 可嗨嗨。 正在喝酒的李明如差点没一口呛死。 整个神舟的原因一共才多少这牛逼怎么就敢这样吹, 还吹得这么一本正经, 自己这徒弟还真是一点都没变。 小鹿啊, 为师觉得你还是有些自大了, 人要学会低调。 李明如耐心教导着说道, 老大你是说我现在不牛逼了吗? 林小鹿猛猛地问。 李明如? 他聪明地跳过了这个问题, 然后对面前的少年继续开口, 黄天圣楼再过一个月就开启了。 嗯, 我知道的。 林小鹿眼神中带着疑惑, 不知道老大为什么突然跟自己说这个。 这一次, 东营的年轻修士也会参加。 那个岛国林小鹿一愣, 脑海中下意识想起了自己的窝刀树。 山洞内, 李明如点了下头, 悠悠笑道, 黄天圣楼里都是上三宗留下的一些废弃法宝, 虽说为师看不上, 但天人静修士留下的废品, 对于凡间的修仙宗门来说, 那也确实是宝物。 你不是一直拿会飞的修士没办法吗? 黄天圣楼里就有一个东西, 可以让你对付会飞的修士。 我去。 少年疼得一声站起, 目露惊喜道, 是可以让我飞的东西吗? 李明如哈哈一笑。 你找到他以后, 自然就知道了。 嗯嗯, 好的老大, 我一定会找到的。 林小鹿激动得不行, 自己终于可以对付会飞的修士了。 啊哦, 真是太棒了。 见他笑得开心, 李明如也被带动着露出了几分笑容, 随后才再次开口道, 另外还有一件事, 明天一早你和陈念云, 唐汉青一起下山一趟。 有些疑惑道, 老大我才刚回来, 怎么就让我下山啊? 而且我不爱跟陈念云玩, 他总是把我当成爹, 我还这么年轻, 压力就很大你明白吗? 李明如。 这臭小子小时候虽然贱, 但有时候还是蛮可爱的, 现在长大了, 怎么只剩下贱了? 真的是, 也不知道跟谁学的。 李明如没好气道, 下山只是去做个小任务, 掌门点名, 让你们三个小家伙去, 估计几天就能完事, 回来再玩。 老大什么任务啊? 林小璐问, 为师也不太清楚。 李明如喝着酒说道, 掌门已经让执法堂的人 把案子交给陈念云了, 你回头问他就好。 说完, 李明如又冲林小璐怀里的 帅帅压眨了眨眼。 帅帅压心领神会, 一脸无奈。 深夜, 峨眉地界, 附属国, 禁国。 此时已经夜深, 寒风凛冽, 禁国某城池的街道上空荡荡的, 荒凉一片, 只偶尔能够听见 打耕人的传唤声。 一位刚刚从青楼之中走出的公子哥 醉熏熏地哼着曲儿, 独自走在漆黑的街道上。 他脸色战红, 带着满身的酒气, 东倒西歪地前行着, 一直走到一条河岸边, 忽然看见前方的道路中 站着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 男人穿着破旧的灰色衣衫, 身形高大, 脸色却有着些许憔悴, 一双古井无波的眼神 深深地陷在眼窝里, 仿佛对这世界的一切都无比漠然, 而他的右手则是提着一把 收割稻草用的镰刀。 公子哥本来还没在意, 待看到男人手里的镰刀时 瞬间罪意全无, 一句话没有, 直接抬手甩出一把亮着光的灵剑。 这位公子哥, 赫然也是一位修仙者。 此刻, 空无一人, 荒凉无比的街道中, 公子哥提着剑就扑向镰刀男, 同时叫嚣道, 剑名, 还我罗家人命来。 持着镰刀的长发男人, 眼神淡漠地看着, 看着那公子哥飞扑而来, 然后一脚踩在地上的枫叶堆里。 咔嚓! 枫叶堆中提前布置好的捕兽家 猛然发动, 一把夹住公子哥的脚。 哈! 公子哥顿时发出凄惨至极的惨叫, 一下跪倒在地。 他只是宁气二层的散修修士, 面对着专门用来捕捉大型野兽的捕兽家, 根本扛不住, 腿骨都被上面的利刀刺断。 剑名! 修士抱着血淋淋的断腿, 怒吼着甩出一张灵符, 灵符在空中画, 得一身化作火光, 在夜晚之中非常显慕。 而神秘的镰刀男, 却是先踏一步, 面无表情地一甩手, 一把白色的粉末顿时甩出, 直接遮挡住眼前这名修士的视线。 修士视线被党看不见, 寄出的灵符, 自然也无法准确攻击到对方, 彻底慌了, 当街发出撕心裂肺的大吼, 来人啊! 有人杀仙人! 有人杀仙! 寂静的夜晚中, 家家户户门窗紧闭, 而提着镰刀的男人, 则一下一下挥舞着手中的镰刀, 面无表情地砍着。 鲜血四剑, 碎肉横飞, 修士很快就失去了动静, 变成了一堆不会冻的肉。 可男人依旧没停, 就像剁脚子下似地继续砍, 一下接一下, 一下接一下, 放下刀! 一对官差在不久后赶来, 见到眼前血腥的一幕后, 纷纷头皮发麻, 不少人甚至忍不住吐了出来。 把刀放下! 领头的官兵拔出冰刃就要冲上去, 挥舞镰刀的男人却再次一甩手。 哗! 又是一道白色粉末被甩出, 官兵们丝毫不惧, 刚要冲进白色粉末, 却突然闻到了一股子怪味。 官兵头领先是一愣, 随后连忙大喊, 快散开! 是劈霜! 官兵们纷纷后退, 捂着鼻子连连扇着衣袖。 而戴着白色的披霜粉末消散之后, 那个神秘的男人也已经完全消失不见, 接到中央, 只剩下一具被砍得不成人形的尸体。 官兵们看着尸体, 各个脸色难看, 其中领头的官兵更是一脸凝重。 已经是第四个了, 才一个月的时间, 罗家的年轻修士就被此人杀了四个。 真是绝了, 打死我都不相信, 这是一个普通人能做到的。 他可不是普通人。 领头的官兵忽然开口道, 北镇斧斯那边已经查出来了, 他是咱们晋国以前最厉害的捕头, 号称捕神。 精通侦察、 制毒、 审讯、 暗器等各种手段, 传闻就没有他破不了的暗, 抓不到的贼。 这么厉害, 那他现在怎么一位官兵疑惑? 谁知道呢? 领头的官兵叹了口气, 唏嘘不已道, 虽然不知道他为何会杀罗家的修士, 但说实话, 罗家毕竟是个修仙家族, 却被这位捕神用各种手段一连杀了四个修士, 还完全抓不到他, 真是厉害啊。 其他官兵文言也是纷纷小声议论, 毕竟修仙者被凡人猎杀, 这种事情还是头一回见。 以凡人之躯, 猎杀先人, 真心惹人敬佩。 四日, 一大早, 林小璐就开心地起床, 用洗尘单洗了树后, 直奔膳食堂用早饭。 他今天要和陈念云还有汤圆去做那个什么任务, 一会儿吃完早饭就得去。 猴三, 来一缸肉包子。 小璐师兄早。 早, 猴三。 林小璐挨个和周围忙碌的外门弟子们打招呼, 然后和他们继续吹嘘自己下山三年的经历, 听得大伙一阵嘖嘖撑齐。 没过多久, 一缸肉包子好了, 林小璐抱着缸子和大伙告别, 一边吃, 一边悠哉悠哉回了自己的小院子, 结果刚到院子门口, 就看到了陈念云和汤圆。 陈念云穿着一身白色长衫, 姿态优雅, 风度翩翩。 汤圆眨巴着斗鸡眼, 穿着青色道袍, 眼角处还有些眼屎, 一看就是刚刚睡醒。 林小璐见到他俩后愣了一下, 嘴里塞着包子惊讶道, 你俩这么早就来了我们今天中午, 之前要到禁国的, 当然得早一些。 陈念云一边说, 一边从小璐抱着的缸子里, 拿了梅肉包, 丝毫没有客气。 他现在是住鸡, 可以不用吃饭, 但看小璐吃得那么香就有些忍不住了。 陆哥, 这次的任务, 是傻傻巴着斗鸡眼的汤圆, 也拿了梅肉包, 边吃边倒。 昨天我师尊突然告诉我有任务, 完了也没告诉我任务是啥。 我也不知道啊。 老大说, 执法堂的弟子把资料给陈念云了。 林小璐看向陈念云问道, 二愣子, 任务是啥陈念云两口把肉包子吃完, 似乎是被噎住了, 垂了两下自己的胸口才说道, 晋国当地的修仙家族罗家向咱们求援, 说, 最近一直有人在猎杀他们的族人。 谁啊? 哪个宗门的林小璐问? 不清楚。 陈念云挠了挠头道, 我听执法堂的师兄说的, 那个猎杀罗家的人, 好像不是修仙者。 不是修仙者林小璐一脸猛逼。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 陈念云对斗鸡眼斗的不亦乐乎的汤圆和林小璐说道, 这次的任务, 就是让我们去罗家调查这个事情。 行吧, 估计也不是什么大事。 林小璐并未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对于他来说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小任务, 毕竟修仙家族的实力都挺差劲的, 一般家主级别的也就只是住鸡而已。 而自己现在可是可以硬钢结单的大人物, 所以根本不怕。 陈念云和汤圆也没把事情放在心上, 三个少年人相互聊着天吃着肉包子, 然后林小璐去和妹妹跟帅帅鸭打了声招呼, 便跟两个好友一同离开小院子。 我们怎么去要买皮马妈山脚下? 嘻嘻哈哈聊了一路的林小璐对身旁的陈念云和汤圆问, 小璐你行走江湖走多了吧? 陈念云无语道, 你忘了我是剑修吗? 我们可以预剑而行。 你的剑带的洞我们三个人领小璐有些迟疑。 璐哥璐哥, 我这里有一枚丹药。 汤圆找到了表现的机会, 一脸跃跃欲试道, 念云哥的剑太窄了, 站得都不舒服。 我的丹药就不会了, 吃一颗就可以让咱们产生出威力强大的屁, 然后这些屁可以产生一种推力, 让我们一飞冲天。 虽然这玩意儿吃一颗只能飞一会会, 但我的那戒里有几百颗, 应该够我们一直飞到晋国的。 两个少年齐刷刷的一猛。 林小璐在脑海中想象了一下自己背负着双手, 展露出一副室外高人的模样, 飞速前行, 然后屁股后面不断喷涌着气浪, 在天空中留下一道长长的气痕的画面, 忍不住嘴角一抽。 而汤圆则根本没发现他和陈念云的脸色越来越黑, 继续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的丹药。 如果我们飞到一半, 想拐弯也很简单, 只需要有节奏的扭动屁股, 就可以在空中实现转体。 不过这个丹药有个缺点, 就是使用的时候不能穿裤子, 不然裤子会被喷坏, 所以我们三个一会儿就光屁股在天上飞。 陆哥, 念云哥, 你们不用害怕, 我试过, 光屁股在天上飞的时候还挺不错的, 除了风比较大, 那啥会随风乱甩以外, 其他的, 碰, 林小璐跟陈念云同时挥拳。 啊, 中午时分, 三个少年人出现在了晋国的闹势之中。 林小璐刚落地没多久, 此刻还有些腿软, 陈念云的剑太窄了, 自己踩在上面的时候, 一直怕掉下去, 故意一直死死抱着陈念云的腰, 怕得要命。 林小璐, 你不行啊。 陈念云拍着少年的肩膀直乐, 我带你在天上溜达了一圈, 你居然吓成这个样子。 见陈念云嘲笑自己, 林小璐的反应非常平淡, 直接从后面抱住他, 然后招呼一句, 汤圆, 来为陈公子吃药, 把你最骄傲的丹药都拿出来。 好嘞陆哥。 汤圆抬手取出两枚丹药, 一脸激动。 啊, 我错了, 我错了, 你俩松开我。 陈念云差点被吓尿, 当街就叫唤起来。 三个少年人在闹市中心一阵打闹, 惹得周围的行人频频侧目, 打闹了好一阵, 他们才一同去了所谓的晋国罗家。 凡间各地的修仙家族地位都是超然, 罗家也不例外, 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宅子, 豪华程度不输皇宫。 然而, 此刻的罗家却是大门紧闭, 且门前挂着醒目的白色灯笼。 咚咚咚。 陈念云上前敲门, 林小璐和汤圆跟在他身后, 各自拿着一袋炸麻花在吃。 枝丫, 大门打开一条小缝, 一名仆人小心翼翼地露出半张脸, 望向了陈念云。 你们是峨眉来的上仙吗? 陈念云点了下头。 仆人见此立刻松了口气, 招呼道。 几位上仙, 我家主人已经等候多时了, 请随我来。 三个少年人跟着仆人进入豪门大院, 一路上看见到处都挂着丧葬白布, 好不凄凉。 这段时间我们罗家遭逢大祸, 府上正在办丧事。 就是那个专门猎杀修仙者的人干得林小璐好奇道。 那个人真的不是修仙者吗? 是一个凡人仆人听见林小璐的问题, 尴尬地点了点头。 修仙者被一个凡人逼成这样, 也太丢奋了。 不久, 他带着林小璐三人来到宅府大堂, 大堂内的一名中年人已经早早地在门口等着他们到来。 进国罗家家主罗如烈, 见过峨眉上仙。 中年人高声拜见。 陈念云打亮了一眼眼前的中年人, 见他确实跟自己一样都是助激进修士, 便将他扶起。 罗家主请起, 在下峨眉林见风陈念云。 我是峨眉要员风汤汉清。 大叔你好, 我是摘兴风的。 罗如烈热情地招呼道, 三位小上先快快请坐, 本家主已经准备了饭食, 三位请随意享用。 陈念云现在已经是可以不用吃饭的了, 早上也吃了不少肉包子解了馋, 但林小璐和汤圆则不会客气, 俩人卧龙凤厨一般一顿胡吃海喝, 然后听着陈念云和罗如烈讲话。 所以, 猎杀修仙者的真的是一个普通人陈念云在桌前问道。 林小璐也有些惊讶, 抱着烧鸡边吃边问, 那个人是功夫很厉害吗? 罗如烈摇了摇头, 然后对三个少年讲述了事情缘由。 此人名为丹炎, 大约三十多岁, 以前是晋国首居一指的朝廷捕头, 被称之为捕神。 凡奸武艺的话, 他确实会一点, 但并不多, 主要是他做捕头做久了, 有很多诡异的手段, 然后智谋也非常高, 本家主才一直抓不住他。 陈念云疑惑, 罗家主都是住击了, 为何不用神识搜查试过, 可是搜查不到。 罗如烈苦笑道, 这个丹炎虽然不能修仙, 武艺也只能说一般, 但却具有非常强的警觉性, 他不知用了什么方法, 连本家主的神识都搜查不到。 而本家主也不可能一天十二个时辰来用神识, 只能让衙门的人帮忙找。 陈念云听到这里, 还是有些不解, 询问道, 这个丹炎, 没有像我小鹿兄弟这样的武艺, 又不能修行, 是如何猎杀修士的正在让汤圆 为自己和豆腐羹的林小鹿也有些好奇, 眼珠子圆溜溜地看向罗家主。 看着三个少年, 罗如烈苦笑了一下, 开口道, 三位上仙, 在下的两个子侄, 一个小儿子, 还有一位管家, 均遭了毒手。 说来惭愧, 在下的两个子侄均是在集市上, 被其用涂抹了毒液的案件射中脖子, 当场毙命。 管家是在集市买菜的时候遇到他的, 他装扮成卖菜的农夫, 趁其不备, 直接在菜市口用匕首捅我罗氏管家的后兄, 一连捅了八刀, 光天化日之下杀人, 好多人都看见了。 最后, 是我的小儿子。 我的小儿子中了他提前布置好的捕兽家, 然后被其用石灰粉遮挡视线, 最终被镰刀活活砍死。 说到这里, 人道中年的罗如烈咬着牙道, 三位上仙, 此人手段歹毒, 灭绝人性。 要是正面遇上, 我罗家随便一人都可将其当场击杀, 但他却专门玩这种下三难的手段, 真是诸狗不如。 看着暴跳如雷的罗如烈, 林小璐一时间有些猛。 他想到了唐龙, 记得当初自己刚认识唐龙的时候, 也是有人放案件偷袭唐龙, 但唐龙却直接捏住了箭矢。 罗家的修饰, 怎么连案件都防不住是养尊处优久了, 没有警觉性了, 天生对凡人不屑一顾。 饭桌上, 陈念云继续问道, 罗家主, 这个担言专杀罗家人, 是不是和罗家有什么恩怨啊? 能有什么恩怨? 罗如烈气愤道, 我罗家在晋国一直以来都名望极高, 乐上好施, 深得百姓爱戴, 但此刻却在一个月内被连杀四人, 三位上先, 请一定为我罗家做主。 饭桌之中, 林小璐嘴里塞得满满的, 一脸呆滞, 汤圆也好不到哪里去, 斗鸡眼一开, 简直众生皆傻。 罗如烈这话, 显然是对最正常的陈念云说的。 不久, 几人用过午饭, 罗家主便给林小璐三人安排了上房, 供契休息。 此时正值中午, 无所事事的林小璐跟罗家的下人, 要了一碗冰镇绿豆粥, 然后一边喝一边去了陈念云的房间。 二愣子, 林小璐闯进房间, 正好看到陈念云在床榻上打坐。 你能不能敲一下门? 陈念云看到林小璐, 脑瓜深疼地说道, 哎呀,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关键是我们的父子情, 哦不对, 是兄弟情义。 林小璐嘴里含着绿豆粥, 含糊不清道, 你要觉得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情比不上关门这种小事, 那我走陈念云。 他没好气地跳过这个话题, 直接问道, 你找我干嘛这个任务, 你想怎么做? 先在这儿待着, 保护罗家人呗。 陈念云说道, 不不不, 我想直接出去找一找。 林小璐开口道, 我才刚回峨眉, 屁股都没坐热, 就来了这里, 我想赶紧完事, 然后回峨眉, 去零售谷玩。 你怎么就知道晚啊? 陈念云无奈, 咱们这次是来做任务的, 我一定要做好, 给世尊一个交代。 交代个毛。 林小璐大咧咧地往他旁边一坐, 边吃边道, 那个罗家主肯定没说实话, 我能看出来。 你怎么看出来的陈念云一愣? 嘿嘿, 林小璐嘴角一歪, 笑道, 陈二愣子, 我问你一个问题, 修仙者和凡人, 你觉得哪个更聪明? 陈念云。 他不知道, 林小璐问这个做什么? 床榻上, 林小璐神秘莫测地说道, 我下山三年, 认识了好多人, 也认识了一些修仙者, 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 细溜溜少年又喝了一口绿豆粥, 随后扎巴着嘴巴说道, 同样的年龄下, 凡人往往比修仙者更聪明。 怎么可能? 陈念云一脸不幸。 看, 你现在的思维也被环境所限制了。 林小璐笑呵呵地解释道, 我问你, 现在修仙者高高在上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而许多人成为修仙者后, 就会开始没日没夜地修行, 即便说不是那种看不起凡人的好修仙者, 也会下意识觉得自己比凡人更优秀, 是不是陈念云一愣, 迟疑着点头。 林小璐说的有点道理, 即便自己现在也会下意识觉得凡人是弱者, 虽然自己不会看不起他们, 但面对凡人, 自己确实会有优越感。 这和人品无关, 是环境和认知所导致的。 林小璐见他开始思考, 露出了一副如此可教的神情, 继续笑道, 凡人跟修仙者不同, 凡人无法修行, 自然不会把时间都放在修行上, 他们的人生中会因为各种原因, 而与各种人打交道, 所以, 久而久之, 他们就会变得比同年龄段的修仙者, 更聪明, 更圆滑, 更懂得人情世故。 房间内, 林小璐滔滔不绝地讲道, 修仙者的修为到了一定境界以后, 确实可以不屑人情世故, 像我老大, 掌门, 还有我认识的一位佛门大师, 一位魔道大佬, 他们可以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什么圆滑, 机智, 人情世故,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是扯淡。 但许多修为还不够高的修仙者, 如果也跟他们一样有同样的心态, 那就玩犊子了。 就像这次, 被一个捕头用各种手段连杀四名修仙者, 还一点办法都没有, 真是可悲又可叹。 所以这就是现在修仙者的一个弊端了, 修仙者们从小就发现, 大多数凡人都怕自己, 敬畏自己, 渐渐地就会感到理所当然, 就觉得, 凡人肯定不如自己, 就觉得他们蠢笨如猪, 但他们搞错了一件事情, 弱小, 并不代表蠢了。 说完, 林小璐看向傻兮兮的陈念云, 呵呵笑问, 想想看, 你和汤圆不就是这种情况, 你专注修行, 汤圆专注练丹, 心思都太过单纯, 而我就不一样了, 我又懂礼貌, 还特么机智, 一眼就看出来, 那个罗家主没说实话。 陈念云已经完全听猛了, 想反驳都不知道怎么反驳, 只能愣愣地问道, 你的意思是, 罗家人的死, 另有隐情肯定啊。 林小璐快速说道, 那个罗家主很不对劲, 我感觉他在饭桌上的反应, 有些过激了, 家人被杀不应该是那种反应, 九成九是没说实话, 他应该是觉得, 我们年纪小, 出生峨眉又比较厚骗, 私里的用汤勺摇起一勺绿豆粥, 递到满脸震惊的陈念云面前, 天天一笑道, 来,喝口绿豆粥吧, 可甜了。 陈念云猛猛地喝了口绿豆粥, 然后问道, 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聪明了? 不是聪明, 只是经历的事情多了而已。 说到这里, 林小璐一脸的唏嘘, 清澈的目光陷入回忆, 隐约可见泪光, 念云那, 我行走江湖三年, 见过无数的人, 遇过无数的事, 哭过, 十六岁, 实际上, 我的内心早已经是一名非常沧桑的老人。 我很累, 一直想找一个地方, 埋葬我那颗伤痕累累的心。 看着满脸沧桑的稚嫩少年, 陈念云只感觉不明觉厉, 虽然他一句话都听不懂, 但不妨碍他觉得, 此刻的林小璐好有逼格。 只是这种满身沧桑的逼格感, 出现在一个比自己小两岁的小家伙脸上, 总感觉有些怪怪的。 两人继续有一搭没一搭说着话, 相谈甚欢, 惬意的林小璐准备跟他聊一聊自己当初在无心寺和无心禅师打成平手的事情, 院外忽然传来一阵急切的叫喊声。 声音很大, 但喊叫的人似乎非常惊恐, 以至于叫喊声带着颤抖, 让人听不太轻喊的什么, 床榻上的林小璐和陈念云愣了一下, 然后同时冲向门外, 然后把略显狭窄的门口给撞弯了。 此时, 一位仆人急切地跑到府上, 惊惧交加地大声叫喊, 又死了, 又死了, 三夫人的头没了, 哐当, 正在喝茶的罗家主一哆嗦, 手中茶碗掉在了地上。 林小璐, 陈念云, 汤元三人也后知后觉地赶了过来, 正好看到这一幕, 那个什么三夫人尸体在哪儿, 陈念云第一时间问向被吓坏的仆人。 就, 就在集市, 三夫人上集市买胭脂, 突然飞过来一个罩子把她的头给罩住, 然后, 然后, 仆人似乎是回想起什么恐怖的事情一般, 整个人摊在地上, 瞪着眼珠子, 说不出话来。 我的秀娟啊! 逐位上的罗如烈嚎啕大哭, 撕心裂肺地喊着自己妾室的名字。 而陈念云则丝毫没有迟疑, 问了仆人集市的所在地后, 便带着林小璐和汤元转身冲出了罗府。 此刻, 城内原本最热闹的集市却变得荒无人烟, 所有平民都已经惊恐地离开, 只因街道中央躺着一具无头女尸。 无头女尸安安静静地躺着, 行红的血浆从红红的喉腔中不断躺出, 在阳光下显得无比刺眼。 咻! 天空中传来一声刺耳的破空声, 一身白衣的陈念云预见而来, 到了无头女尸所在地的上空后, 飞身跳下, 零剑也随之顿入了她的那截之中。 她没有在林小璐和汤元, 为了最快赶到现场, 好抓到那个补神。 看了眼尸体, 血浆还未凝固, 应该是刚死不久, 官差都还没来得及赶过来。 陈念云正在观察, 远处的天空中忽然传来一声 颜绵不绝地扑陈念云抬头一看, 顿时看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只见远处的高空中, 汤元正眨巴着斗鸡眼背负双手, 昂首挺胸地往这里赶来, 她的屁股喷涌出一道长长的气浪, 整个人宛如绝世大佬驾道一般出现。 而在她距离陈念云的位置比较近后, 她屁股里喷出的气浪就开始慢慢减少, 飞行速度也开始变慢。 不久, 她开始慢慢降落, 屁股里的气浪也开始变得断断续续, 从源源不断的气浪变成了一个又一个气团, 只发出扑扑扑扑扑的轻响, 最终优雅落地。 陈念云都快看梦了, 愣了好一会儿才一脸呆滞地问道, 小陆呢? 陆哥不愿意用我的丹药, 随时跑过来的, 估计还在路上吧? 汤元眨巴着斗鸡眼说道, 陈念云点了点头, 然后瞥了她一眼, 无奈道, 把裤子穿上, 像什么样子? 她简直没眼看这家伙, 扭过头继续观察起了无头尸体, 发现有一道长长的血迹从尸体的喉腔一路向前延伸, 并拐向了离极势不远的一座山林。 我先顺着血迹去看看, 等小陆来了你记得带她过来。 交代完汤元, 陈念云念头一动, 那界中的零剑立刻飞出, 随后, 整个人直接跃上飞剑, 顺着血迹冲上云霄。 拥有预见能力的她, 速度无疑是非常快的, 即便是同为助激进的罗家族也不可能比她快。 此刻她几乎是一念之间, 就追上了血迹的尽头, 一片茂密的山林。 陈念云飞在山林上空, 见血迹隐约是进了山林, 便继续飞行。 她心中有些好奇, 不知道这个当街杀人的捕神, 为何杀了人不说, 还要拎着人头跑这么远。 不过她也没多想, 在茂密的山林上空飞了树西, 见山林越来越茂密, 血迹的能见度也越来越低, 沉寸的林中继续飞顿。 这个山林确实挺茂密的, 周围的树木各个生长得高大, 几乎遮挡住了正午的阳光。 血迹到了这里, 已经很少了, 隔着好几米往往才能有一两滴, 眼看就要看不清楚, 陈念云便准备打开自己的神石, 覆盖住这座山林。 而就在她刚想这么做的时候, 她看到前面好像亮了一下。 胡吃。 嗯。 遇见飞行的陈念云, 狠狠撞到了一根微不可查的铜丝, 整个人顿时仁仰剑翻, 和零剑一同旋转着, 摔向地面。 噗! 满是枯叶的地面, 受她一摔, 居然直接塌陷。 陈念云的身躯 再次摔进一座方形的土坑中。 翻滚中, 她看到土坑中插着的 数把锋利至极的长矛, 自己的身体正狠狠地摔向这些长矛。 哼! 陈念云连忙一掐绝, 周身灵力瞬间遍布全身, 然后整个人将坑中长矛竞数砸断, 重重摔进了坑内。 陈念云都梦了,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她几乎都还没反应过来, 脖子也是疼得厉害, 上面有一条刺眼的狭长红印, 红印上还渗出了几滴血珠。 咳咳嗨! 坑中, 她捂着喉咙连连咳嗽, 然后心有余悸地爬起。 要不是自己在上个月 突破到了助击境, 也有了一定幅度的提升, 只刚才的童丝 估计就能把自己的头给割下来, 真是好险。 她飞身跃出深坑, 然后捂着喉咙, 抬头一看, 便看见了那绑在两棵树木中的童丝。 童丝上还挂着自己的血迹, 陈念云的视线接着往前, 发现前面的许多树中 露绑了各种各样角度的童丝, 在略显暗淡的金色阳光下 散发着柔和的微光, 交替灰映, 乍一看还挺美。 但她清楚, 这是一条遍布杀鸡的死亡之路。 而此刻, 在这条死亡之路的尽头, 一处被阳光完全照耀的地方, 正站着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 男人满身血污, 左手拎着一个不断滴血的半圆形罩子, 右手提着一把镰刀, 正隔着长长的密林小路, 一动不动望着自己。 你就是那个单言陈念云问。 男人不说话, 仿佛傻了一样, 就那么静静地站着。 陈念云看到那个男人的眼神, 居然从内心深处涌现起了一丝恐惧, 但他很快便镇定下来, 抬手寄出零件。 他准备直接飞出这片山林, 从高空中飞过去擒住对方。 而就在他刚准备上剑的时候, 密林对岸的男人忽然将镰刀往腰上一挂, 然后将那满是血污的圆罩子一拉。 扑通, 一颗血淋淋的头颅从开了口的圆罩内掉落, 砸在草地中还微微弹了两下。 嗯…… 见到这一幕的陈念云一把捂住了嘴, 差点眉吐出来。 远处, 男人丢下人头后, 冲陈念云招了招手, 随后转身就往山林里跑。 贼人修走! 少年一步跃上飞剑, 不敢再在林中飞行的他, 直接冲天起, 飞到密林上空对着奔跑的男人追击而来。 欲见之速快若奔雷, 转眼间陈念云就要追上对方, 正在飞速奔跑的男人忽然转身一挥手。 哗! 一片白雾散开。 冲进白雾中的陈念云猝不及防之下, 直接失去了一切视线, 整个人摔到地上, 连人带见一阵翻滚, 卷起无数枯叶碎泥, 同时感到身体一阵难受。 这白雾是劈霜! 他不敢迟疑, 狼狈不堪地冲出劈霜雾, 同时手中掐绝想要用灵力将劈霜排出, 但几乎是刚冲出去, 就听脚下传来, 哗啦! 一想, 一道绳索猛地捆住他的脚踝, 然后陈念云就感到一阵天旋地转, 整个人直接被吊到了半空中。 但陈念云毕竟是助击竟修士, 抬腿就要用灵力正断脚踝上的麻绳, 然而他还没反应过来, 左右两旁就再次传来阵阵破空声。 咻咻咻! 树道强弓箭矢飞出! 满头白雾, 视线模糊的陈念云只能先调动灵力阻挡箭矢, 而刚将箭矢阻挡完, 他就感到自己的脖子被人用镰刀狠狠砍了一刀。 树林中, 长发男人仿佛疯了一样用镰刀劈砍被吊在空中的陈念云, 镰刀和灵气护罩不断地发出碰撞声, 但却就是砍不进去。 而陈念云也猛地正断绳索, 整个人一个帅气地空翻落地。 贼人! 你今天装逼的话还未说完, 刚落地的陈念云就又掉进了一个事先设置好的坑内。 再次用灵气护罩将坑内的长矛再次砸断, 吃尽苦头的陈念云便挣扎着想从坑内爬起, 可看不见的他却听到了一阵车轮滚动的声音。 然后还未反应过来, 头顶上就猛地倾泻下一块足有人高的千斤巨石。 密林之中, 被巨大石块填满的土坑旁, 披头散发的男人等了一会儿, 见坑内再无动静, 才面无表情地松开手中的手推车, 然后安静地转身, 默默走向远处停在树边的马车。 他安静地上了马车, 照例先看了一眼车厢内的东西, 然后甩了下缰绳, 驾着马车往山林边界离去。 寂静无人的山路中, 马车飞快地行驶着, 男人双目无神, 只安静地驾马, 然后时不时地抖动两下缰绳, 加快速度。 大约在他即将离开山林的时候, 男人忽然觉得怪怪的。 他皱起了眉, 看了看左边波光灵灵的溪流, 看了看右边枝繁叶茂的密林, 见两侧皆是阳光明媚, 岁月静好, 便觉得是自己想多了, 皱起的眉也慢慢放下, 最终归于平静。 哄! 一声巨响, 毫无征兆地响起。 一位16岁的少年, 忽然出现在马车车厢的侧面, 居高临下, 一脚踹在正在全速飞驰的马车上。 正在飞速行驶的马车, 瞬间四分五裂, 车厢断裂, 车轮飞舞, 马匹横飞, 包括驾马的男人, 也整个飞了出去, 骑刷刷飞向山道旁的溪流之中, 砸出无数朵浪花。 林小璐看了看乱七八糟飘浮在溪流里的马车和男人, 扭头对远处大喊, 汤圆, 二愣子没死吧远处的密林中, 汤圆冲他挥了挥手, 没死路哥, 念云哥只是披霜中毒, 然后被砸晕了, 我把他弄出来。 听到这里, 林小璐略微放下了心, 目光再次看向飘浮在溪水中的男人。 男人已经晕了, 和马匹, 碎裂的马车灵剑一同飘浮着, 林小璐瞅了瞅, 准备把男人弄上来问问, 却看到溪水中除了漂浮着的男人, 马匹, 马车灵不见以外, 还漂浮着蜡烛, 香炉, 纸钱, 以及两块灵牌。 林小璐眨巴着大眼睛, 好奇地看向那两块漂浮着的牌位, 先是李母, 杨氏归名书英之灵位, 故女灵灵之灵位。 他刚念完, 漂浮在溪流中的男人, 忽然就睁开了双眼, 整个人倒腾着水花爬起。 你醒了? 林小璐挠了挠头, 你是有什么冤情吗? 可以跟我回去, 你和罗家谁对谁错, 我们会给你一个功。 哗啦, 水声激荡。 林小璐话还没说完, 男人就猛地抄起镰刀, 一言不发对着他冲过来。 林小璐猛猛地看着他挥舞过来的镰刀, 然后, 台掌一切。 镰刀瞬间被切断, 同时, 他的手掌也落在了男人的脖子上。 碰, 一声闷响。 男人受此一击, 瞳孔一缩, 湿漉漉的身体也随之一软。 林小璐将他扶住, 准备将他扛上岸, 男人却再次哼哧哼哧喘起了粗气。 林小璐愣了一下, 这个大叔还没晕, 自己刚才的力道应该够把他打晕了的, 这是得有多大的执念才能硬扛着不晕啊。 啊。 男人第一次开了口, 发出凄厉至极的咆哮声, 然后掏出一把匕首, 用最后的力气对着林小璐的眼珠子捅去。 林小璐看着筋疲力尽早就该倒下的他, 男人腹部, 碰, 又是一声闷响。 啪哒, 男人身子一僵, 笔手无力地掉落在了水中。 啊。 他的身子不断哆嗦着, 用尽全身的力气想让自己站起, 口中也不断地发出低沉的嘶吼。 他还是不想晕, 即便整个人瘫软地挂在林小璐身上也不想晕, 脚下步子不断地挪动, 挣扎着想让自己站起, 颤抖不已的手掌哆嗦着抓着林小璐的衣服。 那双死灰色的瞳孔也死死瞪着林小璐。 就这么僵持了好几息, 男人才彻底坚持不住, 绝望地松手, 然后瞳孔涣散, 无力地晕厥过去。 林小璐将他扶住, 无奈道, 大叔, 你先睡一下, 我不太懂这里面的缘由, 毕竟你也杀了好多人, 等你醒了, 冷静一些了, 我们再聊聊。 说完, 他就将晕厥的男人扛起, 然后下水捞起那两个排位。 这会儿, 陈念云和汤圆正好也过来了, 陈念云的脑袋被千斤巨石砸了个包, 鼻子又红又肿, 脸上还沾满了白白砫霜, 整个人是要多惨有多惨。 林小璐扛着满身是水的男人, 好奇地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汤圆, 有些好奇道, 汤圆, 你应该还举不起千斤重的石头吧, 你是怎么把二愣子弄出来的汤圆现在的实力, 才宁气四层, 连鱼楚楚都不如, 应该搬不动千斤重的巨石。 我有一枚可以把身体部位变大的丹药吗? 林小璐闻眼想了一下, 然后猛猛地点点头, 但还是有些疑惑道, 你那枚丹药变大身体部位不是不受控制的吗? 你把手变大把石头拿出来了不不不。 汤圆笑道, 那枚丹药被我改良过了, 不用口服, 直接捏碎, 凡是闻到的人都会变大身体的某个部位。 林小璐, 一旁脑袋长包的陈念云, 忽然脸色涨红, 整个人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一样, 在坑上把丹药捏碎了, 然后药箱就顺着石头和土壤的缝隙, 进了念云哥的鼻子。 然后, 念云哥就把石头给顶上来了。 林小璐, 他惊讶地瞅了眼陈念云的下半身, 眼神中满是好奇。 而陈念云一看他的眼神, 就知道, 这祸想歪了, 顿时指着自己又红又肿的鼻子大叫。 你想啥呢? 我便大的是鼻子。 我当时胳膊被压着, 使不上力, 鼻子便大把石头顶起来一些后胳膊, 就可以抬起来了, 然后才用灵力把石头推开的。 林小璐一听是这样, 顿时就没了兴趣, 扛着肩膀上的男人, 对汤圆和陈念云招呼道, 走了, 我们回去。 路哥, 你是要把这个人交给罗家主吗? 汤圆好奇地问道, 交个毛。 林小璐大摇大摆地走着, 一边走一边说道, 把他交给衙门, 然后咱们看着官老爷审了。 听到这话, 陈念云顿时有些无语, 你不会真的觉得这个人是好人吧? 他当街把一个女人的头砍下来了兜, 而且还把我打伤了, 伤不伤地交给衙门再说。 林小璐撇了撇嘴道, 这大叔杀了那么多人, 手段也确实凶狠, 估计是难逃一死了, 但肯定得先把事情弄清楚。 阳光明媚的山道上, 林小璐转身对两个小伙伴说道, 我们听个案子不也挺有趣的吗? 你们听过案子吗? 陈念云和汤圆同时摇头。 正好, 我也没听过, 咱们一起去。 拍了拍肩膀上的男人, 笑道, 在去之前, 我们还得先把这大叔弄醒, 然后让他配合一下。 当天下午, 罗甫收到了衙门的传信, 说是杀害罗家人的捕神被抓到了。 正在给妾室料理丧事的罗如烈文言顿时大为激动, 带着家眷直接就去了衙门拿人, 可他们刚到衙门就梦了。 只见衙门口围满了晋国的百姓, 而这些百姓们一见他来, 顿时吓了一跳, 纷纷让开一条道来。 见到这一幕, 罗如烈顿时愣了一下, 有些不清楚, 衙门为何会召集这些百姓, 不应该直接把单言那个杂碎交给自己慢慢折磨的吗? 他带着同样疑惑的家眷走进衙门, 进去的时候, 还无意中看了一眼房梁上明镜高悬的牌子, 嗤之以鼻。 一进门, 衙门的官差见到他后便高喊, 罗如烈到罗如烈一听, 官差居然喊自己全名, 顿时双目一顿。 而他身后的大儿子, 更是直接一脚踹在了那名官差的身上。 我爹的名字也是你这条狗敢叫的。 罗如烈的儿子也是修士, 这一脚直接将官差踹得倒地不起。 罗如烈戏为常了也没在意, 刚想进去衙门公堂, 忽然见周围的百姓纷纷议论着自己, 便眼珠子一转, 给儿子使了个眼色, 然后随手掏出两钉银子, 扶起官差笑道, 抱歉了兄弟, 老夫教子无方, 莫怪。 随后, 他才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家眷, 然后表情和蔼地进了衙门公堂。 而一来到公堂, 他便看到了五花大榜跪在地上的长发男人, 单言。 他露出了一丝笑意, 接着目光上移, 看到了高座官位的知府大人, 然后, 看到了知府旁边的林小璐, 陈念云, 汤圆三位少年。 罗如烈微微一愣, 随后哈哈大笑道, 感谢三位峨眉上仙, 居然这么快就帮本家主抓到了这贼人, 我罗家真是感激不尽啊。 他热情地想要上前再说几句好话, 高台上坐着的知府, 却忽然一拍醒目, 单言。 你把刚才对三位峨眉上仙说的事情, 再跟所有人说一遍, 看罗家主如何回你。 罗如烈, 他疑惑地看向高台上的知府, 不知道这老东西搞什么鬼。 而这一看, 他才终于发现了不对劲。 只见高台上肥头大耳的知府满头大汗, 脸色苍白, 一副如做针毡的模样, 同时还在一个劲地冲自己实眼色。 知府冲罗如烈眨了眨眼后, 再次对跪在地上, 低着头颅的单言说道, 单捕头, 你可以开口了。 我不跟你说, 低沉沙哑, 仿佛随时都在疯癫边缘的声音响起。 我跟你告过冤屈, 你却不分青红皂白, 把我关进了大牢, 要不是我有点本事逃了出来, 只怕早就死在牢里了。 说到这里, 长发男人抬起头, 对着高高在上的知府露出一个不屑的笑容。 你愿意做修仙者的狗, 我可不愿意。 知府听到这话, 顿时眼珠子一瞪, 胸膛猛地一起浮, 但却又不敢发火。 毕竟三个峨眉上仙都看着呢。 而场中, 罗如烈也是开始有些紧张。 他看了一眼灵小鹿三人, 又看一眼跪着的单言, 手指开始偷偷掐绝。 而就在灵爵即将掐成之时, 他发现, 同为助激进的陈念云, 忽然面无表情地看向自己, 吓得他立刻就停了手, 然后一本正经对跪着的单言怒道。 你这贼人, 手段歹毒, 一个月以来, 杀害我罗家五口人。 此刻居然还当着峨眉上仙的面, 诬陷本家主和知府大人, 真是奇心可诛。 说吧, 他便对林小鹿三人拜求道, 三位上仙还请明察, 切勿信了这贼人的鬼话。 知府也冒着冷汗谗媚笑道, 三位上仙, 罗家主说得对啊, 这个单捕头已经不是朝廷的栋梁了, 而是一个手段残忍的杀人犯, 这会儿居然还诬陷父母官, 真是罪该万死, 还望三位上仙。 行了行了, 林小鹿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然后看着他问, 你是父母官吗? 胖胖的知府大人脸色一僵, 一时间尴尬地不知怎么回答。 而林小鹿见他这反应, 顿时不屑地撇了撇嘴, 起身把他的官帽一摘, 然后往自己脑瓜上一盖。 林小鹿的脑袋比肥头大耳的知府要小好几圈, 故他的官帽对于小鹿来说特别大, 此刻戴在脑瓜上一晃一晃地把眼睛都挡住了, 看得汤圆和陈念云直乐。 这个案子由本至尊来审, 你下去。 啊这知府一愣, 随后一脸为难道, 林尚先, 这不符合皇上定的规矩, 那你让皇上过来知府。 他一脸尴尬地退下了位子, 而林小鹿则逼格满满地网官以上一坐, 然后顶着大官帽, 像模像样地一拍醒目, 升堂。 两旁的官差立刻开始抖动责杖, 口中拉着长音高喊, 林小鹿顿时觉得好有趣, 感觉自己果然是出息了, 都特么当大官了。 他瞅了瞅下方的跪着的丹颜, 又瞅了瞅站着的罗如烈, 想了一下后开口道, 去把外面的百姓都招呼进来, 让大家一起来看本至尊断案。 此话一出, 罗如烈的脸色再次一变, 他的几个家眷们也是有些惊恐, 但却丝毫没有办法, 只能眼睁睁看着官差去喊人。 不久, 衙门公堂口就挤满了百姓, 百姓们见坐在知府椅上的是个少年, 顿时觉得好奇, 不少人看着戴高帽的林小鹿, 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这位小上仙怎么这般滑稽, 真可爱。 见百姓都来了, 顶着大帽子的林小鹿, 才看向罗如烈。 罗家主, 这位单捕头方才跟本至尊说, 他之所以杀你家人, 是因为你先杀他妻女再先。 他说他妻子在家中被你强暴, 然后激烈反抗并辱骂了你。 于是你就恼羞成怒杀了他妻子, 上仙,这是罗的污蔑。 罗如烈怒道, 我是罗家家主, 要想有女人, 什么样的女人没有犯得着, 去强暴他一个凡人的妻子跪着的单眼咬牙吃笑。 修仙者都是你这样的, 敢做不敢任他抬头看向林小鹿, 眼神坦然道, 我跟我妻子, 自幼皆是无父无母的孤儿, 后托梅人介绍相识, 欲有一女名幻灵恋。 对于我这样的孤儿来说, 妻子和女儿就是全部的家人, 但却皆遭了这老狗的毒手。 罗如烈一听, 丹妍一个凡人居然敢骂自己是老狗, 顿时气地火冒三丈。 而丹妍则面无表情地继续开口道, 事发之后, 我也曾想过报关, 但这个知府二话不说, 就把我关了起来。 说到这里, 丹妍的声音中忽然起了一丝强烈的怒火, 大肆怒斥道, 我曾是晋国第一捕头, 为朝廷, 为百姓, 做过无数事情, 几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 结果我的妻女遭逢大祸, 居然只因为对方是修仙者, 就变得举国皆敌。 我不干。 我要罗家承受千倍万倍的惩罚。 即便堕入十八层地狱, 我也要罗家人死。 他杀我妻女, 对于我这样的孤儿, 来说就是杀了我全家人。 如今我也要杀光他全家。 中堂之中, 男人凄厉至极地咆哮出声, 林小璐旁边的知府小声提醒道, 上先, 公堂之上这般喧哗, 按理来说是需要责账三十的, 您看呸。 知府? 林小璐继续像模像样地看向罗如烈, 罗家主, 可有此事上先, 这完全就是在污蔑。 罗如烈气愤道, 这次根本就是在污蔑本家主, 本家主是修仙之人, 怎会看上他一个贱民的妻子, 这简直滑天下之大击。 一旁的知府也是笑呵呵地劝道, 对呀上先, 除非这位单捕头拿出证据, 不然光靠他一张嘴, 肯定是不行的, 吹牛谁不会下官, 还说他杀了我全家呢? 说到底, 不就是想为自己的罪行开脱吗? 林小璐文言点了点头, 嗯, 有道理, 汤圆, 陆哥我在, 眨巴着斗鸡眼的汤圆站起, 你去拿张纸, 然后出去问一问这里的百姓们, 统计一下, 有多少人相信单捕头的话, 又有多少人相信罗家主的话, 记住, 问满一百个百姓, 然后只统计, 不记名, 懂好嘞。 汤圆拿着一张宣纸, 就疯疯活活跑了出去, 一旁的知府见到这一幕, 顿时一脸猛逼, 上仙, 这, 这也不能作为证据啊。 哎呀, 我知道, 你这什么街, 本至尊这只是用作参考的, 你烦不烦? 说完, 林小璐就对陈念云招呼道, 二愣子, 你用神识覆盖整座衙门, 在汤圆回来之前, 不管是罗家的人, 还是官差, 还是这里的百姓, 谁要是敢离开衙门一步, 你就告诉我, 我亲自去砍他。 是, 陈念云简单明了地印下, 然后直接坐在椅子上掐起了法绝。 场中一时间陷入了安静, 不管是罗如烈, 还是知府大人, 纷纷都开始紧张起来。 而跪着的丹言, 则低着头一声不吭, 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时间就在这种娇着的气氛中, 慢慢流逝。 而就在罗如烈和知府, 以及罗家人等越来越焦虑不安时, 汤圆满头大汗地跑回来了。 他拿着宣纸, 一进门就哈哈大笑, 陆哥, 我问满一百个百姓了。 一百个百姓, 全部相信丹捕头的话, 没有一个相信罗家主的。 此话一出, 整个公堂顿时鸦雀无声, 不管是罗如烈, 还是知府大人的脸, 都跟吃了苍蝇一样的难看。 而公堂内围观的百姓们, 也是齐声欢呼, 大肆叫好。 那欢呼声, 简直跟过年了一样。 罗如烈一愣一愣地站着满头大汗, 吞吞吐吐地, 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而林小璐, 更是笑呵呵地, 给他竖起了根大拇指。 罗家主, 原本本至尊以为多多少少, 会有那么一两个百姓支持你的。 没想到你居然这么优秀, 掉。 罗如烈面如土色, 擦着冷汗解释道, 小林上仙, 这个只能用作参考啊, 不能说明这贼人说的就是真的啊。 是啊, 林上仙。 知府在一旁继续帮腔道, 罗家作为修仙家族, 遭逢一些刁民嫉妒,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凡事, 还是得看证据啊。 林小璐闻言有些无奈, 他挠了挠头, 一脸为难道, 也是哈, 这没有证据, 确实不太好办。 对呀, 林上仙。 罗如烈连忙开口道, 单捕头没有证据说, 本家主杀他妻女, 但他杀本家主的家人大伙, 都是亲眼看见的。 今天我的三夫人, 才伸手一处, 尸骨未寒啊。 说到这里, 罗如烈甚至忍不住落了泪。 林小璐看到这一幕, 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正有些犹豫时, 一旁的汤圆突然开了口。 洛哥, 我有办法。 林小璐, 罗如烈, 知府大人, 以及宫堂上的所有人, 都看向了这名 眨巴着斗鸡眼的少年。 只见少年黑黑一笑, 从大戒中掏出了两枚丹药, 随后骄傲地对所有人介绍道, 大家好, 我是峨梅耀元峰的弟子, 擅长练丹。 我这里正好有两颗人偶丹, 结丹镜以下, 只要扶了此丹, 就会变成一个时辰的痴呆人偶, 期间问什么就说什么, 并且毫无反抗能力。 他笑道, 我们可以让罗家主和丹捕头 相继服下此丹, 这样就可以知道, 他们俩到底谁说的是真话, 谁说的是假话了。 罗如烈文言顿时惊恐, 哆嗦着嗓音问道, 问什么, 说什么, 而且毫无反抗能力他的声音, 在毫无反抗能力这六个字上, 着重加了些音。 对啊。 汤元笑哈哈地跑下椅子, 然后来到跪着的丹炎面前, 将土色的丹药递到他嘴边笑道, 丹捕头, 你先吃吧丹炎没有说话, 面无表情地吞下丹药, 丝毫没有犹豫。 场中所有人顿时全都盯着丹炎, 而几夕之后, 丹炎的身子就陡然一陡, 然后软绵绵地倒在了地上。 罗如烈见到这一幕, 猛地睁大双眼。 这丹药, 真能让结丹静以下的人 失去反抗能力。 场中, 看着这一幕的陈念云, 忽然觉得有些似曾相识。 他瞅了瞅林小鹿, 又瞅了瞅汤元, 然后回想起一段悲伤的往事。 这两个卧龙凤厨, 真特么是天生绝配啊。 宫堂之中, 汤元对着瘫倒在地的丹炎 问了几个问题, 而丹炎也一一回应, 且从头至尾说的话语 都跟先前一样, 这让围观的人们纷纷哗然。 而汤元也眨巴着斗鸡 眼看向罗如烈。 罗家主, 丹补头已经用了人偶丹, 现在该你了。 罗如烈脸色一沉, 眉搭理汤元, 目光看着官位上的林小鹿冷声道, 上先, 我罗家虽只是散修, 但毕竟也是修士, 这些年对于峨眉 也一直是毕恭毕敬, 马首是瞻。 你们现在居然听信一个杀人犯的话, 要本家主事啊, 这是何道理? 哎呀,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 罗大叔。 林小鹿哈哈笑道, 你乖乖, 把丹药吃了。 如果你, 确实是被冤枉的, 我们三都, 给你道歉。 我还可以让我老大给你一些补偿。 来嘛来嘛, 深圳不怕影子邪, 快吃吧。 周围围观的百姓, 也纷纷起哄, 让罗家主服下丹药。 而林小鹿见他不动, 且脸色变得铁青, 更是继续笑道, 罗家主, 你的脸色怎么变了呀, 你不会真的做了什么人神共分的事情吧, 场中, 所有人都看着罗如烈。 而罗如烈的脸色, 也开始越来越难看, 眼神之中满是挣扎。 如果这丹药只是问什么说什么也就罢了, 可却会让杰丹静以下的修士, 失去反抗能力。 这特么自己能吃, 吃完不就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啊? 所以这丹药绝对吃不得。 死两丸利弊的罗如烈, 眼珠子一瞪, 死死盯着面前的三个少年, 许久, 他发出一声尖锐的冷笑, 好好好, 三个好字一出, 他长眉一拧, 历声怒吃道, 即便是本家主做得又如何, 本家主只杀他七女二人, 他杀我罗家五人。 更何况, 本家主什么身份? 他什么身份? 罗如烈直接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对着林小璐冷声道, 小娃娃, 本家主是助激进修士, 对俄眉有用。 而他只是一个贱民, 孰轻孰众, 您不会不知道吧? 无法无天的话语一出, 周遭的官兵, 百姓, 全都议论纷纷。 而罗如烈此刻, 已经摊牌了, 也就懒得再装, 家眷们更是直接对着所有人大声叫嚣。 你们这帮贱民, 也敢跟修仙者叫板, 把嘴都给我闭上。 哪个在乱嚼舌头, 我就杀他全家。 不服气地试试看。 哼哼, 你们看什么, 不服气地随便去告, 就是皇上来了, 也得给我们家老爷面子。 一阵威胁的话语放出, 所有百姓都闭上了嘴, 只能敢怒不敢言地看着。 而见到这一幕的罗如烈, 也是嘴角一翘, 对林小璐患上了一张笑脸。 上仙, 这件事情不如就此翻篇, 我们罗家还有几件不错的林宝, 不知上仙, 话语还未说完, 顶着关帽子的林小璐, 就从高凳上下来, 背着小手,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来到宫堂中, 然后将丹炎扶起, 并对罗如烈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 罗大叔, 其实那个丹药只能说真心话, 根本不会让人失去反抗能力。 罗如烈, 所有人, 场中, 只见被绑着的丹炎从地上站起, 双目中带着无尽的仇恨, 瞪向罗如烈。 我带丹捕头来之前, 就跟他和解了一场戏, 就是想试试罗大叔你。 大叔,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啊。 林小璐哈哈笑道, 罗如烈脸色一僵, 气得整个人都哆嗦了起来。 你耍我。 被一个小娃娃耍了的他心头可谓是怒火中烧, 刚想大声指责, 林小璐却猛地一抬手, 啪。 一记耳光狠狠抽在了罗如烈的脸上, 罗如烈连护体灵气都没来得及施展, 直接就一头栽倒在地。 此画面一出, 全场再次震惊。 足足过了好半想, 百姓中不知有谁忽然大喊了一声, 好, 下一刻, 所有百姓纷纷大声叫好, 林小璐也嘻嘻哈哈地冲大伙一一抱拳, 嘴里谦虚地说着, 过奖过奖, 哈哈哈哈小兔崽子你找死。 脸上带着巴掌印的罗如烈猛然抱起, 一拳轰向林小璐的后脑勺, 却听当。 得一声, 林小璐毫发无伤, 而罗如烈反而疼得直吸气。 林小璐继续笑哈哈地享受百姓们的爱戴, 然后背对着陈念云喊道, 二愣子, 这家伙偷袭我, 你快打他啊, 本至尊不轻易出手的, 那样逼个就不够高了。 陈念云见自己被使唤顿时翻了个白眼, 然后抬手寄出了灵箭, 而罗如烈看到这一幕面色一变, 再不迟疑, 直接一飞冲天, 冲向云霄。 陈念云也跟着就飞了出去。 露天的宫堂中, 林小璐仰起头, 将小手放在嘴边呈喇叭状, 对着陈念云远去的背影大喊, 二愣子抓活的, 本至尊要亲自定他的罪。 喊完, 林小璐便笑哈哈地看向一旁的知府大人。 而一直和罗如烈勾结, 作为作福的知府大人, 被他一看, 直接吓得三魂七魄, 丢了一魂二魄, 扑通就是一跪, 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饶, 上仙, 饶命啊上仙, 下官再也不敢了。 林小璐将手放在耳朵旁, 一脸调皮地惊叫, 什么你下次还敢哈哈哈哈全场的百姓哄堂大笑, 就连不少官兵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知府大人, 欲哭无泪的知府大人跪在地上连连磕头, 口中急忙大喊, 上仙饶命, 上仙饶命, 下官知错了。 什么你还要向百姓征税, 还要欺男霸女, 还要娶二百个黄花大闺女, 做老婆林小璐一台大拇指, 夸赞道, 大胖子你真勇敢。 知府大人, 林小璐插着腰哈哈一笑, 来人啊, 责账三十, 包去官职, 然后抄他的家。 说到这里, 林小璐转头对着汤圆道, 汤圆, 你跟官兵一起去抄他的家, 抄出来的东西, 平均发放到良民百姓手里, 然后让驿站的人, 把今天的事传到皇城, 让晋国皇帝, 再指派一个好官下来。 此话一出, 外面围观的百姓再次高声呐喊, 不少人更是激动地敲锣打鼓起来, 纷纷大喊着多谢峨眉上仙之类的话。 林小璐嘚瑟地冲百姓们挥了挥手, 然后才转头看向丹颜, 丹颜也看着他。 二人对视了一会儿之后, 林小璐尴尬道, 你要的公道我给你了, 不过你也杀了很多人, 好像也应该受罚。 身形高大的丹颜默默点头, 看着面前的少年道, 你是个好神仙, 我也愿意为我做的事付出代价。 但, 你能不能让我亲手替我妻女报仇林小璐一愣, 然后点头恩了一声。 场中, 丹颜心满意足地笑了, 随后与其温和地说道, 我是不快, 比较了解律法, 按照律法, 我应当在明日五十倍斩首, 上仙, 请下令吧。 林小璐猛了猛, 两久, 他看着面前神色坦然地丹颜微微一笑, 什么仙人不仙人的, 大家都是出来混的, 叫我小璐吧。 秀! 碧蓝高空之中, 陈念云的零件撕破云层, 以一个快到极致的速度击中罗如烈的后心, 将其狠狠轰入下方的一片猪圈之中。 虽然嘴上不说, 但陈念云今天一直都很尴尬。 自己身为一个助击, 虽然是刚刚助击没多久, 但却被单言这样的凡人压制了。 这足以说明自己面对凡人, 是有多拖打, 多不会用毛, 丢人简直丢到了姥姥家。 好在吃一欠长一智, 但是现在的陈念云就要比先前老练了许多。 此刻的他, 整个人立在云层之中, 居高临下望着下方的罗如烈, 宛如神明。 说起来也挺奇怪, 陈念云发现一直以来, 只要小璐在, 自己打架, 好像就没赢过。 小时候被小璐揍得嗷嗷哭, 在大悦被那个白家老管家打得嗷嗷哭, 这次又被一个捕块压制, 搞得跟受了什么灵小璐在自己必败的魔咒一样, 这样下去可不行。 自己好歹是地道助击, 不灭剑体的天骄, 这逢人就被揍, 谁都打不过是什么鬼哄。 思绪飞舞的少年从天而降, 单手持握着飞回的灵剑, 对着面前自废墟中, 起身的罗如烈抬剑一指, 随后冷傲开口, 峨眉, 陈念云。 哗啦! 狼狈不堪的罗如烈走出废墟, 看着面前的少年咬牙道, 你们峨眉真是疯了吗? 为了一个凡人来和本家主翻脸, 我们罗家年年上贡, 可从未做过什么对不起峨眉的事情。 陈念云的剑静静地指着他, 略微想了一下后说道, 你对得起峨眉, 但对不起道。 罗如烈脸色一僵, 随即一双眼珠子瞪得, 仿佛要突出来了似的, 身躯中的灵气也开始不断暴涨。 峨眉的小娃娃, 今天, 本家主就来讨教你的高招。 话音一落, 罗如烈整个人赫然飞出, 身躯在空中, 甚至都炸出了一道阴暴, 整个人以一个快到极致的速度, 扑向陈念云。 而陈念云也没有留守, 灵剑在手中甩出一朵剑花, 一手持剑, 一手掐绝, 身后涌现出一抹光亮。 目灵剑绝, 沉中目骨。 灵剑挥舞之间, 一柄硕大的骨锤虚影赫然升起, 狠狠轰击向突来的罗如烈。 动, 呼, 伴随着一道震耳欲聋的击鼓声, 气浪自罗如烈身上飞出, 沿着两边大道飞舞滑翔, 掀起无尽尘埃。 助击多年的他, 赫然受下了这一击, 继续飞冲, 近身之后, 高高挥起手掌, 破阵子。 筐! 流光闪烁之中, 二人相对而立, 掌来见回, 凌浪阵阵, 且一边激斗一边飞移, 四周的场景来回转换, 脚下的地面也因为拼斗出的凌浪, 开始阵阵军裂。 而没过多久, 罗如烈就开始被全力出手的陈念云压制, 整个人几乎只能被动招架, 没有主动进攻的份, 心急如焚的他再不迟疑, 灵光挥舞之间, 猛地从那戒中掏出一枚丹药, 一把丢入口中。 下一刻, 罗如烈的气息再次暴涨, 身影飞转间, 一掌推开挥斩而来的零剑, 然后抬手掐住陈念云的喉咙。 哼! 一声爆喝, 罗如烈掐着陈念云一阵飞冲, 和他一起, 恶然被撞碎, 罗如烈掐着陈念云从破碎的土块中飞出, 然后带着他继续飞驰, 且一手死死捏住他持剑的手, 一手连续挥掌, 和陈念云单手对单手连斗树下, 随后逮住机会, 一掌轰在陈念云下巴上。 哼! 陈念云闷哼一声, 被这一掌击飞, 身躯在空中划过一个半圆, 以空翻落地, 落地后又连退束步。 二人所在的位置是城中的一片街道, 街道上的行人从二人出现开始就已经纷纷逃窜, 此时已然是空无一人。 而罗如烈一掌击退陈念云后便双臂一掌, 两个手掌甩动出一个掌绝, 然后狠狠一挥。 哼! 狂暴的气浪随掌轰出, 街道地面上铺着的青石板都被纷纷掀飞。 受了些伤的陈念云, 剑撞连忙抬剑一起, 整个人随剑而动, 再起一个剑绝。 木林剑绝, 昭格木贤。 这一次, 零剑舞出的剑气赫然合并成一根薄如蝉翼的弦, 和掌浪在街道中央一对冲。 而面对这剑弦, 巨大的掌浪瞬间就土崩瓦解。 而剑弦破开掌浪之后, 继续向前, 直接斩在罗如烈挥出的右掌中。 啊! 一声惨叫, 罗如烈的右手手心被斩出一道深可见骨的剑伤, 血流涌住。 罗家主, 束手就擒吧! 陈念云长剑一甩, 冷声道, 在下已经全力出手, 你再无机会。 罗如烈捂着不断流血的手掌, 眼眸一瞪, 不服气地想要再次抬手。 远处的陈念云却目光一鸣, 身姿率先一动。 轰轰轰轰轰轰轰。 一连串的灵抱在地面炸开, 陈念云的身躯几乎是瞬间就穿梭到了罗如烈的身后, 整个人保持着挥剑之姿, 身后的地面则留下了一道又长又直的巨大剑痕。 而右手被斩伤的罗如烈则一愣一愣地看着自己的左臂带着血雨在空中飞舞一圈后落在了地上。 他的整条左臂被当场斩下。 木铃剑诀, 石木剑。 太阳快下山了, 无所事事的林小璐摊在宫堂的太师椅上, 用棺帽遮挡住脑袋呼呼大睡。 汤圆离他不远, 正在院子里用一个小炉顶研究着什么东西。 他俩都在等陈念云回来。 汤圆眨巴着斗鸡眼, 一边对着炉顶散发灵力, 一边往炉顶内添加着什么东西。 过了一会儿, 他发现有一位材料少了, 于是眨了眨斗鸡眼, 开始思考起来。 几夕之后, 冥思苦想的他忽然眼前一亮, 然后挖了挖鼻孔, 将一小块不明物体丢进炉顶。 哄! 冲天的爆炸声瞬间打破安静祥和的氛围, 正在太师椅上呼呼大睡的林小璐扑斥。 一声, 鼻涕都给吓了出来, 整个人更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他流着鼻涕, 一脸猛逼地坐起, 然后呜哇一声发出惨叫。 汤圆我弄死你! 差点被吓死的他, 抄起桌上的醒目, 就要上去跟汤圆拼命。 而灰头涂脸脑瓜子乌黑的汤圆, 则是掉头就跑。 鹿哥鹿哥, 你冷静一下。 我冷静你大眼。 铁山靠! 汤圆吓得嗷嗷大叫, 连忙掏出一枚丹药捏碎。 下一刻, 跑到一半的林小璐忽然感觉下体一凉。 他的裤子不知为何到了汤圆手中。 鹿哥你先别激动, 我正在研究一种可以让人的屁股变得拥有那节功能的丹药。 汤圆惊恐地求饶道, 一旦研究成功, 绝对前途无量啊。 鹿哥你想, 你以后再拔刀, 就可以直接从屁股里面拔了, 就是原因大佬, 见了都得吓一跳。 啊, 我弄死你。 再也忍不住的林小璐光着小屁股扑到汤圆身上, 抄起手中的醒目就是一顿猛拍。 衙门外, 陈念云提着只剩一只手的罗如烈, 大摇大摆进了宫堂。 他刚想跟小伙伴们炫耀一下自己的战绩, 就看到了眼前奇怪的一幕。 只见下半身什么都没穿的林小璐正扑在汤圆的身上。 而趴在地上的汤圆正挥舞着原本属于林小璐的裤子冲自己脚。 看到这一幕的陈念云只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就连他手里被提着的罗如烈都梦了。 已经失去反抗能力的罗如烈似乎都忘记了自己的疼痛, 猛逼地对陈念云问道, 你们峨眉现在口味都这么重了过了一会儿。 林小璐默默提上了裤子, 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淡定地让鼻青脸肿的汤圆去把丹炎喊过来。 冤有头, 债有主。 罗大叔, 本至尊会把你交给丹大叔, 你放心, 他答应给你一个痛快的。 林小璐对跪在地上满身血污的罗如烈说道, 断了手的罗如烈不甘地抬起脸, 大声怒斥, 让一个凡人杀本家主。 你们这是在侮辱罗家? 本家主要见额眉其他长老。 林小璐小嘴一撅, 呸, 罗如烈。 他跪在地上, 断壁上的血浆滴答滴答地往下滴落, 不停地大声嚷嚷, 然而林小璐却已经懒得搭理他了, 悠哉悠哉吃起了桃子。 而没过多久, 丹炎出现, 官兵也给他搬来了虎头炸。 原本强硬的罗如烈见到虎头炸后, 瞬间惊恐, 撕心裂肺的大吼。 你们不能杀老夫。 老夫施助激进修士。 老夫要见额眉长老。 你们三个小娃娃, 没有权力。 林小璐继续小嘴一撅, 呸, 罗如烈。 场中, 单言居高林下望着他, 面无表情地对其说道, 我炸了你这老狗之后, 我也会被斩首。 罗如烈, 我跟你在地狱见。 之后, 林小璐让汤圆把其他衙门中的官员喊来, 当场宣布了罪行, 最终在许多百姓的围观之下, 身为助激进修士的罗如烈愣声声被陈念云抬上了虎头炸。 已经失去反抗能力的他, 只能无助地大声嘶吼, 但却已经再无用处, 单言非常干净利落地起刀下炸。 破! 血洒满公堂! 最后, 带着官帽的林小璐又宣布了单言杀人的罪责, 定下了他在明日午时, 斩首示众。 林小璐,为何要让自己的家主被担言一个凡人行刑? 明明担言杀的人更多, 为何自己家主要受到这样的侮辱? 林小璐的回答是, 罗如烈是因, 没有他的因, 何来家人被担言猎杀的? 果! 其次, 罗如烈是修士, 对于担言来说是一位霸主级别的强者, 而罗如烈却持强凌弱, 这本就应该最佳一等, 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一番话语, 让所有围观的百姓大声叫好。 而这一出凡人向修仙者复仇的故事, 也因为峨眉三个少年的强势插手, 彻底羡慕。 第二日一早, 三个少年人亲自送单捕头上了刑场, 而这位捕头也很硬气, 完全没有罗如烈那样的丑态, 全程抬头挺胸, 慷慨赴死。 时间过得很快, 一眨眼, 距离晋国仪式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 这天上午, 峨眉, 通妖峰, 灵兽谷, 冰雪园。 黑胖子, 现在你明白了吧出来混, 都在冰原地面上对着面前鼻青脸肿, 浑身肿的胖了一圈的地企鹅嘚瑟道, 别说大哥我欺负你们, 大哥是在叫你们人生哲理。 而且, 你们这还算好的, 隔壁四守灵侯园区香蕉树的香蕉都被我摘光了, 这就是跟我林小璐作对的下场。 地企鹅身后, 站着一众敢怒不敢言的企鹅, 纷纷对着林小璐怒默而视。 而林小璐却浑然不惧, 反而继续嘚瑟道, 不服不服, 你们可以一起上。 我林小璐生来牛逼, 又有何惧? 她身后, 抱着帅帅鸭的小月, 看到这一幕捂着嘴直乐。 林小璐! 林小璐刚想再说几句装逼的话过过嘴影, 身后忽然传来一道气急败坏的怒吼声。 一名怒不可恶的女子从天空中飞来, 一脚踹在刚刚转头的林小璐脸上。 哐! 林小璐纹丝不动, 而女人却因为没踹动连连后退。 林小璐看了女人两眼, 然后脑瓜一样哼道, 罗刹鬼婆, 我今天就是来报仇的。 你要是再跟我嘚瑟, 我就不给你面子了。 唐欣文言顿时气得不行, 上前揪住林小璐的耳朵就往上提, 可这货却抱着胳膊盘着腿, 跟个石蹲子一样愣是不动, 然后还冲自己一阵眉飞色舞的嘚瑟, 仿佛在说, 罗刹鬼婆, 你不行啊。 气坏的唐欣见自己就不动她的耳朵, 只能气呼呼地松开手。 兄道, 你明天就要去黄天圣楼了, 其他人都在没日没夜的准备, 你居然还有心情跑过来玩? 你还把地企鹅前辈打得肿成了一个球。 我现在就去告诉妙心, 说把她转身就要离开。 而见唐欣要去告状, 林小璐这才吓了一跳, 身形一闪, 带着阵阵重影移到了她面前。 罗刹鬼婆, 你要是去告状, 我就打你屁股。 林小璐大声威胁道, 唐欣听了这话, 脸色一红, 随后瞪着美目气道, 你敢, 一天天的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你就不怕把小月儿带坏吗? 正抱着帅帅压的小月儿一听, 便抬起小脸, 冲着唐欣甜甜一笑。 唐欣师姐, 小月儿不怕的。 唐欣, 拿着兄妹俩眉着的唐欣无奈, 她看着面前已经和自己差不多高的林小璐气道, 明天你们俩就要和其他人一起去黄天圣楼了, 快回去修行吧, 别吓完了。 林小璐小手一插腰, 脑瓜再次一痒, 我小时候你老是欺负我, 现在风水轮流转了, 我也得欺负回来, 叫大哥。 唐欣差点没被这话呛死, 刚要揍他一顿, 一旁的小月儿却忽然好像感受到了什么, 转身看向了摘欣峰的方向。 哥哥, 师尊给我传音, 说是大师兄回来了。 正得死的林小璐听到这话一论, 随即狂喜。 他拉起小月儿急吼吼地离开, 并对还未反应过来的唐欣大喊, 罗刹鬼婆, 我下次再来打你屁股。 你等我看着兄妹俩离开的背影, 唐欣无奈地捂住了脸。 一旁鼻青脸肿的地企鹅站在他边上, 抬起头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离去的两个小家伙, 顿时唏嘘不已。 自己当初怎么就惹上他了呢? 此时, 翟欣峰中断的小院子内, 一名容貌出众, 仪表不凡的青年男子, 正在和李妙欣说着话。 师妹, 为兄这次去龙门交流修行心得, 感悟颇深, 还认识了不少龙门的道友, 下次带师妹一起去见识见识。 李妙欣看着俊逸不凡的青年, 苦涩地笑了笑。 别了吧师兄, 我修为太低了, 就不丢师兄的人了。 李妙欣大笑了几声, 刚想说不碍事, 远处忽然传来一声霸道至极的狂笑声。 吼吼吼吼吼吼吼。 听到声音的李妙欣一猛, 只觉得声音有些熟悉, 一时间却又有些想不起来。 而李妙欣却是欢喜地笑道, 是小鹿来了。 李妙欣, 他正呆滞着, 脚下的地面忽然开始颤抖, 而院外的山道上, 也终于出现了一个狂奔的少年身影。 少年拖着一把无比巨大的青铜大刀, 刀刃在地上摩擦出长长的勾曲, 两条腿也将地面踩得阵阵崩溃, 整个人夹带着长长的尘土, 一边跑一边对着李妙欣大喊, 山炮受死。 哇吼吼吼吼吼。 见到这一幕的李妙欣当场愣住, 而原本想要热情相迎的李妙欣也吓了一跳, 连忙伸手拦住林小鹿。 小鹿, 你干嘛? 快把刀收起来。 林小鹿停下脚步, 看着李妙欣大喊, 师姐你让开, 我就随便砍他两刀就成, 不多砍。 李妙欣心里焦急, 刚欲开口, 李耀熙却看着面前的少年不屑冷哼道,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这副不长进的模样。 怎么还想跟围兄动手你, 不妨可以试一试? 师兄! 李妙欣心急如焚地扭头看向李耀熙, 自己的师兄闭关太早了, 出关的时候, 小鹿也早就下了山, 根本不知道小鹿现在是什么实力。 他连忙想要告诉李耀熙领小鹿的事, 但刚转身就听见一声轻响, 只见拖着大羹青铜器的小鹿瞬间绕过自己, 对着傲然挺立的李耀熙当头就是一刀。 试试就是试。 中午的时候, 摘星风顶的山洞内, 李明如正惬意地侧躺在铺垫上, 提着酒葫芦, 一边翻看着图画书, 一边喝着酒, 然后时不时评价两句这本书的博大精深。 这是他每天最快乐的时候, 可正当他看到激动之处时, 李妙欣却急急忙忙跑进了山洞, 并告诉了他一个令人头痛的消息。 自己的大徒弟被小鹿埋了。 摘星风中断, 膳石唐院门口的一棵柳树下, 林小鹿正蹲在地上开心地填土, 而他面前的土地上, 则冒着两条晃来晃去的腿。 小鹿师兄, 这样子李师兄会不会死啊? 蹲在他旁边, 脸色古怪地问。 不会的。 林小鹿哈哈大笑道, 这个山泡也是老住鸡了, 没那么容易死, 估计一直埋到我从黄天圣楼回来, 他才有可能死。 猴三。 周围一众的外门弟子们就那么看着, 虽然有些担心小鹿被罚, 但不得不说见到李耀西被收拾, 这还是很令人感到痛快的。 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上, 小鹿抱着爱不释手的帅帅鸭开心道, 哥哥好厉害, 居然一下就砍晕了大师兄。 帅帅鸭被小鹿儿的小手摸得直哼哼, 闭着眼睛享受道, 老大现在的战斗力已经堪比结单了, 对付区区一个助击肯定是手到擒来。 说完, 他睁开鸭幕笑道, 小鹿儿, 你的实力好像比老大还强吧, 我能感受到。 我不行的。 小鹿儿嘟着嘴说道, 师尊说我没有实战经验, 然后脑瓜子不像哥哥那么灵活。 这没事, 你今年才十四岁, 成长空间大着呢。 帅帅鸭非常看好的给他鼓劲道。 此时, 林小鹿已经把土填完了, 在用脚将两条腿周边的土给踩实后, 他便仿佛没事人一样地对外门弟子们招呼道, 开饭啦开饭啦, 大家一起吃饭去。 说着, 少年就要往膳食堂里走, 而就在这时, 一道白红从天而降。 李明如带着李妙星出现在院中。 外门弟子们一见李明如顿时吓了一跳, 纷纷拜见, 小月和林小鹿也一起拜见。 李明如面无表情地看了看土里, 插着的两条腿, 然后又看了看林小鹿。 小鹿, 你做的老大这不怪我, 是大师兄自己想要试试我的刀的。 林小鹿一脸乖巧地说道。 李明如闻言一阵无奈, 随后抬手一招, 被盗着埋在土里的李耀熙, 立刻飞出。 此刻的李耀熙状态不可谓不惨, 脑瓜整个胖了一圈, 还肿成了酱紫色, 身上也满是泥土, 完全不见先前玉树林峰的模样。 他一落地, 看到林小鹿的第一眼就下的面无土色, 惊恐地喊道, 师父, 这兔崽子。 兔崽子三个字一出, 林小鹿立刻目光一沉, 充满坎义的眼神, 直接看了过去, 将李耀熙剩下来的话, 声声吓退。 嗨嗨。 李明如的咳嗽声响起, 林小鹿才收回目光, 撇着嘴站着。 场中, 李明如也没再说什么, 抬手一招, 林小鹿和李耀熙二人便直接飘起, 接着跟随李明如一同飞离地面, 往山顶洞府而去。 来到洞府, 有些生气的李明如提起酒葫芦好饮了一口酒, 随后才对身后的两个弟子怒道, 打架很好玩, 是把林小鹿抬头看天, 李耀熙一言不发。 来, 你俩在这儿打一架。 李明如气道, 林小鹿, 你不准用刀, 李耀熙, 你不准用法宝, 空手对空手, 打。 李耀熙吓了一跳, 他本不是林小鹿的对手, 支支吾吾地不敢说话。 林小鹿则兴致勃勃地撸起袖子, 眨巴着大眼睛道, 老大, 还有这么好的事李明如? 他突然觉得有些头疼, 自己一共就四个徒弟, 两男两女, 峨眉最少。 可妙心跟小玉儿为啥都那么乖巧懂事, 这小鹿和耀熙咋就那么难管? 别的长老带徒弟, 都是几十个上百个的带, 自己咋能连四个都带不好? 难道自己真的不是一个好师父吗? 他无奈地看着林小鹿, 气道, 小鹿, 为师教你习武, 不是让你欺负人的。 你小时候和你师兄有过节, 为师是不是惩罚了他? 你怎么就不能翻篇呢? 男子汉大丈夫, 心眼就这么小, 林小鹿撅着嘴不说话。 李明如又看向李耀熙道, 妙心跟为师说了, 这次小鹿要找你查, 确实是他不对, 不过你作为师兄, 就不能大度点几年没见小师弟, 第一句话就是讥讽, 他他不讨厌你讨厌谁说到气处, 李明如抬手用灵气凝聚出一根戒指, 然后怒道, 为师平时就是太纵容你俩了, 把手伸出来。 林小鹿和李耀熙慢吞吞伸出了手, 李明如这次也没有留手, 运起凌厉, 对着小鹿的手掌就是一下, 直疼得他嘴角一抽。 这次小鹿你完劣在先, 二十下。 说吧, 李明如就没好气地抽打林小鹿的手心。 不久, 二十下抽完, 李明如又看向浑身是伤的李耀熙, 见他已经这么惨了, 终究是有些不忍心, 便开口道, 耀熙你这次嘴上犯魂, 本该十下, 念在你已经吃了教训, 便五下吧。 说完, 他便抽打了五下。 两边都教育完, 李明如才没好气地收起戒指, 对这两个徒弟气道, 你们师出同门, 要懂得团结友爱, 互帮互助, 再有下次, 为师定不轻饶。 现在, 用被为师敲打的那只手握手言和。 林小鹿撅着嘴, 撇了一眼李耀熙, 然后不情不愿地伸出红肿的小手。 满脸是伤的李耀熙, 也只好伸出了手。 二人的手便在李明如面前, 握在了一起。 两只手向握, 很快便松开, 李明如的脸色也就缓和了下来。 请道, 耀熙, 你先回洞府吧, 为师有两句话, 要给你小师弟交代一下。 李耀熙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随后看了林小鹿一眼, 转身离去。 带他走后, 林小鹿便抱着胳膊骄傲道, 老大, 这个山炮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 不如你让我当大师兄吧, 以后你带我出去, 保证你到哪儿都有面子。 正在喝酒的李明如, 差点没一口呛死, 没好气瞪了他一眼。 你还想当大师兄你, 还想干啥掌门的位置给你要不要此话一出, 面前眉清目秀的少年先是一愣, 随后嘴角缓缓咧开, 脸上的笑容也开始逐渐变态。 李明如看到他这个笑容直气的眼皮, 一阵暴跳, 捂着心口气道, 明天一早, 你就要和其他弟子随掌门去东海, 大家都在努力修炼, 你在干什么, 这两天玩疯了是吧。 哎呀老大, 面对黄天渗楼这种大事, 我实在是不想没守成规了, 所以, 这两天, 我实际上是在调整状态。 林小璐嘻嘻哈哈地笑道, 李明如。 他再次叹了口气, 整个人都感觉疲惫得不行, 小璐, 黄天渗楼, 位于东海之巅。 而这次又和以往不同, 有东营修士参加在里面, 情况会更加复杂。 为师知道你是舞者, 黄天渗楼里除了那一件宝物以外, 几乎没有什么对你有用的东西。 你这次去, 完全就是陪跑。 顾为师对你要求不多, 就一个。 林小璐猛猛地点头道, 老大你说, 我一定完成要求。 李明如严肃地开口道, 如果东营修士有威胁, 那么尽你所能保护神舟修士。 林小璐嘴巴一歪, 老大, 就这李明如嘴角一翘, 对, 就这。 哈哈, 老大这都是小事了。 林小璐嘻嘻哈哈地傻乐道, 说书先生说过, 四海之内皆兄弟, 九州境内同方圆, 老大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我们自己人的, 不管是峨眉, 昆仑, 全真, 茅山, 龙门, 还是鼠山, 我们大家实际上都是一家人。 听到少年这话, 原本生着闷气的李明如, 先是一愣, 随后一拍膝盖笑道, 说得好。 没想到, 小璐还有觉悟这么高的时候, 为师没白疼你。 哈哈哈哈。 一老一哨在山洞内, 互相盘腿做着傻乐, 画面要多清奇, 有多清奇。 当天夜晚, 林小璐和小月儿, 换上了崭新的道袍, 并早早地就开始准备。 和林小璐相比, 小月儿是真的许久没有离开过峨眉了, 从五岁进山开始, 足足九年时间没有离开过, 因此, 她特别兴奋, 第二天天还没亮, 就迫不及待跑进了林小璐的房间。 起床了哥哥。 小月儿跑到床榻边, 看着正冒鼻涕泡的林小璐, 抬手一戳。 不, 鼻涕泡破裂, 少年猛逼地睁开双眼。 她睡眼惺忪地坐起, 看着面前兴奋的小月儿, 傻乐着捏了捏她的脸, 然后给了被窝里同样酣睡的帅帅鸭一拳。 起床了帅帅鸭。 林小璐一边和妹妹嘻嘻哈哈地闲聊说话, 一边将自己的头发扎起, 然后扶下一枚洗尘丹, 将自己洗漱干净, 便拉着小月儿和帅帅鸭去膳食堂用早饭。 因为今天小璐要去黄天圣楼, 猴三和膳食堂的外门弟子们 已经早早给她准备好了干粮, 黄天圣楼要持续一个多月。 而林小璐又和其他人不同, 她是舞者, 得吃饭, 所以这些干粮都是给她准备的。 大部分干粮小月儿都装进了自己的那戒里, 小部分则是被林小璐打包背在了身上。 这是因为进入黄天圣楼之后, 每个人都会被随机分散开来, 且分散的位置完全不固定, 所以背在身上的干粮 就是为了让林小璐在找到妹妹之前 能够有足够的东西吃。 老大和师姐不送我们吗膳食堂门口? 刚刚吃完早饭的林小璐牵着妹妹询问, 哥哥我们要自己去峨眉峰的。 小月儿甜甜一笑道, 这次是掌门姐姐带我们去东海。 林小璐文言点了点头, 然后便将装干粮的包袱提在手里, 跟小时候一样背对着小月儿蹲下, 而小月儿也开心地趴在了小璐背上。 林小璐背着妹妹, 身旁跟着帅帅鸭, 一路有说有笑溜达着去了峨眉峰。 与此同时, 峨眉峰顶青鸾殿下, 穿着一身华丽长裙的夜青鸾, 正坐在摇椅上, 专注地吃着烤玉米。 店外的广场中, 近上百名少年少女就这么眼巴巴看着她吃。 他们, 就是峨眉内门弟子中二十岁以下的新一代修士。 陈念云, 人齐了吗一边吃, 嘴巴里满是玉米的叶青鸾一边含糊不清地闻。 下方弟子中的陈念云恭敬道, 掌门, 还差林小璐和林小玉。 叶青鸾闻言有些头痛, 不过也没说啥, 意料之中的是。 他将吃完的玉米棒子撇进一旁的木桶, 然后对着下方的小家伙们笑道, 你们一会儿想不想看本掌门教训林小璐峨眉弟子, 胖乎乎的东方蛋满脸担心。 陈念云面无表情, 一旁的的于楚楚一脸激动。 与其他人的反应不同, 汤圆正在专注地思考着问题。 他觉得自己用放屁单飞行的时候, 放出来的屁那么多, 但却都随风消逝, 这实在是太浪费了。 如果自己可以用某种方法, 将那么多屁进行压缩, 然后储存起来, 那未来一定有大用, 可是这应该要怎么做呢? 想着想着, 人群中的他, 忽然斗鸡眼一亮, 嘴角一脸, 慢慢露出一个充满智慧的笑容。 一旁大的峨眉弟子, 见到他的笑容后, 下意识往旁边挪了挪, 众人继续安静地等着, 没过多久, 一个小小的身影自远处出现, 正是背着小叶的林小璐和帅帅鸭。 林小璐一出现, 弟子们顿时纷纷看向了他, 而紧接着, 百分之八十的弟子全都单膝下跪。 拜见帮主! 呼声震天! 吼吼吼吼吼, 兄弟们不必多礼, 都起来吧。 林小璐哈哈大笑地说道, 姚椅上正在啃黄瓜的叶青鸾, 见到这一幕后顿时气得脸颊一股, 起身凶道, 林小璐, 你为什么迟到? 掌门姐姐, 我和妹妹溜达到一半, 跑错路了, 不小心去了灵兽谷。 林小璐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当时我发现自己走错路可着急了, 然后给了弟企鹅一个斗就赶过来了。 此话一出, 上百名弟子几乎是集体猛逼, 不少人更是偷偷对林小璐竖了个大拇指。 陈念云听得也是愣了半天, 最终什么都没说, 只重重地叹了口气。 陆啊, 还得是你啊。 叶青鸾也气鼓鼓地瞪了这家伙一眼, 觉得这小家伙跟自己的臭师弟越来越像了, 自己现在看到他就仿佛看到少年时期的李明如一样。 带着兄妹俩也进入队伍战好, 叶青鸾才依依不舍地放下没肯完的水萝卜, 然后背着小手起身, 看着下面浩浩荡荡一百多个弟子笑道, 今天本掌门就要带你们去东海了, 黄天渗罗的细节, 你们师尊都跟你们说了吧说了, 少年们齐声回答。 那你们都记住了吗? 叶青鸾继续笑问。 少年们纷纷回应, 表示自己全都记住了。 林小璐和妹妹也跟着一同回应。 叶青鸾文言似乎很高兴, 随后眉目中闪过一丝脚侠, 看向林小璐笑道, 记住了就好。 林小璐, 你来告诉本掌门, 你都记住了啥。 此话一出, 所有人扭头看向林小璐。 林小璐, 大殿之下, 叶青鸾悠哉悠哉地抱着胳膊, 笑盈盈地看着少年一副巧好戏的模样。 而林小璐则是一脸呆滞地站着, 仿佛一个小傻子一样。 见他这副德行, 叶青鸾顿时扑斥一笑, 美答答瞪了他一眼, 然后对所有人道, 看来有些人还没记住, 那么本掌门再强调一遍。 这次的黄天圣楼与以往不同。 你们的对手, 除了黄天圣楼内的七零兽以外, 还有狼子野心的东营修士。 一定要和神舟其他宗门的修士, 互帮互助。 明白吗? 众少年高硬。 明白。 林小璐也跟着稀里糊涂地喊了声明白, 随后小生问向旁边的少年, 刘帅, 七零兽, 是啥名叫刘帅的少年? 小生回应道, 就是上三宗留下的法器, 因为常年无人使用, 最后不知什么原因, 变成了一些类似妖兽一样的七零兽。 说完, 他笑道, 鹿哥不用担心, 这些七零兽不强的, 大部分都是宁气静的实力, 助击净只有寥寥, 肯定不是鹿哥的对手。 林小璐一听这话, 顿时放下了心, 他和妹妹现在面对一般的助击, 基本都是秒杀, 所以, 参加这什么黄天圣楼, 那完全就是轻松加愉快。 高台上, 叶青鸾又说了一大堆话, 林小璐也没再听, 全程神游发呆, 这样过了好一阵后, 才看到叶青鸾寄出了一枚如意。 同一时间, 神舟其他的仙门道宗, 几乎是同时出发。 昆仑、 茅山、 全真、 龙门、 蜀山皆和鹅梅一样, 各大掌门带着一众弟子, 乘坐着各种器物往东海方向而去。 而位于神舟之外的一座长条形小岛上, 也有一名身穿黄色长袍, 头戴怪异高顶原貌的老者, 带着一百多位少年少女, 乘坐一个巨大的怪异物体, 乘风而起, 直奔东海。 中午时分, 暖阳下的天空中, 一枚洁白无暇的玉如意顶端, 林小璐正背负着双手, 傲然挺立。 他神情沧桑, 目光犀利, 任由强烈的刚风吹得自己鼻涕飞荡而不动。 而他的身后, 则是站着三男一女一压, 且神色皆有不同。 左侧, 是心宽体盘的东方弹, 此刻他正看着林小璐流出的鼻涕疑惑, 总感觉这一幕好像小时候见过。 右侧, 是斗鸡眼一开, 众生皆傻的汤圆。 他正看着林小璐飞荡出来的鼻涕跃跃欲试, 想着如果把这些鼻涕储存下来和自己的屁翼融合, 到那时原因算啥, 天下之大简直皆可去之。 而在汤圆身后, 则是一脸无语的陈念云。 林小璐这家伙把自己喊过来还以为是有什么大事, 结果就是为了陪他装一装, 简直搞得跟过家家一样。 东方诞生后, 抱着帅帅鸭的小月正开心地观望着下方的风景, 许多年没有离开峨眉的他看什么都很新奇。 不久, 站在如意顶端的林小璐, 潇洒地一甩头, 直接甩断了鼻涕, 那两行鼻涕顿时被狂暴的刚风吹飞出去。 阿旦, 汤圆, 二愣子。 林小璐沧桑地喊了这三个人的名字, 随后唏嘘不已道, 今日神舟六大道门先踪其具, 人才济济, 本帮主不禁心生感慨啊。 一旁, 东方诞非常会来势地接话道, 帮主为何感慨林小璐叹了口气, 清澈的眼神中透露着无尽的凄凉。 本帮主感慨, 只因神舟的年轻一辈, 虽说是人才积极, 但却依旧没有本帮主的对手, 其中最强的居然也就二愣子的水准, 哀真是无趣。 一旁的陈念云, 他刚想反驳两句, 身旁忽然出现一名少女, 少女气呼呼地对林小璐凶道, 你不会说话就不要说, 念云哥很强的好吧。 林小璐听到声音, 扭过半张脸, 见识于楚楚后便随意一笑, 原来是楚楚啊, 汤圆快为楚楚姑娘吃药。 于楚楚, 巨大的翡翠如意继续飞驰, 一路越过无数山川大地, 江河流水, 而如意上的少年少女们 也是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 相互嘻嘻哈哈地打闹说笑。 他们大多都跟小月儿一样, 多年没有下山, 此刻出来就跟春游一样, 一个个兴奋激动地不行。 而就在这气氛正无比的热烈时, 远处的巨大云层中忽然呼, 得传出一声巨响, 一柄无边巨大的骨剑 直接冲出了云层, 急飞而来。 狂风呼啸, 凌浪滔天挂着无数青苔的碧绿骨剑冲出之后, 很快就飞到了玉如意旁边, 与玉如意一起合并而行。 如意上的少年少女们纷纷惊呼, 他们看到对面的骨剑上 也站着许多跟自己差不多大的少年少女, 正同样好奇地冲自己这边张望。 正在吃榴莲的叶青鸾, 听到动静从房间内走出, 看到骨剑后, 微微一愣。 而骨剑之上, 一名倒鼓先锋的老道士也隔着云海, 看见了叶青鸾, 并对叶青鸾潇洒一笑, 叶掌门, 好久不见。 叶青鸾文言也恭敬回礼道, 晚辈叶青鸾见过司徒前辈。 骨剑上, 名幻司徒中的老道士哈哈一笑, 刚要说些什么, 自己最喜爱的一位小弟子 忽然开心地朝欲如意挥手大喊, 鹿兄! 好久不见啊, 鹿兄! 司徒中, 叶青鸾, 少年兴高采烈地挥着手, 而他旁边的少女见老道士脸色尴尬, 连忙拉了拉他的袖子。 师兄, 师尊生气了。 激动的少年听到这话才反应过来, 看了老道士一眼, 然后善善地缩回手。 而他刚缩回手, 背面欲如意上的林小璐却是来到玉兰边, 背负着小手, 逼格满满地冲他一笑, 原来是谭兄啊, 好久不见。 说完, 林小璐便豪情万丈地抬手抱拳, 对着谷剑上的众人大笑, 在下峨眉至尊林小璐, 来自蜀山的朋友, 你们好吗? 听到林小璐的呼喊声, 谷剑和如意上的人纷纷一愣, 随后, 叶青鸾和司徒中同时看向了林小璐和谭松来。 小璐, 你认识那个蜀山少年叶青鸾惊讶地问? 认识啊。 林小璐点头道, 我下山的时候和他认识的, 当时我跟他一见如故, 我还请他逛了次窑子, 让他玩爽了, 于是他就想要气鼠投我, 不过我没同意。 叶青鸾, 鹿哥鹿哥, 窑子是啥呀鹿哥鹿哥, 他玩得有多爽呀, 一群峨眉的少年少女们纷纷好奇追问。 而面对大伙的疑惑, 林小璐哈哈一笑, 对众人介绍道, 窑子是个贼好玩的地方, 回头我带大家去见识见识, 我请客。 另一边, 道鼓先锋的司徒中, 也疑惑地看着自己最出色的弟子。 松磊, 他就是你说的那个狭义心肠的少年似的师尊。 谭松磊开心地笑道, 林兄人特别好, 还仗义, 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少年。 司徒中文言哈哈大笑, 点头赞许道, 不愧是鹅眉的天骄啊, 为师带你去拜访一下鹅眉。 说吧, 司徒中袖袍一甩, 直接带起他和文竹, 跨过千层云海, 飞到了玉如意上。 叶青鸾见他飞来, 也非常尊重地对弟子们招呼道, 快见过蜀山掌门。 少年少女们顿时齐声拜见, 而司徒中则是慈祥地笑了笑, 毫无架子地和少年们打了招呼, 随后便和叶青鸾聊起了一些旧事。 而谭松磊则带着小师妹文竹来到林小璐面前, 欢喜地笑道, 林兄, 没想到你真来了。 嘿嘿, 这种大场面, 我怎能不参加? 林小璐笑哈哈地将妹妹和东方蛋, 汤圆等人介绍给他俩认识。 谭松磊也和文竹一起跟他们打招呼, 大家都是少年人, 很快就混了个脸书。 而当林小璐给谭松磊介绍起陈念云时, 谭松磊和文竹却是双双一愣。 你就是小璐的义子文竹好奇地看着陈念云。 陈念云, 林小璐一愣, 随后猛地反应过来, 自己当初给鼠山这对师兄妹说过二愣子, 当时吹嘘说, 二愣子是自己的义子来着。 见情况不对, 他立刻咳嗽了一下, 刚想要说些什么解释解释, 谭松磊却已经看向了陈念云, 并骄傲开口道, 林兄对你赞誉有加, 说在剑修之中我不如你。 还猛着的陈念云听到这夸赞的话, 有些开心地看了林小璐一眼。 没想到这家伙平时不着调, 但在外人面前提起我说的却是好话, 居然对我赞誉有加, 真是好兄弟。 他同样高傲地抬起头, 看着谭松磊道, 没错, 同辈见修之中, 我陈念云便是第一人。 如何, 此话一出, 峨眉的少年少女们纷纷为陈念云鼓掌, 就连谭松磊和文竹都被他的气势吓了一跳。 文竹看了看陈念云, 然后对谭松磊惊讶道, 师兄, 看来这位陈念云真的不简单呀, 浩强的自信和建议, 真不愧是小鹿的义子。 陈念云, 什么义子, 他脸色变了变, 刚想上前问问什么情况, 谭松磊却又看着他对文竹嘀咕道, 你看他的建议, 如有实质, 整个人仿佛就是一把锐利的宝剑, 我要是也能有这么厉害的义子就好了。 俩人的话语让峨眉所有人都梦了, 陈念云也彻底听不下去, 迫切地想要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谭松磊却又一次抢在他前面, 看着他开口道, 陈兄弟, 虽然你很厉害, 但我鼠山弟子也有自己的骄傲, 期待在黄天圣楼和你痛快一战。 说吧, 他便继续去找小鹿, 一副要和他拔酒言欢的模样。 喂喂喂, 你别走啊, 你。 陈念云一把抓住谭松磊, 面色古怪地问道, 你刚才说什么意思不意思的, 是在说我吗, 除了你还有谁? 文竹翘生生地冲他拱了下鼻子。 陈念云一听这话, 差点没被气死, 瞪着眼睛道, 我什么时候成了小鹿的, 义子了我比他还大两岁呢? 说吧, 他就猛地转头怒吼, 林小鹿。 场中, 少年少女们嘻嘻嚷嚷地站着, 哪里还有林小鹿的影子, 他早就逃之夭夭了。 玉如意和古剑的速度均是非常快的, 鼠山掌门司徒中抬手用自身灵气化作成了一道灵桥, 让两边的弟子可以自由来往交流。 一时间, 峨眉的弟子们纷纷跑到古剑上好奇玩耍, 鼠山的弟子也来到了玉如意中四处打量, 双方相处得甚是和谐。 此刻, 司徒中看着两边的年轻人相互交谈, 欣慰地笑道, 我神舟修士就应该如此团结一致, 天下大同。 叶青鸾文言在一旁尊敬道, 抬手用灵气化桥, 且灵桥面对高空中的钢峰丝毫不动, 前辈大能。 哈哈哈哈, 叶掌门过奖了。 司徒中谦虚的笑应却呼得目光一闪, 扭头看向了后方, 老伙计们都来了。 叶青鸾一愣, 随后便感受到了蓬勃的灵力。 玉如意与古剑后方, 只见两道巨大的身影同时从云层之中穿出。 一道是一张无边巨大的玄黄符纸, 上面刻画着复杂的巨大红色符绿, 整张符纸上坐满了修士。 另一道则直接是一只狭长的符尘, 符尘上的毛须飞舞宛如蛟龙, 肝子上则同样坐满了修士。 司徒掌门! 叶掌门, 别来无恙。 巨大符纸上, 一位两袖空空, 没有胳膊的中年修士大声笑道。 久违了正掌门! 面对这名中年修士, 即便是资历最老的司徒中都尊敬地拱了拱手。 六大掌门中年纪最小的叶青鸾更是异常尊敬道, 峨眉叶青鸾见过正掌门。 不远处, 被陈念云捅了十几件毫发无伤的林小璐猛猛地看着符路上的中年修士, 不知道这个正掌门是何许人也。 好在小月儿怀里的帅帅鸭低声给他介绍道, 老大, 此人是毛山掌门正川, 被誉为神舟修士中最重情义的原英掌门, 曾应一个承诺独自闯入西北极地禁区营救故人之子, 最后一人大战三头猿鹰竞妖兽, 生生击毙两头, 而自己也留下了双手。 听到这话, 林小璐不禁肃然起敬, 同样是修仙者, 我果然还是喜欢这样的好汉, 真野蛮。 说话间, 另一处巨大的浮尘法器上也走出了一位身穿道袍, 满头银发的老玉。 老玉温柔地对叶青鸾和司徒中打了招呼, 林小璐也好奇地看着, 只见她的银丝上扎着根别致的簪子, 容颜虽然已经苍老, 但却气质出尘, 其一举一动都尽显优雅。 看着这位老玉, 莫名地就让人想起, 岁月从不败美人这句话。 这位老奶奶是谁领小璐好奇地问向帅帅鸭? 全真掌门刘妙玄。 帅帅鸭不假思索地说道, 她精通全真几乎所有的秘法, 六大仙门道宗中, 她的硬实力可以排进前三。 鸭子鸭子, 掌门姐姐排多少鸭? 小月儿抱着帅帅鸭问, 排第五八。 帅帅鸭开口道, 毛山精通俘路, 而毛山掌门失去了双手, 实力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排在末尾。 林小璐。 她尴尬地挠了挠头, 嘀咕道, 那如果毛山毛山掌门的双手还在, 掌门姐姐岂不是最弱的帅帅鸭鸭演一番? 老大你以为呢, 就叶青鸭那修炼十二个时辰, 能吃十个时辰的德行, 能成为圆英镜, 也真就是她天赋不错了, 其他哪个掌门, 不是苦修出来的一身本事。 林小璐听了一愣, 随后想想, 觉得也是, 于是继续问道, 最厉害的掌门是谁呀, 昆仑掌门周末呗。 帅帅鸭开口道, 六大仙门道宗, 昆仑为巅, 一直以来, 整个昆仑都在镇守南疆, 阻挡三千魔道。 而周末掌门, 更是可以和上官生打成五五开的人, 说完, 他就努了努嘴, 诺, 昆仑和龙门都来了。 林小璐抬眼望去, 只见远处的云层中, 再次出现两个庞然大雾。 其中一个, 赫然是一条腾飞的紫色巨龙。 帅帅鸭笑着解释道, 这是龙门老祖所留下的护宗子吉隆, 虽然比大唐江丫头的苍龙差了一些, 但也无限接近于原因了。 那上面的老者, 便是龙门掌门洛中泽。 说吧, 他又看向另一座飞来的巨大玉洲。 那上面的是昆仑长老, 名字不记得了, 周末不会来的, 他要镇守南疆。 几人说着话, 看着几个掌门相互交流, 空气中却突然出现了一些淡淡的闲味。 不久, 六座巨大的飞行法器撕破云雾, 跨出神州边界, 来到了一望无垠的大海之上。 第一次见到海的林小璐, 兴奋地大呼小叫, 其他宗门的少年少女们也是开心地不行, 纷纷趴在各自的法器边缘处, 惊喜地看着下面的汪洋大海。 此时的天空风和日丽, 阳光明媚, 金色的阳光将整片大海照耀的波光灵灵。 少年少女们, 见到这绝美壮观的一幕, 纷纷欢呼起来, 那场景, 真像急了出来游玩的一般。 哥哥你快看, 好漂亮啊。 趴在玉栏上的小玉儿, 忽然抬手一指前方, 开心地大呼小叫。 而林小璐抬头一看, 也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惊住。 只见远处的云海之上, 正漂浮着三座巨大的山头虚影。 虚影清晰可见, 亭台楼阁, 雕梁画洞, 小桥流水, 皆是栩栩如生, 甚至还能看到美丽的仙鹤起舞, 如有实质。 和这三座巨大的山头相比, 承载着无数少年们的法器, 都显得渺小了许多。 而在这三座大山之下, 还有一个仿佛巨大镜面一般的黄色波纹。 波纹犹如一张透明的墙壁一般, 静静地漂浮在海面之上, 那便是黄天蜃楼的路口。 此刻, 林小璐已经彻底被眼前的景象震撼, 看得整个人都心持神网。 而正当他一眨不眨地瞅着 这巨大的波纹镜面时, 身后的少年少女们纷纷再次惊呼。 大家快看, 又有人来了。 众人立刻望去, 直见远处的海岸之上 赫然飞来一个巨大的怪异物体, 物体之上隐约可见人。 这个物体的顶部是一个巨大的球体, 后面连接着一个 仿佛双面小锤子一样的东西。 帅帅鸭这是啥? 林小璐问向见多识广的鸭子。 帅帅鸭看了一眼, 便不屑道, 这是东营剑狱天皇黑云斋的法器。 那上面的就是东营修士吗? 林小璐好奇地问。 帅帅鸭点头。 随着东营修士的出现, 各大宗门的掌门纷纷停下交谈, 皆傲然挺立, 目光犀利地看着那巨大的剑狱。 林小璐伸长脖子, 努力瞅了瞅对面, 好不容易离近了, 便看清楚了那间遇上的人。 人不少, 估计也有一百多个, 其中为首者是一个撇着八字弧的老者, 老者穿着黄色的怪异长袍, 头上戴着奇怪的高帽子。 老者身后, 则是站满了神态各异的少年人, 高矮胖瘦各种各样, 林小璐好奇地看了一圈, 觉得他们都长得丑丑的, 没有自己好看。 而视线扫到最后, 他又看到了一个戴面具的人。 那人穿着仿佛裙子一样的东西, 整体呈白色, 腰上围着宽宽的布匹, 然后脸上戴着一个青色的面具, 面具很吓人, 跟恶鬼一样。 看身形应该是个女的, 不过林小璐有些不理解, 这女的为何要戴这么吓人的面具, 是因为自己太丑了吗? 比花蝴蝶还丑。 而正当他疑惑不解时, 东方弹的声音忽然自身后响起, 路哥快来, 要进黄天圣楼了, 掌门要讲话。 林小璐一听顿时有些不耐烦, 掌门姐姐, 怎么又要讲话啊? 好烦人啊。 不情不愿地离开玉兰, 林小璐牵着妹妹过去听讲话。 她最烦这些, 感觉每次讲的都差不多, 什么进去以后注意安全了, 不要逞强了, 不要贪图宝物, 让自己受到危险了。 明明都讲过了, 还一遍遍地讲, 真是能磨叽。 林小璐站在人群里, 双目无神地听着, 过了好一阵, 叶青鸾终于讲完, 其他掌门也各自训完了话, 几人相互聊了聊, 最后便一同对弟子们下了最后一条铁令。 那便是这次的黄天圣楼与以往不同, 各大宗门的弟子必须互帮助一致对外, 哪怕这次进去, 什么法宝都拿不到都不要紧, 只要不让东莹修饰拿到就成。 大海上空, 所有少年少女纷纷听令, 随后各个宗门的掌门便抬手引起一道道琳浪, 将自己门派的弟子送入巨大的黄色波纹之中。 林小璐也背着一大袋干粮, 跟着大家一起飘到了空中, 他看着其他弟人纷纷跟下饺子一样飞进波纹, 连忙对着一旁抱着帅帅鸭的小月大喊, 妹妹, 哥哥进去以后立刻去找你。 好的哥哥, 帅帅鸭, 我妹妹就交给你了, 他要是少了一根汗毛, 你也不用出来了。 帅帅鸭。 海面之上, 东莹的修士们也陆续开始飞入, 和神舟修士分左右两面冲进巨大的波纹之中。 梁九, 将近一千名少年修士全都进了波纹, 原本热闹的声音也彻底消失。 场中赫然只剩下叶青鸭在内的六大掌门, 以及东宁天皇。 双方没有什么交流, 只漂浮在海洋上空, 隔着波纹镜面安静对望。 六大掌门几乎是同仇敌愧, 安安静静地望着八字胡老者, 而八字胡老者则淡定地笑着。 许久, 他忽然露出一个笑容, 冲面前的六大掌门做了个歌喉的首饰。 一片无垠的沙漠之中, 林小鹿呆呆地站在一颗巨大的仙人掌下, 抬头看着头顶玄黄色的天空, 自言自语道, 这地儿, 有点慌啊。 他跺了跺脚下的沙子, 感受着沙子在脚下流动, 然后背着布包绕过高大的仙人掌, 漫无目的地开始行走。 老大说过, 黄天圣楼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世界, 每个人进入后会被随机分到不同的地方。 在这里有无数的洞府, 镇眼, 以及机缘, 但也有着许许多多的气灵兽, 反正是有点看脸的意思。 据说以前就有弟子进入之后, 直接到了一处法宝堆里, 然后静静守了一个月, 一点事情没有, 一个月满, 直接带着法宝离开。 也曾有弟子, 直接就出现在了气灵兽堆里, 刚出现, 就被无数气灵兽生吞活泼, 所以, 这玩意儿运气的成分还是挺大的。 而此刻, 林小鹿方圆树里, 皆是四下无人的沙漠。 他也不着急, 背着大包的干粮, 一边走一边好奇, 观察着四周, 心里只想着快点去找到妹妹。 自己确实是在一片沙漠, 只是这个沙漠挺奇怪的, 可以看到, 远处有很多巨大的仙人掌, 又高又直, 仿佛绿色的撑天柱子, 一般立着。 不久, 他就又走到一颗仙人掌下, 好奇地瞅了瞅, 然后抬起手, 往旁边什么都没有的空中一伸, 手掌立刻插入什么都没有的空中, 蓝色波纹激荡, 大根青铜器便被他持握住。 接着, 他握着大根青铜器跨步转了一圈, 四米长的青铜巨刃便被整个抽出, 一刀砍在仙人掌的根部。 扑一声轻响, 仙人掌的切口渗出绿色的枝叶, 很快就被整个切开, 足足十几米高的仙人掌 也轰然倒塌在了沙漠中。 林小璐收起刀, 看着面前绿莹的仙人掌切口, 剑上面有很多绿色的汁水, 看起来就跟水果的果肉一样, 便好奇地用手沾了一点, 然后往嘴巴里移送。 呸呸呸, 怎么这么苦? 他连忙将绿色的枝叶吐出来, 刚欲离开, 忽然觉得脑瓜子有些发烫, 然后就看见有好多白鸽子在自己跟前飞。 白鸽子飞呀飞呀, 飞到了天上, 他的目光也随着鸽子一道抬起, 然后就感觉脚下一滑, 一阵天旋地转后, 整个人便直接倒在了地上, 彻底没了动静。 至此, 贝李明如和叶青鸾给予众望的林小璐, 再来到黄天蜃楼的第一天, 就把自己做没了。 与此同时, 各式各样的情况, 也出现在了峨眉其他弟子身上。 啊啊, 救命啊! 一处仿佛迷宫一样的旷檐山洞中, 胖乎乎的东方蛋正在挥汗如雨地狂奔, 而他的身后, 正有七八头长相奇特, 仿佛狼犬一般的怪物嘶吼追击。 另一边, 一片枝繁叶茂的树林之中, 手中持剑的陈念云刚刚击杀了一头怪物, 看着脚下渐渐消散的尸体, 目入不屑。 原来所谓的七灵兽就是这个东西, 看起来也不是很强嘛, 也就凝起二三层的实力。 此刻, 各大宗门的修士或多或少都遇到了一些七灵兽, 只有寥寥几人跟林小璐一样没有遇到, 其中也有个别运气好的, 一出现就看到了散落的破败法器, 然后欢天喜地地收尽了那间。 而与此同时, 在黄天蜃楼某处, 看着面前的两个修士沉思, 面前的两名修士, 一个穿着奇怪的袍子, 腰间挂着怪异的刀具, 一个黑衣蒙面, 看起来有些像小偷。 而这两名修士, 看着面前眨巴斗鸡眼的汤圆, 缓缓露出了冷笑。 你们, 是东营的修士吗? 汤圆问。 两名修士看了看他的斗鸡眼, 似乎认定了他实力不高, 鼻翼一笑后, 便开始面露不善, 腰间跨刀地修士刷。 得一声就拔出了刀。 神舟人, 死! 汤圆一猛, 没听懂真说的啥, 不过他见对方都拔刀了, 便缓缓抬起了两只手。 两只手的手心双双一亮, 两枚丹药便相互出现在了手中, 一左一右相互持着。 而随后, 他便对面前的两名修士, 露出了友善的笑容。 我师尊跟我说了, 东营人, 见一个打一个。 见汤圆似乎是要抵抗, 持刀修士顿时怪叫一声, 率先发难。 而蒙面修士的身躯也直接隐藏在了黑暗之中, 准备伺机偷袭。 看着这二人一鸣一鸣地准备攻击自己, 汤圆直接捏碎了左手的丹药, 然后对着他们一吹。 两名东营修士也不傻, 下意识就以为是毒气, 连忙屏住呼吸。 可很快他俩就发现不对了, 他俩忽然感觉全身起氧无比, 根本控制不住, 几乎是本能的就开始脱衣服。 汤圆也很有品德, 就这么看着他俩脱。 待二人都拖得光溜溜之后, 汤圆才猛地将第二枚丹药制出。 哄! 第二枚丹药一落地, 瞬间炸开, 两名光屁股修士还未来得及反抗, 就开始上吐下线, 然后双双一蹲并排蹲在地上止不住地拉吸。 此刻, 这两名东营修士拿汤圆一点办法没有, 但却依旧很硬气, 一边双双蹲在地上拉吸, 一边对着他破口大骂。 汤圆捂着鼻子, 随后在他俩惊恐的目光中再次掏出一枚丹药, 直接丢到空中。 哄! 丹药飞到空中瞬间炸开, 两名东营修士连忙再次捂住口鼻, 可却依旧没用。 丹药粉没落在他们身上后, 这两人就控制不住地直接坐在了地上, 屁股和烟渣之物亲密接触, 并且无论如何使劲都挣脱不开, 只能继续对着他破口大骂。 两位大哥, 我不怎么敢杀人, 你们就待在这儿为气灵兽吧。 汤圆看着面前光溜溜坐在便便上的东营修士, 挠了挠头, 然后一蹦一跳地离开, 美滋滋地笑道, 不管是宁气还是筑鸡, 在我汤圆的神奇丹药面前根本没有区别, 我斗鸡眼一开, 众生皆傻。 与此同时, 黄天蜃楼的另一处有一条川流不息, 波涛汹涌的大江。 而大江边上抱着帅帅鸭的小月儿, 正站在江边草丛中, 好奇地看着面前的少女。 少女脸上戴着诡异的轻轨面具, 面具眼孔中的双目满是冰冷。 小月儿看了看, 这位穿着奇怪的少女, 好奇问道, 姐姐, 你的衣服好奇怪啊。 你是东营的修士马怀中的帅帅鸭主动解答道, 小月儿, 她就是东营的, 身上穿的是和服。 帅帅鸭话音刚落, 面具少女忽然砰。 被一声原地消失, 下一刻, 她就直接出现在了小月儿身后, 抬手就要掐住小月儿雪白的后颈。 而就在她即将得手之时, 小月儿却仿佛提前知道了她的攻击一般, 背对着她甜甜一笑。 姐姐, 你想死骂沙漠之中, 林小璐慢慢睁开了双眼,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扎着马尾辫, 脸上有些肉弱的少女。 少女大约十六七岁, 见林小璐睁开眼, 立刻面露惊喜, 你醒了? 林小璐揉了揉眼睛起身, 猛逼地看着面前的少女, 随后又看了看她身上的道袍, 疑惑道, 你是毛山的队啊, 你是峨眉的道友吧? 嗯,你好, 老子名叫林小璐。 林小璐很有礼貌地说道, 说完她觉得有些饿了, 便非常慷慨地打开布包, 从里面拿出一张烧饼。 你吃吗啊, 这我不饿。 张婷好奇地看着布包里的一大堆烧饼, 有些奇怪, 这位道友为何还要吃东西? 而且还是用布包装着, 连纳戒都没有。 难不成是宁气一两层的修饰, 这实力也太低了吧? 在黄天圣楼里, 很危险的。 她正思索着, 狼吞虎咽吃烧饼的林小璐忽然开口问道, 是你救了我吗? 太谢谢你了。 没。 张婷摆了白手解释道, 我远远地看见你在这里躺着, 以为你是受伤了, 就过来看看。 你是自己醒的, 跟我没关系。 林小璐茫然地点了点头, 然后一边往嘴里塞烧饼, 一边招呼道, 要一起走吗? 张婷正愁自己找不到毛山的师兄师姐们, 闻言开心一笑, 好呀。 沙漠之中, 两个年龄相差不大的少年人, 一边相互聊天, 一边徒步行走。 张婷的性格似乎有些腼腆, 话很少, 一路上基本都是林小璐在说他在听。 而走了没多久, 他俩才终于遇到了一头气灵兽。 这玩意儿突然从沙子里窜出来, 把林小璐吓了一跳, 他想都没想, 就准备上去一脚把这野狼一样的气灵兽踢死, 然后再好好研究一下, 可不等他出手, 张婷就抬手, 挥出树道符址, 在气灵兽还在嘶吼咆哮的时候, 将其烧成了灰烬。 林小璐都看猛了, 有些不理解, 这姑娘为啥抢着杀怪物, 是想向自己炫耀一下实力吗? 当然他不知道, 性格内敛的张婷是觉得他实力很弱, 怕他受伤, 才一口气寄出数张俘虏轰杀器灵兽的。 小璐现在, 已经被张婷认定为此次黄天圣楼中最弱之人。 筐! 江岸边上, 戴着青色般若面具的少女, 狠狠飞撞在一处硕大的岩石之中, 柔软的腰肢, 羽公千岁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来到黄天圣楼遇到的第一个神州修士, 居然仿佛魔神一般恐怖。 他看着面前可爱的小女孩, 心头满是惊恐。 这神州的小女孩, 才多大13岁, 还是14岁, 应该是华夏修士中年纪最小的了吧? 怎么就能强到这么离谱的地步? 义父说, 自己有助激进的实力, 又有极为纯正的伊邪纳美血脉, 其实力绝对是同辈最强, 结果却连这小丫头一招都扛不住。 相片,仿佛林家小妹妹一样的小玉儿抱着帅帅鸭, 一脸不开心地嘀咕道, 小鸭子, 我刚才的反应是不是太慢了, 师尊教我的摘心诀都没有完全用出来。 此刻已经被震撼地怀疑, 鸭声的帅帅鸭一脸猛逼, 听到这话, 立刻抬起丫头道, 林姐, 你收小弟吗小玉儿? 对面, 羽公千岁艰难地站起, 面具后的双目变得无比凝重。 随后, 他说出了口音非常纯正的神州雨, 你是峨眉乃一风的弟子, 侍从何人小玉儿见对方说的是神州雨, 愣了一下, 然后甜甜一笑道, 摘心风, 家师李明如。 羽公千岁, 听完一愣, 情报中不是说李明如只有两个徒弟, 一个李妙心, 一个李耀西, 都不能参加黄天圣楼, 且资质频频骂。 这小女孩, 是从哪冒出来的? 她眉头一皱, 看着面前的小玉儿, 强行压下心头的恐惧, 然后猛地抬手掐绝, 背后顿时生腾起一个巨大的闭目女神虚影。 是神, 伊邪纳梅。 江边四周的灵力开始激荡, 巨大的女神虚影一出现, 周围的草地纷纷被狂风吹趴, 甚至连江流中的流水都开始沸腾。 而下一刻, 巨大的闭目女神虚影便猛地睁开空洞双瞳, 带着铺天盖地的灵威飞向一脸猛逼的小玉儿。 鸭子鸭子, 这是什么小玉儿看着飞扑而来的女神虚影问道? 那是东莹一位死去多年的天人静修士, 名叫伊邪纳梅。 帅帅鸭开口解释道, 这个女孩似乎是有一些伊邪纳梅的血脉, 估计是她的后人。 东莹那边跟咱们神舟不同, 她们喜欢修行血统, 就是将灵力注入血统传给下一代, 由此来让自己的后人可以继承自己的一些本事, 召唤出自己的一些灵力, 这就叫做世神。 而这姑娘确实也挺强的, 虽然是神灵法, 她还没有完全掌握, 只能催发一丝丝的威力, 但即便是老大来面对, 只怕也得被打疼一下。 听了帅帅鸭的介绍, 小月儿猛猛地点了下头, 她没怎么听懂。 不过, 既然是死去的神仙虚影, 那就说明这玩意儿应该不是很强吧? 如果真的强大, 又怎么会死呢? 她开心一笑, 我哥哥连活人都不怕, 又怎么会怕一个死人? 说吧, 小月儿便从面前凌微震天的巨大女神像, 缓缓抬起了小手。 而下一刻, 一股狂暴的灵力赫然在她洁白的小手中聚集, 周围的空间瞬间扭曲, 并开始不断压缩, 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生生抓住了女神虚影。 啊! 巨大的女神虚影被无形之手捏得动弹不得, 并慢慢压缩变形, 爆发出绝望淒厉的惨叫。 帅帅鸭看到这一幕, 嘴巴都张得老大, 她忽然发现自己还是低估小月儿了, 她的摘心觉居然已经修炼到了这种程度。 李明如十四岁的时候也做不到她这样吧。 此刻, 小月儿笑盈盈地看着惨叫的巨大女神, 抬起了小手慢慢握紧, 口中轻道, 尘归尘, 土归土, 该走的, 不要留啊! 冲天的惨叫之下, 一写那美的虚影直接被捏碎成了灰烬, 而见到这一幕的羽公千岁, 整个人都忍不住开始颤抖, 最后毫不犹豫, 直接扭头往远方飞顿。 自己还有大事要做, 绝不能死在这里。 小丫头你给我等着, 等我找到天同云剑, 再来取你手机。 昏黄色的天空中, 心情复杂的羽公千岁, 全力运转体内灵力, 转眼就要逃离出去。 而就在她即将飞顿离开这方天地之时, 她忽然发现自己动不了了。 任凭如何调转体内灵力, 都动弹不得。 自己, 被握住了。 下方, 小月儿的手对着她缓缓收紧, 可爱的笑道, 姐姐, 我让你走了吗张婷, 你们毛山用的都是俘虏吗? 不是的林兄, 只是我们毛山修士, 比较擅长俘虏而已。 沙漠之中, 少女对好奇宝宝室的林小璐解释道, 林小璐哈哈大笑, 别喊林兄林兄的了, 叫我小名就好。 哦, 那林兄你的小名叫啥呀? 少女好奇地问。 牛逼鹿。 林小璐恬不知耻道, 张婷。 林兄, 我看你跟我好像差不多大, 我就叫你小璐吧。 行吧行吧。 林小璐一脸无所谓地继续走着, 和这位新认识的毛山弟子 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 他觉得这个张婷人挺好的, 就是话很少, 很腼腆, 搞得自己有时候跟他说话都说不到一块去。 二人一前一后走了没多久, 无意中穿过了一片奇妙的波纹。 咔嚓, 一根枯树枝被踩断。 林小璐一脸猛逼地看着面前枝繁叶茂, 灵密草高的森林, 张婷也在他身后愣愣地看着。 林小璐又扭头看了看身后, 结果根本不见广袤无垠的沙漠, 看到的依旧只有翠绿的森林。 自己出现幻觉了, 他猛猛地想着, 然后看向同样惊讶的张婷, 我们刚才是在沙漠里的, 对吧好像是把少女呆愣着硬道。 林小璐挠了挠挠瓜子, 然后大咧咧一笑, 无所谓了, 不管它, 咱们继续溜达。 说着, 他又从布包里掏出一张烧饼, 开始香香地吃起来。 张婷也只好继续走, 期间虽然也有些疑惑林小璐的食量, 但并没有多问, 他向来话少, 在宗门里也一直是很乖巧的小师妹, 被师兄师姐照顾着。 第一次遇到小璐这样奇奇怪怪的少年, 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而二人走了没多久, 远处的密林中突然传出一道道清响, 地面也开始微微震动。 察觉到动静的张婷吓了一跳, 抬手抽出几张浮路, 一脸紧张道, 小璐小心, 前面好像有危险。 哎呀, 年轻人不要太胆小, 要勇于挑战自己的软肋。 林小璐哈哈大笑着往前走, 边走边对着前方的密林笑道, 峨眉至尊林小璐在此, 哪个不服气地赶紧出来送死。 张婷听见他狂妄的话语吓了一跳, 刚想劝他低调一些, 远处的密林中就传来一阵阵冲天的巨响, 参天大树一棵接一棵地被撞倒, 最终在无数的绿枝树叶飞舞之中, 跳出一头异常猙獰的气灵兽。 嘶吼, 冲天的咆哮声响起, 少年少女的面前赫然出现了一头巨大的怪物。 这头气灵兽与先前不同, 这头体型非常巨大, 足足有一座小山头那么高。 他的相貌四郎没有毛发, 肤色为岩石色, 身上刻画着流云状的纹路, 整个看上去就是一头巨大的岩石巨狼。 小璐, 你快过来, 躲我身后来。 张婷下的脸色惨白, 手指死死捏着浮露。 这么大的气灵兽, 估计至少也得是筑基级别的。 这样的气灵兽, 可不是自己现在能够对付的。 他面色凝重, 有些想跑, 但从小以来, 师尊的教诲又一直在他耳边回荡, 让他强忍心中的恐惧, 不断催促林小璐躲开。 而相比张婷的不安, 林小璐就显得非常惬意了。 他一脸嘚瑟地走到呲牙的巨狼面前, 抬手就是一个中指。 看什么看, 你这条傻狗。 嘶吼, 巨狼猛地怒吼出声, 一口就咬住林小璐的头。 小璐! 张婷吓得惊叫出声, 刚要催发浮露, 可下一秒, 他直接就梦了。 密林之中, 巨大的山岩巨狼咬着林小璐的脑瓜一阵乱甩, 而已经运转硬气功, 和一晶晶的林小璐却毫无反应, 哪怕脑瓜被咬着, 身子被甩来甩去, 两条腿都在地上甩出深深的泥沟, 都依旧面不改色, 反而非常淡定地对张婷说道, 张婷啊, 作为一名修士, 可不能这么胆小, 作为大哥, 我可得说你两句了, 修行, 至少也要做到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你看看大哥我, 一点都不怕, 只因为我除了会吹牛逼以外, 其实还真的牛逼。 所以啊, 人还是要多磨练磨练心境地, 多出去见见世面, 慢慢地你就会跟大哥一样, 拥有一颗成熟冷静, 还特么机智乖巧的强大行星。 说完, 被一通乱甩的林小璐便在猛逼的少女面前, 朝着巨狼鄙视道, 喂, 傻狗, 你咬我能不能用点力没吃饭啊嘶吼。 山岩巨狼剑怎么都咬不动他, 气得直接将他甩飞, 然后四提狂奔, 仿佛庞然大雾一般地扑向张婷。 张婷吓得直往后退, 同时抬手打出几张符露, 符露飞出后立刻在他身前, 化作一道金色的圆形墙面, 以此来阻挡巨狼的攻击。 而就在巨狼即将冲撞到圆形墙面之时, 他的身躯却忽然声声停住, 一双巨大的前肘, 无论怎么刨动泥土, 都毫无作用, 只能不断地张口咆哮。 后方, 林小璐抓着他的尾巴, 哈哈大笑, 然后猛地一拧腰。 吼吼吼吼吼吼, 长达近十米的巨浪, 直接四肢离地, 被林小璐整个轮到空中, 然后仰天重重摔下。 哄, 整片森林似乎都被震了一下, 张婷更是美目大睁, 不敢置信地捂住自己的嘴。 林小璐双手插腰, 看着面前仰天露出肚皮的岩石巨狼, 哈哈, 一笑, 随后不等他起身, 便直接原地一蹦, 一屁股坐到他的脖子上, 然后抬起小手就是一个抖, 同时破口大骂, 让你呲牙, 让你牛逼, 让你嘚瑟, 哟哼, 你还敢瞪我? 林小璐左右开弓, 把巨狼的脑袋抽得来回翻转, 巨狼嗷嗷叫个不停, 他才彻底没了动静, 巨大的身躯消散, 化作成了一把小匕首。 看到这神奇的一幕, 林小璐不禁觉得有些好奇, 捡起匕首疑惑。 张婷, 你知道这是啥吗? 这是法宝呀? 还有些心有余悸的张婷来到他边上, 看着这把造型别致的匕首解释道, 助激进的七灵兽被击败后都会变成法宝。 而这些法宝虽然都有一定程度的受损, 但品质都还是不错的。 说完, 他好奇地看了看林小璐, 有些想问他到底是什么实力, 把玩着匕首的林小璐却是不屑撇了撇嘴, 随意地将匕首丢给他。 送你了。 啊, 张婷惊讶地握着匕首, 追问道, 这个匕首品质好像还挺不错的, 小璐你不要骂, 岩石巨狼是你杀的。 我用不上这玩意儿。 林小璐一边走一边笑道, 年轻人, 你还是要多跟大哥我学一学, 你看看我是法宝如粪土。 张婷一脸错愕地拿着匕首, 有些接不上小璐跳跃性的话语。 他实力不算强, 在茅山这次来的弟子中都属于垫底的, 原本想着能随便捡到一些普通的小法宝就不错了, 没想到进来才第一天, 就这么容易得到一件筑基静气零售变作的宝物, 这让他一时间都觉得有些不真实。 收起匕首, 张婷开心地对少年笑道, 小璐这次就谢谢你了, 以后你去茅山, 我请你吃好吃的, 我还求我师曾送你厉害的福禄。 林小璐文言开心地笑道, 年轻人, 不得不说你很有勇气, 居然要请我吃好吃的, 你怕是不知道我的实力。 吼吼吼吼吼吼俩人继续说说笑笑着前进, 而在另一边, 同样在一片密林中提见而行的陈念云, 却已经惊喜地遇到一个少年。 谭松磊, 陈念云看着一件击杀气零售的少年大喊, 没想到我, 第一个遇到的居然还真是你。 谭松磊见到陈念云也是有些惊讶, 随后目光跃跃欲试地看着陈念云。 念云兄, 没想到咱俩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快来拔剑吧。 让我见识见识, 你究竟何德何能够做林兄的义子? 听到这话, 原本兴高采烈跑过来的陈念云瞬间脸色一僵。 这小子有毛病吧, 怎么说的, 做林小璐的义子是个很荣幸的事情一样。 他连忙一改笑脸, 非常严肃地解释道, 谭兄, 我真的不是林小璐的义子, 那家伙是胡说八道的。 念云兄谦虚了, 林兄跟我一见如故, 我了解他, 他不是一个喜欢吹嘘的人, 说你是义子, 你就一定是义子。 陈念云, 这家伙是缺心眼吧, 居然被林小璐忽悠成这样, 就因为他带你逛了刺窑子, 让你开心了一下, 你就这么相信他你鼠山的骄傲呢。 怒火中烧得陈念云猛地提起林剑, 对着眼前少年气愤道, 多说无意, 今天就让在下见识见识你鼠山见修的奥妙。 谭松磊一听, 立刻激动地抬手大笑, 念云凶情。 两个少年相继自林中站定, 陈念云提着剑, 一脸的咬牙切齿。 他今天一定要狠狠坐着鼠山家伙一顿, 回头再狠狠坐林小璐那大傻叉一顿, 坐不过也要坐, 实在太他妈气人了。 而相比于他的愤怒, 谭松磊则是一脸跃跃欲试, 提着手中宝剑笑道, 鼠山, 谭松磊。 额眉, 陈念云。 话音一落, 二人就要相互交锋, 而就在他俩刚欲动手时, 不远处的密林中忽然飞出一名浑身是伤的少年。 少年满身伤痕, 刚一落地, 就忍不住吐出一口鲜红, 把陈念云和谭松磊都给吓了一跳。 是昆仑的道友。 认出少年服饰的谭松磊惊呼。 说完, 谭松磊就连忙上前扶起少年, 陈念云也抬起手, 用灵力为他疗伤。 道友你怎么样, 要不要紧是被气凌兽打伤了吗? 此刻, 这名少年捂着胸口, 面露京剧, 看着眼前的陈念云和谭松磊刚要说话, 林中就猛地跳出七八个人来。 这几个人皆是身配怪异刀刃的少年, 出来后齐刷刷看向了陈念云和谭松磊, 随后其中一人冷笑, 神周犬二品。 陈念云、 谭松磊, 受伤的少年看到来人, 立刻忍痛大叫, 二位道友快走, 这些人是东宁的修士。 陈念云和谭松磊文言相互一对视, 随后双双同时提借起身。 受伤的昆仑修士一见他俩的动作顿时极了, 捂着胸口惊叫, 他们有七个人, 你们快走不用管我。 陈念云从那戒里取了一枚丹药丢给他, 示意他安心疗伤, 随后看了看眼前的七名东磊修士, 对谭松磊笑道, 谭兄, 你不是要和我比试比试吗? 不如我们比试, 谁杀得多谭松磊文言一愣, 有些犹豫道, 念云兄, 我没杀过人, 我肯定比不过你。 嗯, 其实我也没杀过, 不过人总是要有第一次的。 陈念云说道, 嗯, 也对, 谭松磊点了点头, 那在下尽力而为。 至此, 两名少年剑修双双提剑而立, 而面前共计七位修士也纷纷拔出腰间的怪异刀刃。 双方语言不通, 所以也没什么废话, 安静对射片刻之后, 谭松磊和陈念云同时冲出, 速度快得惊人, 且手中的剑也各自在手中甩出一朵朵帅起的剑花。 木铃剑绝, 日木屠穷, 欲剑朔, 剑技留痕。 七名心生不屑的东营少年, 在剑到这二人的剑绝后, 顿时大惊失色。 这是两名助击静剑修。 密铃之中, 陈念云和谭松磊双双持剑冲向东营修士, 身躯如影随形, 好似幽灵, 且充满灵力的剑气, 随着剑锋舞动四处横飞, 转瞬间便和对方冲撞在了一起。 枪! 刀刃与剑锋相对, 直发出刺耳的碰撞声, 两把剑狂花乱舞, 好似疾风骤雨, 转瞬之间便压制住了七把东宁刀刃。 此刻, 两名少年并接而行, 剑气盘旋在他二人四周不断扩散, 很快便将周围的参天树木一一斩下, 并带着七名东宁修士, 硬生生打出一片空旷地带。 实际上, 陈念云自己也没有想到, 自己和谭松磊的第一次联手, 居然能这么默契, 两个人一左一右, 一飞刺一滴斩, 双剑同出, 剑闪如龙, 七名东宁修士只招架了树下, 便被他俩逼得节节败退。 修修修! 混战之中, 树道灵法被东宁修士挥出, 谭松磊的长剑直接在掌心处旋转乱舞, 剑身带着蓝色的清光将灵法禁束当下, 而陈念云一马当先, 剑走龙蛇, 一个照面同时击退两名东宁修士, 接着谭松磊也一个飞身而入, 一剑刺伤一人。 七名东宁修士面对着二人一左一右的夹击不断受创, 相互之间用东宁语急切地说着话, 手中的刀刃法器也尽数运用, 但却依然挡不住。 哗! 又是一道破空声响起, 陈念云一个瞬移飞闪, 木铃剑绝中的驰木剑赫然催动, 数名东宁修士的护体灵符被一剑击破, 其中一人更是被一剑刺中肩膀, 血流涌住。 那边谭松磊则是飞到空中身姿一转, 常见乱舞之下, 其舞处的幽兰剑光赫然分散开来, 一分二, 二分四, 四分八, 愣是以一人之力挥出足足八道剑气, 力压四名东宁修士。 欲剑术, 无声剑走, 两人相互交错, 连伤数人, 而已经人人带伤的东宁修士在一阵败退之后, 连忙将他俩团团围住, 惊恐地看着他们。 场中, 陈念云和谭松磊面对一圈的东宁修士丝毫不惧, 相互背对着依靠, 随后目光如炬, 同时记起手中之剑。 木陵剑决, 木雪浮尘! 欲剑朔, 九驱回来! 二人同时施展出强大的剑决, 充满凌厉的剑气, 四处回荡, 直接卷起了旋风。 而就在七名东宁修士揭示下的京剧交加之时, 远处忽然又冲出一道刺眼的剑光。 呼! 刺耳的呼啸声冲开四处飞散的落叶, 只见一名身穿白袍留着怪异发型, 好似秃头一样的瘦弱少年从天而降, 挥舞着刀刃冲向陈念云及谭松磊。 二人看到这突然冒出的人先是一愣, 随后不约而同抬剑相向, 直接飞起和这少年的刀刃相对。 秃头少年的刀挥舞出一道赤红色的灵光, 同时招架住陈念云和谭松磊的剑, 一时间剑光漫天乱散, 将下方的地面切割出竖道剑痕。 而这名秃头少年毕竟是以一敌二, 根本抵挡不住, 闷哼一声后勉强拨开谭松磊, 但随后就被陈念云一拳轰在脸上, 一抹鼻血都直接甩了出来。 哄! 三人同时落地。 杀! 陈念云和谭松磊同时挥了下剑, 双双看向面前的少年。 少年的发型很奇怪, 中间是秃的, 两边的头发梳得很整齐, 然后后脑位置朝天扎着跟小便。 周围的东营修士见到他后, 全都单膝下跪, 非常恭敬地喊了一声东营语。 看着此人, 陈念云和谭松磊也是微微皱了下眉。 这个看起来跟他们差不多大的少年, 是一名住激进, 且也是一名不俗的剑修。 场中, 陈念云不屑地哼了一下, 刚要继续拔剑相向, 此人却忽然开了口, 想不到神舟的剑修, 还不错。 陈念云一愣, 这会会说神舟语, 谭松磊也有些猛猛地看着他。 场中, 少年非常有礼貌地对他俩笑道, 在下奈梁刚穿衣, 幸会。 陈念云和谭松磊听到此人的名字皆是一愣, 随后谭松磊疑惑地看向陈念云。 念云兄, 这家伙的名字好长啊。 对, 他的名字居然有五个字, 真奇怪。 而且, 这家伙的头型好奇怪啊。 对啊, 好丑, 说秃不秃, 估计是有点毛病。 两个少年嘀嘀咕咕一阵交流, 同时手中的剑各自开始催发起灵力准备战斗, 奈梁刚穿衣见到这一幕不屑冷笑。 我们的情报中有提到过你们, 峨眉的不灭剑体和鼠山年轻一辈中唯一可以沟通南明里火箭的少年。 在下不踩, 天见奈梁刚, 前来讨教。 说完, 他忽然抬头, 被一旁的灌木丛中高喊, 武田军, 你要歇到什么时候陈念云? 谭松磊, 奈梁刚话音一落, 二人便感到地面猛地一颤。 轰隆轰隆轰隆。 数声巨响, 一声接一声地传来, 没过多久, 一个身高达到两米, 上身画着各种俘虏的肥胖少年就跑了出来。 这胖子少年几乎是全身, 只有裆部绑着白色的麻绳, 其巨大的身躯让人望而生畏, 站在那儿就仿佛一堵墙一般。 他刚一出现, 便冲着陈念云和谭松磊摆了摆手, 然后说出了略显口音的神周语。 嘿嘿嘿, 你们好, 在下午填完, 请多指教。 看起来有些傻傻的大胖子, 挺着肚皮傻笑, 看起来憨态可居。 而见到他的陈念云, 却忍不住皱了皱眉。 又一个筑基镜修士。 要参加黄天圣楼, 年纪必须在二十岁以下, 在这个年龄段内, 如果可以成为筑基镜, 那天赋一般都是非常厉害的, 足可以被称之为天骄。 而各大门派的少年, 筑基也都不多, 就拿鹅眉为例。 如果不算林小鹿, 这儿八经的筑基镜, 只有陈念云和小月两人。 可东宁的少年中, 居然这么多筑基, 才第一天, 就有两个筑基聚到了一起, 正思索着, 奈良钢穿衣再次对他俩发出了轻笑。 两位, 切磋一下陈念云和谭松磊相互看了看, 随后并肩而立, 一左一右对上了奈良钢穿衣和武田丸。 切磋就切磋, 搞得跟叛逆似的。 陈念云对奈良钢穿衣, 谭松磊对大胖子武田丸。 与此同时, 在黄天渗楼一处破败的古城废墟中, 两名东营修士正光着身子坐在烟渣之物上, 看着面前的几头契灵兽嚎啕大哭。 契灵兽迈着爪子不断低吼靠近, 把他俩吓得肝胆欲裂, 鼻涕眼泪横飞, 只能相互用东营语大喊大叫。 而就在几头契灵兽嘶吼着, 准备发动攻击时, 一抹流光从天而降。 哄! 巨大的灵豹将这几头契灵兽瞬间轰碎, 带着剥热面具的羽公千岁出现。 两个东营修士看到他出现立刻喜极而泣, 口中大喊着羽公大将。 羽公千岁撇了赤身的他们一眼, 抬手一挥将他们从烟渣之物上轰飞出去, 而他们也就此恢复了行动。 谢羽公大将救命! 穿上衣服后的两名东营修士连忙跑过来拜见。 羽公千岁看了看他俩, 然后用东营语询问他们遭遇了什么。 两个少年把遭遇汤圆的事情一说, 羽公千岁顿时愣了一下, 随后颇有些感慨这次任务的艰难。 神招还是太强了呀! 黄天圣楼打开才第一天, 下属们就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对手, 自己也差点折在那小丫头手里, 要不是千军一发之际用义父赐予的秘宝瞬移出来, 只怕今天就直接陨落了。 他心有余悸地叹了口气, 随后看向这两名修士问道, 奈良刚他们有联系到吗? 还没有羽公大将, 奈良刚大人, 武田大人, 小鸟游大人和佐藤大人, 应该都距离我们超过了一千丈以上的距离, 陛下赐予的法器, 目前还无法起到作用。 羽公千岁闻言无奈地点了点头, 目入唏嘘, 自己犯下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那就是太骄傲了。 这次任务虽然有天照大神指引, 但毕竟神舟修士人多是众且强者如云, 现在只希望那四个美脑子的蠢货不要太过于拖大, 不然非常容易陨落。 一切至少等, 曲道天从云见再说。 他看着面前跪拜的二人, 冷声道, 你二人随我一起去寻找其他人, 期间切记小心低调, 尽量不要再生事端。 二名修士立刻低头硬道, 遵命, 羽公大将。 枪! 高空之中, 陈念云的剑气和奈良钢穿衣的刀身相对, 炸出无比激烈的响声。 双方你来我往数个回合, 刀剑相随起舞, 气浪滔天。 陈桑, 你平时是不是很少和别人对敌, 只知道埋头苦修奈良钢一边和陈念云刀来剑走, 一边冷笑道, 你的剑有问题, 杀意不够。 你是不是从来没杀过人, 你的剑, 从来没沾过血吧, 我就沾过。 我曾为了修行剑道, 屠杀了一整个村的人, 无论男女老少, 一个都没有放过, 这才叫修行。 陈桑你知道, 我的剑和你的剑区别在哪里吗? 我的剑是真正的凶器, 是猛兽。 而你的剑, 只是一个软弱的懦夫, 你太仁慈了, 这样的你, 根本不配做一名剑修。 奈良钢穿衣一边和陈念云斗法一边说个不停, 而没什么实战经验的陈念云, 在连续和他对阵无数回合后, 也终于被他的话语影响, 被奈良钢瞬间逮住机会, 与高空之中一刀划伤陈念云的左臂。 陈念云痴痛闷哼一声, 接着又被他一拳击中面部, 鼻血似箭, 整个人也滑翔出数米距离。 高空之中, 奈良钢穿衣看了看刀刃上的血迹, 争鸣一笑, 不愧是神舟的修饰啊, 血液中都透露着君子的气味。 说吧, 他看向眉头紧皱的陈念云, 咧开嘴角道, 真是跟传闻中一样弱呢。 同一时间, 天空下方的密林中, 谭松磊手中的剑带着阵阵蓝光乱舞, 不断破开大胖子武天丸拍出的灵掌。 他现在也是有点慌, 眼前这个看起来傻兮兮的大胖子, 不但身躯无比坚硬, 且速度也是一点不慢, 两个铜锣式的大手, 还可以不断拍出, 威力惊人且密不透风的灵掌, 一路把他逼退。 嘿嘿嘿, 神舟渐修, 不过如此。 福天丸看似憨厚, 实则不懈地笑道, 随后奋力拍出一掌, 灵力瞬间化作成一道巨型掌印, 催枯拉朽间冲破一切, 而谭松磊也立刻催发欲剑术, 以剑相对。 天空和地面, 陈念云和谭松磊双双对战强悍的东明天骄, 一时间居然同时落入下风。 他们并不是修为上比不过对方, 而是在战斗经验上差上太多。 不管是奈良刚穿衣, 还是武田丸, 他们的战斗经验都非常老道, 且杀法果断, 每一次出手都是奔着杀人而去, 一时间将他二人打得节节败退。 呼! 一道飓风声响起, 武田丸撞术的身躯冲引起磅礴的灵力, 身上刻画着的符纹大亮, 然后大腿插开一蹲, 双拳定在地面, 摆出了一个奇怪的姿势。 看到这个姿势的谭松磊先是一愣, 下一刻, 武田丸浑身的肥肉就瞬间绷紧, 双腿同时发力轰。 得一声蹬出一个巨坑, 其肥瘦的身躯瞬间飞出, 以一种快到模糊的速度对着谭松磊冲撞而来。 相扑领法, 横刚立! 面对如此快速的冲撞, 谭松磊躲都来不及躲, 连忙抬手起剑, 剑身立刻分散出数把幽蓝色的灵剑。 欲剑术, 九驱回狼! 他将掐出剑决的手指一挥, 足足九把幽蓝色的灵剑同时飞出, 直奔武田丸。 而全力飞撞的武田丸却丝毫不怕, 他的身躯被磅礴厚重的灵力覆盖, 生生撞散了这几把灵剑。 谭松磊剑撞吓了一跳, 连忙抬剑格挡。 狂! 在绝对强大的冲撞之下, 谭松磊被直接撞飞出去, 渺小的身躯如断了线的风筝飞出, 落地后更是一阵翻滚, 在密林中掀起一道长长的勾曲。 秀! 天空之中, 正和奈良钢穿衣激烈交战的陈念云 见状连忙飞升而下, 来到身受重伤的谭松磊身边, 将他扶起。 你怎么样谭松磊嘴角挂着血丝, 面露苦涩道, 这胖子好强。 哄! 一声巨响, 奈良钢穿衣也从天降, 和两米多高的武田刚并尖厉。 他看着面前倒地的谭松磊笑道, 武田君的家传香扑领法, 非常克制剑修, 我都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 你死在他手里, 随后拉了下身前陈念云的袖子, 示意他赶紧跑。 而陈念云又怎么可能会听, 他持握着灵界而立, 挡在谭松磊身前, 然后看着面前一高一矮, 一胖一瘦两个人, 神情凝重。 奈良钢穿衣见他这副模样, 立刻巨傲地笑了起来, 刚想说些什么, 嘲讽的目光却忽然变得疑惑, 然后抬头看向他俩的身后。 一旁的武田丸, 也好奇看向了他俩身后的高空。 陈念云见到他俩的神情, 同样扭头一看, 只见远处的天空中, 正有一个奇怪的东西在飞。 那个东西似乎是个人, 上半身穿着不断挥舞的道袍, 下半身空空如也, 然后屁股后面不断喷出长长的气浪, 正不急不慢地划过天空。 看到这一幕的四人都愣了一下, 随后陈念云立刻反应过来, 惊喜地白手大喊, 汤圆。 这里, 天空中正在快乐飞行的汤圆, 听到呼喊声, 疑惑地看向几人, 然后小屁股一扭, 调转方向往四人的位置飞来。 扑扑扑扑扑扑扑一连串的轻响后, 汤圆逼格满满地降落, 然后看了看陈念云和受伤的谭松磊, 又看了看面前的大胖子和小秃头, 神情凝重地穿上裤子。 汤圆, 这两个人是东营修士, 都是住几近。 陈念云提着剑道, 咱俩一起上。 汤圆眨巴着斗鸡眼, 一脸严肃地摇摇头。 不用了念云哥, 交给我吧。 说吧, 他就用那双智慧的斗鸡眼看向奈良刚穿衣, 和武田丸, 冷哼道, 你俩, 是要一起上, 还是一个一个上霸气的话语一出, 奈良刚穿衣顿时挑了挑眉。 而他身旁的武田丸, 也抬起无比粗壮的大腿, 猛地一跺地, 再次摆出方才的姿势。 同时面对两名助击, 汤圆丝毫不惧, 反而背着双手道, 在下以德夫人帮军师, 陆哥的智囊, 你二人是谁哄? 自我介绍刚说完, 武田丸的身躯就猛地飞冲而来, 丝毫没有跟他说说话的意思。 汤圆小心! 陈念云惊呼, 飓风呼啸之下, 汤圆看着越来越近的大胖子一愣, 随后他思考了一下, 淡定地掏出一枚丹药捏碎。 此刻, 奈良刚穿衣正在冷笑。 他和武田丸同为这次东营修士中的四天王之一, 对武田丸的实力自然是非常了解。 香普灵法在灵法中虽然不算繁琐, 但修行起来需要很多苛刻的条件, 威力也绝不是普通的助击镜可以抵挡。 尤其是香普灵法中的横钢力, 其超强的速度和力量所产生的千军爆发, 甚至可以直接将一些较弱的助击镜生生撞碎。 而就在他胜券在握, 准备看着这奇特少年被撞死时, 飞到一半的武田丸忽然发出一声剧痛的惨叫。 只见他的左半边屁股忽然变得无比巨大, 然后整个人彻底失去平衡, 身躯猛地往左边一落, 紧接着身躯就直接对到了地上, 脑瓜子一路推着土壤往左边横推, 绕过汤圆, 在地上拱出一个长长的弧线沟渠, 一路撞飞无数棵参天大树, 带着满天飞洒的枝叶远去。 场中, 所有人都梦了, 静静地看着武田丸一路远去, 再也没有回来。 看着那又宽又长的沟渠, 汤圆满脸遗憾道, 本来想让他的小兄弟变大, 然后掉在地上的, 结果变成屁股了, 可惜让这家伙跑掉了。 陈念云, 谭松磊, 念云兄, 这位兄台也是峨眉的人才吗? 谭松磊一脸呆滞地问道。 陈念云看着汤圆的背影, 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解释道, 松磊兄,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总是会出现各种奇奇怪怪的变故, 而汤圆就是我们峨眉的变故。 谭松磊, 受叫了。 场中, 汤圆看着还在猛逼的奈良钢穿衣, 自顾自拿出一颗丹药丢入口中, 巴唧巴唧嚼了起来。 还有些猛的奈良钢穿, 一眉头紧皱, 然后猛地拔出刀刃, 刀光一闪, 直接冲向汤圆。 萨摩视线, 视角。 陈念云看到这一招, 顿时眉头紧皱, 在他和奈良钢穿衣厕厕的时候, 他就领教了这一灵法的威力, 确实非常惊人, 即便是和自己的驰木剑相比, 也不遑多让。 而相比陈念云的宁仲, 已经吃下一颗丹药的汤圆, 却是非常淡定。 面对眼前这雷霆万钧的一刀, 他默默地脱下裤子, 然后转身, 弯腰, 撅臀, 开眼。 随着时间的推移, 皇天渗楼的天色也开始渐渐变暗。 这里虽然没有日月, 但却也有昼夜交替之分。 各大宗门的天骄们, 或是在赶路, 或是在寻找宗门师兄弟, 或是在和弃灵兽战斗。 而大部分则是找了个安全的地方休息, 毕竟夜里乌七骂黑的比白天更不安全。 林小璐也是如此, 他和张婷在一处小溪边点燃了篝火, 吃了十几张烧饼后便开始安心睡下, 张婷则在一旁安安静静地打坐休息。 至此, 各个少年天骄在皇天渗楼的第一天, 便如此有惊无险地度过。 除了某处山沿矿洞内, 被树头气灵兽追击的东方旦还在嗷嗷大哭着通宵狂奔以外, 其他人都过得很开心, 轰隆隆隆夜晚, 一阵剧烈的响声将林小璐和张婷同时吓醒, 一脸猛闭的林小璐揉着眼睛从草地上坐起。 而他刚一起身, 就看到一个超级大胖子跟老牛耕地一样, 推散开无数土壤和树木, 直勾勾地从他旁边拱过, 留下一道长长的勾曲。 看着那大胖子的远去背影, 又看了看面前触目惊心的勾曲, 林小璐直接就愣住了。 张婷, 刚才是不是有个什么东西, 拱着地过去了他问。 同样惊恶的张婷, 茫然地点了点头。 大晚上的好吓人, 这黄天蜃楼真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小璐, 我们还是要小心一些。 林小璐连连点头, 这大晚上的确实太吓人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闹鬼了呢。 次日, 天空在没有太阳的情况下再次亮起, 林小璐用树枝串了烧饼, 放在火堆上悠哉悠哉地烤着。 没过多久, 烧饼好了, 他正想问问张婷吃不吃, 一旁的密林中忽然一阵抖动, 没过多久, 就冒出一个道士。 这个道士个子很高, 估计得有两米高, 长得浓眉大眼, 年纪大概在17岁左右, 应该比小璐大一些, 身形也很是魁梧, 道袍下隐约可见高高鼓起的肌肉。 他似乎是闻着香起来的, 一出现就直勾勾看向林小璐烤的烧饼。 兄台, 林小璐面对着突然冒出来的道士, 林小璐还有些没反应过来。 不过他也能理解, 他们进入黄天圣楼的人数, 加起来也得有个700来号人了, 遇到其他宗门的人也很正常。 此刻, 刚用过洗尘单的张婷见到道士后, 也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才惊喜到, 原来是昆仑的道友, 在下茅山张婷, 这位是峨眉的林小璐道友, 幸会。 嘿嘿, 在下昆仑山周离, 幸会幸会。 说完, 身形魁梧的周离就直接往林小璐面前一蹲, 眼巴巴看着烧饼道, 这位兄弟,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分我一点呗。 你是修士怎么还吃烧饼林小璐翻了个白眼, 不情不愿地撕了一些给他。 馋嘛, 我这个人最喜欢美食了。 周离欢天喜地地接过烧饼, 一边吃一边自来熟道, 小璐兄弟, 张姑娘, 你们也是在寻找自己宗门的师兄弟吗? 咱们可以一起啊, 我贼厉害, 特别擅长打架。 说这话的时候, 他的眼神还直勾勾盯着林小璐手里剩余的烧饼。 林小璐一见, 立刻跟老母鸡互载似的挡住他的目光。 他觉得, 眼前这家伙也太不客气了, 而且, 怎么好像比自己还馋, 没啥心眼的张婷倒是欢喜地点头硬了下来。 他喜欢热闹, 而且觉得人多比较安全。 毕竟从脉象上来说, 这个周离人高马大, 浓眉大眼, 一脸正气, 非常具有强者风范, 一看就是昆仑杰出的天骄。 周兄, 你说你打架很厉害, 有多厉害林小璐一边往嘴里塞饼, 一边不屑地问。 大概有, 这么多周离双臂张开, 比了个好多好多的手势。 林小璐? 周离憨憨地笑了笑, 随后非常骄傲地开口道, 我们昆仑是神周六大仙门道宗之手, 最擅长打架。 我在我们这次来的师兄弟中, 也是当之无愧的最强者, 我可是助击哦, 厉害吧。 林小璐听得直翻白眼, 自己现在打助击就跟大人打小孩似的, 厉害个毛。 张婷姑娘, 小璐兄弟, 你二人是什么境界啊我? 我只有宁气四层, 周大哥见笑了。 张婷不好意思道, 我是舞者。 林小璐随口说道, 周离听到舞者二字后, 微微一愣, 随后大咧咧一笑, 小璐兄弟张婷姑娘, 不用不好意思, 我师父说了, 像我这么厉害的修饰, 就是为了保护别人而生的, 所以请一定让我保护你们, 体现我修行的价值。 听到这话, 林小璐倒是微微诧异了一下。 他看了看面前浓眉大眼憨憨的周离, 下意识觉得他说的是心里话, 但又有些不确定, 这货不会是眼馋自己的烧饼吧。 虽然这家伙, 好像确实很希望保护别人, 可这是什么特殊的爱好吗? 你修行, 就是为了保护别人林小璐问。 对啊, 不然还能为了啥长生吗? 周离似乎是个话牢, 然后很想证明自己的厉害。 于是他猛地站起身, 对着林小璐一脱上衣。 长婷啊! 的一声捂住了脸, 而周离却浑然不觉, 直接露出了精壮的上身。 小璐兄弟, 你看我的肌肉, 厉不厉害? 你看看我的侧肌, 看看我的二头肌, 看看我的背肌。 周离骚包地, 一脸摆了好几个姿势, 把林小璐看得一愣一愣的。 小璐兄弟, 我周离最爱美食和保护别人, 顾不止秀为高深, 还练出了一身强悍的肌肉, 每一个看到我的人 都会被我的魅力所折服, 觉得充满了安全感。 他一边摆着姿势, 一边自信地大笑, 保护别人是 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小璐兄弟, 要不要试试在下的肌肉 林小璐挠了挠头, 谦虚道, 还是不要了吧? 哎呀来嘛来嘛, 别紧张。 周离拽着林小璐的手 就往自己的腹肌上来, 同时开心地笑道。 小璐兄弟使劲打, 在下即便不用灵力, 光凭这一身肌肉 就可以抵御普通舞者的攻击。 来,尝试一下。 林小璐看他这么热情, 一时间也有点不好意思拒绝, 便试探着道, 那我打了哈哈哈哈, 打, 小璐兄弟不打我两拳, 怎么知道, 我这身肌肉的强悍呢? 林小璐都听梦了, 不知道这家伙是个什么绝世大奇葩, 好好的修饰却这么热爱肌肉, 看起来倒有点像自己的同类。 不过现在他对这位昆仑修饰还蛮有好感, 觉得周离是自己见过的修饰中最像好汉的。 虽然他好像是个好吃鬼, 不过这一点无伤大雅。 他仔细想了一下, 还是不愿意跟这样一个充满正义感的人动舞, 因此依旧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不想打。 可小璐不愿意打, 憨憨的周离反而更加来劲, 拽着他的手不愿意撒开。 哎呀, 小璐兄弟不要害羞吗? 来, 打我。 嗯, 周兄还是不要了吧, 我们才刚认识, 而且我力气很大的。 哈哈哈哈, 我就喜欢力气大的, 小璐兄弟不要客气, 使劲招呼。 嗯, 还是算了吧, 林小璐还是摇头。 哎, 小璐兄弟, 你大胆一点, 我一胸可是这次的昆仑修饰中最强的, 你不打我就是看不起我。 林小璐? 那我真打了哈哈哈哈, 来, 周离自信满满道, 林小璐无奈, 只好用了一丝丝的力道, 然后挥拳。 碰, 一声闷响, 他的拳头落在了周离的腹肌上。 林小璐打完, 见周离脸色不变, 顿时惊讶。 看来这家伙还有点东西啊, 自己的拳头威力有多大, 自己是知道的, 虽然只用了一丝丝的力道, 但周离没有开防护, 只完全靠肉身硬钢, 却能脸色不变, 也确实很惊人了, 莫不是仙舞双修周兄, 我这一拳, 周离嘴角一翘, 大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璐兄弟, 你这一拳打得很好, 以后不要再打了, 哈哈哈哈。 林中, 人高马大的周离, 继续大笑了两声, 然后就直挺挺晕了过去, 周离一直到中午的时候, 才悠悠醒来, 当他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正被林小璐扛在肩膀上走, 张婷跟在旁边。 周兄你醒了? 林小璐见他醒了, 有些不好意思的。 抱歉哈, 我刚才力气用大了。 一旁的张婷捂着嘴直乐, 周离脸色一红, 然后尴尬道, 小璐兄弟, 先放我下来吧。 哦哦, 好的。 林小璐将周离放下, 随后继续对他笑道, 现在咱们已经走出森林了, 在一座古城里。 周离笑了笑, 只字不提刚才的事, 然后环顾四周, 发现这里是一座废墟式的古城。 这座古城看起来已经荒废很久了, 目光锁过, 到处都是残破不堪的洞府宫殿, 只偶尔透过灰尘, 可以依稀看到, 这座古城曾经的辉煌。 而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 则是古城街道的尽头, 坐拥着一座非常庞大的大山, 山区郁郁葱葱美不胜收, 且背后, 飘浮着无数巨大的石块, 这些长短不一的立方体石块, 井然有序地飘浮着, 在大山背后缓缓转动, 赫然聚集成了一个环形。 悬石山周黎看着这座大山惊讶。 周兄认识这座山林小璐问, 他和张婷原本是在漫无目的地溜达, 然后远远地看到, 这座奇特的大山便好奇赶了过来。 此刻, 周黎居然认识这座山, 这就让他俩比较惊讶了。 小璐兄弟, 张姑娘, 这座山我听门内师兄说起过。 周黎置无不言地解释道, 我师兄曾经参加过上一届的黄天圣楼, 并且无意中遇到了这座大山。 哦, 你的师兄进去了吗? 张婷问。 进去了。 周黎开口道, 我那位师兄说, 这座山里有很多强大的弃灵兽, 但我那位师兄很厉害, 经历了千难万险, 一路到了最里面。 只可惜, 遇到了一个战斗力堪比杰丹的弃灵兽, 然后九死一生逃了出来。 杰丹。 张婷满脸惊恐。 杰丹林小璐满脸激动。 周黎点头, 随后继续讲述道, 我师兄当时看到了一个宝箱, 只可惜, 因为那头杰丹气灵兽而没能获得宝箱, 只能败幸而归。 没曾想, 咱们居然在这儿遇到了。 说完, 人高马大的他, 看向林小璐和张婷, 有些尴尬道, 在下虽然是助击, 但面对杰丹的气灵兽也还是不如。 咱们绕过去把张婷点了点头, 刚想说好, 互觉疾风一卷。 回头一看, 只见林小璐已经跑进了大山。 周黎和张婷双双吓了一跳, 想要阻拦, 已经远去的林小璐就哈哈大笑。 你们在外面等我, 我进去看看。 杰丹, 我来了。 吼吼吼吼吼, 小璐兄弟快回来。 危险。 周黎吓得半死, 想要阻止, 却已经来不及, 林小璐跑得太快了, 比他飞得都快, 转眼就没了身影。 他只好叹了口气, 希望林小璐平安无事。 毕竟师兄说过, 里面的气灵兽 不会主动攻击人, 只要你遇到危险离开, 他们就不会追出来。 张婷也是愣愣地, 不知道说啥, 就默默地站在周黎身边等着。 与此同时, 林小璐一路跑到山洞口, 二话不说脱掉负重, 然后拔出大根青铜器, 就往里冲。 他很好奇, 周黎说的那个箱子, 里面说不定就有可以让人飞不起来的宝物, 因此, 他非常的激动, 拖着刀, 一路狂奔着, 就往里冲。 山洞不大, 外窄内宽, 林小璐几乎刚进去, 就看到无数气灵兽的身影, 在洞中闪烁, 瘦吼声不断, 而他也全然没有手下留情的觉悟, 在奔跑的同时, 甩起大根青铜器, 一脚就踹在了宽大的刀面之上。 哄, 嘶吼, 无数宁气静左右的气灵兽嘶嘶吼, 而四米长的大根青铜器, 经他一踹, 顿时犹如一堵墙一般横飞出去, 速度快到了极致, 催哭拉朽间撞碎树头气灵兽, 疯狂横推, 将其生生撞出一条大道。 吼吼吼吼吼, 感觉宝贝就在眼前的林小璐激动坏了, 很快便跑到了山洞尽头, 两条岔路口之中。 而大根青铜器正撞在岔路口中间的凸起石壁上, 整个凹陷进去。 这儿的山岩似乎还挺坚固的, 并没有被大根青铜器的重量压崩, 林小璐抽出大刀, 看了看两边的洞穴, 然后非常随意地就选了左边的路, 埋头就往里跑。 悬石山外, 周黎和张婷都在默默地等着, 周黎跟张婷说了几句话, 见张婷对自己的肌肉不是很感兴趣, 便有些不知该说啥。 她之前只顾着烧饼了, 现在离近了看张婷, 顿时觉得张婷长得还挺好看的, 一副羞答答的小女孩模样, 让她觉得很可爱。 于是她就想跟张婷炫耀一下自己的身材, 但张婷特别害羞, 也不怎么说话, 更别说近距离看她的肌肉, 这让周黎觉得很苦恼。 师尊她老人家, 怎么就不叫我泡妞呢? 而且张姑娘为什么不看自己的肌肉呢? 是觉得自己的肌肉太好看了, 所以不敢多看嘛, 就像那首诗里说的, 只可远观不可泄完烟, 周黎百思不得其解。 而正当她和张婷大眼瞪小眼有些尴尬时, 身后不远处的破败街道中, 忽然响起了脚步声。 一个穿着黑色镜装, 戴着蒙面头套的销瘦身影, 出现在了街道之中。 张婷和周黎看到此人都有些疑惑, 毕竟没见过哪个宗门这副打扮的, 刚想问话, 来人却率先开了口, 昆仑茅山张婷听到声音一愣, 这家伙是个女的, 一旁的周黎在听到这带着奇怪口音的话语后, 也是猛了一下。 你是东营人他好奇地问, 蒙面少女冲二人微微鞠躬, 小鸟游春奈见过二位道友, 说完, 她的手中就凝聚出一片气浪, 不久, 气浪便融合成了一把刀, 见对方拔刀, 张婷立刻吓了一跳, 而周黎顿时兴奋起来。 哇哈哈哈哈, 郑愁和张姑娘没啥话说, 结果立刻就来了英雄救美的机会。 激动的少年大咧咧往张婷身前一站, 插着腰笑道, 张姑娘莫怕, 我来保护你, 我最喜欢保护人了。 说完, 她便看着面前的蒙面少女笑道, 姑娘, 别说我们神州男人欺负你, 我让你三招, 让你见识一下我们神州修士的度量。 闻言, 小鸟游春奈的双眸中露出一丝不屑。 神州的修士都是这般狂妄的蠢货吗? 她没有犹豫, 直接一挥左手。 咻! 一柄黑色的匕首瞬间飞出。 场中, 匕首飞到一半时赫然虚化, 直接化作成数把匕首, 骑刷刷杀向周黎。 人法, 苦无多。 周黎见到这么多匕首冲自己飞来, 却丝毫不怕, 大咧咧地站着, 随后冷哼一声。 哄! 她的身躯赫然泛起金光, 浑身的肌肉引猛地膨胀开来, 整个人仿佛变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小巨人。 昆仑汉天诀, 霸王尊。 足足十几把匕首打在她的肌肉上, 却根本无用, 直接消散成了灰烬。 小鸟游春奈见到这一幕后吃了一惊, 随后眉头一皱再次挥出一柄匕首。 人法, 苦无巨大化。 这一次的匕首飞出后, 瞬间变得无比巨大, 其体型甚至远超林小路的大更青铜器, 带着无与伦比的刚风急飞而来。 一旁的张婷看到这一幕后吓了一跳, 而周黎却浑然不觉, 充斥着金光肌肉的她原地摆了一个逼格满满的姿态。 狂! 巨大的匕首打在了她的背肌上, 毫无作用, 连让她挪步都做不到, 再次消散。 周黎哈哈大笑, 琢磨着张婷一定会被自己的雄姿征服, 开心地要命。 原本上午被小路兄弟一拳打晕, 有点丢脸, 这下正好把面子找回来。 小姑娘, 你们东莹修是不行啊。 周黎哈哈大笑道, 在下昆仑山周黎是掌门最小的青传弟子, 你遇到我也算你有此劫了, 哈哈哈哈。 小鸟游春奈袖眉紧皱, 随后身躯滑的一声消散。 下一刻, 她就猛地出现在周黎身后, 持握长刀, 游下向上一挥。 咔嚓! 一刀斩蛋。 周黎, 强壮的少年猛地捂住裤裆, 整个人疼得一蹦一蹦地, 嘴里更是哀悠哀悠地直叫。 你, 你怎么砍那脸? 你是没地方砍了吗? 你真下流。 小鸟游春奈冷哼一声蠢货, 随后身姿一展, 就对着少年袭杀而来。 山洞内, 林小鹿横冲直撞一路狂奔, 途中见到一些气灵兽, 都是挥手间将其轰碎, 根本不能让他的速度慢下来。 在他狂暴的力道面前, 这些气灵兽连一下都扛不住。 这个山洞确实还挺大的, 林小鹿跑了一段时间, 居然还没有跑到头, 不过他也不急, 寻思着应该很快就能到了。 越往里面跑, 山洞内的空间就变得越来越大, 里头没有蜡烛, 但却依然亮如白昼。 而没过多久, 前方就又遇到了一头巨大的山岩巨狼, 直接堵住了他的路。 而且从吼声判断, 山岩巨狼应该不止一头, 其后面应该还有无数头。 臭狗都给我让开。 林小鹿哈哈大笑, 甩起大羹青铜器, 单手套住上面的铜环, 将其当作盾牌一样, 斜横在胸前往前冲锋。 哄! 奔跑而来的山岩巨狼瞬间被其撞碎, 紧接着林小鹿身姿一跃, 飞到高空一刀斩落, 又一头山岩巨狼被砍成鸡粉。 哈! 林小鹿甩着大刀一路冲锋, 左一刀, 右一刀, 口中嗷嗷叫个不停, 根本没有一头山岩巨狼可以阻挡他一下, 很快便相继变成破碎的法宝, 堆积的到处都是。 吼吼吼吼吼吼, 林小鹿持刀冲天起, 整个人甩着大羹青铜器, 跟个陀螺一样旋转着月象兽群, 铺上来的三头山岩巨狼瞬间都被砍碎。 与此同时, 玄石山外, 身形灵活, 手段诡异的小鸟由春奈飞跃起来, 手脚并用缠在周梨强壮的胳膊上, 不断用名叫苦无的匕首扎他的胳膊, 但却根本扎不进去。 小姑娘, 你们东莹就这点手段了吗? 在张婷震撼的目光下, 周梨哈哈大笑, 单手甩起小鸟由, 将他高高举过头顶, 然后用力一甩, 直接将其甩趴在了地上, 接着抬手挥出一道凌浪。 小鸟由忍着剧痛一掐绝, 身躯瞬间消失, 下一刻退到了几十米外, 而原先所在的地面也被周梨炸出一个坑洞。 此刻的周梨状态非常好, 或许是因为男人在自己喜欢的姑娘面前往往会显得无比神勇, 因此他从头至尾都是一副毫发无伤的模样, 但被砍了都不疼, 再次摆出一个可以彰显肌肉的姿势。 哈哈大笑道, 只会偷袭的小姑娘, 你看看我的肌肉, 看看我的正义, 是不是瞬间无地自容了? 你们东莹有我这么强壮的少年吗? 哈哈哈哈。 场中, 小鸟由提着刀, 捂着胸口, 飞快地喘息着。 眼前这个少年确实强得可怕, 同样是助击, 但自己的攻击几乎对他无效。 这就是号称神舟六大宗最擅长打架的昆仑吗? 果然强悍至极。 这家伙虽然看起来很笨, 但应该是这次黄天圣楼中最强的人了吧? 除了羽工大将以外, 至少也得两名天王在场, 才有可能拿得下他。 他苦思地起身, 犹豫着要不要逃跑, 毕竟自己作为一名忍者, 打不过难道还跑不过吗? 而少女正思考着对策, 周黎却已经对他发起了进攻。 只见周黎气息一斩, 拳头就奔着他面门而来。 小姑娘看招! 小鸟游吓了一跳, 连忙抬到树与胸前, 一道刻满浮路的圆形金盾赫然出现。 哄! 圆形金盾瞬间被周黎的拳头打碎, 小鸟游娇弱的身躯也直接被轰飞出去, 整个人撞在一处石墩子上, 然后一头摔倒在地。 他的衣服甚至都在倒地中被撕破, 露出里面的内衣和肌肤。 周黎刚要继续上前攻击, 带看到他露出的内衣后, 脸色刷得一红, 连忙捂住了眼睛。 啊,对不起对不起, 我是不小心才看到的。 小鸟游见到他的反应愣了一下, 随后内心吐槽了一句白痴, 然后全力挥刀, 对着他的裆部再次一斩。 二连斩蛋! 啊! 周黎再次被斩蛋, 痛叫着直往后退, 然后捂着裆部单膝跪地, 疼得整个人直吸凉气。 小鸟游见状毫不犹豫, 手中闪烁出一道符纸, 飞身往他头上一拍, 随后猛地后退。 引爆符! 哄! 炽热的爆炸, 直接在周黎的头部炸开, 周黎整个人都被爆炸轰飞出去, 仰天栽倒在地。 周大哥! 张廷惊叫一声, 刚想上前帮忙, 小鸟游却又一个闪身, 飞到张廷面前, 不等他催动符指, 抬手就要挥刀将其斩杀。 哼, 看来情报上说得果然没错, 神州修士都是一群自大的蠢货。 这种人活该死在自己刀下, 他挥一刀几斩, 毫不犹豫。 而就在实力低微的张廷即将被他割喉之时, 一只大手忽然握住了他的刀。 小鸟游春奈, 少女错愕地转过头, 只见身形高大, 脑瓜冒烟的周黎正站在他身后, 居高临下地望着他。 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 是无法打败真正的汉子的。 小鸟游春奈一愣, 随后冷笑, 是吗? 说完, 他猛地抬起另一只手, 周黎的装部一拍, 三连炸弹。 哄, 滚滚浓烟自周黎的装部窜出, 而这位硬汉却丝毫不动。 此刻的周黎上下两头同时冒烟, 但依然难以掩盖一身的强者气息。 这一幕, 终于让小鸟游春奈惊讶到了, 整个人不敢相信地看着面前的少年。 这, 这居然都能忍得住, 这家伙是个什么怪物? 场中, 周黎冷哼一声, 随后赫然挥拳。 被吓坏的小鸟游瞬间消散成灰烬, 然后整个人出现在了数十米之外。 他彻底被吓到了, 直接转身飞走。 太恐怖了。 这个神周修士, 太恐怖了。 他的蛋是铁做的吗? 破败的古城中, 周黎看着远去的小鸟游并未在追, 只是静静地看着。 身后, 张婷看了看上下同时冒烟的他, 面上写满了担心。 周大哥, 你怎么样? 要不要紧没啥事? 就是有点蛋疼。 说完, 周黎就在张婷的惊呼声中, 又一次晕了过去。 此刻的山洞内, 林小鹿横刀立马一路狂袭, 击杀无数山岩巨狼, 留下一条堆满了无数法宝的道路, 最后终于杀到了洞穴最深处。 这是一座巨大的矿洞, 感觉空间已经不比玄石山差多少, 就跟整座山都被掏空形成的一样。 而他的面前, 是一片宽阔的荒地, 荒地之中, 则是一个岩石高台, 上面正放着一个秀气斑斑的大箱子。 哇, 这里面一看就是好宝贝。 少年激动地看了眼大箱子, 然后抬头环顾四周。 杰丹大怪兽, 出来! 爷爷来砍你来了! 不要害羞快点出来, 我会砍得很温柔的。 叫唤了两声, 见周围没人应答, 林小鹿便抬脚往宝箱出走。 而没走几步, 巨大的山洞就忽然开始剧烈颤抖起来。 伴随着持续的轰隆轰隆声, 箱子后方的岩壁赫然炸裂, 一个巨大的岩石巨人 推开碎石从里面走出。 这个巨人很大, 身躯大概有数十米高, 浑身上下都刻画着奇形怪状的俘虏。 同时, 他有六只胳膊, 每个胳膊上都持握着一把山岩制成的武器。 长矛、 大刀、 利斧、 圆锤、 宝剑、 镰刀、 各种各样。 林小鹿看着面前如此巨大的巨人, 忍不住猛猛地挖了一声。 而巨人也用那双石目看向这渺小的少年, 随后发出了磅礴古老的声音, 一介凡人胆敢窥视天上之物, 还不速速离去。 巨大的声音形成刚风, 吹得林小鹿长发乱飞。 而林小鹿闻言后, 微微笑了笑, 抬手就给了他一个中指, 随后体内真气运转, 深吸一口气, 猛地大吼。 一介仙人, 也敢跟凡人嘚瑟, 还不速速翻根头给我看。 少年发出的巨大音浪, 直接将岩石巨人的身躯震得寸寸崩裂, 其巨大的身躯也忍不住往后退了退。 与此同时, 另一处世界, 一名浑身散光的白发老者, 忽然好像感受到了什么, 缓缓睁开了双目。 黄天圣楼内, 居然混进来了一个凡人, 还是一个这么特殊的凡人有意思。 老者看着脚下的星河, 掐指算了算, 随后面容微微惊讶了一下。 愣住许久, 他忽然苦笑着叹了口气。 这世间的一切, 已经不归我大荒剑古宗管了。 说完, 他转身看向身后, 身后是一座无边巨大的浮空大陆, 大陆下方则是淡蓝色的星海。 而此时, 浮空大陆的边缘处正站着一个少年。 少年个子不高, 穿着朴素的长衫, 怀里抱着一根竹杖。 他的眼睛则是被绷带缠着, 似乎和无心缠尸一样, 也是个瞎子。 阿姨, 想好什么时候去凡间游历了吗? 老者慈祥地问道。 师父, 李明如前辈会打死弟子的。 少年老实巴交道。 他不会的, 他跟为师是好友, 只可惜为师没能帮助到他。 说到这里, 老者的脸色充满了惋惜之情。 师父, 弟子下凡以后会是无敌吗? 少年问。 同龄人之中, 可勉强排第二。 老者回答道。 第一是谁老者听到这个问题, 眼神颤了一下, 随后听到, 第一便是那些人所说的修仙界的结。 少年一正, 随后又问, 那弟子下凡以后需要做些什么呢? 老者露出和蔼的微笑, 去做你觉得对的事。 少年闻言沉默。 许久之后, 少年在问, 师父, 弟子的实力只有结丹, 和其他师兄师姐们都相差太远, 他们至少也是原因, 为何师父会选择弟子下凡的老者笑了笑? 因为阿姨很弱, 你下去, 监视我的那群老东西, 察觉不到。 听到这句话, 少年非常认真地点了下头, 并未觉得师父是在笑话自己, 他知道师父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一望无际的星河之上, 老者继续笑道, 阿姨, 做仙太无趣了, 还是做人好, 须弥剑八为师已经放下了。 你也莫要再强求, 替为师好好地生活下去, 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少年闻言顿了顿, 随后倔强地开口道, 徒儿要救师父出来。 徒儿一定会领悟出, 须弥剑八最后一事。 老者笑了笑, 没说话。 他回头看了看眼前一望无际的星河, 忽然又想到, 黄天圣楼中的那个凡人少年, 顿时心生感慨, 看着那璀璨的星河微笑。 即便这修仙界, 真如那些人所说, 是一片充满杀戮与冷血的战场。 我们这些坚守正道的修士, 也依旧会不顾一切, 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亮。 即便这光亮再微弱, 再渺小, 但也会持续下去, 成为这世间万物的指路明灯。 徒儿, 为师被囚禁, 李明如被废, 这些都没有关系。 毕竟还有你, 还有那个凡人少年, 还有千千万万个你们这样的少年, 就像那广泛的星辰大海, 永远不会消散。 为师坚信, 那些善良的修士, 那些美好的灵魂, 那些未来的你们, 就像这些星辰一样, 永远都在。 哼! 玄石山内的矿洞中, 林小璐持着大根青铜器, 从巨人的胸口处一路向上飞奔, 然后猛地跃起, 飞身一计, 回旋踢踹在巨人的脸上。 李三角, 猛龙摆尾! 狂暴的猛龙摆尾, 直接将巨人整个踹倒。 而林小璐也站在他巨大的面部上, 一同下落到地面, 掀起无尽的尘埃。 嘿嘿, 看到! 一声爆吼, 少年举刀下砍, 直接将他的额头轰出一个缺口。 此刻巨人的六个胳膊已经被他砍断了四个, 还想挣扎。 林小璐毫不犹豫将大根青铜器整个刺进额头, 然后高抬腿一个下披, 一脚披在大根青铜器的把手顶端, 全长四米的青铜巨刃瞬间全部没入, 巨人的身躯也狠狠颤抖了一下, 随后抬起的两只手重重地落下。 哗啦! 巨人碎成了满地的碎石。 气喘吁吁地看着满地碎石, 林小璐将大根青铜器往肩膀上一扛, 擦了下额头上的汗。 这大怪物还挺厉害, 一惊惊的状态下自己打了那么久, 才把他干掉, 累死了。 他踢了踢碎石, 然后收起刀刃, 雀跃不已地走到巨大的箱子前, 一脸期待地将其打开。 待看到里面的东西后, 林小璐瞬间一愣, 箱子里放着一根铁链。 林小璐看着有黑的铁链眨了眨眼, 然后好奇地拿起, 有些不理解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一个结单镜的气铃兽, 居然只用来看守一根铁链, 铁链不长, 也就到他胳膊的长度, 外形和普通的铁链也没什么区别。 他拿起来随意甩了两下, 没发现有啥特别的, 便没有再多想挥舞着铁链离开。 管他是啥呢, 出去问问张婷, 看这玩意儿是不是法宝, 要是法宝且厉害的话就留给妹妹玩。 离开山洞, 林小璐大老远就看到躺在地上的周黎, 以及正在给他疗伤的张婷。 你们这是咋了林小璐拎着铁链赶忙跑过来。 有个东营修士和周大哥打起来了。 张婷一边用灵力给周黎疗伤, 一边好奇问道, 小璐你拿到法宝了吗? 嗯,拿到了。 林小璐看了看周黎的伤势, 挥舞着手里的铁链道, 法宝是一根铁链。 啊,张婷一愣, 你帮我看一下, 这根铁链有啥用? 张婷蒙蒙点头, 一手继续给周黎疗伤, 一手接过铁链感受了下, 随后睁大眼睛道, 这铁链不是法宝啊, 里面都没有灵力, 好像就是一根普通的铁链。 林小璐, 空无一人的古城废墟中, 少年呆若目击的原地站着, 而张婷也有些迟疑地看着她问, 小璐, 你不会是被骗了吧? 林小璐尴尬地挠了挠头, 仔细打亮着手里的铁链, 随即还是有些不幸邪, 放进布包里, 准备回头再研究, 接着便问起了周黎的伤势, 而当她得知周黎三连伤蛋还能撑住的时候, 她都忍不住对这傻大个竖起了大拇指。 真难忍, 黄天渗楼某地, 扎着两个小丸子头的小玉儿, 一蹦一跳地行走在草地之中, 她抱着帅帅鸭, 身后跟着一群神舟修士, 这里似乎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原, 一眼望去满目绿景, 风景非常好, 让难得下山的小玉儿看得开心不已。 林姐, 还是非常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对啊, 大恩大德莫齿难忘。 林姐, 你这么小事, 怎么做到这么强的呢? 有什么秘诀吗? 一群少年少女, 大约七八个人, 纷纷跟着小玉儿, 对她感激不已。 谢谢, 这都是小事了, 我哥哥说的,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小玉儿抱着帅帅鸭笑道, 咱们神舟修士, 就应该互帮互助。 你们以后就跟我哥哥混, 保证你们哥哥都变得好厉害。 少年少女们纷纷哈哈大笑。 他们本来遭遇了一群气灵兽群, 因为气灵兽态度不敌, 故而在战斗厮杀中, 许多人都受了重伤, 好在这个来自峨眉的小妹妹, 从天而降, 抬手之间, 十几头气灵兽, 灰飞烟灭, 以绝对实力碾压一切, 这才将他们救下。 玉姐, 玉妈, 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强地教教我呗? 对啊对啊, 我十四岁的时候, 只有宁气两层, 就这样, 还被我师尊夸天赋不错。 而宁都直接助击了, 太恐怖了。 人群中, 小玉儿抱着帅帅鸭, 对大伙天天笑道, 其实我也不知道, 就练着练着, 然后就这样了。 听到小玉儿的回答, 众人纷纷扎舌, 其中更是有一位少年悲愤不已, 痛哭流涕, 这就是天才吗? 我王浩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 啊, 我好绝望啊。 大伙们看到茅山的王浩, 哭泣着跑远, 纷纷乐出了声。 这家伙是几个人中最爱玩闹的, 总是能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人群中, 鼠山的少女文竹, 更是捂着肚子直论, 对王浩的背影笑喊, 你别跑远了, 小心遇到危险。 不, 我想静静。 少年哭喊, 众人继续哈哈大笑, 觉得这个茅山的道友真是个开心果。 而就在小玉儿也捂着嘴咯咯直笑时, 地面忽然一抖。 哄, 一条巨大的冲天石盲猛地从王浩面前冲出。 我去。 王浩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 草地上的土壤纷飞洒了他一身, 而仿佛岩石一般制成的蟒蛇身形巨大无比, 转瞬之间就跟石柱一般挺立在了众人面前。 玉姐救我。 少年吓得肝胆欲裂, 连滚带爬的就要往回跑。 而小玉儿也毫不迟疑准备抬手握碎这巨蟒, 可还不等他出手, 巨型石蟒的头部上忽然亮起一道光。 草原之中, 一个面容清秀, 神情慵懒的少年倒是凭空出现在舌头之上, 然后抬手往舌头上重重一拍。 龙门阵法, 六丁六甲阵。 一掌拍下, 流光飞快扩散开来, 直接在石蟒的头颅周围散成数道浮路, 仿佛变成了雕塑式的一动不动。 接着倒是一个空飞闪开, 身处高空, 抬手在空中连点七下, 随后猛地一掐绝。 龙门阵法, 北斗七星诸邪阵。 点出了的七颗星辰猛地飞出, 并且飞速扩散, 按照北斗七星竖过来的位置狠狠轰击在将柱的石蟒身上。 哄! 石蟒粉碎, 仰天化作无尽碎石跌落。 一群人惊讶地看着这突然出现的少年, 其中更是有龙门的弟子惊喜道, 太棒了, 是叶命师兄, 我们龙门这次最强的弟子。 小月儿也萌萌地看着, 而他怀里的帅帅鸭则是看着前面青道, 这么小的年纪就能娴熟施展北斗七星阵, 天才啊。 场中, 少年倒是落地, 悠哉悠哉地捡起石蟒画作的法宝, 打量一番后收尽那戒, 接着来到被吓傻的王浩面前, 懒洋洋伸出了手。 在下龙门叶命, 老铁起来了, 坐久了, 容易得痔疮。 呃, 哦, 谢谢这位道友相助, 感激不尽, 感激不尽。 王浩握住叶命的手起身, 而名叫叶命的少年拉起他后, 看着面前的一众少年少女露出了一个慵懒的笑容。 几位道友, 敢问这黄天圣楼, 有地方可以让在下钓鱼吗所有人, 一段时间后。 草原之中, 叶命热情地向众人介绍着自己的鱼竿。 诸位道友, 我这根鱼竿可是由五彩临时所致, 握住的时候冬暖夏凉, 钓起鱼来事半功倍, 是这天下难得的至宝。 有没有兄台喜欢钓鱼的, 大家可以一起研究研究装备。 小月儿看着他手里流光四射的鱼竿, 萌萌地问道, 叶大哥, 所以你来黄天圣楼, 就是为了找个地方钓鱼不等叶命回答。 人群中的那位龙门修士便无怜苦笑, 叶师兄是个钓鱼狂, 天天在宗门里找地方钓鱼,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猛了。 而面前眉清目秀, 性格懒散的少年一提到钓鱼, 却是非常来劲, 开心说道, 诸位道友, 在下在过来之前就已经下了毒誓, 要在这黄天圣楼的河流中钓鱼钓一个月, 有没有一起的众人。 有少年疑惑地问, 叶兄, 你这么厉害, 不应该苦修吗? 为什么会喜欢钓鱼这种东西对啊? 这里的河里是没有鱼的。 小月儿解释道, 我见过一条大江, 江流里一条鱼都没有。 哈哈, 这没关系的, 我只是喜欢钓鱼的感觉。 叶命扛着心爱的鱼竿, 漫不经心道, 我最大的理想是钓鱼钓到死, 修炼什么都我才不喜欢, 要不是我师尊逼我, 我宁愿做一个凡人, 每天悠哉悠哉地钓鱼, 多舒服。 众人听到这话, 全部都猛了, 除了那位龙门的少年, 他哭笑不得地说道, 叶师兄被师尊赞许为龙门有史以来最有正法天赋的弟子, 同时修行天赋也不弱, 十八岁就成了助击, 但就是这个爱好和懒散的性格, 没少把师尊气哭。 气哭你师尊是女的王浩眼巴巴地凑了过来。 对啊。 少年回答, 叶命文言似乎也有些不太好意思, 挠着头尴尬道, 摊上一个女师尊其实挺倒霉的, 我师尊一点都不理解男人的爱好, 总是想逼我修行, 我都这样牛逼了, 还休万一休傻了怎么办所有人。 几个少年人一起吵吵闹闹地说着话, 小玉儿则在一旁安静地看着, 她觉得现在好好玩呀, 认识了这么多奇奇怪怪但是都很友善的人, 只是自己什么时候能找到哥哥呢? 再过一天, 哥哥带的干粮就快吃完了吧, 到时候哥哥会饿的, 小玉儿担心地想着, 而她并不知道的是, 林小璐的干粮已经吃完了。 此时, 古城废墟之中, 周大壮, 你还我的烧饼。 林小璐一把掐住周黎的脖子, 她气得眼珠子都瞪了出来, 不断地嗷嗷大叫。 事情是这样的, 本来周黎醒了, 自己和她就一起吃了点烧饼, 然后自己尿急想要去撒泡尿, 结果回来之后, 就发现这货把剩余的烧饼全塞进了嘴巴, 当场气得怒火中烧。 自己本来剩的就不多了, 结果这货还跟自己抢吃的, 简直不可饶恕。 你把烧饼给我吐出来。 啊! 周黎一被掐得脸红脖子粗, 不断咳嗽。 林兄, 我淡淡受伤了, 需要补一补, 刚才一下没忍住, 抱歉啊。 我抱歉你大爷, 我的烧饼啊。 呜呜啊, 张婷在旁边愣愣地看着他俩满地打滚, 周黎想跑, 嚎啕大哭的林小璐一把拽住他的裤子, 周黎顿时露出光溜溜的屁股, 同时被绊倒在地, 阳光下, 那大屁股还在闪闪发光。 我特么今天非弄死你不可。 气炸了的林小璐趴在他腿上, 双手齐出, 趴在地上的周黎身躯一僵, 整个人的眼泪都再次飙出。 四连撞弹! 二人闹腾了好一阵, 才相互收手。 而没有粮食的林小璐也彻底急了, 他得快点找到妹妹, 不然真得饿死在这儿。 三人小团队再次出发, 绕过巡石山, 在密林之中飞速前进。 时间过得很快, 没过多久, 三人便来到林中的一条溪流边。 林小璐蹲在溪流边聚精会神地看着, 一动不动。 他想抓鱼吃, 所以在观察溪流里有没有鱼。 小璐兄弟, 找到鱼了吗嘴馋的周黎隔三差五就跑过来问问, 他喜欢张婷, 也喜欢吃, 因此, 一直在张婷和溪流边反复横跳, 乐此不疲。 找到的毛? 林小璐撅着嘴郁闷道, 我都快蹲半个时辰了, 结果这河里什么都没有, 都快丢搞郁闷了。 周黎闻言也有些尴尬, 毕竟自己把人家的口粮吃了, 一时间也有些不好意思。 小璐兄弟, 我看周围有很多树叶, 要不兄弟我给你煮树叶吃吧。 林小璐闻言瞪了这铁憨憨一眼, 随后臭着脸走向一棵树, 准备摘树叶来煮。 这儿的树长得都挺奇怪的, 林小璐也没怎么见过, 不过他小时候吃过树叶, 还是没煮过的那种, 也就没什么所谓了。 一棵高高的大树之下, 林小璐像个小猴子一样, 飞快爬了上去, 然后就开始摘树叶。 而当林小璐爬得足够高时, 他忽然看到远处有一个姑娘在飘, 一同飘在空中的还有淡淡的血丝。 那里有人受伤了? 少年瞬间反应过来, 大喊着从树上跳下, 急忙招呼周璐和张婷。 周璐一听有人受伤, 顿时来劲。 又有人受到伤害了吗? 走走走, 我们去帮助他。 几个富有正义感的少年毫不犹豫, 一股脑地就往林小璐所指的方向跑, 原本周璐还想飞过去, 可当他发现林小璐跑得比他飞得快后, 也就懒得飞了, 索性就跟着他跑。 此时, 密林某处于楚楚正倒在草地上, 面色惊恐地看着面前的身影。 他的状态非常差, 嘴角挂着血丝, 脸色苍白, 又胳膊更是直接发生了骨折。 而他的面前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光头少年。 光头少年穿着一身洁白的道服, 左半张脸上刻画着龙形的纹身, 正一脸细血地看着于楚楚。 神舟的小姐, 如果你给我跪下磕个头, 我说不定会放了你。 他再次开口笑道, 于楚楚脸色艰难, 紧咬着嘴唇没说话。 少年仿佛非常期待神舟的修饰, 向自己求饶, 耐心地蹲在于楚楚面前笑道, 不愿意吗? 是因为神舟的骄傲, 为了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 即便丢掉自己年轻的性命, 也在所不惜, 美丽的神舟小姐, 你真的愿意在最好的年华死在这里吗? 放弃这一身的修为? 只为了可笑的所谓骄傲, 我认为, 这并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 说完, 光头少年再次起身, 捏着拳头笑道, 想好了吗? 小姐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于楚楚闻言一颤, 半想, 他艰难缓慢地起身, 然后往下一跪。 光头少年, 见了顿时眉飞色舞起来, 整个人都抬起了头, 嘴角高高上扬, 仿佛感受到什么无比畅快的爽感一般, 舒服地甚至眯上了眼睛。 而就在他眯上眼睛的瞬间, 于楚楚忽然一抬头, 左手猛地掐绝出一个弧形光刀, 狠狠对着他的喉咙, 斩去。 畜上! 死! 咔嚓! 在于楚楚绝望的目光下, 光刀支离破碎。 不愧是神舟的小姐, 有骨气。 光头少年冷笑, 然后一把掐住于楚楚修长的脖子, 将他整个拎起, 然后重重往地上一甩。 哄! 于楚楚灰头土脸地趴倒在地, 还未来得及爬起, 光头少年就猛地一抬腿, 一脚踩在他的头上。 哄! 又是一声巨响, 他的头被整个踩进土壤中, 任凭他如何挣扎都反抗不得。 少年踩着他的头, 眼神中显现着癫狂, 洋洋得意道, 你们这样的人, 面对我们这样的人, 只能跪着。 这是应该的, 明白吗? 你们不跪, 那就是以下犯上。 那就是天理难容, 那就是数点忘足。 少年一下又一下踩着于楚楚的脑袋, 每一下都会将地面踩得不断颤抖。 神舟的小姐, 记住我的名字, 左藤宗次郎, 杀你的人, 即便是下了地狱, 也得记得我。 懂吗? 见到我们东营人, 要跪, 要拜, 懂吗恩于楚楚一下接一下地 被他踩他脑袋, 很快便没有力气挣扎, 整个人软绵绵地趴着。 左藤见他不动了, 冷笑一声, 再次抬脚, 准备将他彻底踩死。 而就在这时, 远处的林中, 忽然飞帮来一个少年。 左藤宗次郎听到动静, 下意识一扭头, 还未来得及思考, 就看到一张近在咫尺的少年面容。 左藤, 轰。 还未反应过来的左藤宗次郎, 瞬间被轰飞, 而身体还未飞出去, 就被林小璐一把拽住衣领, 整个人生生又被拽了回来。 嗯, 时间不到一夕, 原本毫发无伤的左藤宗次郎, 就变成了一个满身是血的血葫芦。 刚才的一瞬间他下意识 调动了天皇赐予的法宝护体, 但根本抵御不住, 直接就被带着负重的林小璐一拳干碎。 此刻的他已经是尽气多出气少, 整个人都到了冰死的边缘。 秒杀, 真正意义上的秒杀。 临终, 林小璐提着他, 将他满是血浆的脸拉进到自己面前, 面无表情地开口道, 把你刚才的话, 再跟我说一遍。 满脸是血的左藤, 看着面前的林小璐, 艰难地张了张口, 一堆碎牙混合着血浆从口中涌出。 林小璐将自己的耳朵凑到他嘴边。 你说什么, 我听不见。 左藤晕过去了, 整个人只剩半条命地被林小璐拎在手里, 鲜血顺着身躯一直窜到脚下, 稀稀利利地往下滴。 不久, 张婷和周璃也双双赶到, 周璃看到面前的一幕后, 吓了一跳, 强壮如牛的他, 跟个小姑娘一样捂住了眼, 太血腥了, 太血腥了, 我看到血会晕, 不行了, 我要吐了。 哦, 张婷鄙鄙视地看了这昆仑大弟子一眼, 然后上前扶起重伤的于楚楚。 见到于楚楚身上的伤势后, 张婷都被吓了一跳, 连忙往他嘴里送一颗丹药。 而意识接近虚无的于楚楚, 用眼睛的最后一丝余光, 看到林小璐正提着左藤宗次郎, 便低声嘻喃道, 小璐帮我, 杀了, 这畜生, 说完, 于楚楚便彻底晕死过去。 林小璐冷着脸, 瞥了一眼这个小时候的敌人, 然后再次看向左藤宗次郎。 大壮他对身后的周黎喊了一声, 正大土特土的周黎听到声音望向他, 麻烦帮我找块板砖来。 林小璐面无表情道, 周黎闻言有些为难, 自己这荒郊野岭的上哪儿找板砖啊? 林小璐见他找不到, 想了想便提着左藤宗次郎 往一棵参天大树走去。 他要把棵树塞进去, 让这哥们开心开心。 来到树下, 林小璐刚准备动手, 呼赶头顶吹来一阵威风。 他抬起头, 看到一个戴着恶鬼面具的少女, 正站在天空中, 居高临下望着自己。 此刻的密林中, 还有十几个东营修士, 在往这里赶。 周黎一看到来人和面具少女, 顿时哈哈一笑, 一把脱掉上衣, 露出精壮的上身。 又来个东营小娘呢? 哎? 昆仑周黎教你做人? 天空中, 羽公千岁透过面具看了看林小璐, 又看了看他手里的左腾宗次郎, 想要开口。 林小璐忽然像丢拉机一样将宗次郎丢下, 然后看着羽公千岁, 抬起脚, 对着宗次郎的胳膊一踩。 咔嚓! 骨头粉碎的声音响起, 宗次郎发出一声剧痛的闷哼, 一旁的张婷和周黎也都吓了一跳, 被林小璐的狠辣吓到。 十六岁的林小璐, 因为成长和环境的影响, 以至于在大多数时候都称得上是个善良的人, 小时候的凶狠也都开始渐渐内敛。 就像这次, 在进入黄天蜃楼之前, 他对于东营修士其实并没有什么感觉, 想着无非也就是见面了暴打一顿, 然后扒他们的裤子, 但现在, 他的这个思维转变了。 虽然他和于楚楚有过节, 但那是他们神舟的事, 是他们峨眉的事, 还轮不到其他人来打于楚楚。 更何况, 这个家伙最后对于楚楚说的那番话, 他很不喜欢。 场中, 林小璐明目张胆带着挑衅的目光, 再次抬脚, 描向宗次郎的另一只胳膊。 羽公千岁眉头一皱, 冷声开口道, 神舟人, 你最好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咔嚓! 又是一声脆响, 林小璐毫不犹豫地抬脚踩下, 我当然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在虐待一个连畜生都不如的东西。 怎么? 你不服气吗? 林小璐冰冷地看着他, 狂妄至极地开口道, 不服气, 就把你东营的人全部喊过来, 我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黑暗? 说完, 林小璐看着高高在上的羽公千岁, 露出一个冷笑。 你最好要明白, 神舟的其他兄弟, 在黄天圣楼里, 要面对的, 是各种各样的气灵兽。 而你们, 要面对的, 是我, 林小璐。 羽公千岁皱了皱眉, 此刻的他, 有些拿不准眼前这名少年的实力。 虽然左藤宗次郎他也不喜欢, 觉得这家伙和奈良刚一样都是疯子, 但是和武藤丸, 小鸟游春奈, 奈良刚穿衣比起来, 这家伙的实力, 却是最强的。 他是四天王中最强的助击, 但此刻却被这少年打得跟死狗一样, 虽然自己来得比较晚, 并未看到这个少年是怎么打败他的, 但这个少年身上毫发无伤, 这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那边那个大个子似乎晕血, 而那个少女又只有宁气静的实力。 所以, 眼前这个少年真就是在单枪匹马, 毫发无伤的情况下, 把宗次郎打成了这副模样, 这让自己不得不小心谨慎。 咔嚓! 又是一声脆响, 左腾宗次郎的左大腿腿骨被林小璐一脚踩碎, 整个人疼得是晕了又醒, 醒了又晕, 躺在地上只能不断地静弯抽搐, 嘴巴里发着无意识的呢喃。 而林小璐却并未看他, 只继续抬头看着羽公千岁, 冷笑着嘲讽道, 你的同伴都这样了, 还不下来吗? 戴面具的丑女人丑女人三个字一出, 原本冷静思考的羽公千岁瞬间理智全无, 吓一刻猛地从高处落下。 林小璐对吧, 我下来了, 来, 让我看看, 你有多强。 羽公千岁被气坏了, 目光透过面具死死瞪着他, 黑云摘一女羽公千岁, 前来觐见。 林小璐面无表情地瞅了他两眼, 随后当着他的面再次一脚踩下。 咔嚓! 左腾宗次郎的右大腿也被踩碎。 见到这一幕, 羽公千岁气得胸膛剧烈起伏, 而他身后的十几名东营修士也已经全部赶到。 见到林小璐正在虐待左腾宗次郎后, 纷纷用东营语破口大骂。 见到这一幕, 周黎坚定地站在了林小璐身边, 小璐兄弟不要怕, 我最喜欢保护人了。 周黎看着面前的东营修士冷笑, 我长这么大, 还没杀过人, 今天说什么也要大开杀戒一回。 林小璐闻言摇了摇头, 轻道, 大壮, 这个丑女人刚才在天上飞, 我最讨厌在我面前飞的人, 这个留给我, 你去对付其他人。 周黎一愣, 挠了挠头, 有些不情愿。 而林小璐却一边托腹重, 一边开口道, 你要是不愿意, 就把烧饼还我。 周黎一听顿时大炯, 只好光着强壮的上身走向东营修士。 而当他走过羽公千岁时, 他忽然看向了羽公千岁, 小妞。 羽公千岁面无表情地看向他。 周黎冲他微微一笑, 小璐兄弟一拳就能打晕不开灵气的我。 你跟他打, 你这是抽到下下签了。 说完, 周黎便大笑着走向面前警惕持刀的东营修士, 然后双臂一斩, 摆出一个超级强壮的姿态。 东营杂鱼, 站在你们面前的是, 神舟第一真男人, 勇敢的正义之士。 昆仑最杰出的少年, 人称昆仑之虎的周黎。 一众东营人, 与此同时, 林小璐也已经脱下了负重, 然后再次抬脚, 狠狠踩在左腾宗次郎的裤裆上, 接着脚尖踩着他的裤裆, 一转一鸣, 把羽公千岁看得都哆嗦了一下。 而直到这一步, 林小璐才暂时松开了他, 正式看向羽公千岁, 抬手抱拳。 闻妹, 林小璐, 请赐教。 哄。 话音刚落, 羽公千岁的身躯就猛地飞冲而来, 鲜弱的手指带起一道淡绿色的光球, 狠狠轰向林小璐的脸。 另一边, 周黎的战斗也已经开始, 一群东营修士将他团团围住, 不断用手中的武士刀劈砍, 再不然, 就是用这种灵法对其轰炸, 一时间刀来灵闪看的人眼花缭乱。 而周黎面对这么多人的围攻, 却是丝毫不怕, 人高马大的他, 站在一众东营修士中, 仿佛一个小巨人一般, 不断在他们面前, 摆着各种各样炫耀肌肉的姿势, 甚至一度挺起胸膛, 任由他们的刀刃劈砍。 看啊, 这就是真男人的肌肉。 看啊, 这就是善良火热的心。 看啊, 这就是我的正义之道。 东营修士们, 破不了他的汉天诀, 一个个骂骂咧咧说着脏话, 而周黎还在摆着各种各样的羞耻姿势, 同时骄傲地哼道, 真正的强者, 有着一颗仁慈的心。 而你们这些罪恶的灵魂, 是永远无法理解的。 自残行愧吧, 无地自容吧。 一大段话语说完, 周黎才终于开始发动攻击, 双臂一斩, 拽起两个东营修士就开始甩。 人高马大的他, 一甩就是一大片, 同时哈哈大笑, 晕吗? 我也晕, 但是我不会倒下。 这就是我, 一个一生都在追求的神州好少年。 哈哈哈哈。 太极, 野马分踪。 融合着心意, 把和二重暗尽的野马分踪威力异常惊人, 只一下就将羽公千岁轰飞出去。 羽公千岁大惊失色, 他有想过, 林小璐的实力会很强, 但没有想到, 林小璐的实力会这么强。 自己对他发动的攻击, 他都会以一种奇妙的手段反打开, 且身体异常惊人, 自己跟他近战肉搏, 几乎全程都被压制, 完全不是对手。 怪不得左藤宗次郎会被他无伤打败。 神州这帮少年到底都是什么鬼? 那个神鬼莫测的小女孩就已经够可怕了, 这儿居然还有一个。 自己跟他打针, 就是全方位被碾压的那种, 难不成又要使用弑神才能对付他。 而他并不知道的是, 此刻的林小璐并未真正用权力。 他一没有用真气, 二没有用大更青铜器, 三没有开启一晶晶状态。 否则, 凭羽公千岁的实力, 一个照面就得死。 场中, 林小璐呵呵一笑, 让我把你的面具摘下来, 看看, 你到底有多丑。 说完, 他身形一动, 带着阵阵重影跃出, 瞬间来到羽公千岁面前, 抬腿就是一记堪称恐怖的鞭踢。 李三角, 小龙问洛, 羽公千岁大惊失色, 面对着带着毁天灭地威力的踢机, 连忙一掐绝。 阴阳术, 雪女幽。 羽公千岁的身躯赫然化作一片雪花, 而林小璐一脚踢散雪花, 甩出一道炸裂空气的巨响。 林小璐见羽公千岁消失, 也是愣了一下。 他正疑惑着, 出现在他身后的羽公千岁, 就猛地一收绝。 所有的雪花瞬间凝固, 化作无数枚锋利的雪晶石, 齐刷刷轰向林小璐。 林小璐愣了一下, 随后抬手挡住面部, 原地微微一扎码。 硬气功, 横练之气。 堪比杰丹妖兽的身躯, 再加上修行到大成的横练之气, 让这些锋利的雪晶石, 根本无法穿破他的身躯。 后方的羽公千岁剑撞眉头紧皱, 随后猛地飞身而来, 抬手间无数白气汇聚, 最终在他手中凝聚成一柄巨大的冰雪镰刀, 对着林小璐的后脑就是一盏。 阴阳术, 雪伦长连? 当一声金属般的脆响, 冰雪镰刀直接粉碎。 而之后, 依旧毫发无伤的林小璐就猛地往后一伸手, 一把抓住羽公千岁的脖子, 然后就地一甩。 哄! 羽公千岁胶弱的身躯在空中甩出一个半圆, 狠狠摔在地上, 口中也发出一声闷响。 而林小璐丝毫没有怜香西域的意思, 将其甩倒在地面后, 直接一拳轰下。 狂! 狂暴的拳头, 轰碎羽公千岁祭出的护体法宝, 接着轰开她的护体灵气, 然后轰在她格挡在脸部的细嫩胳膊上, 最后将她整个打得陷进地里。 她整个人都被这一拳打猛了, 随后她看到林小璐居高临下, 对自己抬起了脚, 顿时无比惊怒。 你敢? 我要杀你! 我一定会杀! 哄! 一脚踩下, 少女的脑瓜深深陷进土中, 再无声息。 密林中, 林小璐踩着羽公千岁的脸不屑道, 还问我敢不敢, 也不去打听打听。 我特么连屎都敢吃, 不敢打你说完。 林小璐收回脚, 看向羽公千岁脸上的面具。 这面具倒是挺结实的, 我这么大力气, 居然都没能采换。 林小璐有些好奇, 抬手伸向少女脸上的面具。 嘿嘿嘿, 正好让我看看你到底长得有多丑, 看看你为啥不敢见人。 少年的手触碰上质感清凉的面具, 眼瞅着就要摘下, 四周却忽然开始无端晃动。 林小璐一愣刷的一下, 抬起头, 四下张望。 又有变故, 场中, 整片密林都开始飞快颤抖, 正在以一笛多的周里也愣住了, 迟疑着感受周围的变故。 而下一刻, 林小璐还未反应过来, 他所在的地方就猛的一线。 我去。 林小璐瞬间原地起跳, 想要跃上岸边, 然而下方深不见底的黑暗中, 却传来一股极其强悍的吸扯力。 这股吸扯力, 加上人体自然下跌的力道, 让林小璐瞬间一猛。 而就是这一猛, 磅礴巨大的吸扯力, 就狠狠将它吸扯下去, 和昏迷不醒的羽公千岁, 一同跌入黑暗。 小璐兄弟! 小璐! 周黎和张婷看到这一幕, 也是大惊失色。 二人刚想过来救他, 身子一动, 却同时穿过一道看不见的薄膜。 周黎站在一处雪山之下, 看着面前银桩素果的高大雪山一脸茫然。 张婷则是和于楚楚来到了另一片森林, 四下满是绿植, 空旷无人。 一切发生得太快, 皆是瞬息之间。 此刻, 林小璐跌入黑暗, 倒腾着四下乱抓, 却什么也抓不到。 而且他能感受到, 下方似乎有什么巨大的怪物, 在冲自己嘶吼, 连忙在空中抽出硕大的大根青铜器, 一手持握刀壩, 一手抓着刀身上的铜环, 目光死死瞪着下方的黑暗。 不久, 在伴随无数碎石土壤落下去的林小璐, 看到了一头巨大的岩石蜘蛛。 其实他也不确定, 这玩意儿是不是蜘蛛, 只是长得比较像而已。 毕竟他长着八条异常巨大的利爪, 足足有几十米长, 四个一排折叠在身躯两侧。 且蜘蛛的头部长着一张巨大的圆形巨口。 就整体而言, 蜘蛛的体型似乎与上次的岩石巨人差不多大, 都属于庞然大物。 而林小璐在看到蜘蛛的一瞬间也是愣了一下, 然后二话不说, 整个人仰天举刀, 对着他就砍了下去。 管你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嫌一刀劈死再说。 巨型蜘蛛的圆形巨口一缩, 紧接着就喷出一道仿佛柱子般的白红。 而林小璐也直接开启了一晶晶状态, 浑身上下开始涌现出五色彩霞, 脑袋后面都开始若隐若现地形成光圈。 接着, 身体不断下落, 离蜘蛛越来越近的林小璐就调动起了二重暗镜和内力, 然后由上至下猛然怒斩。 辐射刀空 现阶段最强一招使出, 狂暴的刀浪犹如一条冲天直线, 轰开一切喧嚣, 催枯拉朽间切开蜘蛛吐出的白红, 白红分成两结, 往两边不断扩散, 最后刀浪凶残至极地劈在蜘蛛头部。 狂! 实力堪比结单修饰的岩石蜘蛛瞬间土崩瓦解, 化作无数碎石之后, 刀浪继续下沉, 将地面都劈出一道狭长的裂痕。 哄! 林小璐和众多碎土一同落地,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他没吃饭, 有些饿了。 一旁同样落下的沙土中, 晕过去的羽公千岁正安安静静地躺着。 此刻的林小璐孤身而立, 反手持握刀柄, 大羹青铜器的巨大刀身拖在身后, 却并没有将地面砸成, 似乎这里的地面异常结实。 他看了看巨型蜘蛛画作的碎石和法宝, 然后打量起了周围的环境。 林小璐发现自己所在的位置, 是一个非常空旷巨大的山洞, 山洞里几乎遍地都是碎石, 碎石中往往还堆积着不少骷髅, 骷髅们穿着腐烂的修饰道袍, 依心能看出, 是各个宗门的道袍, 峨眉, 昆仑, 全真, 茅山都有。 而除了这些死去的前辈以外, 林小璐的面前, 还有一座衣服山岩而建造的巨大雕像。 那是一个长发中年男子的雕像, 穿着朴素的袍子, 坐在山岩之中, 目光甚是威严。 咕噜噜, 肚子突然想了一下, 少年观察着周围, 然后揉了揉肚皮, 他觉得有些饿了。 而正当他想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吃的时, 仿佛无限空旷巨大的山洞中, 忽然再次传来响声, 两头巨大的岩石之珠一左一右, 同时从两侧出现。 好, 林小璐, 我都快饿死了, 怎么还有蜘蛛? 这玩意儿, 要是能吃就好了。 他提着刀, 扛着身体的不适, 走向巨大的山岩蜘蛛。 打架是很消耗体力的, 自己饿着肚子打架这么久, 现在又要同时面对两头十里堪比结单的气灵兽, 这有些扛不住啊。 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 当羽公千岁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地的碎石沙土之中, 身上还带着伤。 动了动, 很疼, 他咬着牙, 有些艰难地起身。 那个叫林小璐的家伙, 力气太恐怖了, 比五天丸的力气还大, 一拳一脚, 几乎就将自己给生生打废。 少女起身, 抱着胳膊, 虚弱地看了看四周的情况, 随后, 整个人都梦了。 他发现自己身处一片巨大的矿洞之中, 而那个峨眉的林小璐, 正生死不知地躺在远处, 且周边布满了碎石, 并有三枚法宝, 静静地落在碎石之中。 见到这一幕的羽公千岁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 他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只能大概猜测。 这里有三个各种样式的法宝, 那这个林小璐, 是遇到了三个很厉害的气灵兽, 然后跟他们同归于尽了。 他想了想, 摘开面具, 然后给自己喂了一颗治疗内伤恢复灵力的丹药, 随后才亮强地起身。 周围的空气化作白色, 自他手中凝结成形, 不久, 一把冰刀便出现在其手里, 羽公千岁提着刀, 颤颤巍巍走向生死不知的少年。 如果你死了, 那算是便宜你了。 如果你没死, 那我羽公千岁自然说道, 做道。 他伤得也很重, 整个人脸色苍白, 捂着阵痛不已的胸口, 颤颤巍巍来到林小璐面前, 冰刀也在地面划出一条长长的弧线。 而临近跟前, 他发现林小璐还没死。 林小璐身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口, 看脸色似乎是因为虚弱和受伤导致其晕了过去, 但即便如此, 他的右手还紧紧握着一把造型夸张的巨大刀刃。 羽公千岁观察了片刻, 便毫不犹豫抬起手中冰刀, 对着少年喉咙割去。 啊! 一阵惊天动地的哭喊声忽然响起, 羽公千岁吓了一跳, 手中的刀也随之停了下来。 他抬头望向声音的来源, 听着前方的矿洞通道中不断传来哭喊声, 同时还有气凌兽的咆哮声。 这个矿洞里还有其他人, 羽公千岁吓了一跳, 连忙紧张起来, 毕竟现在的自己情况可不太好。 空旷的矿洞深处, 哭喊声和咆哮声越来越近, 羽公千岁也变得越发不安。 而随着地面一阵阵的微颤, 一个嚎啕大哭的小胖子, 猛地从黑暗中冲了出来。 看到来人的羽公千岁一愣, 而下一刻, 嗷嗷大哭的小胖子身后, 就窜出树头外形似野狼的气凌兽, 咆哮着追击而来。 东方弹觉得自己倒霉透了, 从来到黄天蜃楼的第一天开始, 自己就出现在了迷宫一样的矿洞里, 然后就遇上了这几头气凌兽, 全程一直在跑, 一边跑一边哭, 一直持续到现在。 此刻, 在羽公千岁猛逼的目光中, 东方弹嗷嗷大哭地冲出, 他下意识掠过羽公千岁, 看到了他身后躺着的林小璐。 鹿哥! 见到林小璐, 东方弹哭得更呆劲了, 胖胖的身体直接绕过羽公千岁, 鹿哥你别睡了, 起来干他们啊! 鹿哥你咋那么多伤啊, 不是死了吧? 我的鹿哥呀, 你别死啊, 你死了, 我也要死了, 呜呜呜羽公千岁听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而下一刻, 紧跟东方弹冲出来的几头气凌兽, 就注意到了他, 嘶吼着对他冲来。 羽公千岁大惊失色, 现在的他身受重伤, 这几头气凌兽, 虽然只有宁气的实力, 但也不好对付。 这忽然冒出来的小胖子, 是什么鬼? 羽公千岁, 想要弄死这嚎啕大哭的小胖子, 但气凌兽已经扑到眼前, 无奈之下, 只能低声骂了一句, 巴嘎, 然后抬起兵刀站向着树头气凌兽。 矿洞之中, 东方弹一个劲地摇晃着林小璐, 一边摇晃, 一边痛哭流涕, 仿佛死了轻爹一样, 要多伤心, 有多伤心。 羽公千岁, 则在他身后浴血奋战。 现在的羽公千岁, 根本没有多少力道, 林小璐最后踩他的那一脚, 威力太大, 即便是带着轻轨机甲面都抵抗不住, 这让他到现在都感到头晕脑胀, 灵力都不怎么能掉动, 因此, 面对眼前这几头灵活的山岩狼气凌兽, 没过几下就被打得节节败退。 情急之下他眉目一转, 用纯正的神舟口音对着东方弹大喊, 这位道友, 林小璐并没有死, 只是晕过去了而已, 我是鼠山弟子, 这里有六头气凌兽, 之前你一个人打不过, 但现在我们有两个人, 快来助我。 我…… 陆哥你醒一醒啊。 东方弹哭哭啼啼地站起身, 然后看向被六头山岩狼联手围攻的羽公千岁, 眼泪汪汪道, 你是鼠山的道友吗? 没错。 羽公千岁一边躲开一头山岩狼的扑击, 一边急道, 快来助我, 不然我们都得死。 东方弹没见过羽公千岁, 不明真相的他, 下意识信以为真, 于是笨拙地跑了过来, 大喊一声, 整个人立刻被一个土黄色的罩子护住。 羽公千岁见状一喜, 连忙指挥道, 你对付, 三头我对付三头, 一起活下去。 哦哦好。 东方弹大吼一声, 冲向三头野狼, 抬手挥洒出树道灵法。 之前以一敌六他, 确实打不过, 但现在对付三个, 咬咬牙, 还是很有希望的。 场中, 他和羽公千岁联手, 一同对战六头山岩狼, 土黄色的灵法, 和雪白的灵法相互辉应, 局势也开始变得渐渐逆转。 哄, 一声灵气爆响在空中炸开, 一头山岩狼被东方弹轰碎, 而他自己也被剩下两头咆哮着的山岩狼扑倒, 痛叫着倒下。 羽公千岁那边也持着镰刀横斩, 将一头野狼拦腰斩断。 二人在面对山岩狼的围攻时, 皆有受伤, 但好在东方弹在最后一刻, 近乎脱力地抱住一颗山岩狼, 然后闷头往地上一甩, 按着他, 嗷嗷大叫着将气垂碎。 而羽公千岁同样在被抓伤肩膀, 血流涌住的情况下, 一掌拍碎最后一头山岩狼的头颅。 至此, 六头山岩狼全部被击杀, 羽公千岁和东方弹也双双重伤倒地。 东方弹挣扎着起不来身, 只能无力地倚靠在一块岩石上, 而羽公千岁毕竟是筑击, 相比于他底蕴更加浑厚, 情况也稍微要好一些, 不过也好不到奶去, 整个人伤痕累累, 疼得直吸凉气。 这位道友, 太感谢你和我一起对付这些麒麟兽了。 东方弹挣扎着伤口, 胖嘟嘟的脸上沾染着烟红色的血解, 对羽公千岁露出一个感激的笑容。 道友你居然还是个姑娘, 真勇敢, 你和陆哥是好朋友吗? 不远处瘫倒, 在地的羽公千岁, 脸色微变, 随后温柔地笑道, 对, 我和林小璐是不小心遇上的, 现在是好朋友。 说完, 他就挣扎着起身, 脸上挂着温柔的笑容走向东方弹。 你伤得重不重我, 帮你看看。 说这话的时候, 他的手一直背在身后, 一枚冰锥在手中慢慢成形。 心思单纯的东方弹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对, 继续虚弱地躺着, 同时询问道, 道友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东方弹。 哦对了, 我这里还有一些疗伤的丹药, 是草药制成的, 陆哥也能用, 可是我现在疼得动不了。 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丹药味给陆哥呀? 已经握住冰锥, 准备动手的羽公千岁, 微微一愣, 随后目光闪烁, 好。 他默不作声地收回冰锥, 然后摘下东方弹手中的那剑。 东方弹也很信任他, 全程笑呵呵的。 羽公千岁看了看那剑, 没说话。 他自己也带了丹药, 但大多是修复灵力和内伤的, 修复外伤的并没有带多手, 此刻正好用得到。 看着东方弹干净真诚的目光, 他转过头, 没有和他对视, 只自顾自地从那剑中取出一枚小药瓶, 随后发现里面的丹药只剩下了一颗。 估计是这小胖子之前被气灵受追, 然后期间受了很多伤, 所以才吃了不少。 只有一颗了, 你自己不吃他有些疑惑。 哈哈, 我没事的。 东方弹躺在地上笑道, 我是天生土灵体, 皮糙弱厚, 这些伤不算什么。 而且我实力不是很强, 这好了也没啥用, 陆哥很厉害的, 他好了以后就可以保护咱们了, 然后咱们就可以一起出去。 陆哥是很讲义气的人。 听着东方弹的话, 羽公千岁文言沉默地点了点头, 然后错开东方弹的视线, 揭开面罩, 将丹药丢进了自己口中。 东方弹听到声音, 看着他的背影疑惑。 道友, 你在干嘛羽公千岁笑了笑? 没事, 你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吧。 说完, 羽公千岁就来到他面前, 轻轻捂住东方弹的眼睛, 并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一句, 东方弹, 他还未反应过来, 羽公千岁就猛地抄起冰锥, 狠狠对着东方弹的心脏位置扎去。 另一边, 某处密林中, 汤圆兄, 同龄人之中, 我谭松磊最佩服两个人, 一个是林兄, 另一个就是你。 一处鸟语花香的花园中, 谭松磊毫不掩饰自己的敬仰, 对眨巴着斗鸡眼的汤圆赞不绝口道。 你最后, 那一下开眼, 则则则, 真是让在下仗了见识了。 汤圆文言也有些高兴, 但还是尴尬地叹了口气, 谭兄见笑了, 只可惜, 最后还是让那个什么奈良钢跑了, 他居然可以瞬移, 我也是真没想到, 回头我说什么, 也得研究一颗可以让人瞬移不了的丹药。 汤圆和谭松磊一边闲聊一边走, 旁边的陈念云则是有些迟疑道, 众所周知, 只有袁英靖的前辈才可以瞬移, 我估计, 那个奈良钢应该是用了什么一次性的法宝, 龙兄, 你怎么看三人身后, 一名昆仑的修士正不紧不慢地跟着, 他就是先前被庶民东宁修士围攻, 后被谭松磊和陈念云救下的少年。 谭兄, 陈兄, 汤圆兄, 在下实力低威, 只有宁七六层, 也看不出来啥啊。 名叫钱小龙的修士老十八交道, 四个少年人文言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了些鼓励的话, 继续嘻嘻哈哈地边走边聊。 这黄天圣楼是真大啊。 路途上, 陈念云忍不住感叹, 我们四个走了这么久, 一个人都没遇到。 我听家师说, 黄天圣楼非常广阔, 到现在都没被探索完。 谭松磊说道, 对啊。 钱小龙笑呵呵地开口道, 不过大一点也没啥, 陈兄和谭兄都是助激进的剑修, 汤圆兄的丹药又神鬼莫测, 我们应该不会遇上什么难对付的敌人。 那肯定。 陈念云点头道, 我世尊曾经说过, 汤圆师弟一人, 至少可抵得上三个足迹。 汤圆文言开心地直乐, 随后谦虚道, 念云哥过奖, 这得看跟谁比了, 要是和帮主比那我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 几个少年人一边互夸, 一边继续行走, 而没过多久, 他们便看到前方的密林中有一个少女的身影。 有人, 走走走, 咱们去看看。 念云兄别急, 等等我啊。 四个少年大呼小叫赶了过去, 而刚越过密林, 跑在最前面的陈念云便是瞳孔一缩。 他看到了浑身是血的余楚楚, 而余楚楚身边, 还有一个不断给他疗伤的少女。 张婷看了看面前这四个忽然出现的少年, 见他们都是神舟人, 不禁心头有些欢喜。 而还未等他开口, 陈念云就上前查看起了余楚楚的伤势。 此刻的余楚楚不可谓是不惨, 整个人近乎被打得不成人形。 而这还是张婷不断为他疗伤后的成果, 最开始的他几乎差点就要避命。 这姑娘被谁打成这样的, 太惨了吧。 谭松磊和前小龙都看得触目惊心, 扎舌不已, 一旁的汤圆也不迟疑, 取出一枚丹药就开始往余楚楚鼻孔里塞。 汤圆你干嘛? 陈念云问。 念云哥没事的, 我这丹药是专门疗伤用的, 不过不能口服, 只能塞鼻孔。 来, 你把楚楚放下, 让我好好塞一塞。 你当心点, 你这玩意儿太大了。 你看楚楚都被你塞得皱眉了。 俩人手忙脚乱地给于楚楚疗伤, 谭松磊则是好奇地看向张婷。 这位姑娘, 你们遭遇了什么张婷把事情一五一十说了一下, 包括林小璐和羽公千岁跌入地穴, 自己和于楚楚莫名顺移到这里的所有事情。 这一系列发生的事情让眼前几个少年都有些猛, 同时, 陈念云也听得有些发了。 林小璐居然遇到了这种事, 她不会有事吧? 场中, 汤圆把硕大的丹药全部塞进于楚楚的鼻孔, 陈念云又不断用灵气为她缓慢修复伤势, 过了好一阵, 于楚楚才悠悠睁开双眼。 睁开眼, 于楚楚朦胧胧地看到陈念云, 汤圆, 张婷等人关心的脸, 思绪回转过来后, 眼眶瞬间开始泛红, 声音哽咽道, 念云哥, 我, 我没给咱们神舟修饰丢脸。 听到这带着哭腔的话语, 陈念云脸色一僵, 连想到刚才于楚楚的伤势, 不自觉就捏紧了拳头, 随后柔声安慰着她。 张婷见到这一幕, 想了想, 拉着谭松磊前小龙, 汤圆三个少年就往旁边走, 汤圆还好奇想上去瞅瞅, 张婷也连忙阻止。 人家说话, 你掺和个什么劲? 汤圆眨巴着斗鸡眼疑惑, 这有啥得与此同时, 空旷的地下矿洞内。 羽公千岁瘫倒在地上, 挣扎着无法起身, 而她的面前则是依旧保持侧踹姿势的林小璐。 还没明白过来的东方弹一脸猛逼, 随后她看着林小璐惊喜道, 鹿哥, 你没事了, 呃, 其实还有点事。 率不过三秒的林小璐一屁股跌坐下来, 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东方弹瞅了瞅她, 又瞅了瞅伤上加伤的羽公千岁。 汤圆道, 鹿哥, 你为啥要替这位道友啊? 他是好人。 好个屁。 林小璐捂着胸口, 你刚才就被这娘们宰了? 阿旦你能不能机灵点? 这娘们的衣服和面具没看出来, 东方弹文言一愣, 随后一脸呆滞。 此刻的林小璐状态非常不好。 她先前在饿着肚子的情况下, 一刀击杀十粒堪比杰丹的山岩蜘蛛。 体力本就所剩无几, 接着又遇到了两头山岩蜘蛛。 于是她就在饿着肚子, 体力耗尽的情况下, 以一敌二, 最终拼尽所有, 才将那两头山岩蜘蛛击杀。 那可真称得上是一场恶战了。 以前的时候, 因为自己本身是舞者的缘故, 林小璐对自己的实力 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 毕竟这世间没有给舞者划分境界。 而现在, 她大概知道了。 自己在打开一斤斤的情况下, 实力大概可以同时对战 两到三个稍弱一些的结单镜, 再多就扛不住了。 奶奶的, 回去以后自己就给自己设置一个境界标准, 如果行的话, 以后可以试着去推广一下。 场中, 虚弱的她胡思乱响了一阵, 随后继续对东方诞说道, 这个女的是东营人, 她一直在骗你。 东方诞异地看了一眼 重伤倒地的羽公千岁, 随后耿直的胖脸 渐渐从憨厚转变为生气, 最终皱起眉毛, 胸膛都开始一起一浮起来。 你居然骗人? 亏我还真以为你是鼠山的修士, 还把你当好人? 场中, 羽公千岁捂着被踢伤的腹部冷笑, 骗你又怎么样? 明明就是你自己蠢。 说完, 她看向同样虚弱的林小璐讥讽道, 怎么着呀, 神舟人有本事, 你来杀了我。 你不杀我, 等我找到机会我一定会杀了你。 我记住你了, 林小璐对吧? 你现在是我的一生之敌, 我一定会让我的刀, 彻底沾上你的血。 身子虚弱, 饿得不行的林小璐, 听到羽公千岁的狠话后, 顿时不屑。 现在所有人都动不了, 所以这东营小娘们是要放嘴炮, 自己最擅长放嘴炮了。 山洞内, 林小璐对东方蛋傲娇道, 阿蛋, 大哥今天给你上一课, 看好了。 说完, 她就开始对着羽公千岁狂喷。 你个脑袋长大包生的, 跟河马一样, 不敢见人的死巴婆。 臭泥丘沾点盐, 还真拿自己当海鲜了。 你出生的时候没屁股, 一岁的时候屁股长在脸上, 然后还能吃地瓜。 三岁的时候, 你就尿尿分叉, 自己还觉得自己天赋一柄, 天天跑出去尿尿给人家看, 还逼人家说尿得好四岁的时候, 你就偷看男人洗澡。 五岁的时候, 就逼男人偷看你洗澡。 六岁的时候, 你们家族就开始长大, 最后全成了大傻叉动物, 别人到了你们家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们家是零售骨。 七岁的时候, 半个时辰以后, 山洞内。 八十岁的时候, 你才想到去治痔疮, 治疗完还不给钱, 还问大夫自己的痔疮可不可爱。 八十一岁就出去倒贴钱, 找小孩子夸你好看, 其实是想着非理人家。 八十二岁的时候, 就天天去客栈吃饭, 每次吃饭带个盆, 进门就让客栈里的人, 给你把盆拉满。 林小璐一阵噼里啪啦, 一旁的东方蛋都听猛了, 羽公千岁也完全听猛了, 刚开始他被骂还挺生气, 但他现在已经气不起来了, 反倒被骂得眼眶通红。 他长这么大, 从来没见过这么能骂人的, 这骂得都有半个时辰了。 你, 你骂够了没有? 快气哭了的羽公千岁, 颤着嗓音怒道。 林小璐闻言也累得直喘气, 他本来就呃, 现在骂得更恶更虚弱了。 不过即便再累, 他也只是深呼吸了几下, 然后就继续开口骂道, 骂够怎么可能骂够? 我觉得, 刚才三十二岁那一年的话, 骂得还不够贱, 我要从头再骂一次, 气死你。 路哥路哥先谢一下吧。 东方蛋赶忙劝道, 你骂得都开始冒冷汗了, 再这样下去你就要饿死了。 听到东方蛋的话, 林小璐才重重地喘了口气, 躺在地上剧烈喘息。 半想, 东方蛋费力地支撑起半个身子, 然后开口问道, 路哥, 我看着周围有好多死去修尸的尸骨,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不知道啊。 林小璐无力地回应道, 那边还有个雕像, 不知道那是啥。 羽公千岁看了看岩壁内的雕像, 也没看出个所以然。 林小璐在那里和东方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而羽公千岁则一直这么静静地蜷缩侧躺着, 默默吸收黄天圣楼内的灵气为自己疗伤。 滴答。 一声轻响, 一滴水珠从矿洞顶部的岩石层上滴入地面。 林小璐看了看那枚水珠, 然后费力地挪动身体往那里靠拢。 他的动作很慢, 每一下都用尽浑身的气力, 过了许久才靠近水滴落入的位置, 张开嘴接住水滴。 阿蛋, 你在这这么久, 有看到什么吃的吗? 林小璐一边接住水滴一边问。 有一些。 东方蛋同样运转着灵力, 回应道, 那边迷宫一样的矿道里, 有一些野草。 路哥, 你再坚持一下, 我恢复一点, 以后就去找野草为你。 喝着水滴的林小璐点点头, 当下也只能这样了。 哼, 等自己恢复行动了, 就去砍死这个死巴婆。 羽公千岁听着他俩的对话, 不断地吸收灵气, 同样等着击杀他二人的机会。 而就在三人都在相互等待机会的时候, 矿洞左侧的山顶忽然传来轰隆轰隆的响声。 三人同时吓了一跳, 不约而同齐刷刷望了过去。 不久, 一大片岩石沙朔从天而降, 一个身穿道袍的高个子姑娘从天而降。 一同落下的, 还有一个浑身刻满纹路的大胖子。 五田丸! 羽公千岁顿时惊喜, 他没想到五田丸居然会出现。 林小璐看到这高个子姑娘和大胖子也有些猛。 这个高个子姑娘他不认识, 不过这个大胖子有点眼熟, 好像在哪儿见过。 此刻, 五田丸刚一落地, 身穿道袍的高个子姑娘就一掌轰在他脸上, 而他也不甘示弱, 随即回答, 二人一句话没有, 直接在空旷的山洞中大打出手。 林小璐和东方弹看到这一幕后, 结实一愣, 随后看向这姑娘身上的道袍。 是全真的道友。 不远处的羽公千岁, 也惊了, 这女的居然也是一名助击镜, 还和五田丸打得势均力敌。 场中, 高个子少女身形一展, 转身绕到五田丸身后, 抬手祭出一把浮沉, 浮沉挥舞之间将五田丸挥出的灵掌, 纷纷打散。 五田丸一边不断挥着灵掌, 一边看向羽公千岁, 惊讶道, 羽公大将, 你居然在这里高个子少女, 也看向了林小璐和东方弹, 语气豪爽地大笑。 二位道友是受伤了吗? 等我解决了这大肥猪就来救你们, 我要架不高且童锁无欺, 一人一枚中品灵石足矣。 场中, 五田丸狠狠展开双臂, 原地一跺脚, 摆出一个夸张的姿势, 然后凌力催动, 赫然冲向高个子少女。 相扑领法, 横刚立! 高个子少女见此轻易一声, 随后猛地一甩浮沉。 浮沉上洁白的须子瞬间变长, 且随着她手腕的舞动, 甩出一个巨大的漩涡。 下一刻, 冲天的水柱便从浮沉漩涡中轰出, 凶狠地和五田丸对撞。 全真求真绝, 水浪冲天。 哄! 激烈地碰撞之下, 水浪四散, 高个子少女后退了几步, 脸色显现出一丝苍白, 而五田丸的横刚立也被声声推回, 肥胖的身躯飞摔出去。 山洞中, 漫天的水浪四处飞洒, 仿佛倾盆大雨一般, 浇在林小璐的脸上, 把她喝得开心无比。 畅快! 姑娘再喷点水出来, 不够喝啊! 高个子少女听到这话微微一愣, 刚想开口, 快头巨大的五田丸就再次爬起, 怒吼着对她冲来。 羽公大将, 我很快就来助你。 五田丸仿佛一头咆哮的野猪, 全力怒吼着冲向高个子少女。 而少女则是眉头一皱, 随后猛地甩起浮尘, 朝天一身。 哗! 狭长的白色浮尘飞速延长, 化作一道笔直的白条, 立于洞中苍穹之间。 全真求真绝, 浮尘斩! 一声怒吼, 少女持着冲天的浮尘狠狠下屁。 而五田丸身上刻画着的浮露 也瞬间绽放出光亮, 巨大的臂膀交叉抬过头顶, 硬抗浮尘。 哗! 面对全真少女披落下来的冲天浮尘, 五田丸的两条胳膊根本抵抗不住, 当场被斩得单膝跪地。 哗! 一大口血从口中吐出, 她身上的肥肉都开始止不住地颤抖。 五田! 羽公千岁看到这一幕顿时大声惊喊, 整个人都愤怒地微微颤抖了起来, 双目更是死死瞪着全真少女。 她也没想到, 这个不知名的少女居然可以完全压制五田丸。 毕竟五田丸在四田丸中硬实力排在第二, 但此刻全被无情祭拜。 四田丸中, 羽公千岁最喜欢的就是五田丸和小鸟游, 因为他俩既没有奈良钢的毒辣, 也没有左疼的病态。 和小鸟游一样, 五田也是不喜欢杀人的人, 他的理想是在京都府创建一座香扑宗门, 专门教导小孩子们香扑, 然后将香扑灵法发扬至整个东营, 成为一代香扑宗师。 只可惜, 无论是羽公千岁, 还是四田王, 都是从小被义父选中的天选之子。 他们因为那远超常人的修仙天赋, 从来都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此刻的他, 看着昔日一直照顾自己, 仿佛兄长一样的五田丸跪倒在地, 痛得心脏都开始发疼。 羽公大将不要过来! 跪倒在地的五田丸大声阻止他起身, 然后努力向他丢出一枚戒指。 全真少女见他丢出戒指, 抬手就要用浮沉将戒指夺回, 而五田丸却怒吼着从地上爬起。 在我死之前! 休想洞宇公大人! 话音一落, 身形魁梧的他就猛地一把抓住浮沉, 然后一把掐住全真少女的脖子, 狠狠地将他往岩壁上推。 啊! 身形魁梧的五田丸奋力咆哮, 仿佛用尽了毕生的力气, 一时间居然将全真少女压制得动弹不得。 而动不了的林小鹿和东方弹, 就像两个路人一样, 愣愣地看着戒指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落在了羽公千岁面前。 啪大! 戒指落地! 羽公千岁呆呆地看着尘埃中的戒指。 来之前, 他和四天王每人被义父赐予了一枚 可以顺移一次的戒指。 这枚戒指异常珍贵, 据说是由天上的神明下了赐福, 可以带进皇天圣楼, 且不被皇天圣楼反噬。 而这也是他们的其中一道底牌。 自己的戒指在面对那个十四岁的小姑娘时 就迫不得已失踪了。 而现在, 五天王把她的戒指给了自己。 哄! 全真少女的身躯狠狠撞在了岩壁上 激起一阵尘埃, 其明媚的脸蛋都被被五天王巨大的手掌按住, 动弹不得。 而五天王则一边按住她, 一边对着羽公千岁大声叫喊, 羽公大将, 你快离开。 羽公千岁呆滞地看着, 看着那胖乎乎的身影, 手指死死捏住那枚戒指。 小鹿看到慷慨赴死的五天王, 心里也不禁暗叹了一下。 这大胖子倒也是个真男人, 比那个什么沙比左藤强, 做东营人真是可惜了。 五天王拼命按着全真少女, 粗壮的腿不断蹬地, 同时扭过头被羽公千岁露出了一个憨态可居的笑容。 羽公大将天赋那么强, 怎么可以死在这里? 大将快走吧! 五天愿为大将铺路, 这是五天的使命。 说完, 他就再次看向被自己按住的全真少女, 冷声道, 神舟修士, 我的命就在这里, 你想要不用急, 我给你。 说完, 五天王全身刻画着的浮露就再次闪烁起亮光, 狂暴的力道也开始再次飞长。 而被他死死按住的全真少女也是吃了一惊, 挣扎着出来左手, 然后猛地一掐绝。 下一刻, 一抹光亮自他左手掌心亮起。 哼! 凝结而出的灵球狠狠轰击在五天王的胖脸上。 五天王的力道下意识一松, 全真少女立刻用灵力撞开他。 五天王刚被撞开就怒吼一声, 再次抬手。 而吃过一次亏的全真少女怎会如他所愿, 猛地一甩浮沉。 五天王! 羽公千岁捏起戒指就要往这里跑, 可还没跑几步就因为腹中剧烈的伤痛摔在地上。 场中, 浮沉狭长的白须瞬间缠绕着五天王的脖子, 随后全真少女身姿一动, 整个人从他上方翻身飞过到他身后, 然后足不运起灵力, 背着他的膝盖窝狠狠就是一踹。 脖子被锁的五天王再次跪倒在地, 全真少女则毫不犹豫一脚踩在他的后背上, 同时手中浮沉奋力一拉。 呃…… 五天王赫然被锁住喉咙, 脸也瞬间变成了酱紫色, 不要。 我求求你, 你别杀他。 他没杀过你们神州人。 他不想来的, 他是无辜的, 我求求你了。 我给你磕头, 我给你磕头。 看到这一幕的羽公千岁, 哭得撕心裂肺, 再无先前的骄傲, 反而一个劲地对全真少女磕头, 戴着面具的脸在地面上刻出一个又一个印子。 一旁的东方弹愣愣地看着他磕头, 林小璐也看得有些猛。 他俩都有些不理解, 这小娘们怎么好像一会儿特别坏, 一会儿又特别好呢? 这是人性还是什么? 场中, 五天王肉乎乎的大手不断扒拉着白须, 但他本就被打成了重伤, 此刻根本没多少力气, 再加上这浮沉白须是法宝, 全真少女又动用了大量的灵力, 他已再无挣脱的可能。 很抱歉。 同样的情况, 咱们神州的修士如果落到你们手里, 下场并不会好多少。 全真少女单脚踩着五天王的后背, 拉着浮沉, 冷声道, 这次来的其他道友心智都太过幼稚, 面对你们就跟三岁小孩一样, 不过你们东营人, 要是真以为这次来的神州修士中没有很角色, 那就大错特错了。 很不幸, 你遇到了我。 说完, 少女踩着五天王后背的腿, 用力一蹬, 浮沉也再次收紧, 五天王的胖脑袋瞬间后仰, 喉咙里不断发出噗哧噗哧的声音, 整个人都开始翻起了白眼。 似乎是明白自己必死无疑, 他听着羽公千代撕心裂肺的痛哭声, 艰难地张了张口。 好, 沙哑地说完, 他的身躯最后挣扎了几下, 然后身子一软, 巴拉浮沉的双臂垂下, 彻底失去了气息。 五天? 羽公千岁瞪着血红的毛子, 看着林小璐, 东方弹, 以及全真少女愤怒咆哮, 我会杀了你们, 我会杀了你们所有人。 林小璐和东方弹面面相去, 皆有点尴尬。 全真少女倒是没有搭理羽公千岁的诅咒, 他收回浮沉, 看着依旧保持跪姿的尸体精效, 很好, 保持这个姿势, 死了也得给我跪着死。 说完, 他才看向趴在地上的羽公千岁。 矿洞中, 东方弹看着这位全真少女, 有些哆嗦着对林小璐道, 路哥, 这位道友好狠啊, 比咱们好多男修士都狠。 林小璐想了想, 回答了一句, 这就是女人。 矿洞中, 羽公千岁死死看着少女, 似乎要将她的样子完全记在脑海中。 接着, 他又看了一眼林小璐, 最后看向东方弹。 看向东方弹的时候, 他的杀意稍微弱了一些, 似乎他也明白, 老实巴交的东方弹并未做什么伤害自己的事。 而最后, 他深深看了一眼武田丸跪着的尸身, 然后毫不犹豫戴上那枚属于他的戒指, 在众目睽睽, 之下消散。 下一刻, 遍体鳞伤的羽公千岁便出现在了一片空旷, 无人草地之中。 他趴在那里, 看着属于武田丸的戒指化作灰烬, 整个人捂住脸, 无声痛哭。 羽公大驾! 羽公千岁哭了没多久, 一名少女的呼喊声就自远处响起, 他抬起头, 看到了正飞快往自己飞来的小鸟游。 小鸟游还是穿着一身的黑色镜装, 且蒙着黑色头套, 全身上下, 只露出一双眼睛。 小鸟游? 见到同伴, 刚刚经历好友离世的羽公千岁, 再也忍不住难过, 大声哭喊出女孩的名字。 小鸟游春奈, 看到他身上的伤势吓了一跳, 落地后, 连忙将他扶起, 一边给他喂丹药, 一边用灵力给他疗伤。 羽公大将你, 武田死了。 羽公千岁, 悲痛欲绝地哭喊道。 小鸟游春奈听到这话身子一僵, 不敢置信地看着怀中的少女。 武田为了救我, 他被, 他被, 羽公千岁哽咽着, 近乎发不出声。 小鸟游愣愣地看着他, 许久, 小鸟游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然后扶住羽公千岁的肩膀, 正视着他道, 羽公大将, 这次的任务确实很艰难, 有牺牲也是在所难免。 陛下来之前就跟我们说过的, 这是一场以小博大的自杀式战役。 陛下他们谋划了这么久, 我们这些人, 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失败的。 从小到大, 羽公大将的天赋都是我们当中最强的, 虽然羽公大将年纪最小, 大家不应该把担子都压在大将身上, 但就像陛下说的, 您是一邪纳美的血统继承人, 是天选之人, 所以如果是羽公大将的话, 那就一定可以的。 小鸟游和武田都愿为大将而死。 说到这里, 小鸟游春奈贵坐在羽公千岁面前, 扶着她的肩膀狠狠一低头, 羽公大将, 请快点振作起来吧。 全真, 欧阳瑞雪。 矿洞内, 全真少女向林小璐和东方旦介绍了自己。 欧阳道友你好, 我是峨眉的东方旦。 东方旦有些害怕地对欧阳瑞雪自我介绍。 这大姐刚才那沙发果断的手段, 让她现在想想, 还有些慌。 我就是峨眉的下一任掌门林小璐。 话说你有吃的吗? 我这个下一任掌门已经一天没吃饭了, 估计很快就要饿死了。 东方旦听到林小璐的自我介绍, 不禁好奇看向了她。 路哥的这个介绍, 为何前后差距这么大呢? 一想到路哥可能会成为黄天圣楼有史以来第一个饿死的人, 他就觉得无比尴尬。 场中, 欧阳瑞雪看着面前的两个少年, 甩了下手中的浮沉笑道, 二位道友好, 刚才如果不是我, 你们就已经被那个大胖子弄死了, 所以一人一枚中品零食不算多吧? 现在我也可以给你二人疗伤, 一人再加三块下品零食, 也是应该的吧? 东方旦愣了愣, 他的那介里空空如也。 林小璐倒是很坦然, 直言不回道, 零食对我来说都是小事。 你现在如果能给我找头牛来啃一啃, 我给你十块上品零食都不是问题。 欧阳瑞雪扑斥一笑, 随后突然笑容一收, 这么说, 你俩是穷鬼林小璐文言气的脸颊一股, 谁说的? 你去一趟南疆上官家, 找一个叫上官十六的, 然后报我的名字, 零食这种东西, 要多少有多少。 听到上官家三个字, 欧阳瑞雪美目一亮, 然后开心地笑道, 这位林道友原来还跟魔道有勾结呀, 失敬失敬。 笑完他, 就跟江湖上耍变脸戏法的一样, 再次笑容一收, 面无表情道, 多加一块上品零食作为封口费, 不然我就到处宣扬你勾结魔道中人。 林小璐, 这女的有毛病吧? 咋比阿宁还会赚钱, 这剑缝插针的本事也太强了吧, 这就是全真的修饰。 苦哈哈的林小璐无奈, 只能把先前三头山岩蜘蛛死后化作的法宝给了他两件, 最后一件他则是给了东方蛋。 山洞内, 收到法宝的欧阳瑞雪瞬间变得热情起来, 先后给东方蛋和林小璐用灵力修复伤口, 而林小璐刚一能动就迫不及待地跑向东方蛋所说的野草所在地, 跟头小绵羊似的薅草吃。 唉, 饿死我了, 我一天没吃饭了, 鹿哥鹿哥慢点吃, 别急, 东方蛋贴心地给他拍了拍后背, 林小璐嘴巴里塞满了野草, 急眼了的他已经顾不得这许多, 愣是顺着矿洞一路吃过去, 把东方蛋和欧阳瑞雪都给看得一愣一愣的。 你们知道怎么离开这里吗? 我掉下来的时候, 上面的洞口不知为何被封了, 还有那个岩壁上的雕像是谁欧阳瑞雪一边走一边问。 鬼知道, 阿旦说这里是个迷宫, 他已经被困两天了, 胖胖的东方蛋点头, 这儿什么都没有, 确实不知道怎么出去。 正在吃草的林小璐忽然眼前一亮, 然后抬手试了是墙壁的硬堵, 有些尴尬。 这儿的岩壁质地都很坚硬, 之前大根青铜器的重量都扛得住, 看来打破山岩找路这个法子是行不通了。 那现在就只能继续在矿洞里找出口了, 暂时没其他什么办法。 两男一女, 三个少年人在巨大的矿洞内漫无目的地转悠起来。 或许是闲来无事, 林小璐和东方蛋对新认识的欧阳瑞雪都很好奇, 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问题。 欧阳, 你们全真的道友都像你这么贪财的吗对啊? 而且你好厉害, 一个人就把那个五天丸杀了, 还没受什么重伤。 东方蛋有些崇拜地说道, 哼, 一般般啊。 欧阳瑞雪潇洒道, 贪财不是很正常吗? 财屡法帝, 财可是排在第一位的。 另外, 我的实力在全真确实称得上最强了吧。 不过这次来的修士里, 还有几个很厉害的道友, 只是他们都太蠢, 一点都不杀法果断。 说到这里, 他笑眯眯地看向东方蛋和林小璐。 你们峨眉的陈念云实力就很强啊, 可是太软了。 神舟的年轻弟子中, 住基金天骄几乎都是男的, 但都软, 一个个的连杀人都不敢。 林小璐嘴巴里塞满了野草, 听到陈念云后愣了一下, 然后指了指自己。 陈念云很强, 那我呢你, 欧阳瑞雪瞥了他一眼, 随后摇了摇头, 抱歉, 没听说过。 林小璐, 东方蛋见他一脸郁闷, 连忙把他拉过来, 小声解释道, 陆哥是这样的, 你下山三年, 小月儿闭关三年, 所以其他宗门的人并不太清楚你俩, 念云哥他们, 偶尔还会去其他宗门交流一下, 你和小月儿从未去交流过, 因此, 没啥人知道你们。 林小璐听完一愣, 随后仔细想了想, 觉得也有点道理。 虽然没啥名气, 有些不开心, 但也无所谓了, 反正等自己离开这个矿洞以后, 一定会砍死那帮东营人, 到时候, 几大宗门的少年, 都会特别崇拜自己了, 然后自己以后去别的宗门抢劫, 哦不对, 是去交流, 谁都会给自己几分面子, 嘿嘿, 真是想想都开心。 三人边走边聊, 继续探索着巨大的地下矿洞, 而与此同时, 矿洞之上, 各个少年们在黄天渗楼的冒险, 也开始变得多种多样。 许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黄天渗楼内, 已经很少有落单的修士少年, 基本上每个人都遇到了一些同伴, 就比如目前人数最多的团体, 已经开始逼近百人规模。 玉姐玉姐, 您能说一下, 年仅14岁, 拥有住激进的实力, 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吗? 啊, 我不知道呀, 我没什么体验。 玉姐你别理他, 我想问玉姐, 您修行有没有什么诀窍啊? 我也想变得和你一样厉害。 诀窍的话, 窝窝, 有一些的。 什么诀窍草原中, 足足七八十个少年少女, 全都激动地看向小月儿, 就连扛着鱼竿的龙门修士叶命, 都忍不住看了过来。 没办法, 14岁的住激进, 实在是太超凡脱俗了。 他们这群人一路上遇到越来越多的神州修士, 队伍也不断地壮大。 而所有人都, 纷纷惊叹于小月儿的实力。 因此, 当小月儿准备说自己修行的诀窍时, 即便是同围住激进的叶命, 都忍不住看了过来。 叶命本身对于阵法很有天赋, 而阵法是非常高深的, 需要细微的灵力观察。 因此, 相比于其他同龄修士, 叶命对于灵力也就更加敏感一些。 而他曾仔细观察过小月儿, 最后得出了一个自己都惊讶的结论。 那就是同围住激进的自己, 面对小月儿, 只有被秒杀的份。 场中, 少年少女们都激动地看着小月儿, 等着他传授诀窍。 而小月儿抱着帅帅鸭, 猛猛地想了一会儿后笑道, 我的诀窍就是听哥哥的话。 所有人, 一位少年愣了一下, 随后眼巴巴地问道, 玉姐, 你哥哥也跟你一样厉害吗? 我哥哥比我厉害多了。 小月儿说起林小璐就会很开心, 他抓着帅帅鸭的脖子, 手舞足蹈地对众人比划, 我哥哥的刀那么大, 我哥哥的胳膊那么长, 我哥哥的脑瓜那么圆, 我哥哥的腿。 玉姐玉姐, 一名少女哭笑不得道, 你这说的都快不像人了。 玉姐你哥哥叫什么名字啊? 以后一定要去见见他。 对啊对啊, 玉姐的哥哥一定特别厉害。 小月儿见大家都在夸自己哥哥, 高兴得哥哥直笑, 我很快就会找到我哥哥的。 到时候我带你们见他, 我哥哥特别厉害, 而且性格温柔, 知书达理, 又懂礼貌, 长得也特别好看。 八岁时就开宗立派, 创立了以德夫人帮, 你们一定会喜欢他的。 场中, 七八十个少年少女, 闻言纷纷惊叹。 哇玉姐的哥哥, 真是一位优秀的人。 不行, 这样的天纵奇才我一定要去见一见, 不然简直往为修饰。 对对对, 你们看玉姐虽然实力强大, 但却非常讨人喜欢, 一点都不识才傲武。 玉姐的哥哥, 一定更加优秀。 我觉得玉姐的哥哥, 一定是位风度翩翩的奇男子。 我脑子里都已经有画面了, 玉姐玉姐。 你哥哥缺道理吗? 昆仑的这位道友, 麻烦你自重一点, 玉姐, 姑娘家的问这种问题修不修, 玉姐, 嗨嗨, 请问你哥哥, 还缺难道理吗? 没有云层阳光, 但却碧蓝的天空中, 浩浩荡荡的少年少女们, 簇拥着小月, 一路有说有笑地行进着。 而另一边, 陈念云所在的小团体, 也在一片密林之中, 默默地赶着路。 她背着伤势, 还未痊愈的于楚楚, 走在队伍前面, 身后跟着汤圆, 谭松磊, 张婷, 前小龙四人。 楚楚, 小路, 既然都救了你一次, 以后你就别跟她呛火了呗, 咱们都这么大了, 小时候的仇, 没必要记到现在。 陈念云背着于楚楚, 一边走一边, 温柔地对其说道。 于楚楚安安静静地趴在她背上, 半想, 她闷着声音道, 我就是看不惯她老欺负你。 啊, 陈念云尴尴尬地笑了下, 小路没有欺负我呀, 我挺喜欢跟她玩的。 对啊, 林兄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 我也很喜欢跟林兄玩。 谭松磊说道, 汤圆用智慧的斗鸡眼看了看谭松磊, 随后好奇询问道, 鼠山的这位兄台, 我看你不是喜欢跟陆哥玩, 而是喜欢陆哥带你玩。 谭松磊, 一旁的张婷也是笑道, 小路挺好的呀, 虽然我跟她认识的时间不长, 但我觉得她特别可爱有趣。 几人相互说着自己的看法, 只有队伍末尾的钱小龙, 没接触过林小路, 故而她有些插不上嘴。 于楚楚听着大伙的话, 把脸埋在陈念云的肩膀上, 继续对陈念云细弱闻音道, 自从她和小月来了以后, 大家都听他们兄妹俩的话, 本该属于念云哥的地位都没有了。 陈念云闻言苦笑了一下, 随后对背上的她轻劝道, 楚楚, 咱们都是峨眉的师兄弟, 从小也算是一起长大了的, 哪有什么地位不地位之说, 反正我就是不喜欢她。 于楚楚赌气道, 她救了我, 我感激, 我以后想办法报答她, 但是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不过念云哥你放心, 在面对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心里是有数的, 至少相比于东营人, 我再不喜欢林小璐她也是我们自己人。 陈念云听到这话, 也就没再说什么, 默默点了点头, 她和于楚楚很小就认识了, 俩人是同一天进的峨眉, 那时候汤圆, 东方诞, 刘帅都还没来, 然后自己是家破人王进来的, 而他是进国皇室送进来的, 凡间的身份可谓是天差地别, 那时候居然能玩到一起去, 现在想想也真是奇妙, 或许是因为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耍, 所以他很了解于楚楚, 于楚楚是很倔的女孩子, 会记仇, 小心思也很多, 即便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的改变也不是很多, 只是相比于小时候, 更加明辨是非, 有骨气了一些, 就像这次面对东营人, 说实话, 她的表现有些出乎陈念云的意料, 其实这样就够了, 人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的, 楚楚虽然现在还有一些缺点, 但每个人都会有缺点, 自己以后多帮衬着她一些, 在小陆和她之间调和调和就好了, 大家都是一起长大的,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想到这里, 陈念云忍不住苦笑了一下, 自己怎么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 跟个小老太婆一样, 黄天圣楼中, 许多小团队都在相互有说有笑的前进, 探索, 现在的落单者很少, 当然这并不就代表没有, 比如某处大雪纷飞的雪山之中, 啊, 出去的落还有多远啊, 身高将近两米, 体型魁梧的周离, 看着面前不知地多少座雪山, 整个人冻得直流鼻涕, 灵小鹿和羽公千岁跌落地穴后, 她就莫名其妙来到了这茫茫雪山之中, 到现在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 这里实在太冷, 刚开始, 她还能运转灵力来抵挡严寒和风雪, 然后急速飞行寻找出去的路, 但她飞了不知多少里地都没能看到这雪原的尽头, 目光所致依旧是一片茫茫雪白, 体内灵气也开始渐渐枯竭, 她就有些扛不住了, 这里的雪山一座接着一座仿佛无边无际, 而且每过半个时辰就会准时刮起一阵惊天洞地的暴风雨, 风雪大的让人飞都飞不动, 实在不是人呆的地方, 自己不会成为第一个冻死在黄天渗楼的人巴周离, 看着面前高耸露云的雪山悲催地想着, 梁九或许是觉得自己真快冻死了, 自称昆仑之虎的周离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他站在雪山之中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猛地大喊, 救命啊,有没有人啊,谁来救救我呀, 我感恩四巨洞的直颤的话语喊出, 下一刻,周离发现面前的众多雪山同时雪崩了, 与此同时, 黄天渗楼最西边的某处峡谷之中, 四五十名东营修士正在峡谷中井然有序的前行, 与神州修士不同, 此次东营修士来到黄天渗楼的总人数, 共计一百多人, 皆是整个国家挑选出来的天骄, 而这样的一百多人, 面对神州近七百少年天骄自然不敌, 好在他们彼此之间有一系列上面赐下来的法宝, 其中一件便是可以相互联系的法器, 此刻, 四五十名东营修士默默地前行着, 人数虽多, 但却毫无生意, 每一个少年都仿佛经过训练的凡间士兵一般, 一举一动, 充满了肃杀之意, 而他们的队伍前方, 带队的, 赫然是两名少年, 这两名少年, 一位身材消瘦矮小, 腰间跨着一把做工精致, 苗局秀鹤的武士刀, 正是先前对战陈念云的奈良刚穿衣, 而另一位, 则是一名身材高大, 左脸脸部刻有龙形纹身的光头少年, 他便是先前被林小璐打断五只的左藤宗次郎, 此刻, 奈良刚穿衣和左藤宗次郎并接而行, 奈良刚一边走, 一边向身后一位修士轻问, 心态, 以确定天从云剑在前面确定, 奈良刚大人, 一名东营修士对奈良刚穿衣回应道, 奈良刚点了点头, 笑呵呵地对修士表示, 他立了大功, 他们原本并不知道天从云剑具体在哪里, 只大致知道是在黄天圣楼内光线最暗的地方, 也就是西边, 所以从进入黄天圣楼开始, 所有东营修士都会不约而同地往西边探索, 一百多人仿佛一张分散开来的大网, 同时往一个方向前进, 谁先找到, 谁就第一时间通过传讯法宝来通知其他人, 他们便是用这种方式来尽快找到目的地, 而现在, 他们找到了, 惬意的奈良刚对身旁的佐藤宗次郎笑了笑, 这无名峡谷的地理位置也太偏僻了, 还好我们知道一个大致的方向, 不然还真不好找, 佐藤, 你的伤怎么样了佐藤宗次郎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没说话, 他的嘴巴里已经没有牙齿了, 见佐藤臭着脸, 奈良刚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一边走一边继续说道, 我真是好奇, 是什么样的人可以一个照面就将你打成这样, 神舟的水是真身, 佐藤, 你说这么厉害的人, 羽公大将即便是拿到了天从云剑, 获得了天赵大神的赐福, 就一定能对付的了吗? 佐藤宗次郎听到这意味深长的话语, 再次看了他一眼, 终于开了口, 一定可以, 他张开眉牙的嘴, 对着奈良刚冷声道, 世神一贤纳美加上天赵大神赐福, 羽公大将一定可以帮我打败那个人, 到时候我要将他千刀万剐, 说完, 他就看着奈良刚, 皱眉道, 你最好别动什么歪脑筋, 奈良刚双手抱在脑后, 声音慵懒地说道, 我能动什么歪脑筋呢? 有时候我只是不想死而已, 不过说起来, 神舟有个叫陈念云的家伙, 我倒是很期待, 再跟他分个高下, 那家伙的剑很有味道, 我也很好奇, 杀戮之剑, 和仁慈之剑, 到底孰优孰劣, 说完, 他眯着眼睛, 看向佐藤宗次郎, 冷笑道, 你都没牙了, 还这么喜欢教育人佐藤啊, 我跟你不同, 我杀人多, 但我也是一名纯粹的剑修, 而你, 只是一个喜欢让人下跪的疯子罢了, 佐藤宗次郎文言脸色一冷, 停下脚步, 想要给他点教训, 奈良刚却丝毫不惧, 讥讽地看着他, 你觉得你伤成这样, 伤势都还没完全修复, 是我的对手佐藤宗次郎的脸色越发难看, 眼神中毫不掩饰自己的杀意, 而奈良刚穿衣, 却丝毫不惧, 继续大摇大摆地行走, 并对他嘲笑道, 快点养伤吧, 别到时候再遇到神中那些硬茬子, 拖我的后腿, 佐藤宗次郎死死瞪了奈良刚一眼, 随后冷哼一声, 继续向峡谷深处前进, 一段时间之后, 一行东营人总算是来到了峡谷最深处, 看到了里面的东西, 这里是一座不算太高的山岩, 山壁上刻画着复杂的蛇形纹路, 而山岩最下方则堆满了不计其数的骸骨, 奈良刚川义和佐藤宗次郎带着东营修士来到这里后, 顿时面露惊喜, 不过他们不敢靠得太近, 只带着队伍远远地在峡谷山口处张望, 他俩都认出来了, 那座山壁上刻画着的是八旗大蛇的纹路, 是这里没错了, 这里就是陛下说的八旗山, 佐藤宗次郎开怀不已地笑道, 那些骸骨一定是以前不知死活的神州修士们的, 他们误打误撞来到了这里, 然后被镇守天丛云剑的强大气灵兽吞吃, 说完, 他便从那戒里取出一张符纸, 飞快地折成千纸鹤的模样, 他们没有轻轨机面具信物, 贸然进入也会被强大的气灵兽袭击, 因此, 只能用法器千纸鹤来通知羽公千岁过来, 奈良刚川义, 安静地看着他将千纸鹤折成, 然后千纸鹤仿佛活过来了一般, 从他手中飞走, 忍不住心生愉悦, 真是轻松的任务, 现在只要等羽公大将过来, 拿到天丛云剑, 我们就可以真正地开始屠杀了, 是啊, 左腾宗次郎同样难掩心中的激动与狂热, 天照大神这次定下的规矩, 在皇天圣楼内无论死了多少人, 结了多少仇, 一旦出去便不可追究, 这也是无限宗的大能前辈们一致同意的, 所以现在只要羽公大将过来拿到天丛云剑, 那么这里, 就将成为神州天骄们的墓种, 此时, 深不见底的地下世界中, 林小璐正看着面前的雕像, 和跪在那里的大胖子一脸疑惑, 他扭头看向东方淡和欧阳瑞雪, 吃一道, 咱们之前, 是不是就是从这里出发的正声闷气的欧阳瑞雪, 听到他的话后, 翻了个白眼, 甩着浮沉道, 走了那么长时间, 结果又回到这里了, 真就出不去了呗, 哎呀路哥, 学姐, 这很正常的呀, 东方淡戏为常地解释道, 我在这儿跑几天了都, 每次都是在绕圈圈, 这地儿根本就是个迷宫, 出不去很正常, 那怎么办, 林小璐一脸着急道, 野草都快被我吃完了, 再这样下去, 我只能吃土了, 欧阳瑞雪朝五天丸的尸体挪了挪嘴, 诺, 你把那胖子吃了, 林小璐下意识瞅了眼跪着的五天丸, 然后顿感一阵恶寒, 差点没吐出来, 食人肉啥得太恐怖了, 自己还没饿到那种地步, 见他不吃, 欧阳瑞雪顿时不懈地哼哼, 年纪轻轻地, 他气氛的脸都红了, 对着欧阳瑞雪大喊, 这特么是挑不挑食的问题吗? 你咋不让我吃食, 那你吃你自己的, 或者东方蛋的, 反正我的食肯定是不会给你吃的, 你捨这条心吧? 欧阳瑞雪非常认真地说道, 林小璐, 东方蛋, 他俩都无奈了, 跟欧阳瑞雪接触了一阵子, 他们也算是发现了, 这个欧阳瑞雪说话做事都非常的狂野粗暴, 一点没有女孩子的样, 三个少年人大眼瞪小眼瞪了一阵, 随后再次行走, 他们打算再走几圈试试, 看看能不能找到出去的路, 而几个时辰之后, 三人就又回到了原点, 好吧, 现在的情况已经很明确了, 欧阳瑞雪看着面前的林小璐和东方蛋道, 我们被困在这里了, 吃了一路野草的林小璐都快吐了, 他嘟囔着自己以后再也不会吃蔬菜, 东方蛋坐在一块石头上, 也是急得火烧眉毛, 他和欧阳瑞雪可以不吃饭, 但路割不成, 这离黄天蜃楼结束还有大半个月, 路哥要是一直不吃饭, 真有可能活活饿死在这儿, 毕竟矿洞里的野草也没多少, 林小璐一路吃过去都不够他半饱的, 三人一时间都没说话, 安安静静地坐着, 而过了好一会儿, 林小璐忽然抬起头, 默默走向一面岩壁, 大更青铜气也被他缓缓从手住空间中拽出, 你要砍破岩壁出去吗? 欧阳瑞雪看着他问, 不然怎么办林小璐鼓着脸颊气道, 趁我现在还有点力气, 赶紧试着砍一砍, 不然等饿没劲了, 那才完蛋, 说完, 他就猛地甩起大更青铜气, 对着坚硬的岩壁奋力一砍, 框, 岩石瞬间被砍得炸裂开来, 露出一个大洞, 整个地面都跟着晃动了一下, 欧阳瑞雪看到这一幕吓了一跳, 他倒是没想到, 林小璐一刀下去威力, 居然这么大, 一声接着一声巨响, 整个矿洞都在疯狂地颤动, 林小璐挥着大刀嗷嗷大叫, 将岩壁砍得碎石乱飞, 没几下就砍出一个人高的深坑, 欧阳瑞雪看岩壁被砍进去, 足足半米多深也还是岩壁, 无奈道, 你先停一下吧, 你这么盯着, 一个地方瞎砍不行的, 他喊住林小璐的动作, 开口说道, 我觉得这个矿洞里, 说不定会有机关, 说完, 欧阳瑞雪便看向矿洞里的老者雕像, 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在这地下迷宫里走了这么久, 为什么只有这里有座雕像此话一出, 林小璐和东方弹同时一愣, 而欧阳瑞雪已经迈步走向了雕像, 摸索着仔细观察起来, 这座雕刻在岩壁内的雕像, 是个不知名的老者, 模样雕刻的倒是栩栩如生, 胡须, 皱纹, 甚至衣袍上的褶皱都雕刻了出来, 但欧阳瑞雪摸索了一阵, 却并未发现有什么问题, 他想了想, 然后猛地调动灵力, 抄起浮尘就是一甩, 筐, 浮尘上的白须抽在雕像胸口, 炸出一声灵爆, 而雕像却丝毫不动, 甚至连灰尘都没落下几分, 欧阳瑞雪微微一惊, 这玩意儿这么坚固, 林小璐眼巴巴地在一旁看着, 而欧阳瑞雪也没怎么迟疑, 运足了灵力, 再次一甩浮尘, 哄, 又是一声巨响, 然而雕像却依旧毫无反应, 欧阳瑞雪脸色一僵, 尴尬地看向林小璐, 这雕像好像比岩碧还要坚固, 林小璐瞬间大失所望, 整个人郁闷地找了块石头坐下, 彻底懒得挣扎了, 哎, 吃屎就吃屎吧, 谁叫当初自己吹过这个牛呢, 或许这就是报应吧, 他哀怨地想着, 一旁的东方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默默地坐在他边上安慰, 路哥, 你别难过了, 东方弹安慰道, 吃一次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也算是一种磨炼了, 你放心, 我们都不会说出去的, 对吧, 欧阳, 欧阳瑞雪抱着胳膊道, 风口吠, 东方弹, 林小璐整个都快郁闷了, 捡起地上的两枚石子, 随意地上下抛着玩, 一边抛, 一边看着老者的雕像, 感慨万千, 早知道会这样, 自己就不应该来, 现在老大说的, 可以对付会非修士的宝贝也没找到, 反而要在这里吃屎, 那是人吃的东西吗, 真是造念, 唉, 想我林小璐一世英明, 居然落得这般田地, 真让人气愤, 他越想越来气, 见雕像老者栩栩如生的眼睛, 好似在看着自己, 便拿起石子, 对着雕像砸去, 你丑啥, 石子飞出, 砸在雕像的衣袍上, 传出一道清香, 一条裂痕出现, 林小璐砸完便不再理会雕像, 准备再捡个石子儿抛着玩, 而他刚弯腰伸手, 动作却忽然停住, 一旁正扶着下巴发呆的欧阳瑞雪, 也突然眼前一亮, 惊讶地看向雕像上的裂缝, 场中, 林小璐和欧阳瑞雪, 几乎是同时反应过来, 只有东方弹还在发呆, 刷, 心有所感的林小璐猛地起身, 大步走向雕像, 临近跟前后猛地一挥拳, 哄, 雕像赫然被他打穿一个大洞, 而这一拳, 他没有用内力, 没有用二重按镜, 就是普通的一拳, 哈哈哈哈, 我知道了, 山洞中, 林小璐忽然仰天大笑, 矿洞中, 林小璐开始一拳接一拳地轰击雕像, 每一拳都会击穿出一个大洞, 很快, 老者的雕像就被轰成一片片的碎石, 此刻的东方弹还没反应过来, 傻兮兮地惊叹道, 不愧是鹿哥, 欧阳刚才, 费了那么大力气, 连灰尘都打不下来, 鹿哥这一拳一片啊, 屁, 欧阳瑞雪白了他一眼, 横道, 这个雕像有古怪, 他好像对灵力有很强的防御, 然后对林小璐这种奇怪的武夫没有反应, 哈哈哈哈, 没错, 林小璐飞跃起来, 一脚轰碎一部分雕像笑道, 这玩意儿, 看来是专门对舞者设定的, 修饰的灵力打不破, 舞者用蛮力就可以, 那有乾坤, 哈哈, 老大说的宝物一定在雕像里面, 他一边说, 雕像就仿佛普通的石头雕像一样, 很快被他打得七零八岁, 渐渐露出了里面的东西, 而当林小璐真的看清楚里面的东西后, 整个人微微一愣, 这雕像里面, 是一幅壁画, 这是一幅大气磅礴的奇怪壁画, 壁画上所描绘的, 是一个诡异的场景, 那是一个侧躺着, 似乎是在睡觉的人形图案, 图案外面刻画着各种星辰, 而人形图案内部, 则刻满了各种各样的奇特纹路, 欧阳瑞雪好奇地看着壁画, 一脸疑惑, 这画的是傻睡觉图东方弹也眼巴巴地看着, 圆溜溜的眼睛里写满了不明白, 林小璐也没怎么懂, 他忽然有些想念帅帅压了, 如果那家伙在, 就一定能看懂吧, 林小璐趴在花壁上, 好奇观察着人形图像内部的纹路, 一点一滴的近距离观察, 而下一刻, 他就猛地反应过来, 这上面的纹路, 好像是一种行器法门, 因为它有些地方有点像一晶晶, 林小璐学过一晶晶, 大体能看出这是一门非常高深的功夫, 但为何会出现在黄天圣楼这种修仙者来的地方, 他就不得而知了, 更不知道这是否就是老大说的, 可以对付会非的人的功夫, 林小璐, 这里有行字, 欧阳瑞雪指着壁画底部的一行小字招呼道, 林小璐文言赶忙看了过去, 字体很小, 上面只有五个字, 折龙睡单宫, 死果然是武功秘笈, 我的我的, 林小璐瞬间激动了, 什么肚子饿, 什么吃屎不吃屎的, 他通通都抛到了脑后, 大呼小叫地往地上一趟, 直接照着人形壁画中的姿势侧躺, 然后马不停提运气体内的真气开始引导, 他根本不怕自己练出事, 毕竟体内有一斤斤做底子, 如果这个隐气功法不对劲, 他也可以立马感受到, 然后停止修炼, 因此他直接就开始准备尝试, 反正现在也出不去, 壁画前, 林小璐摆出了跟壁画人形同样的姿势, 仿佛一大一小两个人照镜子一般, 而一旁的东方弹和欧阳瑞雪, 见到这一幕后也是面面相去, 一时间不知该干嘛, 场中, 林小璐摆出丹田, 按照壁画上的线路形独特周天, 然后他就打起了呼噜, 一旁的欧阳瑞雪看得莫名其妙, 什么啊, 还以为这是什么厉害的东西呢, 居然林小璐刚躺下就睡着了, 你看, 我说嘛, 这壁画就是在叫人睡觉, 东方弹也有些猛, 毕竟陆哥现在一手撑着脑袋, 整个人侧躺着打着呼噜, 这根本就是睡着的意思, 而他俩不知道的是, 此刻的林小璐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在梦里, 他发现自己站在一处石床边, 石床上躺着一个邋遢道人, 背对着自己, 似乎是在睡觉, 道人背对着他, 打着鼻鼾, 而他想去看看道人的脸, 却发现自己动不了, 他立刻知道自己是在做梦了, 说起来有点奇怪, 自己知道自己在做梦, 而正当他看着邋遢道人睡觉, 无聊时, 耳边突然传来一道突兀的老者声音, 小娃娃, 你体内都有一晶晶了, 还练折龙睡当宫坐肾林小璐吓了一跳, 看着背对着自己的邋遢道人, 不确定是不是他在跟自己说话, 他想回答, 却发现自己回答不了, 好在没过多久, 耳边边又想起了慈祥的老者声音, 嗯, 都多久没有遇到你这样的行真器者了, 不过也是, 现在谁还修真器啊, 小娃娃, 你以后要多睡觉, 睡多了, 你就会知道, 这道家的折龙睡当宫, 可不比一惊惊差, 林小璐想问问说话的老者是谁, 但依旧问不了, 仿佛这真的只是个梦, 然而他无法控制这个梦境, 急得他只能甘瞪眼, 耳边声音再次响起, 而这次响起的似乎是一首词, 睡神仙, 睡神仙, 十根高卧望齐年, 三光沉沦性自圆, 气气归玄俏, 兮兮认自然, 莫散乱, 虚安田, 温养的拱兴儿园, 等待他牵花线, 无走失, 有防弦, 真火后, 运中间, 行七反, 不艰难, 练九转, 和接探, 静观龙虎战场站, 暗把阴阳颠倒颠, 人言我是蒙龙汉, 我欲睡西眠未眠, 学旧了真卧蝉, 养成了真太原, 卧龙一起便升天, 此折法, 是谁传, 邋遢道人三封仙, 又愁又长, 又听不懂的词念完, 林小璐都开始犯困了, 嗯, 就是在梦里困了, 挺奇怪的, 而就在他感到在梦里昏昏欲睡之时, 声音再次响起, 现在的人啊, 都练灵气不练真气, 都夺天地资源, 不屑自身之气, 你这样的小子不多了, 小娃娃, 达摩的东西, 你练得很不错, 继续练, 但老夫不比达摩差, 这折龙睡单弓传自老祖, 亦不比亦晶晶差, 以后你白天练一晶晶, 晚上呢, 就来梦里多睡觉, 睡好了, 睡够了, 睡出本事了, 你就是老夫最后的传人拉温柔慈祥的笑声之后, 林小璐忽然发现自己能动了, 赶忙对着石台上的道人背影惊喊, 前辈, 你是谁啊, 你是上三宗里的钱, 林小璐猛的惊醒, 一屁股从地上爬起, 整个人胸膛剧烈起伏, 同时脸色红润无比, 仿佛刚吃饱饭一样, 东方蛋和欧阳瑞雪, 也都被他的反应吓了一跳, 而下一刻, 东方蛋就跑过来一把抱住他, 整个人激动地大喊, 路哥, 你终于醒了, 吓死我了你, 看着东方蛋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模样, 林小璐微微愣了一下, 这怎么还哭出来了, 他想了想, 惊疑不定地看着东方蛋和欧阳瑞雪, 我, 睡了多久欧阳瑞雪没好气瞪了他一眼, 你都睡了整整三天了, 林小璐, 路哥,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东方蛋哭喊道, 路哥你睡了三天, 滴水未尽, 既不尿尿也不拉拉, 路哥你咋没死啊, 说完, 他看了看林小璐的脸, 好奇道, 路哥, 你不但没死, 而且好像精气神十足, 皮肤红润细腻有光泽, 你是怎么做到的, 林小璐没有回答东方蛋, 他现在也有些猛,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愣愣地站在原地, 看着面前的壁画, 两久, 他才迟疑着开口道, 我好像梦到了一个老道士, 老道士谁呀, 欧阳瑞雪问, 林小璐看着壁画, 回想着梦中的情景, 缓缓吐出了一个名字, 张三丰, 与此同时, 无名峡谷, 八旗山, 商事渐渐恢复的羽公千岁, 和一身黑衣净装的小鸟游春奈, 同时出现在峡谷路口处, 此刻的羽公千岁商事还未完全修复, 但吃了治疗丹药, 也已经好得七七八八, 故收到千纸贺后, 第一时间就跟随纸贺赶了过来, 面前, 近八十多名东营修士见到他后, 齐刷刷让出一条道路, 这段时间过去, 又有三十多名东营修士聚集到了这里, 估计过不了多久, 所有还活着的东营修士都会抵达, 八十多名东营修士让出道路, 纷纷单膝下跪, 而道路尽头的奈良刚穿衣, 和左腾宗次郎也冲他挥了挥手, 羽公大将, 静候多时了, 奈良刚穿衣, 微微鞠躬道, 羽公大将, 您看到武田完了吗? 左腾张望了几下, 疑惑问道, 羽公千岁, 戴着轻轨金面具, 和小鸟游一同走过丹西下跪的东营修士, 声音平静道, 他牺牲了, 左腾和奈良刚文言惊讶了一下, 随后也没再说什么, 这次的黄天圣楼有牺牲也是在所难免, 不算意外, 不过现在的羽公大将看起来, 倒是比先前更加成熟了一些, 估计是武田的死, 让他再次成长了吧, 奈良刚这般想到, 众人注视之下, 羽公千岁气质清冷地走到峡谷口, 看着面前的八旗山和山脚下的尸骸, 随口问道, 其他人都快聚集了把快了, 奈良刚川一笑道, 消息已经散不出去, 现在就等羽公大将拔得天从云见, 穿着樱花和服的羽公千岁点点头,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走向八旗山, 哄, 巨大的轰鸣声突然响起, 在场的东营修士集体吓了一跳, 只见八旗山的山岩突然崩溃, 碎石翻滚, 两头巨大的奇特气灵兽同时从山体内跃出, 声势惊人, 这两天气灵兽皆是人参, 兽语, 身形巨大, 仿佛两头巨人一般挡在了羽公千岁面前, 羽公千岁倒是很淡定, 似乎早就知道这两天气灵兽的存在, 抬起头, 亮出自己脸上的轻轨机面具, 然后看着这两头实力, 甚至要超过一般结单的守护气灵兽, 掏出了一把匕首, 锋利的匕首, 对着自己白嫩的手掌心一滑, 温热的血浆随之流淌而出, 而这两头原本要咆哮攻击的气灵兽在感受到独特的血液之后, 顿时停住, 然后双双单膝下跪, 身后, 小鸟游春奈看到这一幕激动不已, 跟陛下说得完全一样, 这两头大天狗残像见到羽公大将的面具和血液后, 就直接站在我们这边了, 呵, 左腾宗次郎嘴角上扬, 轻笑道, 还得是羽公大将的一鲜纳美血脉, 现在有了这两头结单气灵兽驻战, 神舟的修士将再劫难逃, 场中, 羽公千岁看了看向自己跪拜的气灵兽, 然后扭头对身后三人倾倒, 拔出天从云剑, 承受天赵大神的恩赐, 这些都需要一些时间, 且动静会很大, 估计会有不少神舟修士注意到这里, 你们务必帮我守住, 小鸟游, 奈良刚, 以及左腾宗次郎立刻低头称是, 他们并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原计划便是如此, 更何况现在的他们有两头结单静气灵兽镇手, 还有近百名的东营修士在这里, 而他们自己又都是助激进, 这股战斗力自认完全可以互助羽公千岁, 现在这个任务, 不出意外, 已经算是完成了, 场中, 少女穿过两头巨大气灵兽的身躯, 来到八旗山下, 走过满地的修士师孩, 最终在岩壁的缝隙中, 看到了一把造型奇特的短剑, 短剑呈青铜色, 整体微弯, 毫无装饰与美感, 只有古朴二字可以形容, 少女没有迟疑, 抬起受伤的手, 抓住了剑柄, 下一刻, 手心伤口内的血液开始自行流淌, 灌注剑身, 将整把剑包裹成血红色, 随后咔嚓一声, 剑被少女从缝隙中拔出, 这个过程很安静, 也没有什么变故, 羽公千岁默默地看着剑, 等待着什么, 起戏之后, 轰隆, 一道沉闷的雷声在天空中响起, 所有东营人同时抬头看天, 只见黄天蜃楼的天空中不知何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正对羽公千岁, 念云哥, 那是什么鱼楚楚趴在陈念云的背上, 指着远处的一道光柱, 好奇问道, 陈念云猛逼地张望着, 看了一会儿那耀眼的光柱后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天生异象, 我猜那里有大机缘, 一旁的汤圆眨巴着斗鸡眼开心道, 咱们过去看看吧, 见者有份, 对对对, 咱们一块过去看看, 谭松磊也一脸激动地表示赞同, 会不会有危险啊, 张婷显得有些迟疑, 张婷, 你们毛山胆子也太小了吧, 谭松磊笑道, 你像我, 念云兄, 都是助激进, 汤圆兄更不提了, 他甚至比助激进更可怕, 什么危险, 我们应付不了, 走走走我们去见识见识, 陈念云文言微微思考了一下, 随后点头表示同意, 他其实也有些犹豫, 不过看汤圆谭松磊和前小龙都一脸好奇, 便也只好去看看, 毕竟自己这边两个住激一个汤圆, 确实没什么好怕的, 真有大危险跑就是了, 而要是因为害怕而错过了大纪元, 那可就让人追悔莫及了, 再者说, 现在进入黄天圣楼都这么多天了, 自己几人都只得到了一些很普通的法宝, 这说什么也得去搏一搏啊, 不然黄天圣楼都要结束了, 几个少年人一拍集合, 没再多想, 齐刷刷往异象出现的地方而去, 另一边, 林小玉和身边近百位少年少女也是远远就看到了异象, 他们一大群人吵吵嚷嚷的都激动坏了, 没有一个反对的, 直接就往异象发生的地方赶, 毕竟这通天彻底一般的巨大光柱和磅礴的灵气实在是有些显眼, 许多离得极远的修饰哪怕看不到光柱, 也能感受到周围灵气忽然浓郁了起来, 开始有意识地调转方向往此处赶路, 至此, 整个黄天圣楼内除了绝少部分处在一空间或者因为受伤等原因而无法赶路的修饰以外, 绝大部分修饰都开始好奇地往无名峡谷前进, 与此同时, 茫茫的雪山之中, 周离从厚厚的积雪中爬了出来, 啊, 修仙就是厉害, 都雪崩了, 我都死不了, 此刻的周离已经快成冰雕了, 哆哆嗦嗦地从雪地里站起身, 浑身上下到处都是积雪, 好似一个雪人, 他哆嗦了好一阵, 然后开始手脚并用的爬山, 他已经飞不动了, 想要爬到高处去看看哪里有出口, 一边爬, 周离一边忍着寒冷, 清水鼻涕挥洒的到处都是, 最终他花了足足两个时辰, 织久的时间, 在使了吃奶的劲的情况下, 终于爬上了雪山, 而当他筋疲力尽地站在雪山山顶, 往远方期待地一看后, 瞬间绝望, 眼前, 依旧是看不到尽头的茫茫雪山, 一座座雪山高低不平地簇拥在大地上, 好似冰原, 周离愣愣地看着, 最后他抬起头, 看着天, 感受着体内已经枯竭的灵力, 目露悲壮, 自己真的要冻死在这里了吗? 不行啊, 老子还没活够呢, 心头悲愤, 冷成狗的他, 站在雪山山顶, 抱着身子直哆嗦, 没过多久他就撑不住了, 最终体内的灵力彻底枯竭, 他整个人也忍不住疲惫和寒冷, 在悬崖边的一块雪石上坐下, 淋漓枯竭, 自身的热量也飞速消失, 不知在雪山里被困多久的他, 感到自己的意识越来越模糊, 哎, 早知道, 自己就不该来这什么黄天圣楼, 老老实实在宗门待着多好, 看来这儿, 就是我昆仑之虎的埋谷之地了, 体型魁梧的他, 吸了吸鼻子, 极低的气温和风雪, 让他的意识都开始渐渐恍惚, 他探头探脑地伸出半个身子, 看了看悬崖下的万丈深渊, 呼得脑子一抽, 一头从雪山上栽了下去, 慢慢冻死, 实在是太难受了, 不如自己给自己一个痛快, 毕竟我昆仑之虎, 这样的神舟好男儿, 从来都不怕死, 但要是一点一点冻死我我才不答应, 至少跳牙死, 听上去还算死得壮烈一些, 这是周黎在意识消失之前, 最后的想法, 欧阳, 东方大, 这个折龙睡单宫真的特别神奇, 我睡了三天, 现在不但精神百倍, 还一点不感觉, 只靠睡觉就能变强, 这实在是太猛了, 虽然现在, 我还不知练到高深处会有什么妙用, 不过我能感觉到, 人只要把这玩意儿练到大成, 就一定会有大变化, 什么变化, 你可以吃死了欧阳瑞雪问, 林小璐文言噎了一下, 尴尬地挠了挠头, 呃, 这个好像还不行, 欧阳瑞雪文言顿时不鲜, 路哥, 那你现在学会了这个东西, 是不是以后都不吃饭来啊, 一旁的东方淡问, 当然不会, 该吃肯定还得吃啊, 虽然我现在不会饿死了, 但不代表我不会馋死啊, 林小璐一本正经道, 我刚才又练了一会儿, 听里面那个神秘的邋遢道人说, 发明这折笼睡单宫的前辈, 随随便便睡一觉, 就是一百多天, 完全饿不死, 东方淡听到这夸张的描述, 整个人震惊得不行, 路哥说的这个功法, 怎么越听越像修仙法门了, 不吃不喝一睡一百多天, 这凡人应该做不了吧, 可如果是修仙法诀, 路哥不是不能修仙吗, 他能感觉到, 直到现在, 林小璐体内都没有一丁点的凌裂, 矿洞内, 东方淡和欧阳瑞雪 听着林小璐夸夸其谈, 倒也觉得有趣, 而正当林小璐聊得眉飞色舞, 手舞足蹈时, 头顶忽然轰, 的传来一声巨响, 突如其来的巨响, 把三人吓了一跳, 只见头顶山岩突然破开, 无数碎石大片大片地砸下, 一个浑身堆满鸡血的壮硕少年, 也随着碎石一同摔在地上, 正是昆仑之虎周黎, 林小璐猛逼地看着周黎摔在地上, 然后抬头往眼顶一望, 好家伙, 跟自己和欧阳瑞雪不同, 这次他在眼顶上看到了一个大窟窿, 透过窟窿, 他能看到外面的天空, 哇, 我们终于能出去了, 少年激动得哈哈大笑, 和东方淡开心地抱在了一起, 欧阳瑞雪也看着头顶的大窟窿有些高兴, 脸上满是笑意, 哈哈, 周兄, 你真是我的好兄弟, 林小璐对一动不动的周黎笑道, 你是专门来救我的吗, 周兄你怎么不说话, 周兄周兄见周黎没什么反应, 一副死了的模样, 林小璐微微思考了一下, 然后甩手给了他一个抖, 周黎当即惊醒, 他一屁股坐起, 然后看着面前的林小璐, 东方淡, 欧阳瑞雪三人, 一脸猛逼, 无名峡谷之外, 陈念云等人一边小心前行, 一边看着冲天的光柱在峡谷内持续不断地出现, 几人都很兴奋, 在他们的认知里, 这种异象一般就是有什么厉害的宝物出世, 而当陈念云带着众人隐秘气息, 小心翼翼地靠近峡谷入口, 靠在岩壁旁边往里面张望时, 却看到峡谷的最深处, 正簇拥着近百名东营修士, 其中还站着两头巨大显眼的气灵兽, 看到如此人多势众的东营修士, 陈念云顿时瞳孔一缩, 连忙拉着同样惊讶的几人, 飞速退开, 那里面有好多东营人, 还有两头古怪的气灵兽, 问题有点严重, 陈念云背着于楚楚和谭颂伟汤元等人, 一边撤退, 一边飞快说道, 看他们鬼鬼祟祟的模样,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不过我们就这几个人, 估计打不过, 几个少年人飞快撤退, 汤元一边跟着陈念云撤退, 一边愣愣地想了想, 然后手指上的那戒微微一亮, 下一刻, 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出现在他手中, 如果给我足够的时间, 汤元眨巴着智慧的斗鸡眼说道, 陈念云想了想, 随后还是摇了摇头, 再等等吧, 毕竟他们人太多了, 我们就六个人太冒险了, 而且楚楚的伤势还没有完全好, 贸然进去就是找死, 几人一边飞速撤退, 一边议论着对策, 而就在他们即将退到距离峡谷较远的一片树林时, 远处突然走来一群有说有笑的少年少女, 这群少年少女浩浩荡荡, 人数足打百人, 而为首者正是抱着帅帅压的小月, 陈念云看到小月之后, 先是一愣, 随后瞬间松了口气, 此刻, 小月正在和大伙儿嘻嘻哈哈地说着话, 氛围显得很好, 而当他们看到陈念云等人后, 立刻热情地对他们打起招呼, 两帮人拒头, 简单地嘘寒问暖后, 陈念云便言简一概地, 跟小月和各门派的弟子说了侠谷妹的事情, 我们都猜错了, 这帮东营人进入黄天圣楼, 根本就不是为了抢夺法宝, 他们一次性地聚在那里, 应该是从一开始就有什么计划之类的, 场中, 陈念云飞快地对一大批少年说着自己的所见, 大伙儿都认真地听着, 区区一百多个东营人, 问题应该不大, 我们神州的其他弟子虽然大多都不在这里, 但现在的人数已经跟他们差不多了, 对付他们绰绰有余, 龙门大弟子叶命懒洋洋地说道, 对啊, 而且我们应该比他们强多了吧, 人群中一名少女不屑道, 他们那儿才几个铸鸡, 我们这儿的铸鸡都已经有四个了, 可是那里还有两个很大的气灵兽啊, 谭松磊有些紧张道, 那两个气灵兽好像和那些东营修士是一起的, 也不知道为啥, 这有啥的, 小玉姐是天道铸鸡, 一万个铸鸡里面都没有一个, 还打不过区区两头气灵兽玉姐, 咱们直接去弄他们吧, 有少年热血沸腾地提议道, 我最喜欢打群架了, 尤其打东营人, 玉姐我虽然实力不强, 但我愿意冲在第一个, 对, 我们也是, 无数青春热血的少年大呼小叫, 我们愿意冲在第一个, 就是, 打东营人怎么能靠后呢, 我实力弱我先来, 你咋不说, 你速度快你先来的这位昆仑的道友, 你特么, 一大伙少年少女, 吵吵嚷嚷地群情激动, 小玉儿只是猛猛地看着他们,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而直到许多人问她, 要不要去无名峡谷时, 她才猛猛地说了一句, 都行, 你们定吧, 玉儿, 你还没找到你哥妈陈念云看了一圈, 没看到林小璐的身影, 还没有找到, 小玉儿撅着嘴摇摇头, 眼神里写满了担心, 哥哥没有食物, 会饿坏的, 一大伙人七嘴八舌地商量着对策, 最后一致嚷嚷着, 要去讨伐东营修士, 浩浩荡荡地, 就开始往无名峡谷前进, 小玉儿也抱着帅帅压跟着, 到时候, 那两个很大的麒麟兽, 就交给我吧, 小玉儿走在队伍最前面, 对陈念云, 叶命, 谭松磊, 和一大帮少年少女们说道, 你们对付其他人, 行, 大伙一会儿打架的时候, 别逞强啊, 谭松磊对身后的少年们招呼道, 打不过立刻喊其他人帮忙, 陈念云想了想奈良刚穿衣的性子, 也冲所有人喊道, 诸位到时候别留守, 那些东营人都是杀过人的, 咱们这次也都得奔着杀人去, 不然打起来要吃大亏, 好, 少年们纷纷响应, 场中, 所有人都激动得不行, 他们许多人, 都是第一次参加这种人数近百人的大规模团战, 此刻忍不住有些兴奋和紧张, 龙门的大弟子叶命扛着钓鱼竿, 声音慵懒地笑道, 本来我是奔着钓鱼来的, 结果一直到现在都没钓过鱼, 罢了, 奏几个东营人开心开心, 成群结队, 浩浩荡荡的少年们带着飘扬的尘土来到峡谷之外, 看着里面高耸露云的光柱, 嘖嘖称奇, 你们说这东营人是不是在里面发现什么法宝了吗? 估计是, 咱们给他抢过来, 嘿嘿, 那感情好, 跟在小院旁边的陈念云对背上的于楚楚笑道, 楚楚你伤还没好, 一会儿你就别进去了, 在外面等着吧, 于楚楚微微有些纠结, 随后郁闷地恩了一声, 并嘱咐他小心, 唐元兄, 你这麻袋里装着多少枚弹药啊? 踢着剑的谭松磊问, 背着麻袋的汤元看了看谭松磊, 没直接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神秘一笑,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说完, 汤元的斗鸡眼狠狠一眯, 目光中透露出舍我其谁的霸气, 不久, 一百多人浩浩荡荡地来到峡谷路口, 陈念云将于楚楚放下, 小院也将帅帅鸭放下, 鸭子鸭子, 你在这里不要乱跑, 帅帅鸭无奈, 玉姐, 老大让我保护你来着, 小月儿可爱地摸了摸她的头, 傻乐道, 没事了, 我很强的, 大家都这么说, 说完, 小月儿站起身, 来到汤元, 陈念云, 谭松磊, 叶命等人的最前面, 看向了峡谷深处, 一众背对他们的东宁修士, 喂, 稚嫩的少女声音响彻, 峡谷深处, 正在观望羽公千岁, 承受天照赐福的东宁修士们, 听到声音, 齐刷刷回头, 奈良刚穿衣, 小鸟游春奈, 左藤宗次郎三人也赫然转身, 两头巨大的守护器灵兽, 也赫然看向了他们, 两帮人对视, 峡谷内的气氛瞬间变得凝重, 呦呵, 这么快就来了这么多人奈良刚看着面前的大批人马, 笑问, 左藤, 你的伤恢复得怎么样了左藤宗次郎, 看着浩浩荡荡的神舟修士们, 残忍一笑, 一连吃了好几颗丹药了, 现在杀几个人应该没问题, 奈良刚穿一点了下头, 和左藤小鸟游一起往小月等人走来, 两头巨大的气氫兽和上百名东营修士, 也陆续跟在了他们身后, 不久, 双方在峡谷的两头站定, 两边皆是一大片人, 小月瞅了瞅眼前两头巨大的气氫兽, 小脸上挂起了思考的表情, 这两个气氫兽看起来好像还挺强的, 自己要多久才能把这两个家伙弄死小月我们上马陈念云扭头看向他, 哦, 正在看气灵兽的小月儿回过神, 连忙点了下头, 而见他点头, 陈念云便亮出了自己的灵剑, 同为剑修的谭松磊也亮出了剑, 叶命摸着自己的钓鱼竿, 看着密密麻麻的东营修士们温和地笑了笑, 所有人都亮出了自己的法器, 一眨不眨地看着东营人, 神舟和东营也没什么好聊的, 向来都是见了面就开打, 场中, 陈念云见所有人都开始摩拳擦掌起来, 便不再犹豫, 抬起手中的灵剑, 杀, 长剑麾下, 一声怒吼从他口中喊出, 一百多位神舟少年人同时大吼, 杀声震天地冲出, 杀, 干他, 昆仑的兄弟都跟我冲在最前面, 杀呀, 没到驻激进的少年们争先恐后地怒吼冲出, 仿佛冲锋陷阵的士兵一样, 而驻激进的陈念云, 谭松磊, 叶命, 小月等人则是直接飞起, 划破长空对着东营人飞去, 而东营这边也没有犹豫, 奈良刚穿一猛地拔出腰间的武士刀, 长刀一挥, 行, 啊, 冲天的怒吼声响起, 上百位东营修士纷纷拔出武士刀, 全力冲锋, 奈良刚穿衣, 左藤宗次郎, 小鸟游春奈三人也是紧随其后地飞出, 两头巨大的麒麟兽更是掀开巨大的翅膀, 直接冲上云霄, 一时间整个无名峡谷都被无尽地奔跑, 震得不断颤抖, 喊杀声怒吼声到处都是, 而场中同样冲在最前方的汤原则是飞快, 往自己嘴里吞下一颗丹药, 然后在双方还在冲锋之时, 猛地挥起背上的麻袋一甩, 上百枚丹药, 尽数从麻袋内甩出, 仿佛一场丹雨般出现, 紧接着汤原猛地跳跃起来, 在半空中脱掉裤子, 然后在空中完成转身, 弯腰, 撅臀, 开眼等一系列动作, 哄, 一道惊天动地的巨响声自眼中炸开, 崔库拉朽间掀出一股强烈的飓风, 场中, 飓风将那些飘在半空中的丹药瞬间吹飞, 一路吹飞到冬营修士的冲锋阵营之中, 落地后, 一边继续冲锋, 一边替裤子汤原怒吼, 爆, 砰砰砰砰砰砰, 上百枚丹药同时在冬营修士中炸成粉末, 冬营修士们纷纷吓了一跳, 但他们已经顾不得这许多, 一个个穿过粉末继续冲锋, 而下一刻, 一百多位全力冲锋, 嗷嗷大叫的冬营修士们同时感到下体一凉, 场中, 除了飞起来的三个天王以外, 所有冬营修士都没了裤子, 阳光之下, 一百多个小屁股闪闪发光, 简直壮观至极, 全力冲锋的神舟少年们也都被眼前这壮观的一幕吓到了, 几个心理素质差的, 看到面前这一百多个光屁股修士, 差点没摔跟头, 而汤圆自己则是被突然出现的一百多条裤子和内裤淹没, 冲锋中, 一些少女们尖叫着捂住眼睛, 随后又偷偷地从指缝中偷看, 一针小, 天空中飞行的陈念云看到这一幕也是嘖嘖称奇, 不愧是军师啊, 一出手就神鬼莫测, 如此壮观的一幕简直就该被载入史册, 场中, 东营修士们的冲锋完全停滞下来, 他们一个个尴尬地捂着裆布, 羞愤至极, 八嘎, 杀, 短暂地迟一后, 东营修士们更加愤怒了, 纷纷怒骂不止, 然后光着屁股, 甩着小再次冲锋, 枪, 哄, 刀刃对撞, 领法对轰, 神舟的少年和光屁股的东营少年相互冲撞在一起, 人来人往相互交错, 各种攻击招式尽情施展, 整个峡谷中随处可见各种颜色的流光, 天空之中, 十四岁的小月儿划破长空, 直奔两头巨大的弃灵兽而去, 而东营的助击净修士似乎是有意为之, 他们直接冲入人群, 和众多少年们展开了一场混战, 并没有选择和陈念云等人直接对战, 故陈念云等人也一同飞进人群, 大肆和东营修士激战, 八嘎, 一名光屁股东营修士, 挥刀甩出琳琅, 而对战他的神州少年, 抬手就用灵气罩挡住, 然后一巴掌抽他脑瓜上, 我把你奶奶个腿, 枪, 哼, 一名神州少年, 同时面对两个东营修士的围攻, 被打得节节败退, 一屁股跌倒在地, 昆仑的前小龙刚好放倒一人, 见到这一幕, 立刻飞冲而来, 一把抓住其中一人的刀, 然后运起凌厉, 对着他就是一拳, 直将人打得飞撞在岩壁上, 跌倒在地的少年也立刻起来, 运转灵力将另一人轰退, 兄弟打起精神来, 不要怂, 钱小龙对他笑道, 少年感激道, 多谢道友出手相助, 大家都是自己人, 兄弟客气了, 说完, 钱小龙就一拳挥向另一名偷袭过来的东营修士, 看招, 整个峡谷中已经乱作一团一团, 各种灵力到处释放, 法器肆意挥动, 神州雨和东营雨混杂着吵在一边, 一起响声遍地, 汤圆在人群中猛的一个弯腰, 躲过一名东营修士挥来的刀刃, 然后抬手对着他空空如也的当步一抓, 东营修士顿时疼得直喊, 汤圆便抬手将一枚丹药塞他嘴巴里, 然后又拿出一枚丹药, 对着另一个扑上来的光屁股东营修士一扔, 碰, 丹药炸裂, 那名修士顿时嗷嗷叫着菊花磁血, 谁要帮忙说一声, 我这儿丹药还有一些, 汤圆对着周围相互交战的少年们大喊, 另一边, 激烈的混战之中, 左藤宗次郎以一敌似, 一口气击退四名神舟修士, 连同他们的护身法宝都给干碎, 而就在他宁笑一声想要大开杀戒时, 一名少女猛地冲出, 一指灵符轰在了他身上, 哄, 炽热的灵暴炸裂开来, 张婷气喘吁吁地看着面前的烟雾, 产生的气浪散尽, 毫发无伤的左藤宗次郎安静地站着, 看着面前的张婷和其他几位毛山弟子露出病态的冷笑, 峡谷边界处, 一名脸上挂着些婴儿肥的少女被一名东营修士一掌打翻在地, 整个人艰难地倒在地上, 光着屁股的东营修士哈哈大笑, 嘴里说着东营语, 然后高高抬起手中的刀刃准备下批, 而就在这时, 他的身后忽然传来一道炸裂的呼啸声, 扑哧, 大半个剑尖自他胸膛穿出, 大片大片的血浆滚落, 东营修士不敢置信地看着胸口穿出的剑, 喉咙里直发出噩噩的声音, 他的身后, 谭松磊惊恐地握着灵剑,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两久, 谭松磊心一横, 一脚将他踹翻, 沾了血的灵剑也拔出了出来, 师兄, 受伤的蚊竹爬起, 看着脸色苍白的谭松磊, 连忙担忧地将他扶住, 师兄你没事吧? 没, 没事, 第一次杀人的谭松磊有些惊魂未定, 他看了一眼师妹文竹, 眼巴巴地问道, 师妹, 他要杀你我才杀了他的, 我做的是好事, 对吧? 文竹愣了愣, 然后狠狠一点头, 对, 师兄做的是好事, 场中, 厮杀还在继续, 奈良刚川一尺握一把武士刀, 一人单挑六名鼠山剑修, 刀剑声不绝于耳, 他仿佛杀疯了一样, 一边挥刀将六名苦苦支撑的鼠山剑修击退, 一边疯狂大吼, 就是这种感觉, 真特娘的爽啊, 峡谷的另一处, 同样是以一敌多的陈念云一连轰飞树人, 然后一脚踹翻最后一名东营修士, 他抬脚踩住他的胸口, 抬起头隔着树人的战斗, 看向了陷入魔症一般的奈良刚川一, 良久, 他收回目光, 看了看脚下痛苦不堪的东营修士, 抬起手中的剑, 抱歉, 每个人都在浴血奋战, 到处都是爆炸声, 怒吼声, 发气对撞的轰鸣声, 显得异常热闹, 当然, 汤圆除外, 他跟个大爷似的, 眨巴着斗鸡眼, 手里拿着一把丹药, 四处闲逛, 一边逛, 一边抛着丹药, 看谁不顺眼, 或者看哪边, 需要帮助, 他就拿起一枚丹药扔过去, 炸开一堆五颜六色的粉末, 然后被波及到的东营修士, 不是控制不住的拉锡, 就是哪里变大, 再不济, 就是被粉末的气味, 活活臭晕, 任凭那些东营修士, 是开防护罩也好, 还是用法宝也好, 统统抵挡不了, 唉, 可惜了, 这次为了做实验, 脱裤子丹带的比较多, 要都是带的拉锡丹, 或者匹刹丹抛出去, 效果应该更好, 下次我一定改, 自言自语地说完, 汤圆看到旁边, 有位全真弟子, 正陷入苦战, 喂, 那位全真的兄弟让开, 他招呼一声, 抬手将丹药扔出, 正和东营修士僵持的全真少年, 立刻后退, 然后看着丹药在东营修士身上炸开, 东营修士受了丹药后, 立刻不受控制地坐下匹刹, 整个人铁青着脸动不了, 只能在那边不停地骂骂咧咧, 全真少年, 则有些哭笑不得地对汤圆道谢, 多谢峨眉的这位兄弟, 您真厉害, 全真少年, 发自肺腑地敬佩道, 哈哈, 好说, 都是我大哥林小璐教得好, 汤圆谦虚地说完, 继续悠哉悠哉地闲逛, 看着他潇洒的背影, 全真少年止不住地感叹, 林小璐到底是怎样一位奇男子, 不仅欲解崇拜他, 就连峨眉这位神奇的道友, 都甘愿做他小弟, 不行, 这样的少年自己回头说什么, 也得去见见, 求他收下自己, 就是不知道, 这样的人物, 会不会愿意收自己做小弟, 他要是愿意收自己, 那自己改拜峨眉都可以啊, 在这场中, 汤圆继续悠闲且快乐地闲逛, 所过之处, 东营修士们没一个好下场, 现在光控制不住匹刹的, 就已经有三个人了, 一个个光着屁股匹刹, 然后在那里骂骂咧咧, 而正当他逛得开心, 他的身后忽然出现一个黑色的倩影, 哄, 扑通, 战场之中, 满身伤痕的张婷狠狠摔在地上, 一同倒下的, 还有其他几位毛山师兄弟, 而他们的面前, 正是不断凝笑的左腾宗次郎, 左腾看着这受伤倒地的几人, 露出了一个温柔的笑容, 下跪活命, 或者死, 选哪一个重伤在身的张婷, 眉头一皱, 刚要说话, 一旁同样受了重伤的毛山弟子, 先一步对他怒斥, 给你下跪你也配, 东营狗, 左腾宗次郎闻声一愣, 随后原本微笑的脸, 瞬间扭曲得无比恐怖, 他看着满身是伤的毛山弟子冷到, 居然敢以下饭上, 走向这位毛山弟子, 而这位弟子也是丝毫不怕, 死死瞪着他, 而当左腾在张婷惊恐的目光中, 准备抬手之时, 一道慵懒的声音, 自他身后响起, 老铁, 你恶心地让我连鱼都不想钓了, 就想剁了你, 你说, 这该怎么办呢听到声音, 左腾宗次郎宁笑着转过身, 细血地打量起面前的少年, 情报上说, 龙门出了的了不得的阵法天才, 叫叶命, 就是你生性慵懒的叶命, 扛着长长的钓鱼竿, 笑眯眯地点点头, 如果那个镇法天才, 模样很俊俏的话, 那应该就是在下了, 见他承认, 左腾宗次郎露出眉牙的嘴, 笑容越发扭曲, 随后突然一拳轰触, 叶命我让你没命, 此时的巨大峡谷, 已经完全成了战场, 神舟少年和东营修士, 亦是激烈混站在了一起, 到处都充斥着厮杀的身影, 流光四溅, 沉土飞扬, 陈念云身处峡谷边缘位置, 身形顺动之间, 飞身一剑击杀一名东营修士, 现在的他已经沾过人血, 初剑也越发杀伐果断, 而就在一名光着屁股的东营修士, 被他吓得想要掉头逃窜之时, 一抹剑光忽然从远处袭杀而来, 临阵脱逃者死, 扑斥, 东营修士的头颅高高飞起, 带着大片大片的血雨, 和身躯一同栽倒, 见到这血腥的一幕, 陈念云皱了皱眉, 然后看向缓缓走来的奈良钢穿衣, 奈良钢似乎已经是沙红了眼, 整个人的双目都是一片血红, 他甩了甩被鲜血染红的武士刀, 丝毫不看被自己斩首的尸体, 自顾自地对陈念云微笑, 陈桑又见面了, 说完, 抬起手冲陈念云招了招, 上次被那个开眼的家伙打断了, 我们继续下一场, 提着剑的陈念云, 闻言吐了口浊气, 扭了扭脖子, 然后面无表情地看向他, 你做好觉悟了吗, 奈良钢嘴角一扬, 下一刻, 二人同时身形一动, 刀和剑凶狠对撞, 与此同时, 战场另一边, 在所有人都在疯狂激战的时候, 自诩满身智慧的汤原正难受的不行, 他的面前, 是一个名叫小鸟游春奈的蒙面少女, 姑娘, 这么多人你不打, 你为什么偏偏要找我打呢, 因为别人打不过你, 只有我能压制你, 小鸟游春奈, 声音冰冷地说道, 汤原文言无奈, 他确实被这个什么小鸟游死死压制了, 这家伙自称什么忍者, 手段诡异得很, 速度快就不说了, 还能使出眼花缭乱的障眼法, 还可以短距离瞬移, 搞得自己的丹药都丢不中他, 有一说一, 如果只是普通助击, 他根本不拒, 哪怕是面对杰丹他自信也有一战之力, 但面对这样一个深入鬼魅, 来无影去无踪的人者, 场中,汤原着急帮其他人, 而小鸟游春奈明显已经不愿跟他废话, 持刀飞冲上来, 并在冲上来的瞬间单手掐绝, 人法, 物账, 在汤原准备抬手丢丹药的瞬间, 小鸟游春奈的身体就喷得一声消散, 化作一团黑漆漆的大雾, 直接将汤原笼罩, 身陷迷雾, 眼前一片漆黑, 汤原拿着丹药都不知该往哪儿丢, 只能呆呆地站着, 你的丹药确实古怪, 但终究只是丹药, 大雾之中, 小鸟游春奈清冷的声音响起, 而汤原只能尴尬地挠挠头, 凉酒, 他叹了口气, 然后默默掏出了一把丹药, 一次性吃太多丹药会便秘的, 看来等回去以后, 还得研究一下对付你们这种的丹药, 哎, 别人来黄天圣楼都是来找法宝的, 为啥我却发现, 需要改进的地方越来越多, 真是气人, 说完, 他就胡伦吞早地将四颗丹药全部塞进口中, 鼓着脸大口大口嚼了起来, 而在他咀嚼丹药的同时, 躲在迷雾暗处的小鸟游春奈就猛地冲出, 抬手飞制一柄苦屋, 直刺他的脖子, 咻, 可下一刻, 惊人的画面赫然出现, 只见汤原气息一沉, 身上的皮肤毛孔赫然开始移出粘稠的黑色污渍, 汤原制造, 污渍便应盔甲丹, 枪, 锋利的苦屋打在他的脖梗上, 居然被脖梗上的污渍给弹了回来, 见到这一幕的小鸟游春奈吓了一跳, 刚想转移位置继续攻击, 汤原就先一步脱下了裤子, 而下一刻, 他的小菊花中就传来一股强大的吸扯力, 周围的迷雾尽数被他的菊花吸入, 甚至因为吸扯力太大, 还隐隐形成了一个漩涡, 汤原制造, 吸天地精华氮, 这一下把小鸟游春奈看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眼见周围的迷雾被他的菊花吸扯, 变得越来越少, 小鸟游再不迟疑, 运气凌厉飞身进攻, 给我死, 正在吸收迷雾的汤原心有所感, 光着屁股的他猛地转身一甩, 汤原制造, 尿液变大胆, 战场中, 一些刚结束战斗的神州少年, 看着汤原所在的一团迷雾疑惑, 纷纷好奇里面发生了什么, 有关注汤原和小鸟游战斗的少年, 就大致说了事情的经过, 那个东营女的好像是铸鸡, 然后就变出了这片迷雾, 也不知道这位峨眉的兄弟怎么样了, 这位峨眉的兄弟刚才还拿丹药帮我呢, 咱们一起冲进去看看, 对对对, 咱们一起冲进去吧, 几个还受着伤的神州少年, 见迷雾内一直没有动静, 也是有些急了, 眼瞅着就要冲进去, 而就在他们按捺不住交集时, 面前的迷雾却开始飞快地消散, 不久, 迷雾散去, 所有人都看到了浑身湿透的小鸟游春奈, 他一动不动, 失魂落魄地呆坐在地上, 全身湿透, 就连坐着的地面都满是水渍, 而站在他面前, 已经用过洗尘单洗刷污渍的汤圆, 则是在不急不缓地提裤子, 见到这一幕的众人瞬间梦了, 这俩人在里面干什么了, 一个一脸呆滞地坐着, 一个在悠哉悠哉地提裤子, 这怎么看着, 有些不正常呢, 几人看了看汤圆, 又看了看小鸟游, 刚想上前问一问发生了什么, 浑身湿透的小鸟游春奈, 忽然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尖叫, 啊, 他似乎是被吓坏了, 尖叫着起身飞走, 再也不敢看汤圆一眼, 周围的少年们, 都被他的反应弄得一愣一愣地, 眼睁睁看着小鸟游飞远, 然后才迟疑地看向汤圆, 这位道友, 你对这个东营人做了什么呀, 汤圆眨了眨斗鸡眼, 不以为然道, 没做啥, 我只是让他见识了一下, 来自神州的怒龙, 斯在场所有人同时吸了口凉气, 他们看着面前的斗鸡眼少年, 一个个感到细思极恐, 而汤圆则继续对众人笑道, 这东营人没见过啥世面, 第一次见到咱们神州的怒龙被震撼到了, 所以就有些失态, 可以理解哈, 嘿嘿, 少年们听得头皮发麻, 然后齐刷刷对汤圆竖起大拇指, 道友神通, 在下佩服, 斯沙还在继续, 且打得越发激烈, 而在远离峡谷的地方, 林小璐等人则是刚刚爬出地下矿洞, 他和东方弹不会飞, 还是周里把他俩背上来的, 刚一上来, 还没说上几句话, 他们便注意到了极远处的通天光柱, 峡谷之中已经陆续开始有人受伤, 神州少年和东营修士几乎都已经杀红了眼, 包来健网, 嘶吼震天, 伴随着各种凌厉的催动轰炸, 整个峡谷都快被打成了废墟, 而此刻, 在最靠近峡谷出口的地方, 光着上身的佐藤宗次郎, 被龙门的叶命死死按在岩石壁上动弹不得, 只能不断地利吼咆哮, 双方皆有负伤, 叶命眼角欲轻, 右臂更是已经骨折, 而佐藤宗次郎更惨, 身为四天王最强的他, 被叶命的北斗七星珠鞋振轰的胸膛都凹陷了进去, 肋骨断了不知多少根, 口鼻中更是积满了血浆, 你们东莹天骄就这点本是叶命一声怒吼, 见佐藤宗次郎还想挣扎, 胳膊再次一用力, 按着他的头往岩壁上就是一撞, 啊…… 被死死压制的佐藤宗次郎发出宛如野兽般的嘶吼, 猛地抬脚蹬碎岩壁正脱开来, 怒吼着就要挥拳, 而叶命却先踏一步, 甩起鱼杆在半空中划出浮路, 随后直接一掌拍出, 哄…… 佐藤宗次郎的身躯瞬间被轰飞, 仰天栽倒在地, 将地面都砸出一个深坑, 呼叶命提着鱼杆, 整个人一时重重喘了口气, 嗨嗨嗨嗨嗨…… 佐藤宗次郎咳嗽了几声, 然后艰难地翻身爬起, 他仿佛血人似的起身, 随后对着叶命张开双手, 露出一个嘲讽的惨笑, 打到现在也没能弄死我, 你也不怎么样吗? 叶命甩了甩鱼杆上的血字, 冷声笑道, 等我把你的头拧下来, 看看你还能不能张口说话? 把我的头拧下来佐藤宗次郎脸, 开满是淤血的嘴, 荣幸之至。 战场之中, 二人对视片刻, 随后再次相冲。 另一边, 在无数人的激烈混战中, 陈念云和奈良刚贴着峡谷的山岩, 一路厮杀泄斗, 刀剑相对, 金属碰撞声接连不断地响起, 二人的动作均快到了极致, 或飞或转, 身躯上下翻腾, 剑光弥漫, 每一下都快出了阵阵残疑。 一路厮杀下来, 他二人挥洒出的剑气, 将侧边的峡谷岩壁砍得满是剑痕, 触目惊心。 枪! 奈良刚飞起一刀劈下, 陈念云抬剑挡住, 接着奈良刚就猛地一掐掘, 刀气瞬间扩散。 而陈念云也猛地飞身一个旋转, 一记持木剑炸出树道灵抱, 和奈良刚的灵法再次打成平手。 相比其他人的死斗, 他二人倒是没受什么伤, 从头至尾都是势均力敌, 打斗的画面也远比叶命和佐藤那种硬碰硬来的潇洒, 但打到现在, 双方的灵法剑决该施展的都已经施展了, 却依旧是难分高下, 这让他俩都变得有些气喘吁吁。 此刻, 喘着粗气的奈良刚就看着陈念云冷笑。 陈桑, 你成长得挺快啊, 第一次杀人感觉怎么样不怎么样。 同样有些疲惫的陈念云冷道, 我还没杀你, 等我杀了你, 我成长得会更快。 杀我, 奈良刚拎着刀, 双臂一斩, 大肆嘲讽道, 你杀得了我妈陈念云文言, 双目变得越发寒冷。 而就在两人准备再次对决时, 峡谷上方的高空忽然传来一道飓风。 飓风突然来袭, 将地上的尘土全部先飞, 狂风大作, 杀石漫天。 而峡谷中厮杀的少年们也听到动静, 不约而同地停下战斗, 抬头看向天空。 只见高空之中, 一头巨大的人形气灵兽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死死捏住一样, 十几米长的巨大翅膀都被捏得锁在一起, 然后整个身体被狠狠轰击在峡谷左侧的岩壁顶端一路摩擦, 最终在摩擦中彻底崩溃, 散成漫天的巨石。 快散开! 大石头落下来了, 大家快散开! 巨大的气灵兽被一路摩擦粉碎, 峡谷的左边岩壁被支离破碎的撞碎, 无数巨大的碎石落下, 引得人们纷纷逃窜。 陈念云和奈良刚却是浑然不觉, 俩人眼中只有对方, 面对头顶坠落下的满天巨石, 他俩一个灰刀一个起见, 刀器见光弥漫, 从天而降的完石瞬间爆碎, 为他俩露出一片中空地带。 奈良刚看了看高空中击杀大天狗残像的小女孩, 眼神闪烁了一下, 随后皱着眉再次看向陈念云。 而陈念云似乎看出了他的紧张, 对他冷笑道,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小月儿出手呢, 你们完了。 奈良刚抿了鸣嘴, 没说话。 此刻的高空中, 小月儿将一头巨人打崩, 然后看着另一头冲自己嘶吼飞来的巨人, 抬起小手就是一挥。 下一刻, 一股仿佛小山那么大的无形手掌出现, 带着剧烈的狂风, 一巴掌就把飞来的巨人拍飞出去。 巨人的身躯仿佛布娃娃一般在空中翻转, 然后轰。 得一声, 重重地摔在峡谷之外的一处密林中, 将一大片树木砸成废墟。 摘星爵确实很强, 强得惊人, 但对于灵力的消耗也是真的大, 即便它是天道助击, 此刻也有些感到扛不住。 而这两头气灵兽虽然没什么灵法, 但却是真的结实, 小月儿打到现在也才弄死一头, 灵力都快用光了。 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看着倒在密林之中的巨人, 有些生气地嘟囔道, 哥哥怎么还不来? 那么大的光柱都看不到吗? 嗯, 哥哥一定是被东方弹带坏了。 立在云海之上, 小月儿见巨人挣扎着想要再次飞起, 抬起小手就是一拍, 无形的巨大巴掌就再次将它拍倒。 与此同时, 峡谷内的东营少年们见一头大天狗残像已经陨落, 纷纷目瞪口呆。 他们没想到, 神舟居然有可以杀死大天狗残像的少年人。 场中, 叶命再次用一道阵法将左藤宗次郎轰击在岩壁上, 随后气喘吁吁地冷笑。 你们是在密谋什么事情吗? 真是可悲。 你们到现在都不清楚自己面对的到底是什么。 重伤趴在地上的左藤宗次郎, 看了看高空中立着的小女孩, 整个人的脸色开始越发难看。 情报中没有这个小女孩。 混战还在继续, 浑身湿尿的小鸟游春奈飞过一处又一处少年的战斗, 没有丝毫帮忙东营修士的意思, 只不断往八旗山的方向赶, 羽公大将。 大家快撑不住了。 他一路横飞, 不断呼喊着羽公千岁, 眼看就要飞到八旗山, 一抹炽热的剑气忽然从远处飞来。 欲剑术, 酒驱回廊。 小鸟游春奈大惊失色, 飞在半空中的身躯, 砰得一声消散, 躲过剑光, 任由剑光轰击在岩壁上, 炸出树道剑痕。 场中, 小鸟游再次出现, 立刻看到了欲剑而立的谭松磊。 谭松磊站在剑上, 身姿灼然, 他不懈地看了小鸟游一眼, 刚想说些帅气的话, 却忽然闻到一股怪味。 你身上什么味儿啊? 好臭。 谭松磊捂着鼻子嫌弃道, 而他刚嫌弃眉两下, 就忽然眼前一亮, 指着小鸟游哈哈大笑。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被我们吓得尿裤子了。 小鸟游春奈文言气得, 整个人都哆嗦了一下, 他们东营是没有洗尘丹的, 所以此刻的他确实还沾着满身的尿。 羞愤至极的小鸟游剑谭松磊在那里嘲笑自己, 瞬间带着无尽的沙翼飞出。 高空之中, 小月儿翘生生地立着, 然后小手就一直高高地举过头顶, 每次大天狗残下飞起来, 他就一巴掌呼下去, 把他拍倒。 骑一次, 拍一次, 骑一次, 拍一次, 不亦乐乎。 而峡谷中的战斗, 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渐渐愤出了高下, 东营修士受伤的人越来越多。 而神舟这边的少年, 彻底打垮他们只是时间问题。 小鸟游, 左腾, 奈良刚三人还在和陈念云, 叶命, 谭松磊缠斗, 完全就脱不开身, 只能眼睁睁看着东营修士被剑剑击溃。 哐! 陈念云硬剑而走, 整个人的速度快到了极致, 在零剑和武士刀连撞数次后, 他终于找到破绽, 飞身一跃, 捂出的剑气化作一根剑弦, 破开刀浪, 砍在奈良刚的手臂上。 瘦窗的奈良刚捂着血流不止的手臂连连后退, 整个人又惊又目。 陈念云则是一如既往的面无表情, 他提剑看着奈良刚, 不懈道, 你的剑有点弱呀。 奈良刚听到这话, 瞳孔瞬间一缩。 他赫然抬手, 挥刀就要斩杀而来, 陈念云也同样做好应对的准备, 而就在双方要再次交手之时, 峡谷后方的巨大光柱忽然一收, 彻底消失。 看到这一幕的陈念云一愣, 场中其他看到这一幕的神舟少年也都有些猛。 这是, 法宝没了, 哈哈哈哈。 羽公大将获得恩赐了, 羽公大将万岁, 万岁。 无数的东营修士奋力欢呼, 搞得神舟少年们二丈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些人咋了, 汤圆, 张婷, 钱小龙, 还有许许多多的神舟少年猛逼地看着他们欢呼, 一时间都有些不知所措。 好多东营修士甚至因为激动而跳起来, 而他们光着屁股跳舞, 小孩会跟着甩, 这看着就挺让人不好意思的。 满身是血, 被打得只剩半条命的左藤宗次郎摊在地上, 看着也受了重伤的夜命冷笑。 你们完了, 哈哈哈哈正在和谭松磊缠斗的小鸟游春奈激动的眼泪都飙了出来, 这女孩高声哭喊着, 羽公大将万岁。 而相比于她的激动, 谭松磊正一脸郁闷地蹲在剑上查看自己的剑。 刚才她和小鸟游战斗的时候, 自己的剑虽然没怎么砍到她, 但还是沾到了她身上飘出来的尿液, 这让她郁闷得不行。 这把剑可是师尊赐给自己的呀, 都给弄脏了, 这东营女孩真恶心, 打架就打架嘛, 居然尿裤子, 真是气人。 高空之中, 疲惫不堪的小月儿再次一巴掌将大天狗残像拍倒, 然后好奇地看向八旗山。 光柱怎么没了, 此刻, 所有东营人都在欢呼, 战斗一时间完全停止, 而没过多久, 神舟少年们就看到峡谷尽头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戴着恶鬼面具, 穿着樱花和服的少女。 那少女的手中, 还拿着一把略显弯曲的古朴短剑。 羽公大将万岁! 万岁! 万岁! 在战斗的, 在休息的, 受伤的, 没受伤的, 所有的东营修士都在疯狂欢呼。 而羽公千岁走出之后, 便抬起戴着面具的脸, 看向了天空中的小月儿。 小月儿同样也在看她, 四目相对, 相视无言。 梁九, 羽公千岁收回目光, 在东营少年们期待的目光中, 她抬起了手中的短剑。 下一刻, 刺眼的亮光永恒绽放, 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亮光吓了一跳。 而在这光芒照耀之下, 一名神舟少年惊恐地看到, 刚才被自己打成重伤的东营修士居然站了起来。 所有人都惊住了。 场中, 所有还活着的东营修士, 无论之前受了多重的伤, 只要还没死, 便在这光芒之下纷纷站起, 且灵力也瞬间回补, 直接回到了巅峰状态。 这就是天照大神的恩赐。 神舟人, 你们做好死的觉悟了吗? 龙门大弟子叶命都猛了, 他还没反应过来, 伤势瞬间恢复的左腾宗次郎就直接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哄, 叶命整个人都被轰飞出去, 狠狠地摔进一堆乱石之中。 你刚才打我打得很痛快啊。 左腾宗次郎露出洁白的牙齿凝笑。 我要把你身上的骨头一块块地全部敲碎。 另一边, 瞬间恢复伤势和灵力的奈良钢穿一眼猛地冲向陈念云。 陈念云虽未受伤, 但此刻也已经有些历劫, 面对全胜状态的奈良钢根本抵御不住, 匆忙招架几道刀器后就被逼得连连后退。 陈念云, 我要用你的血来寄我的剑道。 奈良钢穿一挥着刀刃笑道。 陈念云眉头紧皱, 一言不发。 场中, 战斗再次打响, 东营修士们全都恢复到了最佳状态, 一个个嗷嗷大叫, 光着屁股疯狂进攻已经受伤的神州少年们, 战斗几乎顷刻间就被反转, 疲惫不堪。 人人带伤的神州少年, 面对他们凶狠的进攻根本抵抗不住, 几息之下就有数人重伤。 哈哈哈哈, 羽公大将万岁。 一名东营修士飞跃而来, 一刀砍伤一名神州少年, 血剑舞步。 而此刻, 高空中的小悦儿也有些惊讶地发现, 原本快被自己用巴掌活活拍死的巨人, 赫然恢复了状态。 他看着巨人从密林废墟中飞起, 愣了一下, 刚想动手和这巨人再次激战, 却又好像感受到了什么。 小悦儿瞬间转身, 看到了同样立在高空的羽公千岁。 此刻的他, 被一前一后, 围住了。 天空中, 巨大的大天狗残像并没有立刻动手, 似乎是受到羽公千岁的指令一样, 老老实实地立着。 羽公千岁则安静地看着小悦儿, 看了好一会儿后轻道, 如果你在全盛时期, 即便是现在的我, 也很难胜你。 但很可惜, 你现在已经很疲惫了。 而这样的你, 面对我和大天狗残像的联手, 将毫无胜算。 小悦儿猛猛地站着, 他在想自己要不要放一放狠话。 毕竟哥哥以前跟人打架, 面对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要先说些话的。 之前的什么你想死吗, 自己已经说过了, 现在要挑个不一样的。 他回忆着哥哥以前说过的经典狠话, 梁九挑选了其中一句, 开口道, 姐姐你放心, 我会通知你的家人。 羽公千岁文言一愣, 随后挑了挑眉, 我没有家人, 我也不需要话音一落。 羽公千岁的身后, 就生腾起巨大的女神虚影。 而与上次不同, 这次的女神虚影之上, 还有一个更加巨大, 双臂张开的中年男子虚影。 小月看到这一幕微微一愣, 而就在她愣神的瞬间, 身后的大天狗残像也瞬间飞冲而来。 此刻的峡谷中, 神舟的百位少年少女已经被攻击得溃不成军。 筋疲力尽, 身受重伤的少年们, 面对毫无伤势可言的东营修士, 根本抵挡不住。 目光所致, 处处是身受重伤的少年。 而相比于他们, 驻基尽也同样危险。 叶命, 陈念云, 谭松磊三人都被打得节节败退, 叶命甚至被左藤宗刺狼轰击得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 碰! 最后一枚丹药炸开, 一名光屁股东营修士再次原地劈叉, 随后被汤原祭出的灵法轰飞。 丹药用光了, 汤原看着周围强壮残忍的东营修士陷入了沉思。 这种情况, 好像更适合装死吧? 他想了一下, 然后摇摇头, 觉得这样太没有骨气了, 继续冥思苦想。 两久, 汤原的斗鸡眼猛地一亮。 场中, 一名东营修士持着武士刀正在寻找对手, 忽然看到前面有个同伴正被对着自己在劈叉。 东营修士一愣, 连忙跑过去想将他拉起, 可刚走到那人跟前, 他就看到了一双充满智慧的斗鸡眼。 东营修士一愣, 这次来的同伴里居然还有人有这么别致的眼神。 而在他疑惑的一瞬间, 斗鸡眼少年就猛地一掐绝。 哼! 啊! 修士被近距离的零法击中, 且毫无防备, 当场毙命。 穿着东营尸体上扒下来的修士服, 脱掉裤子, 和他们一样光屁股的汤原将这人击杀, 立刻起身警惕地看了看周围, 见没什么人发现, 就偷摸跑到另一处比较偏僻的地方, 然后光着屁股继续劈叉。 他想过了, 装死不划算, 一是显得没骨气, 二是这些东营人很冷血, 他有观察过, 这些东营人看到同伴的尸体时, 根本毫无反应, 更别提斗留了, 只有受伤的才会停下来看一看。 而自己的零法说实话挺弱的, 不近距离攻击, 根本做不到一击必杀, 所以他才想了这么个方法。 峡谷中, 战斗继续展开, 神舟修士们的形势也变得越来越危急, 似乎随时都会彻底溃败, 到处都是神舟少年们的惨叫声和痛哭声。 天空之中, 也已经不见小月儿和羽公千岁的身影, 他二人早就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峡谷之外, 正在和于楚楚激烈争辩, 林小璐和陈念云, 谁更帅的帅帅鸭, 忽然吸了吸嘴上的鼻子, 然后扭头看向远处。 老大! 哇帅帅鸭! 林小璐看到帅帅鸭后, 惊喜万分, 开心地朝他跑来, 身后的周黎, 欧阳瑞雪, 东方弹三人也一同跟着, 峡谷之中, 一名神舟少年被东营修士一掌打翻在地, 整个人都被灵长打得头破血流, 奄奄一息地倒在地上。 东营修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口中说笑着杂乱的东营语。 边缘处的陈念云看到这一幕想要帮忙, 却根本脱不开身, 他的胳膊再次被奈良钢一刀划伤, 鲜血染红了整剑道袍。 陈桑, 现在可不是分神的时候。 奈良钢穿一冷笑, 满身血的陈念云微微颤抖着, 手掌甚至已经握不紧手中的剑, 他抿了抿嘴唇, 刚想说话, 身后忽然再次传来一阵阵惨叫。 而这次的惨叫声不是神州少年的, 是东营人的, 因为惨叫声中混杂着东营语。 峡谷中正在浴血奋战的神州少年们 全都听见了剧烈的惨叫, 东营修士亦是如此, 所有人都被声音吸引, 向最靠近峡谷出口的位置看去。 而这一看, 所有人都梦了。 只见十几个东营修士人仰马翻地倒在地上, 各个身受重伤惨叫连连, 而他们的面前则是四个大摇大摆走进峡谷的少年人。 这四人有男有女, 有高有矮, 有瘦有胖, 但都逼格满满。 一个身高近两米, 体型魁梧的少年一进来就脱掉上身的衣服, 露出一身强悍的肌肉, 东营小儿, 昆仑之虎周离在此。 素来临死! 一个体态丰满的小胖子, 挺着大肚子, 眼睛一眯, 对着所有神州少年们大喊, 喂喂喂! 以德夫人帮亲场子, 神州的, 把东营人都叫出来。 一个身形高挑的少女, 撅着嘴, 翻着白眼, 似乎非常嫌弃壮汉少年和小胖子。 而这三人的为首者, 则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小道士, 他插着兜,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大咧咧地走着, 脑瓜痒的老高。 周离师兄! 昆仑的少年少女们纷纷激动。 欧阳事件! 全真的弟子们, 也是高声欢呼。 场地中, 林小璐看着面前满目疮痍的战况, 插着兜, 净显无限逼格。 一位离得比较近的少年, 好奇地看了看林小璐。 刚想问问他是谁, 场中就突然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哭喊, 鹿哥! 他们打我呀! 我弹药都用完了呀! 你帮我弄死他们啊! 穿着东营修饰的衣服, 光着屁股的汤圆, 小一抖一抖地跑过来, 鼻涕眼泪哭得满脸都是, 把林小璐看得都吓了一跳。 其他看到的人也是吓得半死, 也就是汤圆说的是神周语, 不然他跑过来的一瞬间, 可能就被周离或者欧阳打飞。 林小璐见到汤圆甩着小嗷嗷大哭地跑过来, 纵然他见过再多世面也差点下滩。 阿旦快拦住他! 别让他进我身! 遵命路哥! 东方旦这个三当家不愧是非常称职, 在汤圆跑过来的一瞬间, 就用大脑袋把他撞晕, 然后直接将其拖走。 林小璐这才松了口气。 吓死了, 不过还别说, 汤圆那小东西长得还挺别致。 峡谷中, 谭松磊看到林小璐后, 立刻对面前的小鸟游春奈哈哈大笑, 林兄来了! 你完了! 小鸟游春奈不知道林小璐是何方神圣, 不过他认识周离, 毕竟当初他和周离打过, 周离有多强他是清楚的, 因此此刻的面色也不是很好看。 而相比于他, 正在和叶命战斗的左藤宗次郎, 则是完全慌了。 从看到林小璐的一瞬间, 他就回想起了自己被秒杀的经过, 和舞之断裂的剧痛, 这让他整个人都因为恐惧而微微哆嗦起来。 此刻, 神舟少年们也已经听到汤圆喊林小璐璐哥, 一个个也是立刻反应过来, 纷纷目录, 崇拜地看向他。 他就是璐哥, 玉姐的哥哥, 一名少年激动地大叫。 哇, 真不愧是璐哥, 逼哥好高, 不行了, 我要去给他刻三个想投注注性。 你看你看, 璐哥, 他果然长得很好看, 而且他好拽哦, 我好喜欢。 看这气势, 看这气场, 真不愧是以德夫人帮的帮主。 玉姐的哥哥, 是啊, 就连昆仑的周黎师兄和全真的欧阳师姐都站在他身后, 他俩可都是主机啊。 这逼哥, 够掉。 啥也不说了, 回头我就跟我师尊说我要进以德夫人帮。 神舟的少年少女们议论个不停, 一个个目录崇拜地看着林小璐。 而林小璐见这么多人目光如炬地看着自己, 一时间也有些没明白发生了啥, 不过这并不妨碍他装逼, 此刻的他已经不插兜了。 而是背着双手, 小肚子一挺, 小脑袋扬到天上, 整个人差点没拽到天上去。 满身血的陈念云, 看到他这副德行, 都忍不住苦笑了一下。 这家伙, 这次来得倒还算及时。 为林小璐。 浑身是伤得陈念云笑喊, 快别嘚瑟了, 帮忙啊。 哦。 林小璐点了下头, 然后看了看面前的一众东营修士, 站在周璐和欧阳瑞雪中间, 嘴巴一歪, 有疑言骂冲压。 狠话一放, 林小璐身边的周璐和东方弹, 就嗷嗷大叫地冲了出去啊。 昆仑汉天诀。 赤着上身的周璐, 一头冲进人群, 灵力四处绽放, 霸道至极, 挥手之间击杀树名东营修士。 东方弹亦是神勇, 挺着大肚子嗷嗷大叫, 天生土灵体地抱住一个东营修士就开始撞, 只把对方撞得眼冒惊心。 欧阳瑞雪一脸嫌弃地看了看他俩, 随后盯上了同为女性的小鸟游春奈。 场中, 神舟少年们愣愣地看着这三人虎鹿羊群, 气势惊天。 而林小璐则扬着小脑瓜, 不急不慢跟在后面。 随着他的行走, 他右手上的银镯子也开始渐渐亮起, 自然垂落的手掌提着大羹青铜器, 狭长的刀身慢慢被拖出, 最后落在地上, 划出长长的勾曲。 边上受着伤的神舟少年, 见到他这从容淡定的模样, 无不震撼。 这就是鹿哥吗? 你看他的逼格。 太高了。 简直叹为观止啊。 太帅了。 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高的逼格。 真不愧是传说中的男人。 林小璐听着大伙儿的议论, 内心开心地翻起了跟头, 但他面上不动, 依旧一副沧桑的绝世大佬之姿。 巴嘎。 似乎是看不惯他如此装笔, 一道刺耳的东营语忽然自左侧响起, 一名光屁股忍者凭空出现, 挥一刀就向他斩来。 而林小璐丝毫不拒, 抬手就是一挥。 啪。 得一声轻响, 气势汹汹的东营忍者连人带刀一起被抽飞, 整个人轰的一声撞在岩壁上, 深深陷了进去, 当场毙命。 这一幕把其他人再次看得目瞪口呆, 而东营修士们也纷纷被吓得胆寒。 这家伙不是助击吧, 怎么能这么强? 都别大意了, 此人绝非一人能敌, 一起上。 大家一起招呼。 羽公大将很快叫来了。 数十名东营修士几里呱啦地冲过来, 刀刃法器到处都是, 整体呈半圆形地对林小璐进行包围。 而看到这一幕, 林小璐露出了一个自认贼帅的笑容, 身体也开始绽放出好似彩虹的五色流光, 脑袋后面更是再次出现五色的光圈。 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东营修士都是微微一愣。 他身上的光是灵气嘛, 怎么感觉不像? 而下一刻, 在所有人还未反应过来的瞬间, 林小璐的身躯就呼。 得一想, 直接消散。 下一秒, 他的身影突然出现包围圈之外。 身后, 数十名东营修士皆是面容呆滞地站着, 而过了一会儿, 温热的血浆就从他们各自的脖梗中标出。 然后这些东营修士们就一一倒下, 在林小璐身后留下一条堆满尸体的死亡道路。 见到这一幕的神舟少年们完全猛了, 一个个猛逼地瞪着眼睛, 一句话说不出来。 峡谷边缘处正在和陈念云死斗的奈良刚川, 一见到这一幕后也是吓得面无人色。 他看着那满地的尸体, 又看了看那强大如同魔神的少年, 最终重新面向提借而立的陈念云, 尴尬一笑。 随后他就猛地掉头, 毫不犹豫地飞上了云霄。 陈念云被他这一番操作搞得一愣, 然后急忙追了上去。 另一边, 正和小鸟游春奈缠斗的欧阳瑞雪, 见到想要逃跑的奈良刚, 对同样受着伤的谭松磊催道, 林小璐不会飞, 陈念云还受着伤, 你去和他一起追那个东营人, 这个女的交给我。 谭松磊看了一眼, 已经被欧阳瑞雪压制的小鸟游, 然后点了下头, 遇见升天。 天空之中, 陈念云和谭松磊两名剑修, 双双欲剑而行, 带着尖锐的呼啸声划过长空, 飞速对着奈良刚追去。 而下方的林小璐, 则已经悠哉悠哉, 来到了左腾宗次郎面前。 他先是看了看一旁身受重伤, 倒在地上的夜命, 然后才看向左腾宗次郎。 你五只都长出来了, 长得真快。 林小璐大咧咧地笑道, 左腾宗次郎惊恐地看着面前的少年, 似乎是回想起了被他踩断五只的一幕。 整个人都因为极致的恐惧而不停颤抖。 林小璐拖着刀, 安静地看着他, 似乎在等他先动手。 林小璐并不着急, 因为结局已经注定了, 此刻的他打开了一晶晶状态, 真气可以外放, 还有二重暗镜等手段, 要想击杀眼前的左腾宗次郎, 简直就是轻松加愉快。 他刚才一个瞬间就杀了近三十个东营人, 且因为刀速太快, 大羹青铜器都没沾到血。 这便是传说中的刀开皮肉不沾血, 只因快到刹那间。 剩下二十多个东营人, 就留给阿旦和周黎吧。 毕竟他俩来都来了, 也得给他俩一点表现的机会不是。 场中, 少年看着面前高高大大的左腾, 一副等他出手的模样。 而左腾面对他不屑的目光, 整个人也变得越来越惊恐。 一旁的夜命捂着胸口, 艰难地从地面上坐起。 然后他看了看左腾, 又看了看林小璐, 面上带着一丝犹豫。 自己要不要劝一下 这位小月儿的哥哥, 让他不要太拖打。 而就在他按捺不住, 想要开口提醒一下时, 原本害怕得直哆嗦的左腾宗次郎 忽然抱起。 神舟狗, 你特轰。 碎石翻滚, 尘埃四溅, 左腾宗次郎猛逼地卡在峡谷岩壁内, 看着远方保持抬腿姿势的林小璐, 一脸茫然。 自己不是要拼死搏一搏的吗? 怎么忽然到了这里, 还离他这么远。 脑海中最后一个念头想完, 已经不成人形的左腾宗次郎 便彻底断了气息。 出来混, 迟早要还的。 看着死去的左腾, 林小璐面无表情地说道, 一旁的叶命猛逼地看着, 他甚至都没能看清林小璐的动作。 这就是小月儿的哥哥嘛, 简直恐怖如斯。 哥们, 起来了。 林小璐冲呆若木鸡的叶命伸出手, 避上凉。 哦, 谢谢。 反应过来的叶命握住林小璐的手起身, 然后看着这比自己还要小几岁的少年, 赞叹不已道。 你就是小月儿的哥哥吧, 真是闻名不如见面, 这么小就这么厉害, 真是比我强太多了。 林小璐笑哈哈地点了下头, 嘿嘿, 我知道。 听到林小璐的回答, 叶命噎了一下, 一时间忘了接下来的话。 小月儿的哥哥, 还挺奇怪的, 果然天骄都是奇怪的嘛。 另一边, 周里已经将剩下的东营修士一一击杀, 火力全开的他, 如入无人之境, 所过之处, 根本没有人能挡得下他一击, 一时间倒还真有几分昆仑之虎的意思。 而东方弹虽然不是助击, 但也挺抗揍, 也和两个东营修士打得有来有回。 与此同时, 远处的欧阳瑞雪面对小鸟游春奈 也是完全占了上风, 在神舟的天骄之中, 如果不算小月儿和林小璐, 他可是能和周里硬碰硬打成五五开的人, 还是个女人, 小鸟游春奈面对他完全不是对手, 不多时就身受重伤。 而此时的天空中, 陈念云和谭松磊也互相踩着零剑, 在天空中划出狭长的气浪, 带着呼啸声对奈良刚围追堵截。 他二人虽然都有受伤, 但双剑联手, 即便奈良刚是巅峰状态, 也绝不是他二人的对手。 可以说, 这场战斗到了这里, 东营修士就已经彻底溃败, 一百多位东营少年近乎死绝不说, 四天王更是死了两个, 而剩下两个也已经是强弩之末, 撑不了多久。 战局已定, 神舟的少年少女们也彻底放松下来, 林小璐也懒得再出手, 和各宗门的少年们吹起了牛。 各位实不相瞒, 我七岁习武, 到目前为止, 练功已达十年, 无论是寒冬腊月, 还是夏季三佛, 我都未曾停歇, 除此以外, 我还用兽血泡澡, 喝兽血, 故身如巨兽, 投影似铁, 力能扛山, 另外我还贼特么机智, 各种武术秘籍一看就会, 最后洗得天下武学, 这才有了今天的本事, 就连我师尊都对我无比惊叹, 说我将来必成大妾, 和掌门姐姐私下里将我定位下一任掌门, 你们看到陈念云没有对, 就那个助击见修, 他在你们当中, 也算是很厉害的了吧, 结果他都心甘情愿认我为义父, 为啥我牛逼啊? 林小璐坐在一块椭圆形的丸石上, 抱着帅帅鸭, 对面前一大群少年少女, 会声晦涩地说道, 他现在很惬意, 毕竟现在战斗已经结束, 剩下那些, 就交给周黎他们就行, 毕竟自己这要牛逼, 肯定是不能轻易出手的, 不然逼格会掉, 更何况, 林小璐已经知道, 小月儿和羽公千岁, 打到别处去了, 他也丝毫不担心, 毕竟他和羽公千岁交过手, 心里清楚, 那家伙绝对不会是小月儿的对手, 场中, 林小璐继续翘着二郎腿, 悠哉悠哉地对众人吹嘘道, 这次东营作乱, 我感悟颇多, 今后大家都可以加入, 我已得富人帮, 毕竟我的实力和人品, 大家也都看到了, 说句老实话, 我这样的好少年, 将来必定是正道魁首那样的大人物, 到时候, 咱们可以一起维护人间, 纵马长歌, 说完, 林小璐就扭头对着, 还在和剩余东营人, 战斗的周离东方弹大喊, 喂, 你俩快点行不行啊, 还有那边那个欧阳, 你们要打到什么时候, 喊完话, 他准备再跟大伙聊一聊, 自己八岁那年, 单挑二十个结单的事情, 人群中一名少年, 却忽然眼巴巴地询问道, 路哥, 你为啥不修仙啊, 你练武, 都能练到这种地步, 修仙岂不是更强对啊, 路哥, 你这么好的资质, 不修仙, 真是可惜了呀, 少年少女们, 意润纷纷, 而面对这个问题, 林小璐则是慈眉善目地笑了笑, 你们啊, 终究还是太年轻了, 人活一世, 总是要有些挑战性的, 就像我, 天赋如此之高, 十岁就能原因, 可这样有意思嘛, 林小璐逼哥满满地说道, 我跟你们不一样, 你们修仙, 是因为你们只能修仙, 而我习武, 则是因为我不屑修仙, 我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 你们想, 这天下修仙的道路, 那都是前人铺好了的, 该怎么走, 该怎么练, 都有前人告诉你们了, 所以你们只是,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摘苹果就可以了, 可这样算本事吗? 说完, 他摊着双手, 用一副语重心长的口气, 继续对少年们说道, 我林小璐不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摘苹果, 所以我才习武, 只因我想要开创一条新的路, 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 我认为只有这样, 才能叫本事, 才能叫添交, 丝金氏骇俗的话语一出, 在场所有的年轻人, 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肃然起敬, 就连住激进的叶命, 都崇拜地看着他, 此刻, 叶命就面露狂热的抱拳开口道, 林兄, 听君一席话, 圣当百年人, 以前我也曾觉得自己天赋一柄, 一直沾沾自喜, 而现在和林兄一比, 我才知道, 自己以前的目光有多短浅, 简直就是井底之蛙, 林兄, 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知道了, 什么是真正的添交, 什么是真正的强者, 此话一出, 场中的少年们也是纷纷赞同, 少年们一个个感慨地不行, 果然只有陆哥这样的人, 才是真正的添交, 这样的行星, 就是我师尊来了, 估计都自愧不如, 没错, 我神舟, 能有陆哥这样的俊杰, 真乃是神舟之福啊, 场中的少年少女们纷纷崇拜的不行, 对林小璐已经佩服的五体投地, 而林小璐则依旧是一脸和蔼可亲的微笑, 逼格震天, 而在少年们说话闲聊, 听林小璐讲课的功夫, 周黎终于一拳轰杀最后一个东营修士, 然后整个人哈哈大笑, 畅快, 我昆仑之虎果然厉害, 哈哈哈哈, 一旁的东方弹在受了些轻伤的情况下, 也结束了战斗, 坐在地上抱着自己的肚子, 累得直喘气, 与此同时, 欧阳瑞雪那边也已经近乎大盛, 他抬手间一道琳琅将小鸟游春奈轰落, 随后持着浮沉青道, 可以结束了, 戴着黑色面罩的小鸟游春奈倒在地上, 捂着肩膀上的伤口, 一言不发地看着他, 除了逃出去的奈良缸和小鸟游以外, 现在的峡谷到处都堆满了东营修士的尸体, 这座峡谷赫然已经成为东营修士们的墓主, 而就在欧阳瑞雪抬起浮沉准备彻底击杀小鸟游时, 他突然发现远处的天空中亮起三道光芒, 而其中一道光芒正对自己, 我跟你们说, 那一年, 我十四岁, 在一个诸侯国的皇宫, 我和一个佛门高僧, 一个花蝴蝶精, 联手击杀了一名结丹, 那时候我十四岁, 你敢想吗, 十四岁杀, 洛格洛格, 你看那边, 一名少年忽然打断林小璐的话, 抬手指着远处的天空, 林小璐和周黎, 东方弹等众多少年同时望去, 所有人都看到了三道光芒, 大伙纷纷疑惑, 不知是何物, 而林小璐望着望着, 突然瞳孔一缩, 小月儿, 天空之中, 小月儿的身躯, 划出一道狭长的浪痕, 最终披头散发地落入峡谷, 单膝跪地摩擦出一道, 仿佛无限延长的沟渠, 尘埃漫天, 而几乎是同一时间, 巨大的大天狗残像和羽公千岁同时抵达, 大天狗残像轰, 被一生落地, 声势之大, 让整座峡谷都止不住地颤动, 而羽公千岁则眨眼间来到了欧阳瑞雪面前, 身赴天照大神灵力的他, 实力惊人, 欧阳瑞雪几乎一个照面, 就被他通天彻地灵力击飞出去, 一头摔在岩壁之上, 撞飞一片碎石后, 摩擦着在摔入地面, 当场重伤, 小月儿, 眼睛猛然变红的林小璐瞬间冲到小月儿身边, 正担心跪在沟渠中的小月儿眨了眨眼睛, 猛猛地看着突然出现的林小璐, 哥哥哥哥, 你来得好晚啊, 林小璐愣了一下, 目中的红色渐渐退散, 随后紧张地上下打量着妹妹, 颤着嗓音问道, 你没事我没事啊, 小月儿的略显疲惫地笑道, 我淋漓用完了, 然后有些累, 哥哥你饿了吗, 我这儿还有烧饼, 他从那戒里取出一面烧饼, 递到林小璐嘴边, 示意他吃, 林小璐仔仔细细看了他好几眼, 确定他真没事后, 大大地松了口气, 吓死我了你, 林小璐称怪地瞪了他一眼, 我还以为你受伤了, 嘿嘿, 小月儿开心地笑了一下, 撒娇道, 哥哥我好累, 那个姐姐现在变得好厉害, 哈哈, 林小璐宠溺地揉了揉小月儿的头, 让他去休息会儿, 然后独自起身, 背对着一众伤势未遇的神舟少年, 看向了巨大的大天狗残像, 和羽公千岁, 峡谷中, 羽公千岁也扶起了同样身受重伤的小鸟游太医, 他看了看满地的东营修饰尸体, 藏在面具后的双目变得越发愤怒, 羽公大将, 这个少年很强, 你要小心, 小鸟游虚弱地对他说道, 羽公千岁点了点头, 目光和林小璐对撞在了一起, 这个少年的强大, 他早已经领教过, 但现在的他, 对自己有绝对的自信, 此刻的神舟少年中唯一还有一战之力的, 除了林小璐以外, 就剩下周离了, 这位昆仑之虎也是丝毫不怕,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大咧咧走到了林小璐旁边, 和他并尖而立, 峡谷之中, 羽公千岁和林小璐双双对视, 一时间谁也没有开口, 皆是一动不动地站着, 而随着时间的渐渐推移, 东方弹忽然站在人群里大喊, 路歌必胜, 此话一出, 近百位神舟少年同时阵臂高呼, 声势浩大, 音浪如雷, 伴随着一声接一声的呐喊驻微, 羽公千岁也终于声音冰冷地开了口, 林小璐, 我说过, 我会杀了你, 杀了你们所有人, 为了死去的武田军, 也为了东宁的其他人, 林小璐闻言正了正, 想到了地下世界那个死去的大胖子, 他少见得没有在放什么狠话, 只是身体开始闪耀五色的霞光, 然后, 反手拖着大根青铜器, 不紧不慢地走向羽公千岁, 周黎也捏着拳头, 在他身后跟着, 周黎很清楚, 自己其实帮不上什么忙, 毕竟自己刚才亲眼看到羽公千岁一个照面, 就将欧阳瑞雪打成重伤, 而这个石头巨人, 看起来也应该差不到哪里, 估计自己只有被秒的份, 不过他不怕, 作为昆仑之虎, 就没有能让他怕的事, 羽公千岁也和巨大的大天狗残像缓步走来, 而当双方行径到一半时, 羽公千岁和羽公千岁的身姿同时一闪, 周黎也猛地飞起, 高高地挥起拳头, 昆仑汉天爵, 嘶吼, 巨大的大天狗残像陡然间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吼, 羽公千岁的身后也同时出现依邪纳美和天照大神的虚影, 场中急速奔跑的羽小鹿身躯猛然一跃, 然后抬起大羹青铜器就是一甩, 窝刀树, 斩岗错遇刀, 林小鹿, 我要你死, 羽公千岁爆发出凶狠至极的利涵, 身后那来自天照大神的灵力完全绽放, 下一刻, 双方相对冲击, 林小鹿灼热的真气混杂着羽公千岁的琳浪赫然浓缩成一个球体, 然后猛地爆开, 哄, 无尽的气浪赫然开始蔓延, 峡谷中的岩壁山体都因为支撑不住他二人的对战而开始支离破碎, 后方, 近百位神州少年亦是被琳浪震得连连后退, 他们都没想到, 林小鹿和羽公千岁一个照面所爆发出来的琳浪会如此强烈, 场中, 州离强壮的身躯也被直接掀飞, 整个人翻滚着暴退, 他其实不弱, 但是面对这种硬实力都超过一般结单的战斗, 他就根本插不上手了, 整个人直接就被掀翻, 我的个乖乖啊, 这都是什么怪物, 这也太夸张了, 在场的少年们看着峡谷中的通天灵暴惊骇万分, 纷纷议论个不停, 枪, 震耳欲聋的兵器碰撞声赫然从灵暴内响起, 许多少年听到这尖锐的声音甚至都忍不住捂住了耳朵, 巨大的峡谷中, 林小鹿狠狠和羽公千岁对撞在一起, 大羹青铜器亦和天丛云剑相对, 周围的空气仿佛都被燃烧了一般, 变得无比滚烫, 而大天狗残像也赫然参战, 不断挥舞起房子那么大的巨大石拳, 轰击林小鹿, 速度飞快, 且每一下都能让整座峡谷震战不已, 东方弹看到林小鹿同时被羽公千岁和大天狗残像围攻, 直下的心惊肉跳, 欲解, 鹿哥要以一敌二, 能打得过吗小月儿也紧张得不行, 秀气的眉毛都紧紧皱在了一起, 他看向怀里的帅帅鸭急问, 鸭子鸭子, 我哥哥打得过他们吗帅帅鸭此刻也显得非常严肃, 他一眨不眨地看着林小鹿的战斗, 神情凝重, 不好说, 目前来看的话只能说有得打, 场中, 神州少年们皆是议论纷纷, 急得不行的东方弹甚至都开始疯狂摇晃被自己撞晕的汤圆, 军师, 军师, 你特么醒过来啊, 你想想办法呀, 军师, 我不该撞你的呀军师, 场中, 林小鹿一言不发地以一敌二, 巨大的大羹青铜器来回在身体周围舞动, 同时抵挡羽公千岁的公鸡和大天狗残像的踩踏, 而他也因为大天狗残像的踩踏而疯狂下沉, 甚至于整个峡谷都开始往下陷, 他很明白自己的处境, 要想打败眼前这两个家伙, 就必须先弄死一个才行, 哄, 威力惊人的林豹赫然轰在大羹青铜器上, 沉默无言的林小鹿一个飞跃, 随后一手提着大羹青铜器当盾牌, 直接跃上了大天狗残像的身躯, 此刻的他确实打得异常艰难, 不管是羽公千岁还是大天狗残像都非常强, 他俩随便一个拎出来都要比上次云古宗的那个杰丹修史难对付, 哄, 又是一声巨响在林小鹿的大羹青铜器上炸开, 他眉头一皱, 没有理会, 整个人在大天狗残像的身躯上驻足狂奔, 同时应对着羽公千岁的疯狂轰击, 整个人急得满头大汗, 而身后的神舟少年们亦是看得紧张不已, 哄, 又一道琳琅炸开, 林小鹿只感觉难受, 他身姿再次一跃, 顶着坠落的吸扯力, 运用超强的双腿力量, 一路飞奔到大天狗残像的胸口位置, 怪物看刀, 林小鹿怒吼着挥刀吓死, 咔嚓, 一声, 大羹青铜器的巨大刀身便直接插进大天狗残像的身躯, 接着林小鹿就怒吼着, 双手持刀一路狂奔, 在大天狗残像的身躯上留下长长的刀痕, 吃吃吃吃, 巨大的刀刃一路向上, 留下的裂痕中更是崩出一块又一块碎石, 嘶吼, 大天狗残像怒吼着一掌拍下, 林小鹿则同样怒吼, 一惊惊在体内疯狂运转, 体内真气生疼, 硬气功施斩, 然后硬生生挨了这一掌, 啊, 少年的怒吼持续响起, 峡谷中的少年们都震撼地看着林小鹿在高耸鹿云的大天狗残像上铸刀飞奔, 而每次大天狗残像抬手想要抓他, 或者羽公千岁怒吼着轰击林小鹿时, 他就会猛地往上一跃, 跃到其他部位后继续推刀狂跑, 林小鹿! 羽公千岁眼见着玩意儿越跑越快, 甚至都带出了阵阵残影, 怒吼着飞到大天狗残像的身躯上, 想要阻止他, 威力巨大的灵力更是不要命的施展, 而林小鹿则抬手架起大羹青铜器, 嗷嗷大叫着一挥, 辐射刀空的刀浪瞬间将羽公千岁的灵力破开, 随后他就再次一跃, 一路飞跃, 奔跑, 一直到大天狗残像的肩膀上, 羽公千岁吃了一惊, 连忙对大天狗残像怒喊, 飞走, 把他甩下来, 大天狗残像异常听话, 巨大的翅膀一挥, 通天彻底的身躯顿时拔地而起, 带着无尽的尘土冲上云霄, 林小鹿现在大天狗残像的肩膀上, 感受着四周狂暴的刚风, 再次和羽公千岁相对, 二人也没什么交流, 见了面就打, 二人身形闪动, 林立刻坚不可摧的大羹青铜器, 在高空中来回碰撞, 直发出阵阵阴暴, 哄, 威力巨大的灵球飞出, 林小鹿抬起大羹青铜器, 又是一挡, 随后整个人往后退了好几步, 整个人差点从大天狗石像的肩膀上摔下去, 大天狗, 转, 羽公千岁大喊着一声令下, 急速飞行的大天狗残像立刻在高空中快速旋转, 林小鹿一个不稳, 就要被甩飞, 连忙忙地一踩脚, 他一只脚, 直接踩碎大天狗残像的岩石肩膀, 插进里面稳住身形, 而刚稳住身形, 羽公千岁就再次飞冲上来, 一掌拍在他用来抵挡的大羹青铜器上, 巨大的灵压展开, 林小鹿只感到双手微微一麻, 随后就又被羽公千岁一记灵法轰在脸上, 鼻血都飙了出来, 林小鹿你死定了, 你的攻击手段太单一了, 羽公千岁一边疯狂轰击, 一边怒喝, 单一高空之中, 被揍得鼻青脸肿的林小鹿, 一只脚插在大天狗石像的肩膀内, 快速擦了下鼻血, 看着羽公千岁怒道, 来来来, 再来, 羽公千岁冷哼一声, 再次抬手甩出一个灵球, 面对眼前飞速袭来的灵球, 林小鹿没再选择用大羹青铜器, 而是单手用真气裹住灵球一接, 然后卡在石像里的脚一转, 身姿一拧, 直接用真气施展出神轴武术, 太极, 懒雀尾, 懒雀尾一出, 灵球直接被甩退回来, 羽公千岁吃了一惊, 随后一掌拍散灵球, 再次对着林小鹿飞来, 高空之中, 二人在大天狗的肩膀上斗得你死我活, 一时间谁也拿不下对方, 只是二人的嘶吼声一声高过一声, 而随着他俩的这般激斗, 大天狗残像的身躯也被不断波及, 羽公千岁见状不妙, 想要撤开, 可刚一撤开林小鹿就猛一挥刀, 一刀砍在大天狗残像的脖梗上, 能非了不起吗, 搞得老子怕你似的, 天空之中, 林小鹿同时招架羽公千岁和大天狗残像, 浑身真气生疼, 灼热的气浪甚至逼得羽公千岁不断后退, 而几个回合之后, 林小鹿就逮到机会纵身一跃, 直接跳到大天狗的巨大头颅上, 抬起刀对着他, 就是一盏, 辐射刀空, 哄, 一声巨响, 大天狗残像的头颅赫然崩碎, 在最后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吼之后, 他巨大的身躯便开始渐渐消散, 然后自然地往峡谷中坠落, 千米高空之上, 羽公千岁猛地急驰而来, 身后意识展开巨大的伊邪纳美虚影, 是神, 伊邪纳美, 巨大的虚影对着林小鹿轰来, 林小鹿站在大天狗残像不断消散的头颅上, 抵着大羹青铜器硬扛, 可面对这一击即便是他都有些扛不住, 闷哼一声后就被撞飞出去, 高空中, 刚风异常猛烈, 林小鹿抬手想抓东西, 但大天狗石像已经开始消散, 根本没有东西可抓, 最后整个人只能嗷嗷大叫着往下摔, 咻! 破空声响起, 羽公千岁飞速跟上不断下坠的林小鹿, 抬手挥出一道又一道的灵球, 对自由落体的林小鹿进行无休止的狂轰滥炸, 林小鹿飞快下落, 根本打不到他, 整个人还在不停地翻腾, 只能不断地被攻击, 不多时就疼得开始嗷嗷大叫, 你他妈再打我一下试试, 试试就试试, 羽公千岁身姿一展, 飞速跟上来, 手中的天丛云剑亦是疯狂挥舞, 和林小鹿在下坠的空中再次对撞, 二人死死缠斗在一起, 云层呼呼地从他们身边飞过, 而一番缠斗之后, 羽公千岁便又打出一道灵球, 将林小鹿轰飞后, 整个人直接飞走, 他要看着林小鹿摔下去, 此时的林小鹿已经受了伤, 整个人只能无助地在高空中飞速下落, 他明白, 现在的自己要是硬从千米高空摔下去, 不死也得重伤, 连忙趴在巨大的大根青铜器上面, 想要用他来抵挡一部分冲击力, 而上方的羽公千岁, 见到他这个举动, 丝毫没有迟疑, 抬手对他轰出一道灵球, 轰, 灵球直接狠狠轰在林小鹿的后心, 趴在刀上的他顿时嗷嗷大叫, 刚风似飞的气流中, 羽公千岁不断催动灵力轰击林小鹿, 而林小鹿身处高空无法躲避, 只能用后背硬扛, 不多时就被轰击的皮开肉绽, 又是一抹流光飞射, 伴随着剧烈的灵爆, 林小鹿再也抑制不住挖的一声, 吐出一口鲜红, 你特么给老子挡着, 口吐鲜血的林小鹿疼得一口气提不上来, 他趴在大根青铜器上, 看着下方的峡谷越来越近, 刚准备闭上眼睛硬扛, 却忽然发现自己缠在小臂上的铁链, 在缓缓转动, 高空之中, 林小鹿看着被自己吐出的血染红的铁链, 一脸猛逼, 这是他上次在那个箱子里得到的铁链, 当时张婷鉴定过, 说这玩意儿不是法器, 也没有什么特殊功能, 然后自己就给缠在小臂上了, 想着回头问问老大, 怎么现在, 剧烈的下坠之中, 他看着手腕上被血迹染红的铁链, 看着它缓缓转动, 一时间若有所思, 难不成是自己的血, 让这玩意儿认住了, 所以这玩意儿, 就自己会动了, 上方, 羽公千岁再次寄出一个巨大的灵球, 眼瞅着就要投出, 而下一刻, 原本趴在大根青铜器上的林小璐, 忽然转身一甩, 咻, 一道狭长的铁链赫然飞出, 铁链仿佛可以无限延长一般, 冲破冷际的钢峰, 一把缠住羽公千岁的脚踝, 我知道, 老大说的宝物是什么了, 就是这根可以自行变长的铁链, 高空之中, 林小璐放声大笑, 然后抓着铁链奋力一拽, 羽公千岁猝不及防之下, 直接就被拽了下去, 他奋力挣脱, 而这铁链却出奇地坚固, 根本不断, 你特娘的刚才倒打得那么过瘾, 现在我要打回来, 天空中, 林小璐用一股子蛮力将羽公千岁拽下, 离境之后, 抬手就是一刀, 哐, 羽公千岁即便用了灵力防御, 整个人也被砍得痛哼一声, 然后就被大根青铜器砍飞出去, 而他刚飞到一半, 还在不断下落的林小璐就再次一拽链, 羽公千岁赫然再次被拽下, 此刻距离峡谷已经越来越近, 林小璐下落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他将羽公千岁拽过来后, 毫不迟疑, 一把勒住他的喉咙, 然后整个人在下落的同时, 翻身骑到他背上, 锁着他一同坠向地面, 林小璐你松开我, 羽公千岁尖叫着, 奋力挣扎, 我不松, 我自己摔下去会痛, 你先摔, 林小璐, 我要杀你, 羽公千岁被他和大根青铜器压着, 根本飞都飞不动, 眼看峡谷越来越近, 连忙嘶喊一声, 尖叫着爆发出体内所有的灵力, 哄, 趴在他背上的林小璐被瞬间轰飞, 这一下, 威力可谓是大到了极致, 林小璐整个人都被轰得翻起了白眼, 身体翻滚着, 一路向上空飞去, 但好在, 他无论怎么翻滚, 手上的奇特铁链依然连接着羽公千岁, 羽公千岁, 看着被自己轰飞到上空的少年, 连忙止住下坠, 整个人带着无尽的沙翼飞冲上去, 抬手凝结出一把狭长的冰霜镬刀, 对着他的喉咙狠狠劈来, 而林小璐被轰飞到上空几十米后, 便开始再次坠落, 他看着下方迎面来的羽公千岁, 强忍俱痛, 在坠落下去的同时, 狠狠抄起了大根青铜器, 苍茫的天空中, 穿着藏蓝色道袍, 持刀而来的林小璐飞身而下, 穿着纯白色樱花和服, 镰刀横辉的羽公千岁飞身而上, 二人之间还缠绕着一条狭长的铁链, 画面一时间居然颇有些传奇, 林小璐, 我要杀了你, 少女大声怒斥, 羽公千岁, 我要砍死你, 少年嗷嗷大叫, 枪, 二人相对, 一道无比惊人的碰撞声响起, 林小璐的刀和羽公千岁的镰刀在空中对撞, 最终他的冰雪镰刀不敌, 被大根青铜器劈成了满天银白色的碎片, 而他的脸也被大根青铜器结结实实地劈中, 天空之中, 云层之上, 羽公千岁的轻轨鸡面具自中间位置被劈出一条裂缝, 紧接着, 轻轨鸡面具从中间崩开, 半张面具随着镰刀崩碎的冰雪碎片一同被刚风吹散, 而令半张面具还继续戴在他的脸上, 此刻的羽公千代露出了半张少女面容, 冷厉的高空中, 二人的面容一上一下, 离得极近, 且四目相对, 这让他俩一时间都有些猛, 羽公千岁猛了, 因为自己的半张面具没了, 林小璐也猛了, 因为被恶心到了, 下一刻, 回过神来的林小璐提刀欲要再砍, 羽公千岁却先一步反应过来, 恼羞成怒的他一拳挥出, 狠狠轰在林小璐的眼睛上, 此时的峡谷内, 众多少年们正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 说话的说话, 养伤的养伤, 一时间气氛和睦, 好不热闹, 而就在大伙畅聊正酣时, 远处的天空中忽然传来一道空气撕裂的呼啸声, 所有人同时抬头, 而下一刻, 他们就看到远处的高空中, 出现了林小璐和羽公千岁隔着铁链缠斗在一起的画面, 哥哥, 小鱼儿尖叫一声, 其他人也吓了一跳, 想要去接, 却已经来不及, 只能眼睁睁看着林小璐和羽公千岁, 在不断的缠斗和坠落中双双摔在地面, 哄, 一声巨响, 尘土飞扬, 林小璐和羽公千岁双双坠地, 两人硬生生摔出一个巨大的泥坑, 他二人本就已经因为厮杀受了重伤, 此刻又从千米高空生生摔下来, 根本承受不住, 直接双双晕厥过去, 而他俩摔下的位置, 距离小鸟游春奈倒是极近, 此刻小鸟游春奈看到这一幕后吓了一跳, 赶忙跳下泥坑, 查看其羽公千岁的情况, 他没想到, 得到天诏大神恩赐的羽公大将居然还是会被打败, 此刻整个人直接就做了决定, 远处的神州少年们正往这里赶, 小鸟游连忙摘下属于自己的顺衣戒指给羽公千岁戴上, 用体内所剩不多的灵力为其灌注, 尼坑之中, 羽公千岁的身体赫然消失, 而小鸟游春奈在做完这一切后, 又看向了同样晕厥的林小璐, 他见林小璐身上还有若隐若现的五彩真气生腾, 知道重伤的自己短时间内杀不掉他, 鼓砰的一声直接消散, 用人法逃顿离开, 至此, 当疲惫的神州少年们赶到这里时, 只看到了晕厥的林小璐一人, 时光飞逝, 不多久, 距离峡谷之战过去了三天时间, 昏迷的林小璐也终于在三天后的夜晚悠悠行转, 而当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堆干稻草之中, 嗨嗨, 水蛙兄弟们, 鹿哥醒啊, 快拿水过来, 夜晚, 林小璐被东方淡浮起, 然后暖心的大男孩周黎麻溜给他喂着水, 抱着帅帅鸭的小玉儿在一旁观心地看着, 陈念云, 谭松磊, 欧阳瑞雪, 叶命等好大一票人都围在他身旁, 小璐你怎么样了,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你伤得可虫, 小玉儿, 都吓哭了好几个晚上, 帅帅鸭的鸭毛都快被他扒光了, 爱陆哥, 我们对不起你啊, 让羽公千岁那娘们跑了, 小鸟游也不知所踪, 小璐, 奈良刚穿衣被我和谭兄联手击杀了, 那孙子也想用那个那截逃跑, 却先一步被谭兄斩下了手, 然后被我一箭穿猴, 哈哈, 跑了两个就跑了两个吧, 没事, 东莹这次几乎是全军覆没, 一百多个人进来, 最后就剩两个, 其他人一个不剩全没了, 少年们七嘴八舌地说着话, 林小璐一边咕嘟咕嘟喝着水, 一边傻乐地听着, 陆哥, 你醒来的珍疾时, 黄天圣楼就快结束了, 东方弹在一旁笑道, 现在大家都可崇拜你, 都想要加入我们以德福人帮, 对对对, 陆哥, 让我们加入以德福人帮嘛, 明天回了宗门, 我就跟我师尊说, 您救了我们所有人, 对啊, 要不是您最后力挽狂澜, 我们都要遭受东莹人的毒手, 陆哥, 大恩大德莫齿难忘, 请受我一拜, 林小璐听着话语, 喝饱了水, 才终于起身, 对所有人笑道, 这都是小事, 我们出来混的, 讲的就是一个行侠仗义, 你们以后就都跟我混吧, 叫大哥, 一百多位少年少女奇奇响应, 高喊, 大哥, 林小璐顿时没开眼笑, 阿淡, 你清点一下人数, 记录一下, 咱们以德福人帮的兄弟都有多少人, 好的陆哥, 东方弹笑应, 兄弟们, 林小璐起身, 看着面前的一众少年们大笑, 今日众兄弟, 加入我以德福人帮, 日后就都是我林小璐的兄弟, 我们以后一起苟富贵, 不相忘, 大哥万岁, 次日, 正午时分, 皇天渗楼之下, 东海浪潮之巅, 玉如意静静地漂浮在海上, 而上面的玉制房间内, 正传来稀里哗啦的声音, 房间内, 叶青鸾翘着二郎腿, 嘴里叼着一枚苹果, 坐在一张方桌前, 正在和全真掌门刘妙玄, 龙门掌门诺忠泽, 昆仑带掌门为长老一起搓麻雀牌, 鼠山掌门四图忠和茅山掌门正川, 则是在一旁观战, 四桶, 呼呼, 叶青鸾开心地放下嘴边苹果, 激动得小脸通红, 哈哈哈哈, 珍珠翡翠大三元, 一人十块上品零食, 小女子就不客气了几个掌门直翻白眼, 不情不愿地开始掏零食, 青鸾, 你这一个月都赢了多少了, 能不能让着我们点, 全真掌门刘妙玄一脸无奈, 嘻嘻, 刘掌门咱们说好了的, 青鸾开心地咯咯直笑, 谢谢诸位掌门拉中掌门一脸无奈, 一旁雅座上的鼠山掌门司徒忠则刻着瓜子大笑, 还好老头子我机灵, 才输半个月就不完了, 二对对对, 司徒掌门高瞻远瞩, 才输了两千多块零食和四百多口鼠山零剑, 就及时止损, 没把无极剑海里的剑都输进去, 真是有远见, 毛山掌门正川对道, 司徒忠背对的老脸一红, 狠狠瞪了一眼正川, 想不到正掌门还挺幽默, 这就是没胳膊的好处啊, 正川甩着空荡荡的袖子笑道, 司徒忠文言看了一眼正川空荡荡的袖子, 原本一肚子的怨气也就消了, 麻雀排桌上, 叶青鸾开心地大呼小叫, 嚷嚷着再来再来, 而就在他兴奋时, 几位掌门忽然感受到一阵巨大的灵力自上空扩散, 弟子们要回来了, 不完了不完了, 哈哈, 叶掌门咱们下次再站啊, 徒儿, 你救了为师的命啊, 几个掌门逃命似的跑出房间, 搞得叶青鸾郁闷的不行, 他还没迎进兴呢, 高空之上, 无数少年从三座高山虚影中落下, 而他们刚一落下, 出来迎接的各个掌门便同时抬手, 用磅礴的灵力将各自弟子接下, 同时, 他们也在观察, 观察有多少东营人飞出, 而令他们无比开心的是, 好一阵时间过去都没有一个东营人飞出, 相反神舟的少年却几乎是一个不少, 只有寥寥数人还没有落下, 对面的剑狱中, 天皇黑云斋看着神舟少年们一个接一个地飞出, 一张老脸顿时变得阴沉无比, 掌门姐姐我们回来了, 林小璐牵着小玉儿从天而降, 开心地哈哈大笑, 陈念云, 东方诞, 汤圆, 于楚楚等峨眉弟子一个不少, 纷纷落入欲如意, 见到这一幕还没赢够的叶青鸾, 才终于开心了一些, 抬手用灵力将飞下的少年们接住, 不久, 六大掌门的法器上就全都落满了少年, 各个宗门的少年开心地对自己的掌门诉说所见所闻, 讲述在皇天圣楼内得到的机缘, 一时间热闹无比, 而相比于他们的热闹, 东营的剑狱却始终冷冷清清, 只有天皇一个人孤零零的立着, 掌门, 东营修是全死光了, 还剩两个跑了, 都是陆哥救了我们, 陆哥一个人力挽狂来, 我觉得我的人生有了一个新的目标, 那就是成为像陆哥一样的人, 师尊你是没看到, 陆哥虽然年少, 但却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他是我最崇拜的人, 掌门掌门, 您能不能帮我去峨眉提亲啊, 我想跟陆哥当道旅, 他是我见过最优秀的人, 神舟的少年少女们几乎刚一落地, 便跟自己的掌门诉说林小鹿的丰功伟绩, 搞得各大掌门都有些猛, 而过了许久, 当皇天圣楼的虚影越来越透明之时, 羽公千岁和小鸟游春奈才终于从里面飞出, 一时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各大掌门见了也都非常满意, 这次东营修士一百多人进入皇天圣楼, 结果只活着回来两个人, 真是解气, 蜀山掌门司徒中看着两女落下, 更是欣慰地点了点头, 确实不错, 正好给东营一个惨痛的教训, 让他们知道, 神舟的东西不是他一个东营可以染指的, 欲如意上, 林小鹿深深看了一眼羽公千岁, 而羽公千岁现在已经没有再戴面具, 而是露出了全脸, 他在飞下的时候也刻意地转过脸, 深深看了一眼林小鹿, 见羽公千岁向自己瞻望, 林小鹿嘴角一翘, 冲他竖了根终指, 二人隔着碧海, 对视一眼后, 羽公千岁才落到了监狱上, 落入监狱, 两个少女便局促不安地站着, 羽公千岁有些害怕地看了一眼天皇, 随后, 他哆嗦着捧出自己拿到的天从云剑, 义父, 天从云剑我哪怕, 一记无比响亮的耳光炸开, 羽公千岁直接被一巴掌扇倒在地, 明媚的脸赫然被扇得鲜血淋漓, 声音之大, 连神舟这边都听得清清楚楚, 监狱上愤怒到极致, 黑云斋瞪着神舟众人, 然后抬脚就踩在羽公千岁的脑袋上, 而羽公千岁则跪在地上, 颤抖着身躯让他踩, 丝毫没有怨言。 陛下, 羽公大将已经尽力了, 神舟卧虎藏龙, 我们真的尽全力了, 羽公大将现在伤势还未恢复, 望陛下饶恕, 一旁的小鸟游春奈苦苦哀求, 而黑云斋依旧是一言不发, 他看着对面的神舟人, 一脚接一脚地踩踏羽公千岁, 还受着伤的羽公千岁, 很快就被踩得奄奄一息, 最终克制不住地趴倒在地, 但他却硬忍着一言不发, 默默忍受。 六宗门的法器上, 神舟弟子们, 见到这一幕, 一时间也没再说话, 都愣愣地看着, 而各个掌门, 也都不约而同皱起了眉。 虽说羽公千岁是东营人, 他们不喜欢, 但黑云斋现在的所作所为, 无疑更让人厌恶。 小月儿跟在林小璐身后, 看着羽公千岁, 倒在血泊中一动不动, 身子还在被不断地踩踏, 忍不住有些气氛, 哥哥, 那个臭老头好讨厌, 比大师兄还讨厌。 林小璐闻言没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 而过了没多久, 一个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画面, 突然出现, 只见怒到极致的黑云斋, 一把掐住羽公千岁的脖子, 将奄奄一息的他, 拎起举过头顶。 羽公千岁没有挣扎, 只虚弱地说了一声, 义父, 对不起, 我。 未等他说完, 怒到极致的黑云斋, 便抬手对着他的腰腹一轰。 碰! 一大片血雾自羽公千岁纤细的腰上炸开。 羽公大将! 跪在地上的小鸟游, 眼睛猛地瞪大, 整个人不敢置信地颤抖着。 羽公千岁睁着美目, 鲜血染红了洁白色的樱花和服, 最终在微微颤抖之后, 死不瞑目地离开人世。 所有人见到这一幕都吓了一跳, 就连几个掌门也纷纷吃了一惊。 这黑云斋, 全凶残到了这种地步。 神舟少年们惊恶地看着这一幕, 看着黑云斋将已经毕命的羽公千岁, 随手扔出监狱, 那惨不忍睹的尸体便盘旋着飞落而下, 最后落进海中, 染红了好大一片海水。 看到这一幕的掌门纷纷唏嘘不已。 叶青鸾更是忍不住怒道, 真是太丑恶了, 黑云斋居然丧心病狂到了这种地步。 其他掌门也是纷纷感叹。 老深以前研究过东英语, 当才这个女孩, 好像喊黑云斋义父, 应该是黑云斋的义女。 全真掌门刘妙玄说道, 她是黑云斋的女儿龙门掌门落中则惊讶, 黑云斋居然杀自己女儿嘖嘖, 真不愧是东英的皇上, 真够独辣的。 毛山掌门正穿冷声道, 众所周知, 即便是魔道魁首上官生, 也不会轻易杀害自己人, 对自己的儿女更是无比疼爱。 这东英人简直比魔道还魔道, 连禽兽都不如。 是啊, 这女娃娃也是命苦, 跟了这么个人, 真是造年。 场中, 几位掌门议论纷纷, 全都感慨不已, 蜀山掌门司徒中则静静地看着黑云斋, 苍老的双目都微微眯了起来。 小鸟游春奈趴在监狱边上, 大声哭喊着羽公千岁的名字, 而黑云斋则是自顾自地看了看手中的天丛云剑, 确定是真的以后才微微笑了一下, 然后死死看了一眼神周众人, 转身离开。 欲如意上, 林小璐看着下方被鲜血染红的海水, 忍不住叹了口气。 哥哥, 你怎么了? 小月儿在身后好奇地问, 没什么, 就是突然对这丑八怪讨厌不起来了。 他趴在浴杆上, 扶着下巴嘟囔道, 人死如灯面, 到最后, 这丑八怪没被我们杀死, 反而是死在自己最中心的人手里, 真是可悲。 嗯, 那个老头子看着就不像好人。 小月儿眨巴着圆溜溜的大眼睛, 瞅着黑云斋的背影说道, 你看他, 三角眼睛八字胡, 这不就是说书先生常说的奸人像吗? 咦, 还真是, 林小璐笑了笑, 然后捏起了小月儿的脸。 小月儿你太瘦了, 再这样下去你也会变丑的, 以后一定要多吃一点, 把自己吃成一个球, 不然就嫁不出去了。 嗯, 吃成一个球, 就会嫁出去吗? 小月儿含糊不清地问道。 对啊, 胖女孩很抢手的。 说到这里, 林小璐不仅有些郁闷, 也不知道为啥, 我都出来混这么久了, 结果到现在都没遇到一个胖女孩, 身边出现的全是丑八怪。 小月儿闻言咯咯直笑。 他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定, 既然胖女孩那么容易嫁出去, 那自己可绝对不能吃胖, 当丑八怪也无所谓, 能和哥哥在一起, 才最重要。 场中, 少年们相互嘻嘻哈哈地说笑着, 跟着各自的掌门陆续离开。 而黄天圣楼一时到了这里, 也就彻底落下了帷幕。 各个宗门的少年隔着大海挥手告别, 热热闹闹地离开。 而待所有人都离开以后, 那血红色的海水也渐渐消融散去, 最终归于了平静。 第二日, 下午十分, 峨眉峰中断, 十字堂先生, 我有个问题, 想要向您请教。 哦, 什么问题先生, 你也知道我是舞者, 和修仙者不同, 故我想给舞者设立一个等级划分, 就跟修仙者一样, 等级的名字我都想好了, 想问问先生您的意见。 已经下学的十字堂门口, 杨先生和林小璐各自躺在一张摇椅上,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二人中间的桌子上还放着一碗清茶和一碗豆浆。 听到林小璐的话, 杨先生有些不解地看着这曾经让自己无比头痛的学生, 慈祥地笑了笑, 小璐啊, 舞者老夫也不了解, 你为何不去问明如那我问了? 林小璐气呼呼地说道, 我老大听了我取的等级名字, 直接让我滚蛋, 还让我别打扰他, 研究道门无上太厉害心惊。 林小璐很郁闷, 从黄天圣楼回来以后, 他就想给舞者设立境界之分, 然后他想了一夜才取好名字, 并先后问了老大和帅帅鸭, 结果老大让自己滚蛋, 就连帅帅鸭也鄙视自己没文化。 此刻, 下午阳光的照耀之下, 杨先生听是这样, 便有些好奇地说道, 你定的境界都是什么, 老夫来为你解惑。 嘿嘿, 那感情好, 谢谢先生。 林小璐眉开眼笑道, 我看修仙者的境界不是宁气, 助击, 结单, 原因, 天人五个嘛。 所以我现在也想了五个境界, 分别来对应修仙者的境界。 哦, 说来听听杨先生喝着茶笑道。 林小璐开心地嘴巴一歪, 先生, 我想的这五个境界, 分别是小牛逼境, 中牛逼境, 大牛逼境, 老牛逼境, 还有最高的逼王境。 噗, 杨先生刚喝到一半的茶水, 直接就给喷了出来, 整个人不断地咳嗽。 这就是你取的境界名称。 对啊, 林小璐看着有些生气的杨先生迟疑, 先生您怎么了是这名字不够掉吗, 杨先生。 当天下午, 林小璐被轰出了阳光明媚的十字堂, 然后气鼓鼓地回摘星。 他一边走一边气愤不已, 先生真是的, 我都这么大了, 还打我手心。 好歹我也是下一任掌门, 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 小璐师兄好。 哦, 好。 洛哥好。 嘿嘿你好。 一路上, 林小璐跟遇到的峨眉弟子们相互打着招呼, 然后郁闷地回了摘星风。 这会儿天色渐完, 也该吃晚饭了。 小月儿跟妙星师姐修行部吃饭, 故少年一个人来到膳食堂, 好点了二十多道菜, 然后在厢房内一个人大吃大喝起来。 小璐师兄最后一道甜品, 紫薯麻球, 齐活了。 哦, 猴三你也忙一天了, 坐下一块吃吧。 林小璐对猴三招呼道, 猴三文言笑了笑, 不急, 还有好多师兄弟等着招待呢, 我可不敢在这里偷懒, 小璐师兄慢用啊。 哈哈好。 猴三不吃, 林小璐便自己一个人大块朵鞠起来。 不久, 二十多道菜和几盆米饭下肚, 林小璐意犹未尽地擦了擦嘴, 然后悠哉悠哉地要了一份饭菜打包, 他要带给帅帅鸭吃。 那家伙现在越来越喜欢跟自己妹妹玩了, 妹妹修炼他都要屁颠屁颠地跟着。 回到院子给帅帅鸭送了饭菜, 然后少年一如既往地去沾马步, 跑步, 做俯卧撑。 而当他做完这些的时候, 时间也终于到了夜深。 明月高挂, 小院内更是仿佛撒上了一层银灰, 亮如白昼。 林小璐用洗尘单洗了树, 随后便准备去修行折龙睡丹弓, 去梦里跟张真人唠唠嗑。 昨天下午的时候, 他从黄天圣楼刚一回来, 便迫不及待去找了老大, 完完整整告知了老大 关于他得到折龙睡丹弓和神秘铁链的事情。 而令林小璐意外的是, 老大居然知道张真人。 虽然他没有明说, 但林小璐依然看出来了, 对于他得到折龙睡丹弓和张真人的传承, 李明如失乐地合不拢嘴, 还一个尽嘱咐他好好练。 而对于铁链, 李明如也做了解释。 这铁链名幻幽州大索, 是来自上三宗当中一个叫太古东皇宗的宗门, 是那个宗门里一个大能修饰的宝物。 然后这幽州大索的材质特殊, 非常奇特, 据说是来自另外一方世界, 它可以自行复刻, 产生铁链上的铁环, 故达到无限延长的效果。 而这种能力跟灵力无关, 是来自他的特殊材质, 所以即便是没有灵力的凡人也可以使用。 李明如评价, 说这幽州大索, 实际上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活着的铁器。 但这玩意儿对于修仙者来说作用并不大, 因为它除了可以无限延长且材质坚固以外并无大用, 所以才会被丢弃在皇天圣楼最终被林小璐得到。 而这玩意儿虽然对修仙者用处不大, 但对于林小璐来说却是极好的。 毕竟有了这玩意儿, 林小璐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付惠妃的修仙者。 房间内, 洗漱完的少年躺上床铺, 运起折笼睡单弓, 悠哉悠哉地准备去梦里找张真人。 不久, 他呼吸变缓, 整个人也即将进入梦乡, 院外却传来了呼喊声。 小璐师兄小璐师兄林小璐, 少年疼得一下, 跳起, 麻溜下床跑出屋子。 干嘛? 大半夜的, 还让不让人好好睡觉了? 外门弟子着急地边跑边喊, 许是呼喊声太大, 李妙心和小月都好奇地走出屋子张望。 小璐师兄, 掌门传唤, 你去一趟。 啊, 林小璐一愣, 掌门姐姐这么晚了, 找自己干啥? 一旁的李妙心也是好奇, 看向传信的外门弟子。 这位师弟,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李师姐这个, 我也不知道。 外门弟子挠了挠头道, 不过掌门好像挺生气的, 一直在兄弟长老, 小璐师兄, 还是快点过去吧。 说完, 这名外门弟子就一溜烟地跑了。 林小璐一脸呆滞, 掌门姐姐怎么又凶老大了小璐, 你是不是又做了什么顽皮的事? 李妙心有些担心地问, 师尊都被掌门骂了。 没有妙心师姐。 林小璐一脸无辜地说道, 我昨天下午才回来, 能干什么顽皮的事吗? 老大要我说, 你就别灌着叶青鸾了吧。 帅帅鸭窝在小月儿怀里嘟囔道, 咱们直接揭端起一把, 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 听到这话, 帅鸭的鸭嘴,气呼呼地瞪了他一眼。 你这鸭子在跟小璐说这些胡话, 我就把你交给在膳食堂做工的杨师弟, 他做八宝鸭可是一绝。 威胁完帅帅鸭, 有些担心的李妙心才再次看向林小璐。 要师姐陪你一起去嘛, 师姐不用了吧, 我都不是小孩子了, 自己去就成, 你和小月儿继续修炼吧, 我走了。 林小璐摆着小手就跑出了院子, 一路飞跑向峨眉峰。 这会儿已是夜深, 峨眉的山道上也没什么人, 四处都是静悄悄的, 林小璐跑过空无一人的巡道桥, 麻溜地上了青鸭店, 刚一到店外就听见夜青鸭的声音。 你看看, 九年了, 你上次收下小月儿和小璐是九年前, 你到现在都不收新弟子, 现在都有女孩主动跑来咱们峨眉拜, 小璐为师了。 你还不收新弟子李明如, 你还有没有把我这个掌门放在眼里? 林小璐听到这话一愣, 有人跑来拜自己为师谁啊, 这么有眼光。 他跑到屋外, 在夜青鸭发飙到最厉害的时候, 敲了敲门, 掌门, 我是小璐, 你找我。 房间内的吵架声一停, 随后夜青鸭的声音从屋内传来。 进来, 林小璐闻言便大咧咧推开了门, 一进屋, 他就看到了屋内的夜青鸭和老大, 除此以外, 旁边还站着一位身穿粗布麻衣, 脸淡红扑扑的少女。 少女身上脏兮兮的, 浑身上下都沾满了尘土, 布鞋上还破着洞露出白白的脚趾, 整个人看起来似乎吃了许多苦。 林小璐看到少女后愣了一下, 觉得有点眼熟, 一时间却又想不起来。 而面前个子高挑, 有些婴儿肥的少女, 见到林小璐后, 瞬间变得眼泪汪汪, 当即一跪。 小璐师父, 徒儿终于找到你了。 林小璐, 他愣了一下, 随后猛地回忆起来, 这女孩是三年前自己收下的小女贼。 你是, 甜, 甜什么来这甜头儿? 少女抬起满脸泪痕的脸, 看着林小璐道, 小璐师父, 八级权威已炼成, 面对二十多名地痞流氓都可打败, 因此特来拜您为师。 师父, 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看着嚎啕大哭的少女, 又看了看她的衣着, 林小璐大概能明白她遇到了啥。 这丫头是个女贼, 功夫虽然不错, 但却是个穷女, 还有仗义蔬材的毛病, 她估计是一路走到峨眉的, 天知道她走了多久, 吃了多少苦菜来到这里。 场中, 林小璐有些害怕地 看了看叶青鸾和李明如, 而叶青鸾则是气呼呼地瞪了她一眼, 随后上前浮起甜头。 一旁坐着的李明如 也翻着白眼望天, 一副看不见的模样。 自己的徒弟居然收了个舞者女孩, 论辈分, 那这姑娘就是自己的徒孙了。 可小璐是舞者, 本来就已经很意外了, 这要是再继续收舞者, 那峨眉还是修仙宗门吗? 林小璐。 叶青鸾看着猛猛的少年道, 你是否答应了这丫头 要收她为徒林小璐向来 是敢做感人的脾气, 毫不犹豫就点了头。 叶青鸾见此叹了口气, 也就没再说什么。 也罢, 这次林小璐在黄天圣楼力挽狂澜, 拯救了神州众多天骄, 功不可没, 自己到时候就拿这件事 去堵住方无休那些人的嘴。 灯火通明的堂殿内, 他看着林小璐继续说道, 按照峨眉的规定, 你至少也要十七岁才能收徒, 不过本掌门念在你黄天圣楼有功, 这次就算了, 不过你师尊还是要惩罚, 就惩罚他没告诉你峨眉的规定。 说完, 他就看向老神在在的李明如, 鼓着脸气道, 明如, 本掌门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之内, 你去给本掌门找一个徒弟来, 记住, 得是有修仙天赋的徒弟。 李明如文言脸色一僵, 随后一脸无辜地看向林小璐。 林小璐则眉大眉小地冲他眨眨眼。 李明如见状一把捂住脸, 气得胃疼。 四个徒弟自己就快管不过来了, 现在又多了的徒孙, 未来三天还要再找一个徒弟回来, 这以后自己不得忙死。 小璐啊, 为师被你坑惨了呀。 事情落定, 叶青鸾看着还有些不明所以的甜兔道, 同而, 被把甜兔茫然地点头。 叶青鸾温柔地笑了笑, 以后你就跟着小璐吧, 咱们峨眉确实只有他是舞者, 所以也只有他能教你。 今天太晚了, 我让小璐先安排你休息, 等明日一早, 你再跟随他习武修炼吧。 甜兔儿看着面前似乎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叶青鸾, 眨着红红的眸子硬了下来, 谢谢神仙姐姐。 叶青鸾温言扑斥一笑, 捂着嘴道叫掌门就好。 说完, 叶青鸾热情地抱了抱甜兔儿, 同而, 本掌门代表峨眉欢迎你。 夜晚, 此时, 膳食堂现在已经没有饭了, 我那儿还有点烧饼, 鸾儿你不介意, 就先对付一下吧, 明天为师再带你吃好吃的。 嘻嘻, 弟子不介意的。 寻到桥上, 甜兔儿一边兴高采烈地跟着林小璐走, 一边雀跃不已道, 弟子走了小半年, 终于见到小璐师傅宁了, 真开心。 林小璐闻言愣了愣, 随后老气横丘地背起小手, 对面前和自己一般大的甜兔儿点点头。 不错, 为了习武, 可以吃如此大苦, 为师果然没看错人。 那是小璐师傅那么厉害, 怎么会看错人吗? 林小璐闻言顿时觉得自己这徒弟真不错, 茶腰大笑, 哈哈哈哈, 我就爱听实话。 小璐师傅, 我今晚睡哪儿啊? 甜兔儿, 继续边走边问。 面对这个问题, 林小璐挠了挠头, 一时间也有些尴尬。 摘星风空的房间和院子倒是有, 但是没有被入, 这些生活物资得去杂医院领取, 但这么晚了, 杂医院也关了, 自己难不成去把杂医院的师姐喊出来, 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她想了想, 便对甜兔儿说道, 今晚你先睡为师那儿, 等明天一早为师, 再帮你领取生活物资吧。 哦哦好, 甜兔儿开心地应下。 夜晚, 林小璐跟甜兔儿闲聊着他这段时间的经历, 然后悠哉悠哉地回了屋子。 回屋以后, 林小璐点了蜡烛, 给他拿了些烧饼, 然后见他身上脏兮兮的, 又给他拿了洗橙单, 让他洗漱。 晚上你就睡我床吧, 我在堂屋里睡觉。 坐在蒲团上, 林小璐看着两天没吃饭的甜兔儿坐那儿狼吞虎咽, 忍不住叹了口气。 山高路远的, 这丫头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走过来, 是真的吃了苦了。 不过就冲他这份对舞到的心性, 那自己日后也定当倾囊相授。 不久, 甜兔儿吃完烧饼, 然后好奇地使用了洗橙单。 林小璐和他说了会儿话后, 便让他好好休息, 一切都等明日再说。 当晚, 甜兔儿睡在了林小璐的床榻上, 他自己则是在堂屋铺团上凑合了一夜, 练了一夜的折龙睡丹弓。 现在的他确实跟张真人说的一样, 白天的时候, 他无时无刻不再运转一斤斤, 哪怕是吃饭, 喝水, 如厕, 他都会一刻不停地运转, 一点一点地壮大身体, 凝炼真气。 而到了夜晚, 他就会在梦里见到只有背影的张真人, 听张真人传授自己折龙睡丹弓的奥义, 以此来壮大一脉, 锻炼灵魂。 没错, 张真人说这折龙睡丹弓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可以锻炼人的灵魂。 一夜渐渐过去, 第二日, 焦阳挂起, 灼热的阳光穿过未观的屋门, 照耀在林小璐的脸上, 将他脸上淡淡的绒毛都给照耀得一清二楚。 他揉了揉眼睛, 然后不情不愿地起身, 猛了几夕时间。 几夕之后, 林小璐拿了颗洗尘丹丢进自己嘴里, 随后来到卧房门口, 听了听里面的动静。 听到里面传来均匀的呼吸声, 林小璐知道田童还没醒, 这姑娘估计好几天没睡安稳觉了, 她也没吵醒她, 独自出了屋子。 大清早的, 林小璐一路小步, 跳着下了山道, 来到膳食堂, 和外门弟子们嘻嘻哈哈打了招呼, 然后就喊了一大堆早点。 许久, 他吃饱喝足后, 便又要了两份打包, 一份给帅帅鸭, 一份给童。 回到院子, 小月和李妙星还在修炼, 林小璐便把他俩喊了出来, 然后说了田童的事情。 而二女知道小璐有徒弟后, 直接就猛了。 小月当师说了, 李妙星更是直接当师伯了。 上午时分, 李妙星跟当年一样, 带着田童去了杂医院, 给他拿了道袍, 被褥, 洗尘丹等生活用品。 看得出来, 李妙星对田童还挺喜欢, 只是一时间有些不适应。 毕竟, 现在的他, 按照辈分来说, 是田童的师伯。 同而, 小璐目前依旧有些年幼, 今后你在武学一道上可随他学习。 而生活上的其他问题, 你都可以来找师姐我, 哦不, 是师伯。 李妙星有些尴尬地说道, 他现在是整个峨眉最年轻的师伯了。 回到院子, 田童换上干净利落的道袍, 扎起头发, 立刻让林小璐眼前一亮。 与以往林小璐见过的女生不同, 田童因为常年习武, 然后风吹日晒等一系列原因, 故他的肤色是非常健康的浅棕色, 而且他个子也高, 都快赶上林小璐了。 此刻的他用洗尘担洗干净自己, 换上道袍, 俨然就成了一名高个美丽少女。 有一说一, 林小璐觉得自己终于见到一个勉强能入法眼的女孩了, 之前那些都是什么奇形怪状。 李妙星把相关事宜非常细心地给田童做了介绍, 小月儿和帅帅鸭也跟他相互认识了一下。 而在那之后, 田童便终于迎来了最期待的时候, 习武。 小璐师父我们开始吧, 您准备教我什么武术啊院子里。 田童美目微亮, 满怀期待地询问道。 林小璐坐在台阶上挠了挠头, 他也不知道自己该教他什么, 毕竟他也是第一次当任师父。 旁边的小月儿抱着帅帅鸭, 也一同傻乐地看着他。 而林小璐沉思片刻后, 决定先看看田童的底子。 童儿, 你先把十二路弹腿和八级拳打一套给为师看。 哦, 好的。 院内, 少女气息一沉, 然后猛地就开始施展武艺。 他先施展的便是从小学的十二路弹腿, 这是一门非常精妙的腿工, 笔直里三角也是分毫不差。 田童儿一套, 腿发使得虎虎生风, 大长腿满天乱飞, 从最开始的第一路出马一条鞭, 一直到第十二路鸳鸯巧连环一一展示。 一旁的小月儿看得兴高采练, 小手直拍。 姐姐踢得真好看。 嘿嘿, 小月儿师叔承让。 田童儿嘻嘻哈哈地笑道。 帅帅鸭听得直翻白眼。 姐姐小月儿师叔这都什么备份啊? 一旁的林小璐看完这套腿法后也点了点头, 表示满意, 然后再让田童儿展示自己授予他的八级拳。 田童儿立刻就开始专注打了起来。 所谓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林小璐一眼就能看出童儿的八级拳确实是下了功夫的, 不是花架子, 心中也有了一个大致的定义。 现在的童儿即便放到江湖上, 那也算得上是个二流高手了, 拳有八级, 腿有弹腿, 二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确实不俗。 小璐师傅, 现在平常人已经完全进不了我的身了。 少女展示完毕, 开心地笑道。 林小璐看到这里, 十六岁的小脸上努力装出一副长辈才有的欣慰之色。 童儿, 你的功夫目前来看, 确实是练到家了, 这说明你添资也还算不错。 这样, 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 为师要你进行苦修, 并传授你太极拳。 苦修, 是为了磨练你的意志, 太极, 是为了让你掌握刚柔病机。 一年之后, 如果你能达到要求, 为师就请求老大赐你第一段受血, 让你脱胎换骨。 田童儿闻言美目大量, 立刻单膝下跪高印。 谢小鹿师父。 吼吼吼吼吼林小鹿逼格, 满满地笑了笑, 慈祥地扶起田童。 快起来, 好徒儿。 下午时分, 林小鹿带着徒弟逛遍了峨眉酒脉石峰, 带着他领略了仙家风景, 还带他认识了自己的以德夫人邦邦众。 此刻, 峨眉峰的溪流处, 林小鹿便拉着童儿, 一个个地对自己的弟兄们显摆起来。 童儿, 这是你东方师叔。 这是你汤, 一路介绍过去, 把以德夫人邦的少年们都羡慕坏了。 真不愧是帮主, 居然都有徒弟了。 我都这么大了, 连都毛都没有。 是啊是啊, 也不知道我啥时候能收徒弟。 陆哥, 我听我师尊说, 李长老今天一大早就出门找徒弟去了。 你现在不光有自己的徒弟, 马上还要有小师弟小师妹了。 东方旦羡慕道。 林小鹿文言一呆, 随后想起昨晚掌门姐姐让老大去找徒弟的事情。 他不禁有些期待, 也不知道老大这次会给自己找个什么样的师弟师妹回来。 西流边, 几个少年人坐在石滩上有说有笑地谈着话, 童儿则很会来事地给林小鹿捏起了肩, 再次把大伙给羡慕得不行。 而一旁的鱼楚楚见了, 也是不甘示弱地给陈念云捏肩, 搞得陈念云和林小鹿面面相去。 林小鹿是挺喜欢童儿的, 他觉得自己这个徒弟出身江湖, 性格豪爽不拘小节。 而最关键的是, 田童儿是个正直的人, 这一点从他当初一个人收养那么多小孩子就能看出。 林小鹿对徒弟的态度是跟李明如学的, 他能看出自己老大最喜欢的弟子是妙心师姐, 因为妙心师姐的心性。 而他也有样学样, 所以他收徒弟有没有天赋, 资质高不高那都是次要, 最重要的还是得看品性, 毕竟一个人的品性如果是歪的, 那接出来的国也挣不到哪里去。 之后的两天时间内, 性格大大咧咧的童儿便彻底融入了小鹿的生活之中, 和小鹿的伙伴、妹妹、师姐都相处得很融洽。 而林小鹿也越来越有当初李明如的影子, 教授武艺的时候他对童儿严格地不行, 而平时生活中他跟童儿则更像是好朋友一样, 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 他很开心, 因为翟新峰终于有人可以陪自己玩了, 还是个很可爱很热情的姑娘。 而让他唯一有些疑惑的是, 老大一直没有带新的弟子过来给自己认识。 第三天, 夜晚, 青鸾殿内。 师姐, 我真的很努力在找新弟子, 但你也知道, 想找一个好苗子是非常困难的事, 可悦而不可求。 你给我的时间又实在太短, 所以, 三天过去我才什么也没找到, 毕竟我收弟子要求特别高, 天赋低于小院的通通不收。 李明如一本正经地说道, 面前, 夜青鸾坐在摇椅上, 翘着二郎腿, 一边用条根挖着火龙果, 一边瞪着李明如道, 你实话实说, 这三天你到底在干嘛, 李明如你要是骗我我以后, 就再也不理你了。 我还要去师父的临位面前哭她个三天三夜, 告诉师父, 你欺负我。 听到夜青鸾提起师父, 提着酒葫芦的李明如, 微微愣了一下, 然后尴尬地挠了挠头, 师姐我跟你说实话, 你别生我气。 嗯, 你说吧, 我不生气。 夜青鸾笑盈盈地说道, 李明如闻言便小心翼翼地开了口, 我去了大堂, 让江丫头请我喝了三天皇室佳酿, 那叫一个过瘾, 夜青鸾, 李, 宁, 如, 夜青鸾眼泪都飙出来了, 整个人疼得一声, 从椅子上站起, 用火龙果指着李明如气道, 你, 你过意的。 李明如见夜青鸾眼泪汪汪, 立刻吓了一跳, 连忙从那界里取出一样东西。 师姐, 这是大堂新出的美食苏珊, 我特意给你带的, 你尝尝。 夜青鸾听到美食二字, 愣了一下, 好奇地丑了丑面前, 装在小碗中的不明物体, 然后用条根挖了一点, 往袖口中一送。 哇, 好好吃。 夜青鸾瞬间幸福地美目微眯。 李明如哈哈大笑, 就知道你喜欢, 我带了好多呢, 小鹿我都没给。 嘻嘻, 谢谢师弟。 夜青鸾开心地抱过碗, 迫不及待又长了一大口, 然后躺在摇椅上, 开心地小脚直晃。 而晃悠了几夕后, 他才回过神来, 轻轻咳嗽一下道, 一份点心, 还是小时候吗, 李明如。 夜青鸾见他一脸呆滞, 红唇清敏, 然后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一边挖着点心一边说道, 实话跟你说吧, 今天早上我收到了天南那边的信件, 有一个叫阿赫的小姑娘, 指明想要加入摘心, 拜你为师, 目前正在赶来的路上。 阿赫李明如一愣, 夜青鸾吃着苏珊, 点头说道, 这姑娘是天南国人, 以前是北川老人的徒弟, 天资不俗, 今年十五岁, 修为以达助基。 据说上个月初, 北川老人为了得到黄亭果, 进入了鬼魔坛, 然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所以他想来拜你为师, 毕竟你和人家师父是好友, 而且威名赫赫。 说完, 夜青鸾看向有些疑惑的李明如问道, 你和北川以前是久友? 你怎么看李明如还在疑惑着, 目光闪动中, 回忆起了一些往事。 北川老人, 天南国第一修士, 早些年间自己游历神州时, 与他相识, 和他在天南的明楼北斗斋一起饮酒数月, 关系甚好, 可现在, 他却死了, 故人丧命, 李明如难免有些心生悲凉, 但很快, 他就回过神来, 毕竟相似的这种事情, 他已经见过太多了。 自他修行之日起, 这一路走来所结识的丧命友人, 又何止一个北川? 屋内, 夜青鸾见他不说话, 也没催促, 只默默地赤着苏珊。 两久, 李明如深深地叹了口气, 再次看向了夜青鸾, 这个阿赫我没有听过, 不过也有可能是北川这些年才收下的徒弟, 毕竟我当年认识北川的时候, 是很多年以前了。 他开口道, 掌门, 故人的弟子, 我自然是责无旁贷, 不过, 还是想等着孩子过来以后, 我见见他再做决定。 夜青鸾文言点头表示同意, 然后挖了一勺苏珊递到李明如嘴边, 眉目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李明如眨了眨眼, 然后扭过头, 自顾自地喝了口酒。 夜青鸾。 启示, 两脚开立, 两臂前举屈膝按掌野马分钟收脚抱球, 左转出不公布分手几天后, 上午, 院内, 林小璐指导着童儿施展太极拳, 小育儿一如既往地在旁边看。 童儿你的这个动作不标准哦, 沉间, 坠肘, 还有这个步伐的姿势, 你的公布有些变形了, 来等为失作。 这几日以来, 林小璐每天都在耐心地教导童儿, 和他一起扎马步, 跑步, 做俯卧撑, 林小璐手把手地教授着正教的兴起, 李妙心的声音却忽然响起。 小璐, 李妙心跑进院子, 见林小璐和小月儿童儿都在, 便笑道, 师尊喊我们上山顶, 好像有什么大事。 林小璐, 走走走我们上山。 林小璐牵起妹妹, 带着童儿就跟李妙心走。 师姐什么事情呀? 小月儿抱着帅帅呀问。 啊, 我也不知道。 李妙心笑道, 估计是什么重要的事吧? 一会儿小璐不许胡闹。 我才不胡闹呢, 扑哧。 一大两小三个女孩儿笑得花枝乱颤。 而林小璐和师姐妹妹们刚走到门口, 便看到了李妙心。 李妙心也愣了一下, 大师兄你也要上山顶吗? 李妙心点了点头, 然后看了看林小璐和田童儿, 冷着脸往山上走去。 田童儿有些不知所以, 林小璐则注意到了他看童儿时的不屑。 是因为童儿也是烦人吗? 娘的, 这家伙一天天地转什么转, 真是气人。 不久, 五个人陆续上了雪山, 来到了堆满鸡血的山洞内。 而令他们意外的是, 山洞内除了师尊李明如以外, 还有一个背对着他们站立的姑娘。 这姑娘穿着端庄的白色长裙, 身形曲线美不胜收, 且留着一头顺滑的黑色长发, 一直垂挂到腰间, 把五人兄弟的四人都给看得微微一愣, 就连李妙心看到她的第一眼都忍不住心中赞叹, 真是好身段, 这腰也太细了吧。 老大, 这是谁呀? 林小璐看着少女的背影, 大大咧咧问道。 正在铺团上翻书的李明如笑了笑, 这是你的师妹为师的第五个弟子。 说完, 李明如便对女孩笑道, 阿赫, 跟大家打个招呼。 女孩闻眼转过身, 对面前的几人微笑道, 在下阿赫, 见过诸位师兄师姐。 这一刻, 场中几人全都梦了。 李妙心一眨不眨地看着面前的少女, 整个人直接呆若木鸡。 李妙心惊讶万分, 心头直呼, 天下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女孩。 小月儿和田团儿的想法, 与李妙心一样, 都觉得眼前这女孩美帝不似凡人。 而林小璐则是一把捂住了嘴。 太丑了, 比花蝴蝶和江宁夹起来都丑。 尤其那个腰, 那么险, 估计自己随便一下都能给她掰折。 黄天圣楼结束以后, 原本寥寥几人的摘心一脉 在短时间内一连来了两位姑娘。 这是林小璐没有想到的。 而更令她没有想到的是, 这两位姑娘还挺受欢迎, 尤其是丑八怪阿赫。 月儿师姐, 折好了。 哇, 小月儿看着面前少女折好的千纸鹤, 欣喜地接了过来。 姐姐好厉害。 阿赫笑了笑, 看着小月儿的眼神中满是宠溺, 随后她转手看向一旁正在叫导童儿太极的林小璐。 微笑道, 小璐师兄, 一会儿你和童儿要去膳食堂吃饭吗? 我想跟你们一起去。 林小璐正在纠正童儿的动作, 文言愣了一下, 你不是住鸡近了吗? 怎么还吃饭住鸡只是修为上的吗? 我很喜欢美食。 林小璐文言撇了撇嘴, 有些不想和他去吃饭, 他怕自己和他在一起吃饭会没胃口。 而正在演练太极云手的童儿, 却显得很开心, 大呼小叫地招呼阿赫跟他们一起吃饭。 看得出来, 他对阿赫印象很好。 今天是阿赫来的第三天, 整个峨眉都知道了李明如长老时隔九年, 再次招收了一名新弟子的事情, 而几乎每个见过阿赫的人都会无比喜欢他。 长老们说阿赫知书达理, 性格温和, 更懂得尊敬长辈, 且十五岁的年纪就能达到助击。 这天赋在整个峨眉也能排得上号, 一个个地都羡慕李明如收了这么好的徒弟。 而峨眉的许多少年们也都在见到阿赫第一眼时, 就被他完美无缺的面容所折服。 阿赫生得很好看, 无论是五官还是身材, 都是峨眉女性中当之无愧的第一, 尤其是他眼角上的那一枚类质, 更是在绝美中多添加了几分柔弱感。 短短三天时间就已经有无数少年对阿赫表白心意, 但无一例外都被他非常有礼貌的婉拒, 他表示自己原来的世尊北川老人刚刚过世, 现阶段只想专注修行。 而这一番话又无疑为他添加了不少好名声, 宗门内到处都在传摘星出了一个美丽, 温柔, 知恩图报的好姑娘。 甚至就连不少女弟子都被他的温柔田径所折服, 评价他是一个挑不出毛病的家人。 而如果要说还有谁不喜欢阿赫的话, 那就只有峨眉至尊林小璐了。 童儿行了, 咱不练了, 吃饭去。 时候一到, 林小璐便招呼童儿一起去吃饭。 是, 小璐师父。 田童儿开心地应道, 然后就主动拉着阿赫一起去, 阿赫也显得很开心, 笑盈盈地在二人身后跟着。 小璐师兄, 我看你好几天了, 你真的是舞者麻山道上? 阿赫温柔地问道。 林小璐随意点了点头, 没敢看他, 怕吐出来, 低着头一边走路一边道。 我想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 所以我选择了习武之路。 哦, 这样子啊, 小璐师兄, 真是一个有毅力的人。 阿赫非常真诚地崇拜道。 一旁的田童儿也大咧咧搂着阿赫的肩膀, 开心道, 阿赫师叔说得对, 我师父可厉害了。 童儿也很厉害啊。 阿赫夸赞道, 每天那么辛苦地训练, 要说我肯定坚持不下来, 童儿真是经过不让须美。 嘿嘿, 这有啥, 我跟师父都是江湖儿女, 这点苦头不算什么的。 童儿嘻嘻哈哈地说道, 一路上, 两个少女都在热情地攀谈着, 林小璐则一言不发地在前面走。 对于阿赫, 说实话她虽然不喜欢, 但也不怎么讨厌, 这个姑娘确实挑不出毛病来, 说话也好听, 每个人和她相处都能感到很舒服, 但她长得实在是有些不合情理, 不久,两个女孩说说笑笑, 欢声笑语地来到膳食堂, 而阿赫刚一出现, 立刻就有许多外门弟子上来嘘寒问暖, 一个个恨不得把眼珠子挂在她身上, 搞得林小璐都郁闷了。 自己好像都没这么受欢迎过, 为啥大家都觉得阿赫好看, 他们的眼光也太低了。 场中, 围惧的人越来越多, 阿赫被这么多人看着, 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小脸刷得一下就红到了脖子, 整个人羞涩得不行, 而这幅模样, 更是把大家伙给看得一愣一愣的, 一位少年甚至躺出了鼻血。 林小璐见状有些无奈地走到少年身边, 掏出师姐给自己支的手卷。 诺,擦一擦, 啊,少年回过神, 然后尴尬地接过手卷。 小璐师兄见笑了, 阿赫实在太美了, 师弟一时间有些情不自禁, 少年擦着鼻血傻乐道。 林小璐听得直翻白眼, 接回手帕后, 在上面丢了颗洗尘单捏碎, 血字瞬间消散。 今天中午吃啥他随意问道, 哦,吃猪铁, 然后还有老母鸡, 小璐师兄最爱喝鸡汤了。 林小璐闻言开心了一下, 然后瞪了少年一眼笑道, 亏你们还记得我喜欢喝鸡汤, 我以为你们只会看姑娘了呢。 嘿嘿少年尴尬地挠了挠头。 场中, 田团像母鸡护载似的把阿赫护在身后, 不让血气方刚的少年们靠近, 一时间逗得大伙儿哈哈大笑, 而就在这阵笑声越发欢乐之时, 远处却传来了一道有些突兀的声音。 阿赫师妹, 声音一出, 膳食堂中立刻一静。 只见李耀熙穿着一身风度翩翩的白衣长衫, 手持折扇, 非常潇洒地出现。 而场中的外门弟子们, 见到他后, 均吓了一跳。 田童儿也有些害怕他, 看着他不敢说话, 阿赫倒是显得很淡定, 见到李耀熙后微微拜见, 见过大师兄。 哈哈哈哈, 阿赫师妹客气。 李耀熙上前想要扶起少女, 少女却先一步起身, 并未给他触碰自己的机会。 身后不远处, 林小璐一边喝着豆浆, 一边安静地看着李耀熙, 他有些好奇李耀熙又要来做啥妖。 阿赫师妹, 你也喜欢美食吗? 李耀熙看着面前的少女, 面带惊喜地笑道。 维兄偶尔也会来此地享用些饭食, 今天师妹就和维兄一道用膳吧, 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关于摘星爵的修行之法。 阿赫文言愣了一下, 还会说话, 一旁的田团就眼巴巴地开口道, 大师伯, 阿赫要跟我和小璐师父一起吃饭的。 李耀熙听了一愣, 随后才发现不远处正冲自己几眉弄脸的林小璐, 顿时吓了一跳。 他张了张嘴, 随后没搭理田团这个晚辈, 继续对阿赫笑道, 林师弟是舞者。 而阿赫师妹是修仙者, 阿赫师妹将来也是要学习摘星爵的, 所以师妹还是和维兄一块用膳吧。 说着, 他便开口对一旁的喉三笑道, 把相防收拾一下, 本座今日要和师妹一起用膳。 看到这里, 林小璐大概也看出来了。 这里山泡估计也是轻慕阿赫, 嗯, 品位也是真的低。 不过正好, 这样自己就不用看着阿赫吃饭了。 吼吼吼吼, 内心狂喜的林小璐开心得眉飞色舞, 一大口将碗中豆浆饮尽, 刚要招呼童儿吃饭, 场中的倩饮却是忽然开了口, 师兄, 我还是和童儿一起吃饭吧。 阿赫温柔似水地微笑道, 李耀熙笑容一僵, 林小璐一脸猛逼。 阿赫笑道, 师兄, 我跟童儿一见如故, 想要一起说些女儿家的话, 望师兄见谅。 李耀熙脸色僵了又僵, 一时间居然找不到话来反驳。 他看了看正一个劲充自己实眼色的林小璐, 迟疑道, 那林师弟呢, 师妹不也要和林师弟一起吃饭, 小璐师兄是童儿的师父呀, 况且小璐师兄只知道吃, 耽误不了我和童儿说话的。 说完, 与其看似温柔的阿赫, 便带着不容置疑的气息, 拉着萌萌的童儿, 直接上了厢房。 林了, 在路过林小璐旁边的时候, 他还冲林小璐可爱地眨了眨眼。 小璐师兄, 我和童儿在厢房等你。 林小璐? 这个阿赫好像根本没把李山泡放在眼里。 膳食堂外, 林小璐看了看呆滞的李耀熙, 最后气得吐了口兔沫。 呸, 不争气的东西, 给你机会, 你都不中用。 随后, 他便转身上了厢房, 留下李耀熙独自一人在那里风中凌乱。 太极拳与其他拳术的罪, 不同, 就在于其, 义补, 要求, 静体松, 中正沉稳, 讲究柔眠, 虚灵, 圆活, 以神领异, 以意, 以, 打拳。 饭桌上, 林小璐一点一点地给田图儿讲解道, 图儿, 你是女孩, 现阶段不是学太过刚猛的硬气功, 故等你将太极吃透, 用了受血, 为师在陆续传你其他武艺, 像什么一斤斤, 折龙睡单弓, 这些为师都会一一传你。 嗯, 田图儿, 小鸡灼米时地点头, 小璐师兄, 喝汤。 阿赫端了一碗汤递到林小璐旁边。 哦, 谢谢。 林小璐没有看他, 只简单应付了一下, 随后便继续给童儿讲解太极拳的药领和精髓。 阿赫就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扶着下巴, 眼神中满是温柔。 接着他看童儿一直没动筷子, 便同样给童儿盛了碗汤。 童儿也没客气, 大咧咧地道了歇后, 就一饮而尽。 不久, 饭菜上齐, 林小璐才和童儿一起, 有说有笑地吃饭。 林小璐饭量大, 抱着饭盆就开始呼噜起来。 而童儿吃了没多久, 忽然觉得有些肚子疼, 想上茅房, 跟林小璐打了声招呼后, 就飞快离开。 热大的厢房内, 便只剩下了林小璐和阿赫两人。 而这, 也是阿赫败入峨眉以来, 第一次和林小璐单独相处。 他笑眯眯地看着林小璐狼吞虎咽, 见他吃得急, 便抬手拍向他的背。 啪! 林小璐一把抓住少女, 仿佛一捏就碎的手腕。 师妹你干嘛? 我看师兄你吃得急, 怕你噎着。 阿赫眼神真诚地说道, 林小璐文言虽然觉得有些奇怪, 不过也没说啥, 松开了他的手。 而这一松, 他也清楚看见了阿赫手腕上的淤青, 那是被自己捏出来的。 林小璐愣了一下, 随后强忍着恶心看向阿赫, 有些不好意思道, 抱歉师妹, 我力气比较大, 对不起。 阿赫看着林小璐的眼睛, 弯成了两枚小月牙, 笑音音地摇摇头, 表示不碍事。 而随后, 扶着下巴的他突然笑问, 小璐师兄, 为何你一直不敢看我林小璐? 他扭过头, 继续自顾自地吃饭。 说实话, 林小璐觉得阿赫确实挺好的, 性格好, 也温柔, 又是自己的师妹。 自己也的确不应该以貌取人, 觉得人家长得跟闹着玩的一样, 就瞧不起人家, 这是不对的。 所以他不说话, 生怕说话会伤害到这个温柔的师妹。 小璐师兄也是觉得我太好看了, 所以才不敢看我妈饭桌上, 少女将下巴放在胳膊上, 抬起明媚动人的眼睛, 望着他笑。 林小璐无奈, 只好翻着白眼点头, 你说是就是吧。 阿赫文言笑容更甚, 精致的五官甚至都带起了亲切感。 小璐师兄觉得我哪里好看林小璐。 阿赫见他不说话, 也不看自己, 继续微笑道, 小璐师兄怎么不说话了, 是害羞了吗林小璐? 小璐师兄, 你说句话呗。 阿赫的脸上挂着期待, 温柔地对他笑道, 阿赫见小璐师兄每天都对妙心师姐笑, 对小月师姐笑, 对童儿妹妹笑, 但你还没对阿赫笑过呢。 是阿赫不讨你喜欢吗? 林小璐。 小璐师兄, 你对我笑一个吗? 就笑一次, 好不好爱啊, 小璐师兄你就碰。 哄。 厢房内, 忍无可忍的林小璐, 直接一拳轰出, 少女哼都没哼一声, 身躯直接就被轰飞在了箱壁上, 箱壁都被她的冲击给撞得凹陷进去, 整个房间甚至都因为这力道而震了一下。 一旁刚刚从茅房回来的童儿, 见到这一幕, 直接就梦了, 整个人不敢置信地看着。 屋内, 林小璐淡定地吃完最后一口饭, 然后起身让童儿慢慢吃, 看都不看被打晕的阿赫, 直接离开。 她没忍住, 打了师妹, 现在她要去跟老大认错。 摘星风顶, 山洞内, 林小璐老老实实地跪着, 一旁的阿赫眼泪汪汪地站着。 李明如则捂着小腹坐在铺垫上, 整个人气得胃疼。 老大, 你别生气了, 今天的事是我做错了, 我没忍住给了师妹一拳, 我愿意受罚。 林小璐大大咧咧地说道, 师尊, 是我先烦到小璐师兄的, 不关小璐师兄的事, 请您千万别怪罪小璐师兄。 阿赫摇着头解释道, 李明如听到这二人说话, 为顿时气得更疼了。 她看了看林小璐, 又看了看眼睛乌黑的阿赫, 最终无奈道, 小璐, 你说吧, 你要为师怎么罚你? 林小璐眨了眨眼, 随后一脸激动道, 老大, 不如你罚我去妓院吧。 李明如? 阿赫, 给为师拿棍子来。 差点没被活活气死的李明如起身, 撸着袖子气道, 为师活了这么多年都不敢去妓院。 你小子现在出息了呀, 都敢去嫖了。 师尊不要。 阿赫吓了一跳, 连忙跪下喊道, 小璐师兄只是开玩笑的, 今天的事也确实是徒儿先反小璐师兄的, 是徒儿旧游自取。 林小璐一脸猛逼, 他扭头看着少女疑惑, 师妹你在说什么呢? 我打你那一拳打得那么过瘾, 肯定是我做错了, 所以我去嫖是应该的。 李明如听到这话, 顿时胃疼得更厉害了, 整个人甚至都喘起了粗气。 他大喘歇了几下, 然后拍了拍额头, 接着没好气地瞪了一眼林小璐。 小璐, 为师是管不动你了现在, 走。 随为师驱见掌门。 林小璐, 阿赫你也过来。 眼泪汪汪的阿赫, 一肚子火的李明如不再言语, 袖袍一卷, 直接带着林小璐和阿赫飞出摘星, 直奔峨眉主峰青鸾殿。 几乎是瞬息之间, 三人便从天而降, 出现在了青鸾店门口。 脸色铁青的李明如, 踢着酒葫芦来到店门口拜见, 刚一出生, 穿着淡青色长裙的叶青鸾, 就迫不及待开了门, 面容上挂着满满的喜色。 而当她看到李明如身后, 还跟着林小璐和阿赫后, 连忙脸色一变, 努力恢复成一副严肃的模样。 嗨嗨, 明如, 你来找本掌门坐身在弟子面前, 李明如也变得毕恭毕敬起来, 携带的弟子都定下了吗? 定下了一些。 叶青鸾不明所以道, 本掌门准备带陈念云和于楚楚前去。 哦, 这样啊, 那可否再加几人李明如问? 加谁? 李明如笑了笑, 加上小璐和阿赫吧。 叶青鸾听完一正, 随后有些疑惑地看向李明如。 开玩笑, 要是带阿赫什么的也就算了, 带领小璐去那自己一路上不得被折腾死, 叶青鸾当即就要拒绝, 可李明如却冲她一阵挤眉弄眼。 叶青鸾瞬间看懂她的意思, 然后微微思考起来。 李明如背对着两个徒弟, 继续对她挤眉弄眼。 叶青鸾看到这里, 才勉强点了下头, 随后, 她便看向林小璐和阿赫开了口, 小璐, 阿赫, 三日后, 你二人便和陈念云与楚楚一起, 随本掌门去昆仑交流, 一路上要抱着学习的态度, 知道麻蚁旁的李明如也是严肃道, 小璐, 这次你要好好学会和师妹相处, 如若再欺负师妹, 为师舍不得揍你, 掌门可不会。 叶青鸾文言连忙帮枪点头, 明如说得没错, 小璐, 本掌门打人的时候特别凶残, 而且还不讲道理, 你要小心一点。 林小璐, 阿赫乖巧地到了声势, 而林小璐却有些焦急地喊道, 我不去, 我这刚回来半个月都不到, 怎么又出去, 铜儿的太极拳我还没教诲呢? 那就把铜儿也带去。 叶青鸾当机立断地说道, 林小璐。 场中, 李明如和叶青鸾一唱一和, 配合得相当默契, 最后, 李明如更是要阿赫先回去, 然后招呼林小璐进屋。 阿赫有些担心地看了林小璐一眼, 随后默默转身离开。 而林小璐踏进青鸾殿后, 叶青鸾抬手一挥, 直接关上了大门。 呵呵, 林小璐, 你也有今天。 叶青鸾大咧咧地网摇椅上一躺, 然后一边包橘子一边坏笑, 跟本掌门去昆仑, 你最好听话一些, 本掌门可是原因, 杀人不眨眼。 林小璐, 这话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 他正猛逼着, 一旁的李明如却突然开口笑道, 小璐, 为师要交给你一个特殊任务。 林小璐一愣, 瞬间抬头。 什么任务啊, 老大李明如沉思了一下, 随后又看了一眼叶青鸾, 见叶青鸾点头后, 他才缓缓开口道, 为师要你观察阿赫。 林小璐, 心思灵敏的林小璐忽然心头一惊, 瞪大眼睛道, 阿赫有问题听到他的话, 李明如和叶青鸾没有立刻回答, 叶青鸾迟疑了一会儿才开口道, 小璐, 我用明昏术查看过阿赫的记忆, 他应该是没问题的。 没错, 为师也问过话, 阿赫确实没有问题。 林小璐, 他猛猛地看着面前这俩人, 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 这都没问题了, 干啥还要自己观察他, 你们大人心思都这么复杂的吗? 殿堂内, 李明如耐心问道, 小璐, 你发没发现, 阿赫对你很感兴趣发现了呀? 这有什么的, 我长得好看呗。 李明如? 叶青鸾看了李明如一眼, 捂着嘴咯咯直了。 你这小徒弟跟你一样自恋。 有些无奈的李明如不打算再继续绕弯子, 直接开口道, 小璐, 为师和掌门其实一直觉得阿赫有些不对劲, 但他的每个回答都天衣无缝, 就连冥魂术都查不出来。 正好这次昆仑交流, 你又和阿赫发生了争执, 所以为师便决定顺其自然, 让你带着阿赫和掌门一起去昆仑。 而这样做, 有三点原因。 李明如竖起三根手指, 非常耐心地解释道, 第一点, 昆仑路途遥远, 你, 于楚楚, 铜儿都不会飞, 所以, 掌门只能带你们骑马, 或者驾车前去, 至少也得要两个多月才能抵达, 你会有充足的观察机会。 第二点, 为师这几日发现阿赫对你很感兴趣, 因此你去, 他就一定会愿意去。 而且, 一路上他应该会经常性地跟你接触, 所以, 你是最容易发现问题的人。 第三点, 如果阿赫真是别有用心之徒, 但他被带出峨眉, 就注定翻不起什么大浪。 而小鹿你也不用怕, 掌门是原因, 就算阿赫有什么手段, 有掌门在, 阿赫也伤害不了你们。 场中, 林小鹿猛猛地听完这一番长篇大论, 小脸上有些疑惑, 为啥不让掌门姐姐观察我看到, 他就想吐。 嗨嗨, 李明如咳嗽了一下, 然后冲他一阵挤眉弄眼。 他的意思是, 你掌门什么脑瓜, 你心里没数吗? 让他去观察他能观察出个毛。 林小鹿看着冲自己挤眉弄眼的老大, 疑惑道, 老大你眼睛咋了可嗨嗨。 李明如再次咳嗽起来, 然后麻溜地抬眼望天。 其实, 他做这个决定还有一个原因, 只不过他没和林小鹿说, 那就是林小鹿一走, 自己又可以清闲好一阵了第二日, 通妖风。 罗刹鬼婆, 我就要和掌门一起去昆仑了。 而且, 我还带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这个任务事关峨眉的安危, 并且我老大说了, 只有我才能完成。 所以, 昨天掌门和老大都紧紧握住我的手对我说, 至尊, 拜托了。 唐欣闻眼撇了撇嘴, 一脸不幸。 他和小鹿一起坐在金甲大王八的王八壳上, 舒服地伸展着长腿晒太阳。 今天没去教你那小徒弟练功唐欣看着少年打句道。 没, 今天让童儿休息一天, 我也休息一天。 林小鹿大咧咧地往王八壳上一躺, 脑瓜枕在胳膊上, 白皙的皮肤在阳光照耀下, 微微反光。 过了一会儿, 他扭头看向唐欣问道, 罗刹鬼婆, 要不你和我们一起去昆仑吧。 哦, 你不怕我再揍你不怕, 现在的我已经长大了, 你打不过我了。 林小鹿自豪道, 也就是我贼他妈懂事, 不然我早就把你屁股抽肿了。 唐欣脸色一红, 没好气地踢了他一脚。 你下次再跟师姐说这种胡话, 师姐就去找李长老打小报告。 说完, 唐欣又好气得看了看他。 为什么? 你会想让我陪你一起去昆仑林小鹿 听到这个问题后, 心事一愣, 随后挠了挠头。 我也说不上来, 就是觉得天天在外面跑, 都没时间找你玩, 然后就有点想你。 唐欣, 他诧异地看了林小鹿一眼, 明媚的双目中起了一丝疑惑。 小鹿, 你是不是觉得师姐长得很好看, 所以见不到师姐我, 就会经常挂念着怀疑林小鹿春心萌动的唐欣, 语气委婉地说道。 你平时可以把注意力多放在别的方面, 虽然你这个年纪的孩子, 好像确实容易对比自己大一点的姑娘产生感情, 但这只是暂时的, 等你再大一些, 就会喜欢比自己小的姑娘了。 林小鹿听得一脸猛逼, 罗刹鬼婆在说啥, 虽然自己好像是挺喜欢跟他玩的, 但自己从没觉得, 他好看好吗? 他也就比阿赫好看一点, 跟妙星师姐, 掌门姐姐一样, 丑兮兮的。 现在的女生, 为什么都这么自以为是呢? 别人喜欢跟女玩, 就是觉得你好看吗? 真是奇怪。 他看着唐欣在那一个劲地分析, 翻了个白眼, 然后看了看天色催促, 该吃午饭了, 今天我想在通腰的膳食堂吃饭。 说完, 林小鹿就麻溜地从王八壳上跳下, 然后非常自然地朝唐欣伸出了手。 唐欣也没多想, 牵着她的手就跳了下去。 而刚一落地, 他才猛地回过神来, 兔子受惊式地松开小鹿。 阳光下, 他看着林小鹿 开心往膳食堂跑去的身影, 连忙拍了下自己的额头。 唐欣啊唐欣, 小鹿已经不是小孩了, 你要注意你的行为举止。 认为自己被一个小弟弟喜欢的唐欣, 心里乱糟糟的, 他觉得这件事情, 有必要跟小鹿说清楚, 但想了想, 又觉得面对他自己说不出口, 要不去找李长老, 算了算了, 这种修人的事情自己跟李长老也说不出口啊, 回头自己还是去找妙欣谈谈吧。 心思细腻的唐欣这般想到, 下午十分金黄色的葵花地理。 真的, 李妙欣面带惊喜地看着唐欣, 唐欣猛猛地看着李妙欣。 妙欣你怎么好像还挺高兴的, 我当然高兴啊。 李妙欣拉着唐欣笑道, 小鹿要是针对唐欣世界有意思, 正好你俩可以做道理啊。 唐欣, 臭妮子, 你现在都在想什么呢? 唐欣没好气瞪着李妙欣道, 小鹿对我来说就是个小弟弟啊, 我比他整整要大十几岁。 哎呀, 这有什么的? 李妙欣拉着唐欣, 在葵花地理边走边笑。 我师尊还比掌门大唐欣, 自知诗言的李妙欣连忙改口。 我是说, 年龄在咱们之中根本算不上什么的。 再说了, 我小师弟现在实力不强吗? 大师兄都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哎呀, 这不是实力的问题了。 唐欣一脸纠结, 那唐欣师姐是觉得他长得不好看也不是了。 唐欣低着头, 窝弄着裙带道, 我一看到他, 我就, 我就。 你就什么李妙欣好奇询问? 我就自动代入到他小时候。 唐欣尴尬道, 妙欣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我一看到小鹿, 就会自动看到他小时候插着腰, 哈哈傻笑的样子, 这你让我怎么接受他吗? 李妙欣文言端着下巴, 微微沉思了一下。 也是哈, 虽然小鹿现在十六岁了, 但我看到他, 好像也会自动看到他小时候的样子。 对啊, 唐欣郁闷地说道, 今天中午我跟他吃饭, 我发现他对我特别热情, 我用过的汤勺他都会用。 李妙欣文言一愣, 随后吃一道。 我去找小鹿谈谈, 让他趁早死心额, 唐欣文言却又有些犹豫, 脑海里忍不住又想起林小鹿的样子。 他想到当年在大月, 中秋灯会, 八岁的林小鹿戴着老虎面具吓唬人。 又想到在红鹿寺的客房, 他犯错被自己打了屁股, 然后一边哭一边啃猪蹄。 想到他那时候可怜兮兮的模样, 唐欣忍不住脸红了一下, 好看的红唇都微微弯了起来。 一旁的李妙欣冲他挥了挥手, 没反应。 再挥, 还是没反应。 喂? 啊! 唐欣吓了一跳, 回过神来, 随后看着李妙欣迟疑道, 妙欣, 我想了一下, 要不你还是先别跟小鹿说了吧。 师姐你改变主意了李妙欣问。 没, 就是, 就是, 唐欣想了一阵, 然后忽然眼前一亮, 小鹿不是要去昆仑交流了吗? 据说要做一个很艰难的任务, 你先别跟他说, 我怕现在说了他的心性受到影响, 还是等他从昆仑回来再跟他说吧。 李妙欣文言恍然大悟地嗡了一下, 然后上下打量着面前的唐欣, 吸了吸小鼻子。 唐欣师姐, 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唐欣? 有吗? 什么味道李妙欣奄然一笑? 心动的味道呀? 唐欣一愣, 随后羞愤地挥起小拳头, 小逆子你学坏了, 居然敢嘲笑师姐, 逃打。 哎呀, 师姐我错了, 哎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师姐你别, 哈哈哈哈, 别挠我痒痒痒的姑娘嘻嘻哈哈地打闹在金黄色的葵花地中, 一时间春光明媚, 美不胜收。 三天后, 青鸾殿, 这次本掌门带你们去昆仑, 主要是去和昆仑的弟子交流学习。 你们中除了童儿入门叫完以外, 其他人都是我峨眉年轻一代的杰出者, 到了那里以后, 一定要拿出峨眉弟子该有的风采, 明白吗? 明白。 林小璐跟着陈念云一同大喊, 叶青鸾看着这几个优异的少年人, 颇为满意地点了下头, 随后便招呼几人, 随自己下山。 这次, 他刻意没有再用玉如一带他们而去, 反而是提前让弟子, 备好了两辆马车。 对于这个决定, 陈念云和于楚楚虽然有些疑惑, 但却是一致赞同, 他们很久没有这样下山了, 因此, 坐马车对他们来说就很新奇, 毕竟一路上游山玩水, 想想都开心。 而对于不坐玉如一飞过去, 叶青鸾的解释, 是想让他们多看看凡尘俗事, 历练一下心境。 当然实际上, 其实就是他自己想多玩两天, 另外可以让林小璐有充足的时间观察阿和。 不久, 四匹高头大马, 拉着两辆马车并排而行, 呼啸着出了山门, 几人中只有林小璐和童儿会驾马车, 故他俩主动担任起了马夫, 林小璐为叶青鸾驾马, 童儿则驾驶另外一辆。 掌门的逼格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叶青鸾独自一人享用一辆马车, 车厢里围满了各式各样的水果。 而林小璐给他驾马也很开心, 因为叶青鸾隔三差五, 就会拿一些瓜果点心, 然后从车帘内伸出手来给他投喂。 掌门姐姐, 阿乌巴唧巴唧, 帅帅鸾不愿意跟我, 阿乌巴唧巴唧, 不愿意跟我出来, 他好像, 阿乌巴唧巴唧, 好像很怕你, 阿乌巴唧巴唧, 哎呀呀, 掌门姐姐别塞了, 塞不下了。 林小璐的脸颊鼓成了一个球, 仿佛随时都要撑爆了一样, 而且因为嘴巴里东西实在太多, 一说话, 蜜贱草莓杏仁糖啥的都开始往外露。 林小璐都无语了, 他发现掌门也太能吃了, 比自己还能吃。 昨天的时候他听老大提过, 掌门有一个专门存放零食水果点心的那间, 这梅纳戒据说内部空间非常巨大, 足可以容纳半个东海, 而且还有保鲜的作用, 食物装在里面永远不会变质, 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宝物。 此刻, 叶青鸾从车帘内伸出小脑瓜, 揪着林小璐的小耳朵笑道, 你不是号称鹅眉大卫王吗? 怎么吃东西怎么慢? 林小璐闻眼扁了扁嘴, 然后看了看一旁陈念云, 于楚楚, 掌门姐姐,你说阿赫要是真有问题的话, 我的徒儿和义子会不会有危险啊? 扑痴,有我在呢?你怕啥? 叶青鸾似乎是难得跑出来玩, 所以显得有些激动, 他伸出手拽住林小璐的两只耳朵, 开心地大喊, 驾驾! 小璐快跑! 驾! 林小璐! 见林小璐不搭理自己, 叶青鸾揪着他的耳朵, 开始左摇又摆起来, 一边揪还一边嘟囔道, 小璐你没有小时候可爱了, 现在你越来越想明如了, 都不跟我说话的, 林小璐的耳朵任由他揪着, 一边甩动缰绳, 架码一边好奇, 老大不愿意跟掌门姐姐说话吗? 对啊, 叶青鸾提起李明如, 就忍不住拱了拱鼻子, 撅着嘴气道, 他每天不是喝酒就是看书, 跟个大傻子一样, 什么事都不管, 全都交给我, 真讨厌, 林小璐闻言没说话, 老大的事情, 他不好多问, 见他不说话, 叶青鸾则继续笑道, 你还在担心陈念云和童儿挨领小璐, 你咋不担心楚楚的林小璐, 见他这副模样, 笑点, 极低的叶青鸾, 再次笑了出声, 随后抬起小下巴傲娇道, 本掌门可是原因哦, 方圆百里, 有人动用灵力, 本掌门立刻就能感知到, 阿赫如果真的有问题, 想要害人, 在本掌门面前, 根本就没有出手的机会, 林小璐常常地嗡了一声, 有一说一, 他没见过叶青鸾出过手, 而他也是打心底里觉得, 掌门姐姐从头到脚, 就没有一个地方向强者的, 真就是那种, 让人觉得打一拳能哭好久的女孩, 荒野之外, 两辆马车并驾齐驱, 继续一路前行, 林小璐和叶青鸾, 也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最终在中午时分, 抵达了离峨眉最近的凡间国家, 秦国, 人来人往, 络绎不绝的秦国关口, 商贩, 游人, 脚夫等各种职业的人正在排队入关, 非常热闹, 林小璐和童儿的马车也在这时赶到, 御师徒俩同时停下马车, 从车上跳下, 陈念云, 阿赫, 叶青鸾也陆续从车上跳下来, 几人一起排在了队伍后面, 哈哈, 今天天气真好, 终于离开峨眉了, 叶青鸾一下车就开始大呼小叫, 跟个没见过市面的小姑娘一样, 颇有些人来风地笑道, 还是凡间的空气好啊, 还有这么多可爱的凡人, 他声音不小, 一时间惹得许多路人频频注目, 阿赫, 陈念云几人也是有些尴尬, 连林小璐都觉得怪怪的, 而几人刚想让掌门稍微低调一些, 叶青鸾却已经好奇地走向一个拄着拐杖, 走路一拐一拐的老大爷, 小孩, 腿瘸拉叶青鸾大咧咧地笑道, 林小璐, 其他人, 被称呼小孩的老者愣了一下, 然后他才面容古怪地看向眼前, 这似乎当自己孙女都嫌小的漂亮姑娘, 叶青鸾见他看向自己, 可爱一笑, 别怕, 本掌门可是仙人, 说完, 他随意地一挥手, 一股灵气, 直接覆盖在了老者的腿上, 起戏之后, 我的腿, 我的腿能动了? 周围排队的人都被老者的大嗓门吓了一跳, 纷纷看了过来, 而老者也是激动地热泪盈眶, 对着叶青鸾高喊, 仙家, 仙家呀, 小老多谢仙家, 人来疯的叶青鸾笑得花枝乱颤, 开心地扶老人家起身, 然后看向周围的行人们笑道, 诸位, 我是峨眉掌门叶青鸾, 今天心情甚好, 有求必应。 林小璐完全猛了, 和陈念云, 同儿, 于楚楚等一个个像傻子一样地站着, 就连阿赫都猛地说不出话来, 而下一刻, 他们才发现自己猛得太早了, 只见叶青鸾高高地抬起小手, 白嫩的小手上不断地开始喷涌金定, 周围的人们纷纷哄抢起来, 一边哄抢, 一边高呼感谢的话, 而叶青鸾则一边用那戒喷涌金定, 一边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千金难买本掌门开心, 今天本掌门下凡, 谁要金子白给。 中午时分, 秦国某客栈内, 兄弟们, 我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在我出发之前, 老大让我看着点掌门, 别让他太胡闹了。 饭桌上, 林小璐对着面前的陈念云, 于楚楚, 同儿, 还有阿赫说道, 几个少年少女听了林小璐的话, 纷纷扭过头, 看了看旁边桌子上大块朵银的掌门, 然后同时点头。 此刻, 叶青鸾正毫无淑女形象的胡吃海灾, 旁边还站着一个身穿龙袍, 不断擦汗的中年人。 你们离我那么远干嘛, 过来吃饭呀。 叶青鸾大咧咧地招呼道, 然后主动给林小璐盛了碗冬瓜排骨汤。 念云, 啊, 你俩虽然是住鸡, 可以不用吃法, 但这家店做得还挺香的, 都过来吃饭。 几人看了看叶青鸾身旁站着的秦国皇帝, 尴尬地过去坐下。 林小璐也是一脸无奈, 她今天才算是发现了。 自己这个掌门姐姐, 离开峨眉以后, 根本就是一个新的花蝴蝶, 而且比花蝴蝶更强, 更有钱, 还比自己能吃。 对此, 林小璐不经沉思, 掌门姐姐在峨眉的时候, 虽然也有些不着调, 但也没现在这么夸张。 难道说是离开峨眉, 来到凡间以后, 就打开天性了阿强。 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叶青鸾一边大口, 大口吃着红枣糕, 一边抬起美目, 看向旁边的秦国皇帝。 皇帝拒谨道, 回叶上仙, 刚才说道, 正不知几位上仙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哦, 这样啊。 叶青鸾笑道, 这次本掌门是带弟子们路过, 不用大动干戈, 凡事还是要低调一些才好。 一听这话, 林小璐几人直接就翻白眼了。 掌门啊, 你都低调地当街撒金钉了。 饭桌上, 叶青鸾继续笑哈哈地道, 这几年你接了你爹的位置, 把秦国打理得不错, 继续干, 本掌门看好你。 多谢上仙美誉。 皇帝面色古怪地说道, 那正就, 正就, 行了你回去吧。 叶青鸾挥了挥手, 随后又好像突然想起来了什么, 开口道, 本掌门撒下的金子是给平民的, 你可不许收回来。 上仙放心, 正向来爱民如此, 绝对不会做这等事情。 听到这话, 叶青鸾才满意地点了下头, 示意他可以走了。 不久, 皇帝和随行的侍卫离去, 而已经放飞自我的叶青鸾, 见他们一走, 立刻看向几个少年, 怎么样, 刚才本掌门是不是还挺有掌门风范的几人。 大伙继续吃饭, 陈念云见叶青鸾慢慢悠悠地吃着菜, 小心提醒道, 掌门, 我们还是快点吃吧。 不然按照这个速度, 感到昆仑估计要很久了, 怕啥, 大不了到时候咱们用玉如意过去。 说完, 叶青鸾就看着面前几个孩子笑道, 下午你们陪本掌门去逛逛吧, 本掌门好久没有逛街了。 一听逛街, 正在吃辣子鸡的林小璐立马来劲了, 他直接看向陈念云道, 二愣子, 我知道一个地方特别好玩, 我带你去玩吧陈念云一愣, 疑惑着问道, 哪里, 林小璐刚想说一会儿单独跟他说, 叶青鸾却突然凑了过来, 什么好玩的地方, 小璐,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去啊。 对啊师父, 徒儿也想去。 小璐师兄, 我们一起去吧, 人多热闹。 阿赫微笑道, 林小璐见大伙这么感兴趣, 脸色一僵, 连忙解释道, 那个地方女的是不能进的, 只有男的能进。 啊, 什么地方这么神奇饭桌上, 无论是叶青鸾, 还是阿赫, 于楚楚都非常好奇。 而林小璐刚准备搪塞过去, 从小在江湖上混大的甜头儿忽然猛猛地看向林小璐, 师父, 你说的地方, 不会是妓院吧少女们一听妓院二字顿时更疑惑了, 妓院是什么地方? 而林小璐刚想解释, 嘴快的甜头儿就继续开了口, 妓院就是的地方啊, 很多男人都喜欢去里面玩的, 那里面的女的啊, 听说都不穿衣服的。 场中猛的一镜, 叶青鸾, 阿赫, 陈念云, 于楚楚全都一愣一愣地看着林小璐。 而于楚楚在愣了几夕后, 也是瞬间反应过来, 气急败坏地瞪着她。 你居然想带念云哥去那种地方。 林小璐这会儿也有些猛, 妓院的女的什么时候不穿衣服了, 她挠了挠头, 却发现叶青鸾忽然抬起了好看的手。 下一刻, 一个外形彪悍的狼牙棒便出现在了她的仙仙玉手手中。 想不到小璐现在居然这么强, 面对掌门的本命法宝, 她居然还有力气惨叫。 是啊, 我师父的功力是真的高深, 真厉害。 哼, 有什么了不起的, 念云哥也至少能扛一下掌门的攻击。 集市上, 陈念云, 童儿, 于楚楚三人一边逛一边叽叽喳喳地闲聊, 而叶青鸾则不紧不慢地走在前面。 掌门, 为什么您的武器是狼牙棒啊, 和您的气质一点都不符合? 于楚楚好奇地问道, 问完后, 他发现叶青鸾没说话, 连忙又喊了两声。 掌门, 啊, 叶青鸾回过神, 随后笑音回了一句, 那是我当年准备用来揍某个大傻子的。 说完, 他就继续不说话, 不紧不慢地走着。 身后的三个于楚楚陈念云不知道, 此时的叶青鸾开了灵童, 眼中正专注地看着客栈内林小璐的厢房。 在那里, 被他打晕的林小璐正安安静静地躺在床榻上, 阿赫则是在一旁温柔地照顾他。 透过灵童, 叶青鸾看到阿赫正在用毛巾给林小璐擦脸, 然后又用灵力给他疗伤, 之后, 阿赫就静静地坐在床边, 守着林小璐。 见到这一幕, 叶青鸾不禁有些疑惑。 难道这小丫头真的没问题, 过了一阵, 他见阿赫还是那么静静地坐着, 便收回了目光。 反正林小璐虽然晕了, 但身体强度摆在那里, 阿赫不用灵力也伤不到他。 而只要阿赫用了灵力, 那自己立刻就可以感知到, 然后顺移过去。 收回目光的叶青鸾恢复状态, 这才带着身后三个少年人一起嘻嘻哈哈, 奔向了卖首饰和胭脂水粉的商铺。 而此时的客栈厢房内, 面容绝美的少女端坐在床边, 看着面前昏迷的林小璐, 微微翘起了红唇, 一段时间过后, 好疼。 小璐师兄, 你醒了阿赫见林小璐睁开眼, 有些不解道, 还疼得厉害吗? 我用灵力给你疗伤了呀。 说完, 他看了看林小璐肿起来的额头, 没敢触碰, 而是轻轻俯下身子, 吹了吹。 林小璐顿时感到脑瓜凉凉的, 舒服多了。 我想喝水。 嗯好, 我已经泡好茶了, 小璐师兄, 我扶你起来。 阿赫贴心地将林小璐扶起, 然后给他倒了杯凉开的茶水。 掌门姐姐太过分了, 都不听人解释的, 反正我是真没见过继韵的姑娘, 不穿衣服。 起身的林小璐嘟囔。 阿赫笑了笑, 没说话, 温柔地将茶水滴到他嘴边。 孤独好甜啊。 我放了冰糖和茉莉花。 阿赫笑道, 哦, 谢谢师妹。 林小璐没好意思, 一直让阿赫照顾自己, 伸手接过茶杯, 一边喝, 一边小心翼翼地看着面前的女孩。 见女孩一直笑盈盈地看着自己, 她觉得有些不自在。 师妹, 总是看着我干嘛因为小璐师兄好看啊。 阿赫直言不会地笑道。 林小璐文言愣了一下, 随后觉得自己无法反驳, 毕竟这话一听, 就是真心话。 她错开阿赫的目光, 嘴馋地喝着甘甜的茶水, 再次询问道, 阿赫, 你的全名叫什么我没有全名, 就叫阿赫。 少女微笑道, 我是在很小的时候被师父收养的, 那时候的我体质弱, 总是冰泱泱的, 我师父为我医治好身体后, 就给我取名阿赫。 因为赫是代表长寿的意思, 师父希望我能活得健康长寿。 哦, 林小璐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随后大咧咧地笑道, 你的名字取得也太含蓄了, 我都没猜出来是长寿的意思。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东营人, 他叫羽公千岁, 我估计他的名字也是长寿的意思。 哦, 那他后来怎么样了, 长寿了吗? 阿赫笑问。 长寿个毛, 他被自己的义父杀了, 十五六岁就死了, 死得特别惨。 阿赫文言吓了一跳, 美目睁大, 轻五红唇道, 他义父这么狠毒, 连自己女儿都杀林小璐文言, 身体微微前倾, 靠近了阿赫几分, 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阿赫也觉得, 他的义父很毒吗? 肯定很毒啊。 少女开口说道, 虎毒尚且还不食子, 虽说是义女, 但这也太可怕了。 说完, 阿赫便好奇地看着林小璐, 小璐师兄, 是那个千岁做错了什么事情吗? 他的父亲要杀他乡房内, 林小璐没有立刻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一眨不眨地看着阿赫的眼睛。 两久, 他才收回目光, 面无表情地开口道, 他没有做错什么, 只是立场不同而已。 如果我是东营人, 我觉得, 我会因为他的死而无比悲痛, 毕竟对于东营来说, 他应该是一个好女孩。 但我是神州人, 站在神州的立场上。 我觉得, 他, 和他的整个民族, 都不该存在。 床榻上, 阿赫静静地看着林小璐。 许久, 他忽然展颜一笑, 小璐师兄, 原来也是一个可以站在别人的立场上, 考虑问题的人。 那当然, 无形中已经接受阿赫的林小璐孝道, 我以前认识一个很有学问的小和尚, 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优点。 能跟小璐师兄相识的和尚, 那一定是位佛门高僧。 什么时候小璐师兄也介绍给师妹认识认识被阿赫很会说话地夸赞道。 哈哈, 好说, 等无垢从天竹回来, 我就去找他玩, 到时候, 我带你一起去。 厢房内, 林小璐开始和阿赫夸夸其谈自己下山游历三年的故事。 此刻的他, 已经开始接受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师妹。 次日, 清晨, 叶青鸾从打坐中睁开双眼, 然后舒服地伸了个懒腰。 他感受了下灵力, 察觉到陈念云, 于楚楚, 还有阿赫都在修炼, 便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些孩子真懂事, 比自己当年勤快多了。 扶下一枚洗尘丹, 叶青鸾便麻溜给自己穿上白色的绣花鞋, 背着小手离开房间。 而刚一离开房间, 他就听见楼下大堂传来了说话声, 徒儿, 我们跑完步一定要多吃一点哦, 这样才能把肌肉练出来。 你的胳膊都没阿赫他们大腿粗, 这样走出去没有威慑力的。 师父, 你的胳膊也没有人家大腿粗啊。 所以, 我每天都在练啊, 就是想把胳膊练得跟别人大腿一样粗, 那样走出去才罢气。 大堂内, 林小璐和田豚两个人刚跑完步, 此刻正在风卷残云室的进食。 他的面前叠满了高高的盘子, 碗, 还有盛放小笼包和汤脚的蒸笼屉。 田豚这两天也是食量暴涨, 面前也叠了两个空碗。 见到这一幕的夜清卵无奈, 然后嗡哼一声, 清了下嗓子。 嘴里塞满食物的林小璐抬头一看, 连忙笑嘻嘻地拜见, 掌门姐姐早。 田豚也停下进食, 恭敬拜见到掌门早。 夜清卵傲娇地点了下头, 背着小手下楼。 你们俩刚出去锻炼了对啊, 掌门姐姐你吃啥, 我去让伙计坐。 小璐不用, 我吃水果。 夜清卵来到桌边坐下, 然后看着疯狂进食的林小璐, 有些欢喜到, 本掌门一大早上醒来, 就发现你们每个人都在刻苦修炼, 特别欣慰。 嘿嘿, 那是。 少年的嘴里塞满了食物, 有些含糊不清道。 我昨晚又练了一整夜的折笼睡当工, 张真人都说我很有回根。 我觉得我再这么练下去, 很快就能达到老牛逼劲了。 夜清卵, 一旁的田豚儿也停下了进食, 脸上写满了疑惑。 师父, 老牛逼劲是什么? 这是为师给舞者创立的一个境界。 说完, 林小璐鼓励地拍了拍豚儿的肩膀, 加把镜豚儿, 有为师的教导, 用不了多久, 你也会成为小牛逼劲的。 一旁的夜清卵, 听得整个人都梦了, 心想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而他刚想说些什么, 陈念云和于楚楚从楼上走了下来。 掌门凿, 掌门凿, 夜清卵笑盈盈地对他俩一一点头。 刚修炼完的陈念云下楼后, 看了看林小璐面前叠起来的碗, 好奇地数了数, 然后一脸惊叹, 鹿啊, 不愧是你啊, 真能吃? 那肯定。 林小璐大大咧咧道, 能吃是福, 我爹说的。 这一点本掌门完全认同, 夜清卵嘻嘻哈哈地掏出一根香蕉, 一边包一边对几个少年笑问, 你们吃香蕉吗? 场中几人一起摇头。 不久, 阿赫也从房间内走出, 他温柔地拜见了夜清卵, 又和林小璐打了声招呼。 满满一桌子人, 有说有笑地聊了好一会儿, 待吃饱喝足后, 才离开客栈, 准备再次出发。 小璐, 马车前, 夜清卵忽然从那界里, 掏出两个彩色的小风车。 掌门姐姐, 你哪来的风车领小璐疑惑? 昨晚上买的, 好看吧? 嗯嗯, 好看。 林小璐听话地, 将两个彩色风车, 插在马车车员的两边, 和同而再次并排驱使。 还别说, 马车一动, 一左一右两个彩色小风车, 立刻开始滴溜溜转了起来, 让林小璐都觉得有些童趣可爱。 车厢内的夜清卵, 把帘子绑在两边, 然后抱着半个西瓜, 一边用勺子挖, 一边看着风车笑道, 我小时候最喜欢玩风车了。 掌门姐姐, 你小时候也这么喜欢吃吗? 林小璐问。 夜清卵嘴巴里塞着西瓜, 鼓着粉粉的脸颊连连点头。 对啊,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零食, 还喜欢玩风车。 宽阔的官道上, 林小璐驾着马车, 夜清卵则仿佛回忆到过去一样, 开心笑道, 我记得我有一次, 因为偷撤师傅祭拜祖师爷的糕点, 被师傅骂哭了, 然后你老大就给我买了个很好看的风车, 我就可开心, 拿着风车再寻到桥上到处跑, 看着风车转。 林小璐听到夜清卵的童年不禁有些好奇, 扭头询问道, 掌门姐姐, 我老大是不是比你大很多岁啊? 实际不是, 他只比我大两岁。 啊, 林小璐愣了一下, 心中顿时更加疑惑了。 自己老大不是三百年前就扬名天下了吗? 而听师姐说, 掌门姐姐才修行了二百多年。 那他如果跟老大只相差两岁, 那之前的一百多年他都在干嘛吃水果。 再说了, 自己老大看起来都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了, 虽然确实很帅, 也很有魅力。 估计自己跟他比, 也只能五五开, 但掌门姐姐看着也就二十出头啊。 似乎是看出了林小璐的不解, 坐在车厢口的夜清卵, 笑嘻嘻往他嘴里塞了没包好的荔枝, 然后坏笑着问, 小璐, 是不是很好奇你老大和本掌门的事情? 林小璐含着甜津津的荔枝点头。 哼, 小屁孩, 大人的事情不要多问。 叶清卵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 吓唬道, 现在本掌门越看你越像师弟年轻的时候, 所以, 你最好乖一点。 不然哪天本掌门看你不顺眼了, 就拿你威胁师弟。 啊, 掌门姐姐, 你拿我威胁老大林小璐猛逼道。 你想威胁老大什么当然是让他娶, 林小璐。 叶清卵画到嘴边连忙改口, 脸红红地娇笑道, 当然是让他去给我找好多好多徒弟, 然后振兴咱们鹅梅拉林小璐。 他觉得掌门姐姐这断句和语气有些怪怪的, 但又说不上来哪里管。 不过他比较心大, 想不通就索性不想了, 毕竟他还挺喜欢和掌门姐姐打交道的。 掌门姐姐和他印象中那种古板的前辈高人不同, 他是一个具有超强实力, 却心思极为简单纯净的人, 和这样的掌门相处一点也不累, 反而跟朋友差不多, 相比之下, 像鼠山的司徒掌门, 全真的留掌门, 那些掌门看起来就要严肃多了, 自己如果和他们相处, 估计会很有压力, 而林小璐讨厌压力。 一天的时间内, 马车飞驰个不停, 中午几人也没停下来休息, 叶清卵直接用水果零食点心, 喂饱了林小璐和童儿, 然后一路前进, 最终在天黑之前, 几人驶出了秦国, 来到了一处依山傍水的无名山落, 夜晚, 橘黄色的篝火被寒风吹得不断抖动, 叶清卵, 陈念云, 阿赫, 田托儿, 以及于楚楚五人, 正团团围坐在篝火边, 听着林小璐讲故事。 那, 是一个月黑, 风高的夜晚, 我当时已经睡着, 呼觉尿意上涌, 便迷迷糊糊地起床, 一个人去了漆黑的茅房接手, 而正当我上到酣畅淋漓之时, 突然, 一个黑影从我面前闪过, 于楚楚吓得一把捂住脸, 把脸都埋在了陈念云怀里。 陈念云双手张开, 表情稍微有些尴尬, 然后看了看一旁磕瓜子的掌门, 见掌门没说啥后, 这才没把于楚楚推开。 师父, 后来呢, 你见到鬼了吗? 童儿津津有味地问。 别打岔。 林小璐继续说道, 当时, 我看到那个黑影以后, 直接就吓了一跳, 连忙想要提起裤子走人, 可你们猜怎么着怎么着, 磕着瓜子的叶青鸾, 很配合地问道。 陈念云和阿赫也好奇地看着他。 林小璐见大家都感兴趣, 顿时神秘兮兮兮地一笑。 我发现, 我的裤子, 不知何时, 已经被提上了。 所有人, 扑吃哈哈哈哈叶青鸾听得哈哈大笑, 那个茅房里的鬼, 就帮你提了个裤子, 扑哈哈哈哈, 笑死本掌门了。 其他人也都忍不住乐出声来, 搞得林小璐都有些猛。 你们不觉得恐怖吗? 鬼帮我提裤子啊? 这有什么恐怖的? 叶青鸾磕着瓜子翻着白眼, 一脸不屑道, 鬼呀什么的, 要是遇到本掌门, 一巴掌就能把他呼得魂飞魄散。 对啊, 而且那个鬼一看就修为不高, 估计我都不需要拔剑, 就能将他斩杀。 陈念云说道, 少年们纷纷对林小璐讲的故事表示不屑, 只有童儿一脸崇拜的道, 真不愧是我师父, 上个茅房都有鬼主动来帮你提裤子, 师父你真厉害。 林小璐一脸尴尬, 挠了挠头没说话。 篝火旁, 叶青鸾从那戒中抽出一根长长的甘蔗, 一边用灵力削干这皮, 一边对林小璐指挥道, 小璐子, 那边有条河, 你去给我打些水来, 我要泡脚。 林小璐? 掌门姐姐, 你用洗尘单就好了呀, 干嘛那么麻烦, 还要泡脚? 泡脚舒服呀, 你去不去, 不去我揍你哦。 叶青鸾提着甘蔗棍傲道, 林小璐? 掌门我来吧。 鸟儿撸起袖子, 主动想要帮忙, 叶青鸾却摆了摆手, 鸟儿没事, 这种粗活让男孩子来救城, 小璐快去, 本掌门一会儿给你吃甘蔗。 林小璐撅了撅嘴, 没好气地拿起叶青鸾, 从那界内取出来的铁盆, 然后去旁边的河边打水。 掌门姐姐就是故意的, 她气呼呼地想着, 一路上掌门从来不安排其他人干活, 什么事都让自己干, 仗着修为高就欺负自己。 想想当初自己和阿宁, 吴购, 花蝴蝶, 帅帅鸭一起纵马江湖, 自己是妥妥的主心骨, 哪里需要干这种活? 再想想现在, 爱真是适风日下。 心怀悲剧的她, 在小河边咬了盆水, 然后回到篝火旁, 将铁盆架在篝火上煮, 叶青鸾则坐在一张板凳上, 背靠密铃, 翘着腿, 悠哉悠哉地啃甘蔗, 一边啃还一边笑道, 小鹿你吃干这吗? 蹲在篝火旁的林小鹿气道, 我不吃。 哟, 你还跟本掌门生气 叶青鸾大眼睛一眯, 坏笑着威胁道, 小鹿子, 信不信本掌门教你做人林小鹿? 一旁正在给陈念云捏尖的于楚楚, 听到这句话后, 立马开始期待地等待着。 而童儿正在和阿赫一起 窃窃私语说着话, 童儿见掌门说要揍林小鹿, 吓了一跳, 想去求情, 阿赫连忙拦住他, 贴身在他耳边笑道, 别担心, 咱们掌门最疼小鹿师兄了, 他只是在吓唬他我而已。 夜晚的篝火照耀下, 林小鹿端着煮好又放温的洗脚盆, 一直端到叶青鸾脚下。 叶青鸾坐在长条板凳上, 扶着下巴笑一鸣地看着他。 你小的时候, 明如经常跟我说起你, 说你如何如何调皮, 如何如何没大没小, 我倒觉得挺好的, 现在的小鹿看起来懂事多了。 林小鹿一脸不屑, 抱着胳膊撇嘴道, 我狠勇得好不好, 只是掌门姐姐, 你对我还不错, 老大对我也很好, 我才勉强给你端个洗脚水, 要换成于楚楚那样的, 我早喂他喝了。 一旁的于楚楚, 夜青鸾文言, 红唇抿了抿, 笑意怎么也止不住, 随后脱下鞋袜, 将白净的小脚丫放进温水中, 开心地泡了起来。 嗯, 难得泡一次, 脚真舒服, 从明天开始, 我每天都要泡脚, 小鹿你就负责给本掌门 打洗脚水吧, 本掌门给你买糖葫芦。 林小鹿, 他一脸无奈, 起身道, 掌门没啥事, 我去和童儿练功了。 去吧去吧, 夜青鸾甩了甩手笑道, 然后眯着眼, 继续享受起来。 荒郊野岭的夜晚, 林小鹿和童儿相互马步, 一边渣孩, 一边交流习武的心得。 陈念云则和于楚楚腻歪在一起, 二人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总是传出一阵阵的欢声笑语。 夜青鸾一边泡着脚, 一边专注地啃着甘蔗, 到后面还开始拿脚踢水玩, 幼稚地不行。 而阿鹤则安安静静地坐在一块铺垫上,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 此刻的他也有些感叹, 觉得峨眉的气氛是真的好, 给人一种很温馨的感觉呢。 次日, 中午时分, 峨眉地界以外, 某凡间小郭, 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的官道上, 林小璐和童儿一人牵着一辆马车徒步赶路。 今天也不知是什么节日, 官道上人特别多, 这种情况下不适合坐马车, 所以这对小师徒俩就牵着马走了。 而夜青鸾则在小璐牵着的那辆马车车厢内, 叫于楚楚、陈念云、 还有阿鹤一起玩马雀牌。 今天天气不错, 阳光也好, 林小璐牵着马, 一边走一边和童儿嘻嘻哈哈地说笑, 聊得兴起。 而在他俩开始讨论晚上吃什么时, 远处却传来了敲锣打鼓, 诵经吟唱的声音。 师徒俩立刻点起脚尖, 往远处望去, 很快便看到一对僧侣从远处走来。 这对僧侣人数不少, 一眼望去, 估计得有十多个人, 每个人都戴着黄色的巨大机关状帽子, 披着红色袈裟, 一个个敲锣打鼓吹唆唸念金咒, 中间的几个僧侣, 还抬着一个似乎用黄金打造的架子, 架子上正坐着一个被黄色纱布笼罩, 叫人看不清楚相貌的老和尚。 而此刻这对僧侣一出场, 周围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兵, 都立刻停止了玩闹, 毕宫毕竟在街边磕头跪拜, 口中高喊拜见国师。 看到这一幕的田团一愣, 随即猛猛地问向林小璐, 师父, 我们要让道马林小璐此刻也有些猛, 毕竟他们两辆马车并排是堵住官道的, 确实应该让道。 他想了下, 准备问问掌门, 结果刚一转身, 车帘却先一步打开, 陈念云和阿赫便直接从车上跳下。 你俩怎么下来了林小璐, 看着这俩人一脸猛逼, 不知道他俩下来干嘛。 他好奇地看了看车厢, 发现车厢内叶青鸾正悠哉悠哉地拿小刀, 在麻雀牌桌上切菠萝。 陈念云跳下马车, 站在林小璐身边, 然后看着迎面走来的僧侣, 跃跃欲试地开口道, 掌门说, 这些人身上有妖气, 让我们历练一下。 林小璐, 车厢内切好菠萝的叶青鸾分给鱼楚楚一块, 然后对猛逼的田团招呼道, 团快上来吃菠萝。 田团猛猛地嗡了一声, 随后看向林小璐, 师父, 那我先上去了嗯嗯上去吧。 林小璐无奈地摆手道, 他觉得和掌门姐姐出来以后, 遇到很多事情都变得特别随意了。 就比如说这些僧侣, 要是放在之前下山那会儿, 自己和阿宁肯定看不出来他们身上有妖气, 花蝴蝶的脑瓜肯定也看不出来, 估计只有无垢和帅帅鸭能看出来。 而即便他俩看出来了, 也注定会和周家村差不多, 经历一场恶战。 但现在, 自己跟掌门姐姐出来就不一样了, 虽然还是要打架, 但就感觉很惬意, 掌门的语气也不像是让自己去历练, 去战斗, 反而悠闲地像是喊自己去吃午饭。 他看了看正津津有味吃着菠萝, 期待看打架的掌门, 只感觉自己整个人都不太好了。 这都是什么事儿啊? 场中, 林小璐、陈念云、 阿赫三个人并排而立, 直接挡住了这对僧侣的去路。 而面对这三个拦在路中间的少年人, 敲锣打鼓, 诵经吟唱的队伍也直接停了下来。 原本热闹的声音突然停下, 街道忽然变得有些诡异。 两久, 一个听不出是从何处传来的声音响起, 三位小施主为何拦住平僧的去路林小璐, 陈念云、阿赫三人还会说话, 车厢内的叶青鸾就忽然打了个响指。 下一刻, 整条街道就被一抹无形的光亮包裹, 就连地面都裹上了光亮, 街道旁的凡人也是全部被隔绝在外。 随后, 嘴里塞满菠萝的叶青鸾就含糊不清地说道, 不用搭理这妖怪, 直接砍。 众僧吕, 众僧吕听到叶青鸾的话还未反应过来, 林小璐就直接冲了出去, 整个人抬手从淡蓝色空间中抽出大根青铜器, 嗷嗷大叫地飞奔。 吼吼吼吼看到, 看着他豪情万丈勇敢之前的背影, 陈念云和阿赫愣了愣, 随后也同时飞出。 小璐师傅冲啊, 念云哥最强了。 马车内, 童儿和于楚楚相互为林小璐和陈念云大声助威, 而吃着菠萝的叶青鸾则专注地看着阿赫。 他想看看, 阿赫的手段是什么? 几戏之后, 扑斥, 一名僧侣应声倒地, 尸体躺在地上, 幻化成了一只蝎子。 扛着大根青铜器的林小璐, 看到蝎子后, 嘖嘖称奇。 原来这些僧侣还真是妖怪啊, 掌门姐姐果然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一眼就看出他们不是人。 高空中, 陈念云和阿赫正联手对战那个所谓的国师, 此刻的国师已经察觉到不对, 但面对陈念云和阿赫的夹击根本无法脱身, 只能不断周旋。 啊啊啊, 念云格好帅, 太厉害了。 啊啊啊, 我师父更厉害。 师父万岁。 车厢内, 童儿和于楚楚一阵大呼小叫, 仿佛在比谁嗓门大一样, 而叶青丸的目光则始终放在阿赫身上, 可看了许久, 他都依然没看出什么问题。 他和李明如并不知道北川的觉学是何, 而阿赫自己说过, 北川老人的觉学是一门名为北渊觉的灵法, 但他还未来得及学会北川老人就先试了, 所以, 他这会儿运用的都是非常普通的灵法 在整体实力的表现上 根本无法和陈念云相提并论 难道阿赫确实是好人叶青鸾 有些疑惑地想着 如果他是假扮的 那和人动手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影子 可现在自己却丝毫看不出 他的确切失门 难道真是自己和师弟 想错了叶青鸾不解地想着 天空中 这个凡间小国的妖怪国师 以一敌二依旧不落下风 俨然是一位助击已久 实力接近结单的大妖怪 而林小璐在街道中央击杀所有普通僧侣后 也跟着看向了天空 接着 他见陈念云和阿赫还在苦战 立刻邪魅眷狂地一笑 然后猛地一甩手 咻 可无限延长的幽州大索 自他手腕上飞出 仿佛一条笔直的黑线 一把缠住国师的脚脖子 正在高空激动的国师吓了一跳 一低头 立刻看到林小璐见兮兮的小脸 吼吼吼吼林小璐对着他傻乐了一下 然后猛地一挥手 下来 伴随着少年一声抱贺 妖怪国师毫无反抗之力 直接就被拽下 而他被拽下后还未落地 身体就被林小璐横挥而来的一刀斩首 连哼都没来得及哼出一声 尸体在半空中 直接化作两节蝎子身 战斗结束 哄 陈念云和阿赫双双落地 陈念云看着 被林小璐一刀斩成两半的蝎子腰 刚要开口调侃几句 阿赫却先一步抱了上去 小璐师兄 你好厉害 林小璐非常自然地蹲下 躲过阿赫的熊抱 然后来到陈念云面前 嘻嘻哈哈地捶了他一下 二愣子你不行啊 打个蝎子腰 打那么长时间 那是 谁能跟你比 你可是以德夫人帮帮主 两个少年嘻嘻哈哈互相打去道 氛围极好 马车上 叶青鸾见事情了 便抬手 撤掉了关道上的防护 继续开心地招呼他们赶路 有叶青鸾坐镇 蝎子腰注定只能是一个小插曲 一行人很快便将这种小事抛在了脑后 继续出发 两个时辰以后 时间彻底进入下午 前行的车厢内 叶青鸾舒服地在里面睡了午觉 当睡醒便吃起了芒果 不过由于他手比较笨 吃的裙子上到处都是 嘴角上也黄成成地 跟沾了那傻一样 小璐 吃个芒果 补不水 叶青鸾掀开车帘 递出一枚芒果 掌门姐姐我不饿 你别再丢我喂东西了 驾马车的林小璐嘟囔道 哦 你居然还有不饿的时候 叶青鸾笑嘻嘻地打去道 以前没有的 跟你出来以后 我就天天不饿了 林小璐翻着白眼道 这才两天 我觉得我都胖了一圈了 哈哈 胖乎乎的多可爱 吃完芒果的叶青鸾 准备吃苹果了 他一边削苹果皮 一边想要问问其他人想不想吃 可刚要开口 他就忽然感受到了什么 秀眉一紧 削苹果皮的动作也随之停下 马车车门口 叶青鸾保持着削苹果的动作 一动不动 只是脑瓜高高抬起头 正不敢置信地看着天空 同一时间 神舟各地的原因 同时感受到了些什么 齐刷刷地抬头看向天空 咚咚咚咚咚 青鸾山 一座藏匿于密林中的破庙内 正在敲目鱼的枯兽老和尚 忽然停了一下 片刻后 老和尚睁开双眼 露出已经恢复明亮的眼睛 看向面前什么都没有的供台 两久 他露出了温暖的微笑 李施主 平僧的徒儿 其一身佛法 已经不下于平僧 献平僧以了无牵挂 这一次 如若真是天上来人 想要欺负李施主 那即便是十八层地狱 平僧也陪李施主走一遭 说完 他就再次闭上了眼睛 继续不急不缓地敲目鱼 同一时间 南疆 某座位于黑水中的宫殿门口 一位黑袍中年人 站在一座漆黑 如石墨的黑色宫殿外 看着头顶的天空 眼神微微一眯 爹 是天上有天人镜的强者下来了吗 身后穿着一身花裙子的少女问 中年人的目光透过苍穹 看了片刻 他才眉头紧皱地摇摇头 不清楚 说完 他的目光下移 看向宫殿外的无边黑水 三千魔头听令 此段时间 南疆西域全部严禁 如若有生面孔出现 立刻给本家主传音 话音一落 黑水便微微沸腾起来 似是在回答中年人一般 少女见到这一幕 不禁更加好奇了 爹 你想干嘛中年人慈爱地看了看少女 然后紧张地四下张望了一下 确定周围没人后 用手挡在嘴边 小心翼翼地开口道 爹当年耸了一次 这次爹想跟你李叔 在病肩作战一回 乖闺女 别跟你娘说啊 罗梅 摘心风 鸭子鸭子 你饿不饿啊 我带你 去膳食堂吃麻辣鸭头好不好呀 小月儿对帅帅鸭喊道 院内 帅帅鸭喊见得没有回应小月儿 而是目光如炬地看着天空 他看着天空低声冷哼道 你们无限踪牛逼又怎样 我百万妖族何惧 不怕死的 救下来试试 摘心风顶 李明如也是站在洞府之外 背着手拎着酒葫芦 抬头望天 他眉头皱着 向来洒脱的目光中 难得露出了一丝杀意 两酒 李明如的杀意忽然消散 笑呵呵地喝了口酒 师尊 是您的那些敌人下来了吗 身后 李妙心紧张地问道 李明如笑着摇了摇头 妙心别怕 只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前辈 派了一位弟子下凡而已 他提着酒葫芦笑道 本来为师都做好了 跟他们玉石俱焚的打算 则则 原来只是一个小辈下凡 吴献宗那些人 现在估计都吓坏了 但他们绝对想不到 是一个修为指导 结单的小娃娃下凡 哈哈哈哈 真不愧是剑商前辈 会玩 李妙心文言松了口气 随后吓坏的他 再次看向自己的尊师 声音中带着一丝祈求道 师尊 如果哪天天上人真的下来了 师尊您就别跟他们拼了吧 让步一下也就是了 李明如扭头看了看 自己最疼爱的徒弟 然后自嘲地笑了笑 妙心 你可知为师让一步 会是什么结果吗 李妙心文言 身子一僵 眼泪直在眼圈里打滚 我 我只是担心 担心师尊您会背 会背 说到这里 李妙心已然是气不成声 整个人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听到最喜欢的徒弟的哭声 李明如一时间没有再开口 只是静静地抬头望天 过了许久 他才有些突然地喝了口酒 然后慢悠悠地笑道 傻徒儿 对为师有点信心 为师可是李明如啊 掌门姐姐 你咋了林小璐 看着面容紧张的叶青鸾问 马车内 叶青鸾秀眉紧皱 没有立刻说话 而是闭上了眼睛 片刻之后 他才睁开 睁开后 叶青鸾明显地松了口气 然后扶着下巴笑道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是无限踪下来人了 原来是大荒剑古宗的小弟子 驾着马车的林小璐文言 不禁有些好奇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 这两个宗门的名字了 掌门姐姐 你说的这些宗门很厉害吗 当然厉害了 叶青鸾一边往嘴里丢杨眉 一边说道 目前已知最古老的两个宗门 分别就是大荒剑古宗 和太古东皇宗 不是还有一个无限宗吗 林小璐疑惑 无限宗是后来的了 叶青鸾解释道 和那两个宗门相比 无限宗是后起之秀 虽然现在确实是无限宗一家独大 欧嘻嘻 小璐你不用多想 叶青鸾揪着他的两个耳朵笑道 那些事情离现在的你都太远了 影响不到你 挨掌门姐姐 那你说 有个大荒剑古宗的弟子下凡了 老大不管吗 林小璐问 他不会管的了 叶青鸾笑道 大荒剑古宗的宗主 与你老大有恩 不过那位宗主 好像被无限宗囚禁了 囚禁林小璐一愣 他一直以为上三宗是平起平坐 怎么一宗之主还能被无限宗囚禁 而且听掌门的意思 老大当年反抗的 好像也不是整个上三宗 而是单独反抗的无限宗 及时的马车上 少年不解 叶青鸾则一边吃着葡萄 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你老大也不肯跟我说 不过他以前好像和无限宗的宗主关系很好 后来不知怎么就关系变 呃 然后还打了一架 打了一架林小璐瞬间来了兴趣 扭头询问道 老大打赢了吗 不知道 叶青鸾摇着脑瓜说道 反正之后 天上的神仙就再没下凡过 而明如也就此受了暗伤 一直混吃等死到现在 林小璐听到这些 整个人都有些猛 他架着马 想了一会儿后接着问道 掌门姐姐 那那个大荒剑古宗下来人 你们准备怎么做呀 叶青鸾文言微微一笑 我刚才神识回了趟峨眉 去问过你老大了 你老大 让我该干嘛干嘛 就当不知道就行 说完 他就看着林小璐笑道 别多想了你 好好架你的马就成 林小璐这才撇了撇嘴 乖乖地继续架马 下午有时 在天还没黑之前 林小璐一行人 再次来到一间客栈 掌柜的是为徐娘半老的寡妇 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并让厨子 做了满满当当一桌子 美酒佳肴 饭桌上 叶青鸾难得地喝了两杯果酒 桃红满面 这的果酒很好喝啊 来来来都买上 你们陪本掌门一起喝吧 桃儿听话地给所有人倒了一杯 林小璐吸了吸鼻子 发现味道是甘甜的果味 拿起来就一饮而尽 结果入口却还是一股子辛辣 师父我再给你倒一杯 别别别你跟掌门姐姐喝吧 我喝豆浆就成 一旁的陈念云也不会喝酒 苦着脸喝了一口就不喝了 于楚楚也是如此 相比他们 桃儿和阿赫就显得很喜欢果酒 他俩不停地和叶青鸾推杯换盏 豪爽地不行 不多时三个姑娘就喝得面若桃红 眼如妹丝 尹德客栈内的其他食客 都对他们频频侧目 阿赫 叶青鸾 童儿都是属于大美人的那种 且美得各有千秋 此刻三女面色潮红的 更加显得诱人 直看得其他客人心里痒痒 咕嘟咕嘟咕嘟 林小璐痛快地喝着第十四碗豆浆 陈念云则老气横丘地在旁边饮茶 他扭头看了看准备喝第十五碗的林小璐 无奈地叹了口气 再看掌门那边发现出生江湖的童儿 正在交掌门和阿赫划拳 晚上我们打麻雀牌吧 谁来一边划拳 叶青鸾一边开心地对几人询问 林小璐和陈念云同时摇头 他们对这玩意儿毫无兴趣可言 于楚楚也没什么兴趣 他中午跟叶青鸾学了 没学会 好在阿赫和童儿都会打牌 童儿是原先就会 阿赫则是叶青鸾教出来的 他很聪明 一学就会 叶青鸾见 只有阿赫和童儿愿意陪自己玩 顿时觉得有些郁闷 这三缺一还少人呢 而正疑惑着 隔壁桌上忽然有十个笑道 三位美人 我陪你们玩呀 说了脱衣服怎么样调戏的话语一出 顿时饮得重时刻哄堂大笑 而这有人开了头 早就垂涎几个姑娘的男人们 立刻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出言调戏 一时间乌言慧语不绝于耳 陈念云见状 第一反应是看林小璐 而当他看到林小璐 正在痛饮第十八碗豆浆后 直接就无语了 看来只能自己来了 他叹了口气 然后赫然起身 盯着面前的时刻们目光一冷 不想死的就把嘴给我闭上 此话一出 客栈内瞬间安静下来 可没过多久 时刻们就继续哈哈大笑 而且笑声比之刚才更加刺耳了几分 显然是没把陈念云放在眼里 小子 你断奶了吗 就敢来威胁你爷爷 我毛都没长齐 还学人当初头鸟 有意思 几位美人 我跟你们打麻雀牌 我输了赔钱 你们输了脱衣上怎么样啊 客栈内的掌柜 见叶青鸾等人被调戏 也没有吱声 这几个客人中 许多都是远近文明的泼皮无赖 更有几个是大户人家的子弟 他不敢轻易得罪 只好当不知道的 在柜台处坐着 而陈念云见这些人 都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顿时气得不轻 好在叶青鸾并没有什么反应 只是轻轻敲了敲桌面笑道 都是凡人 不用一般见识 小成即可 陈念云点头秤势 而叶青鸾却冲他摇了摇头 然后美目看向 正在喝第十九碗豆浆的林小璐 小璐 你去帮本掌门揍他们 林小璐 他猛猛地把碗放下 嘴角还沾着豆浆 掌门姐姐 这些人就不用我来了吧 他看向童儿说道 童儿 你去揍他们吧 正好锻炼一下武艺 童儿立刻抱拳起身 叶青鸾却生气了 小嘴一撅道 本掌门就要你去 林小璐一猛 而随后叶青鸾就抱着胳膊气道 当初你老大带我出来玩也是这样 啥都不肯干 就知道喝酒 我被调戏了 还要我自己动手打人 现在本掌门就要你去教训他们 林小璐 无奈 少年只好不情不愿地起身 双手插兜地走到一位食客桌前 然后好奇地瞅了瞅他 那位食客看着面前乳羞未干的林小璐 失笑 想动手啊小鬼 一可之言话未说完 林小璐忽然出手 一把抓住他的头发 对着桌子就是一拍 啪 对一群凡人 林小璐是不会下死手的 就像掌门说的小城即可 几夕之后 他们就鼻青脸肿地离开了 想不到这些凡人还挺有钱的 桌上 林小璐将拿回来的一把碎银递给童儿 童儿 去分给城内的乞丐们 好的师父 萌哒哒的童儿领命 屁颠屁颠跑了出去 这会儿 叶青鸾等人也已经吃完了饭 没有排打的他觉得有些无聊 便兴致勃勃对几个少年人招呼 咱们一块出去逛逛吧 好呀掌门 我们一起出去买漂亮衣裳 对啊 我们都下山了 就不穿到袍了吧 我想穿花裙子 几个女孩子 对逛街买衣裳都特别感兴趣 叽叽喳喳凑在一起商量 不久童儿回来以后 也跟他们一起讨论起来 而林小璐和陈念云两个直男 则丝毫不感兴趣 二愣子 你想去逛街吗 林小璐问 陈念云摇了摇头 然后看着讨论的热火朝天的女孩们 压低声音道 小璐 我大胆猜测一下 掌门带楚楚他们出去买衣裳 一定会当场是穿 然后就会在我们面前转悠 还会问我们好不好看 林小璐连连点头 他觉得陈念云说得很有道理 这种事情 一看就像他们能做出来的 哎 你说有心思买衣裳 多练练功多好 真是无聊透顶 林小璐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对对对 非常同意 陈念云脑瓜直点 他俩脑瓜挨在一起 嘀嘀咕咕小声抱怨着逛街 很快便引起了叶青鸾的注意 喂 你俩聊啥呢 叶青鸾问 掌门姐姐 我俩在研究 怎么提高修为呢 林小璐一本正经地说道 叶青鸾闻言桌子一拍 踩着凳子大喊 有什么好提高的 跟本掌门出去逛街 夜晚时分 城里滑灯初上 到处都亮着明亮的灯笼 叶青鸾带着少年们 来到城中的夜市 直奔一家砖卖衣裳的乘衣铺而去 而不愿同行的林小璐和陈念云 则是在人来人往的夜市中边走边聊 出来混啊 最讲究的就是一个一字 就比如咱俩这关系 哪怕今后不在一起 要是有难你 只要知个生 老爹我绝对过来助你 林小璐一边说 一边看向旁边卖臭豆腐的摊饭 大爷 给我来碗臭豆腐 二愣子 你吃不吃陈念云捂着鼻子摇头 太臭了 我不吃 你别看臭豆腐臭 吃起来可香了 说完 林小璐又看向臭豆腐摊主催促 大爷多放点辣椒酱 不要客气 很快 一碗臭豆腐好了 林小璐站在摊边 用竹签狼吞虎咽地吃完 然后意犹未尽地擦了擦嘴 小璐那边好像有人表演戏法 咱们去看吧 陈念云突然说道 哇 我最喜欢看戏法了 林小璐大喜 拽着陈念云的手就走 两个少年开心地跑到表演戏法的地方 看着里面的人表演空盆来蛇 开心地一逼 表演还算精彩 引得许多行人叫好 而空盆来蛇表演完之后 卖艺的壮汉又开始表演 胸口碎大石 表演之精湛再次让许多观众鼓掌 哈哈 有没有哪位好汉 想来试一下 胸口碎大石的在下 手艺很好 绝对不会伤到 卖艺的壮汉对大伙招呼道 围观的人们文言纷纷后退 毕竟这胸口碎大石 看起来好看 但真要让自己上 却实在有些吓人 而就在所有人都迟疑之际 林小璐却胸膛一挺 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 我来 他跑进场子 生怕别人抢势地 躺在钉床上 卖艺的壮汉 一看是位道士 哈哈笑道 这位道长有胆量 那是 林小璐躺在钉床上 哈哈大笑 快来吧 大叔 使劲 观众们一听这话纷纷起哄 让壮汉用力 欢声笑语热闹得不行 围观的陈念云 看着也忍不住有些感叹 这人傻就是胆子大 而同一时间 换上新衣上的叶青鸾 也带着几个女孩子 从城衣街走了出来 小璐和念云那几人出来后 四处看了看 没发现俩人的身影 穿着新裙子的鱼楚楚 吓了一跳 林小璐不会带念云哥去嫖了吧 几个女孩面面相去 叶青鸾见 找不到他俩 便用神石扫了一眼夜市 随即笑道 我看到他俩了 夜市中 叶青鸾带着几个女孩 来到卖艺的地方时 正好看到在胸口碎大石的林小璐 她躺在钉床上 抱着三块青石板直乐 一旁的壮汉 则高高举起大铁锤 奋力砸下 框 三块青石板同时破裂 周围的观众们 纷纷鼓掌叫好 小兄弟好胆量 再来一次 道长威武 小兄弟好本事 听到周围人的赞赏 林小璐开心地不行 小手一插腰招呼道 大叔再来几块 看到这一幕的夜青鸾 整个人都不好了 进去一把揪住林小璐的耳朵 直接把他拽了出来 拟隔着麦翼那街道中 夜青鸾哭笑不得地瞪了他一眼 然后在林小璐和陈念云面前 开心地转悠一圈 一脸期待到 快来夸赞一下本掌门的新裙子 阿赫 于楚楚 童而三人也显摆地炫耀起自己的新裙子 一时间 四个女孩 仿佛四大天王似的 站成一排 直转的人演运 林小璐见状翻了翻白眼 然后瞅向身旁的陈念云 对着他一顿挤眉弄眼 他的意思是 你看人真准 陈念云很有默契地读懂他的意思 然后也对他一阵挤眉弄眼 陈念云的意思是 哈哈见笑了 姑娘们见这俩人眉来眼去地不回自己 顿时生气了 于楚楚更是拽着陈念云气道 念云哥你看我呀 你老是看林小璐干嘛 叶青鸾也揪着林小璐的耳朵气道 快说 本掌门这身形头好不好看 迫于掌门的淫威 林小璐只好昧着良心点头 掌门姐姐真好看 我老大要是看到了 一定喜欢的不要不要的 叶青鸾闻眼脸色一红 随后抱着胳膊傲娇道 你老大喜不喜欢关我什么事 我都没打算穿给他看 林小璐闻眼嘴角一扯 哼哼 夸赞完夜清卵 鸵儿也期待地看向林小璐 老大老大 我的衣裳好看吗 小璐师兄 还有我的裙子 一身白色长裙的阿赫 同样期待道 接到中央 林小璐端着下巴 仔细地看了看鸵儿的红色净装 然后点头道 不愧是我鸵儿 穿啥都好看 田鸵儿一听 立刻眉开眼笑 欢喜得不行 夸赞完鸵儿 林小璐又看向满脸期待的阿赫 他看了一会儿阿赫的纯白绣花长裙 忽然略有所思地抬起头 看着阿赫的眼睛 面无表情道 阿赫 你穿白色很好看 阿赫闻眼 小脸 刷 得一红 一直红到了耳朵根 整个人生若闻音道 小璐师兄喜欢就好 一旁看热闹不嫌失大的于楚楚坏笑道 小璐你怎么突然这么会说话了 你是不是喜欢阿赫呀 此话一出 阿赫的脸色顿时更加红润 整个人低着头 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而正当他脸红得仿佛要低血时 一旁神经大条的童儿忽然插了一句嘴 不可能的 我师父就算是喜欢念云师兄 都不会喜欢阿赫的 于楚楚 陈念云 林小璐 阿赫 在场的几人全部愣住 就连叶青鸾也被这突如其来的话语 说得愣了一下 随后上下瞅了林小璐两眼 小璐 你这样可不行 我们峨眉市民门正派 是不能搞这种歪门邪道的 林小璐一脸猛逼 然后气呼呼地瞪了一眼自己的好徒弟 童儿 今晚扎马步多加半个时辰 甜头儿 热闹的夜市中 几人继续有说有笑地闲逛 叶青鸾一边走一边从那界中取出两个布包 对陈念云和林小璐笑道 本掌门给你俩买了新衣裳 你俩明天记得换上 看看合不合身 林小璐瞅了瞅紫色和黑色的衣服 直言自己要黑色 紫色太骚气了 给二愣子穿 陈念云也没啥意见 他挺喜欢紫色 觉得色彩鲜艳 几人一路闲逛在繁华的夜市 倒也挺惬意 而林小璐在闲逛中 总是时不时地撇上眼阿赫的白裙子 眉头微皱 夜晚 害时 夜青鸾坐在厢房内的床榻上 林小璐则蹲在他面前 给他洗脚 掌门姐姐 羽公千岁以前 穿的也是白色的衣服 所以 你怀疑 阿赫是羽公千岁夜青鸾 抱着胳膊笑问 林小璐摇摇头 小声道 可能是我太一神一鬼了吧 衣服的颜色喜好并不能说明什么 不会啊 我觉得挺好的 夜青鸾掏出一颗苹果 一边吃一边看着 给自己洗脚的男孩笑道 我都没想到 小璐居然这么细心 果然你也是有过人之处的 林小璐撇了撇嘴 用毛巾给夜青鸾擦完白嫩的小脚 然后端着洗脚盆起身 掌门姐姐你修炼吧 我也要去练功了 去吧去吧 夜青鸾嘻嘻哈哈地摆了白手 离开房间 林小璐便准备下楼 将洗脚水倒了 而他刚下楼 就看见阿赫正一个人 在空荡的客栈大堂内坐着 看着桌子上的蜡烛发呆 他还穿着那身新买的白色长裙 在烛光的照耀下 显得很漂亮 你没去打坐吗 林小璐端着洗脸盆下楼 有些好奇地问道 阿赫见他主动跟自己说话 开心地抬起精致明媚的脸 天天一笑道 打坐坐久了也会烦 所以就想找小璐师兄说说话 林小璐 不是很喜欢阿赫的少年 强忍着一拳打哭他的冲动 走到门外将洗脚水倒了 然后来到阿赫身旁坐下 你要找我说啥嘻嘻 小璐师兄 阿赫轻抚在桌上 脸色微红地说道 小璐师兄性格直爽 阿赫也不跟你绕弯子了 阿赫想做小璐师兄的道理 听到这有些突然的告白 少年愣了一下 随后低下头 神秘嘻嘻地说道 师妹 我没有灵力 如果我现在动手 把你做成猪头三 掌门姐姐也是察觉不出来的 你要不要试试阿赫 师兄 你的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阿赫鼓着脸郁闷道 你到底想干嘛 林小璐不耐烦地问道 我说了呀 我想和你做道理 阿赫可爱地眨了眨眼睛 林小璐皱眉 然后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他觉得自己这个师妹 有些不知好歹了 说话做事 感觉都没有什么逻辑 而且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真是长得丑 想得美 他不愿再和阿赫说话 起身就准备离开 小璐师兄阿赫想拉他 不耐烦的林小璐 却忽然回头 拧伸台币 八级 顶心肘 呼 一道飓风吹散阿赫的头发 林小璐的胳膊肘 精准地停在了 离他面容二寸的位置 烛光照耀下 林小璐看着阿赫 略显害怕的眼神 傲娇地冷横道 我知道我长得英俊 还懂事 还特么听话 还世间罕见之牛逼 但很可惜师妹 我是一个莫得感情的舞者 所以师妹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说完 他便收起八级全架 然后逼格满满地转身离开 给下猛的少女 留下一个神秘孤傲的背影 客栈内 林小璐俱傲地离开少女视线 一步一步回了房间 而当他回到房间关上门后 他忽然一把捂住嘴 整个人激动不已地小声狂笑 又有人向我表白了 吼吼吼吼好开心啊 笑到开心之处 林小璐甚至在房间内 翻起了跟头 而还在大堂处的阿赫 则是静静地看着 二楼林小璐的房间 良久 他皱起了精致的眉 没想到你还挺难追 第二日我们今天出发的话 明天估计就要到茅山地界了 到时候 本掌门带你们去茅山开开眼见 掌门 茅山好玩吗 当然好玩了 茅山有好多风景 极美的学妙地方 而且还有专门关押利鬼的那鬼堂 到时候 本掌门带你们挨个逛一逛 饭桌上 于楚楚 阿赫 同而三个姑娘 一边吃着早饭 一边开心地跟叶青鸾聊着茅山 叽叽喳喳吵得不行 而对茅山丝毫没有兴趣的林小璐 则和陈念云 自顾自地吃着面条 他看了看自己的荷包蛋面 然后又看了看陈念云的荷包蛋面 二愣子 你吃荷包蛋嘛 陈念云以为 小璐是要把她的那份荷包蛋给自己 便摇了摇头 谁知林小璐立刻狂喜 飞快地用筷子 把她的荷包蛋夹走 你不吃我吃 陈念云 林小璐开心地将两枚荷包蛋吃完 然后一边往嘴巴里倒面条 一边看几个女的聊天 过了一阵 众人一一吃过早饭 放下了筷子 叶青鸾便小手一挥 高喊 孩儿们 你们都吃饱了吗 吃饱了 众人无脸 叶青鸾满意地点了下头 随后发现 林小璐没换自己 给他买的新衣裳 饭桌上 所有人都穿的新衣裳 甚是好看 陈念云也穿着紫色的长衫 只有林小璐 还穿着藏蓝色的就道袍 小璐 我给你买的新衣服 你咋不穿林小璐 猛猛地抬起头 然后摇晃着脑瓜子道 那衣服太复杂了 里三层外三层地 穿起来麻烦 我不穿 哦 这样子啊 来来来你过来 叶青鸾拿出狼牙棒 冲他友善地招手 林小璐 他看了看掌门 亲切慈祥的笑容 不情不愿地 脱下藏蓝色道袍 踢掉鞋子 露出里面白色的内衣 然后将包里的黑色 新衣裳拿出来 胡乱往身上一套 一惹 你这是穿衣服吗 懒得跟套抹布都差不多了 叶青鸾一脸嫌弃 把林小璐拉到自己跟前 仔细地给他穿上黑色的贺场 又给他套上降纱袍 一旁的童儿 看着渐渐换上新衣服的林小璐 顿时惊呼 不愧是我师父 还真是穿啥都好看 阿赫也同样看得美目微惊 原本他还觉得 黑色的衣服 不适合小璐师兄跳脱的性子 可现在看来 却异常合适 潇洒的黑色袖袍 穿在林小璐身上 给人一种神秘冷艳的感觉 给林小璐穿好衣服 叶青鸾满意地上下看了看 随后又觉得哪里有些不对 顾看了一圈后 忽然抬手将林小璐 扎起来的头发扯开 一头黑色长发落下 林小璐的气质再次变化 唇红齿白的他 披着黑色的长发 看上去有些像一个好看的女孩 不行不行 头发全放下来 就太像小姑娘了 叶青鸾想了想 又将他的长发扎起 只不过不是扎成道士的丸子头 而是扎成了马尾 他手艺很好 将林小璐干净地额头露出来 让他整个人看起来 变得更加精神 嗯 这样看起来顺眼多了 有那么几分行走江湖的意思 叶青鸾一边说 一边从大界给他拿了面镜子 嗯 你看看 喜不喜欢这个造型 林小璐瞅了瞅镜子里帅气的自己 然后抱着胳膊哼道 喜不喜欢不都是帅 没啥区别好不 不过我现在 看起来更像大侠了 倒是真的 不吃 叶青鸾捏了捏他的脸笑道 毛都没长齐 还大侠呢 次日 上午驾 驾 两辆马车并驾齐驱 四匹骏马奔涌前行 在泥土中卷起了一阵尘埃 直奔远处的一座高山 这座山与峨眉的九脉十风不同 此山虽只有一座 但却异常微额险峻 整体面积不比峨眉的十座山峰差上多少 且无比之高 大部分的山景都隐藏在了云海之中 叫人一眼看不到顶 只能看到一座巨大的雄伟山腰 林小鹿一边驾着马一边抬头仰望 见翠绿的山峰上云雾缭绕 山境蜿蜒曲折 像一条彩带从云间飘落下来 隐约可见一个个四小蓝点的道人 零零星星地散布在彩带上 缓缓地移动着 掌门姐姐 这毛山看起来好高啊 而且好大 叶青鸾坐在车厢口 裙下的双腿并拢着靠在一起 一边啃着油桃 一边笑道 毛山虽然历史悠久 但山峰并不算高 等后面本掌门带你去了昆仑 你才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高山 它可是咱们神州的万山之祖 也被称之为 神州大地 永不弯曲的脊梁谷 哇 永不弯曲的脊梁谷 这话也太阅满了 林小鹿心声敬畏地欢呼道 扑驰那是 提起昆仑 叶青鸾也是难得的敬佩起来 对林小鹿夸夸其谈道 传说昆仑山是最早的大山 昆仑亦是神州最早的道门 历史比蜀山还要悠久 昆仑从古至今上到掌门 下到普通弟子 几乎每一个都是铁骨铮铮的好狼 而他们的行事风格 也一直都是刚正不阿 绝不妥协 这才能以一己之力 把三千魔道死死堵在南疆 就连你老大都说过 神州大地 只要昆仑不抖 浩然正气就不会抖 所以 咱们神州正道 都以昆仑马首是瞻 是有道理的 林小鹿听得不明绝利 眼珠子都睁得溜远 期待得不行 脑海中还回想起了 自己在黄天蜃楼认识的周黎 他对周黎的印象很好 虽然他人不太聪明 但有一说一 他是真的刚 也是真的一身正气 绝不妥协这四个字 放到他身上 确实非常合适 而林小鹿最喜欢的 就是纯爷们 真男人 苍茫的平原上 马车继续急行 不久 茅山在几人的眼中 变得越来越大 他们也渐渐地 来到茅山的山门处 而此时的茅山山门 正密密麻麻 站着一群迎接的道人 其为首者 赫然是两袖空空的 茅山掌门 玉临近跟前 林小鹿和童儿 驾着马车相继减速 然后招呼伙伴们下车 而茅山掌门 看到从马车上 下来的叶青鸾后 也是面容和善地笑了笑 久违了 叶掌门 正前辈客气 叶青鸾从马车上跳下 谦虚地上前拜见道 小女子何德何能 能让正前辈 带着这么多长老 前来迎接 哈哈哈哈 叶掌门 还是这么会说话 叶青鸾和郑川相互说笑 氛围显得相当愉悦 而林小鹿几人 则安安静静地 站在叶青鸾身后 好奇地瞅着茅山的弟子们 此刻茅山的弟子中 也有不少人激动地 看着林小鹿 他们都是黄天圣楼中 和林小鹿一起 并肩作战的少年 此刻见到林小鹿 少年们都显得非常开心 要不是掌门还在 估计早就扑上来喊大哥了 林小鹿冲他们 几眉弄脸地看了一圈 然后还见到了 一个熟悉的姑娘 正是在黄天圣楼中 和她有过接触的张婷 这会儿的张婷 穿着可爱的道袍 美目弯成了小月牙 看着林小鹿直笑 陈念云和于楚楚 也跟她有过认识 当初在黄天圣楼 她还给于楚楚 医治过伤势 因此 他俩也一个劲地 冲张婷微笑 场中 叶青鸾和郑川客套了一会儿 之后 郑川掌门就笑呵呵地 招呼几位弟子 带着林小鹿等人 和叶青鸾一起去客房休息 茅山 下午十分张婷 黄天圣楼一别 你我已经许久未见 此次在茅山重逢 在下心中甚是欣喜 话说你们茅山的膳食堂 有没有什么特色啊 林小鹿眼巴巴地问道 小鹿你丢不丢人 一来就问吃的 于楚楚拉着张婷笑道 张婷姑娘 你们茅山有没有什么 好玩的地方啊 你带我们去逛逛吧 对呀对呀 我们想见见世面 绿柳成荫的小道中 少年们跟着张婷 一起有说有笑的闲逛着 他们已经去过客房安顿下来 随后郑川掌门 邀请了叶青鸾去喝茶 并让张婷带着他们这些小辈 随便逛逛 林小鹿吵吵着 要去见世茅山美食 陈念云和于楚楚 则想让张婷带他们 去看看茅山好玩的地方 张婷很少跟人说话 因此性格比较闷 不过他一路上也都是笑营营的 显然是很开心 有这么多人来找自己玩 我们的膳食堂 没什么好吃的 不过有一种叫 鱼汤面的美食很好吃 小鹿你要去试试吗 张婷问道 面条我不爱吃面条 林小鹿失望地摇摇头 我昨天早上才吃的荷包蛋面 啊 张婷脸色一僵 好在一旁的于楚楚 直接拉过了他 张婷你不用理林小鹿 他就是个好吃鬼 你带咱们去玩就是 一旁的阿赫和童儿 也是连连点头 他俩也想去看看 茅山好玩的地方 那要不我带你们去那鬼堂玩吧 里面是茅山弟子 关押厉鬼的地方 张婷提议道 那的鬼恐怖吗 林小鹿好奇 不恐怖的 张婷解释 不恐怖有啥意思 林小鹿不羡 张婷 几个少年人相互说着话 一边聊一边往那鬼堂走 没走几步 就又有两个茅山弟子 从远处跑了过来 来到跟前后 对着林小鹿就是一拜 茅山董有为 茅山落远 拜见帮主 雷人的话语一出 一群人顿时直翻白眼 这已经是第二十多批 前来拜见林小鹿的茅山弟子了 场中 林小鹿面对二人的拜见 毕格满满地背着小手 熟练地傻笑几声 然后将二人扶起 嘘寒问暖一番 随后再拍拍他俩的肩膀 道了声 好好干 本帮主看好你 整个流程显得非常娴熟自然 见到这一幕的阿赫 无嘴直笑 没想到小鹿师兄 在茅山这么受欢迎 张婷文言赞同地点点头 崇拜地看着林小鹿道 在黄天圣楼的时候 小鹿和小玉儿救了所有人 咱们茅山好多师兄弟 都很敬佩他的 觉得他是个实力强大 却又平易近人的好少年 张婷 你快别夸他了 于楚楚气呼呼地指着小手 插腰的林小鹿道 你看你们给他拽的 都快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扑齿哈哈几个女孩 忍不住笑出了声 不久 几个少年们就跟着张婷 去了所谓的茅山那鬼堂 那鬼堂的名字里面 虽然有一个堂字 但实则跟房屋没有什么关系 而是在一处巨大的八卦镇中 这里的八卦镇 是由巨大的桃木架子组成 架子上摆放着一个又一个的酒坛 酒坛上贴着封条 和所收纳利鬼的信息 这座八卦镇 由摆放利鬼的木架组成 里面的利鬼 即便是冲出了福禄封印坛 也会在八卦镇中 迷路走不出去 张婷笑盈盈地 给少年们介绍到 茅山自古以捉拿利鬼为己任 大家会将捉拿的利鬼封印在这里 等许多年后 利鬼的怨气渐渐消散了 就会再将它们放出来 让它们投胎转世 几人跟着张婷 走在错综复杂的八卦镇中 好奇地打量着一个又一个坛子 这些坛子上标写着利鬼的姓名 生辰 以及死因 其中大多数都是被人害死 想要报仇的利鬼 不过也有几个例外 就比如现在 林小璐挨个看了一宗利鬼的死因后 就看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 他靠近坛子 好奇张望着上面的字体 西关国郡 庄家村 庄俊南 二十岁 死因为走路时 左脚踩右脚摔跟头而死 林小璐猛了 庄俊南 怎么还有人会以俊南为名 这简直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他凑近坛子 抬手敲了敲 然后小声问道 这位大哥 你为何敢这么吊 坛子并没有什么动静 安安静静地仿佛死物 林小璐疑惑 刚想再敲一下问问 坛子内突然传来一道 嚣张的声音 怎么我就这么吊不服气 不服气滚蛋 大杀别 林小璐 他顿时被这嚣张的话 给气得半死 鼓着脸瞪了坛子一眼 哼 死了还这么狂 看你是个鬼 我就不跟你一般见识了 生气的林小璐 继续看其他的坛子 坛子里装的都是利鬼 死因也都比较凄惨 而且很多都充满了 人伦道德的丑恶 看多了会让人心神不稳 不过林小璐 还是好奇地继续看下去 毕竟他又不休闲 几夕之后 林小璐陆陆续续看了一圈 觉得也没啥好看的 便准备离开 可他刚转身 就突然听到一声 极低极低的轻响 少年微微一愣 扭头望了望 看到这排木架的边缘处 藏着一个明显小一号的黑色坛子 正隐秘在角落里 冲自己微微晃动着 这个坛子很小 只有巴掌大 整体呈黑色 上面同样贴着符路 林小璐好奇地走过去 拿起小坛子看了看 结果发现 上面只有七个字 无名是 死音不详 林小璐愣了一下 然后敲了敲小坛子 好奇道 你喊我干嘛话音落下 不久 坛子里想起了一道慈祥的女声 小璐 我是你阿娘 八卦阵中 张婷带着陈念云几人边走边聊 而童儿跟了一路后 忽然发现 自己师父不见了 于是便开始好奇张望了起来 小璐师父不见了 童儿说道 阿赫笑了笑 他估计在哪里玩着呢吧 几人也没怎么在意 继续悠闲地闲逛 而他们一路说说 笑笑逛了没多久 便看到了林小璐 此刻 林小璐正站在一排木架前 拿着一个小坛子 对着坛子侃侃而谈 我问你 我娘的无名指旁边的中指上的戒指 是什么颜色的 金色坛子 迟疑回应道 错 林小璐哈哈大笑 我们家穷的根本就没有戒指 你还说你不是骗子 来来来 我再问你 我娘每天早上醒来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啥给你做早饭 坛子再次开口 又错 第一件事情是先做起来 你这个鬼 怎么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 坛子 来来来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啊 林小璐继续嘻嘻哈哈地问道 我娘的发簪是预制的 还是银制的 你娘根本没有发簪 坛子回答 还是错 林小璐抱着坛子哈哈大笑 我娘的发簪是木头做的 哈哈哈哈大沙笔 还想骗我 哈哈哈哈 还来不来拉坛子 滚 几个少年人见到这一幕后 整个人都不好了 一个个在风中凌乱个不停 张婷更是吓了一跳 她没想到 小璐会找到这种 擅长迷惑人心的厉鬼 张婷 这个坛子里的厉鬼 是什么情况呀 林小璐拿着坛子笑问 小璐 这个厉鬼还不清楚缘由 不过他会迷惑人心 你快放下 张婷紧张道 林小璐则哈哈大笑道 放心 这个鬼可笨了 根本迷惑不了我 坛子 大沙笔 你给老子滚 小坛子内 突然想起恼羞成怒的咆哮 似乎是愤怒到了极致 而林小璐却根本不怕 抱着坛子就是一阵晃 一边摇一边哈哈大笑 只把里面的鬼晃得晕头转向 连连求饶 将这个无名厉鬼 折腾了好一会儿 林小璐才意犹未尽地 将其放回 然后对他竖了根终止 悠哉悠哉地离开 几个少年人都被他的操作搞猛了 而就在大伙无语地准备离开之际 八卦镇外忽然传来一道愤怒的声音 谁让你们进来的 所有人 八卦镇的出口处 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修士 正怒气冲冲地站着 愤怒地看着场中几人 张婷看到来人吓了一跳 连忙带着欠一道 抱歉罗师兄 我只是带额眉的道友 来这里随意逛逛 被称为罗师兄的青年修士 瞪了张婷一眼 随后不满地看向林小璐等人 他没有看陈念云和阿赫 目光直接看向一身 黑色沙衣的林小璐 然后哼道 在下茅山弟子罗天 我刚才来之前 听到张师妹喊你小璐 你就是那个林小璐 林小璐嘴角一脸 对啊 罗天上下打亮了林小璐一眼 然后不屑道 我听闻门内 师弟师妹们说 额眉出了一位了不得的天骄 在黄天渗楼救了许多人 就是你林小璐文言随意地笑了笑 他看出这个罗天似乎是想找自己查 也就不想搭理他 毕竟掌门姐姐也在 自己看在张婷和其他茅山弟子的面子上 也不好揍他一顿 于是便自顾自地对张婷笑道 张婷 我饿了 带我去吃饭吧 张婷文言有些害怕地 看了罗天一眼 点头到了生好 他比较清楚 自己的这位罗天师兄 早就对林小璐不满了 罗天师兄今年21岁 因为年纪大了一岁 所以没能参加这次的黄天渗楼 但他以前一直都是茅山弟子们的主心骨 可这次黄天渗楼结束以后 门内上上下下的弟子都在谈论小璐 一个个地 还以加入峨眉的以德夫人帮为荣 因此就遭受到了罗天师兄的不满 此刻 他也不敢跟师兄起冲突 小声地 对小璐到了生好 便想带他离开 而本就愤怒的罗天健壮 却更加眉头一皱 冷声赤道 年纪不大 居然无视前辈 谁给你的胆 话音一落 他就瞬间出现在林小璐面前 抬手拍向林小璐的肩膀 啪 一声脆响 罗天的手停在了林小璐肩膀上方三寸 再难下入 他面容一冷 看向了挡在自己面前的陈念云和阿赫 陈念云和阿赫也同样看向了他 这位师兄 大家都是正道修饰 还是不要动手了吧 抓着他手腕的陈念云 颇为理性地说道 一身白色长裙的阿赫 也静静地看着罗天 目光平淡 却泛有寒光 场中 三人一时僵持住 而罗天看了看陈念云和阿赫后 也是微微一惊 这两人的修为 居然都不比自己低多少 他皱眉看了看 站在陈念云阿赫身后的林小璐 不懈地吃笑道 你们峨眉的天骄 就只敢躲在别人后面吗 此话一出 原本就有些不和谐的气氛 瞬间冷冽下来 张婷更是吓了一跳 连忙想要劝一劝罗天 罗天却直接看着林小璐冷笑 峨眉的这位师弟 这几日 我毛山的师弟师妹们 一直在讨论 师弟如何如何厉害 在下非常仰慕 今日也想领教领教师弟的手段 不知师弟可敢接下林小璐文言愣了一下 随后看向了张婷 我要是把他打伤了 你掌门不会怪我吧 不会的小璐 张婷摇头道 我们掌门很明事理的 他无心的话语说出 罗天再次眉头紧皱 阴沉着脸看向张婷 师妹是在说 我一兄不明事理吗 张婷一夜 整个人吓得脸都白了 连忙白手解释自己 不是这个意思 罗天冷哼一声 随后才冲林小璐抬了下手 小师弟 请把林小璐点了点头 然后跟着罗天走出八卦镇 陈念云等人也随意地跟着 啊 这个男的看起来好凶 小璐师父能打赢他吗 跟在后面的童儿小声询问 阿赫鸣嘴笑了笑 还未说话 陈念云就先一步开了口 童儿你 对你师父的能耐 还是有些不了解 小璐现在的实力 是足够在咱们峨眉做一个长老的 一旁的于楚楚 也是赞同的点头 林小璐虽然见兮兮的 但这家伙 确实厉害得没边 对啊 小璐和小月儿 都强得没边 张婷也点头说道 田团儿听着大伙 都在夸赞自己师父 顿时高兴地眉开眼笑起来 兴致勃勃地跟着大伙 来到八卦镇外 看着打哈欠的师父 和罗天相对儿力 啊 林小璐打着哈欠 挺着小肚子道 你快点 我等着吃饭 罗天一看他这副样子就来火 气得全头都捏了起来 咬牙切齿道 不愧是峨眉的天骄啊 还真是洒脱 话音一落 罗天就猛地抬手 寄出一张金色灵符 背后更是涌现出 复杂的俘虏图案 下一刻 他的身形就猛地一闪 以一个快到几点的速度 扑击上去 俘若奔雷 晚似犹龙 哼 罗天气势冲天的大声怒吼 这一刻场中天地都开始失色 看得一旁的张婷 心惊不已 他没想到 罗天师兄居然丝毫不留守 一上来就用出了扶龙鹿海绝 此刻 伴随着罗天冲天的怒吼 一道龙银声都炸了出来 气势大的夸张 就连陈念云和阿赫的目光 都变得微微有些凝重 这个毛山的师兄 确实是有点本事的 而就在他这声势浩大的一击 即将轰杀到林小鹿身前时 打着哈欠的林小鹿 才终于动了 只见他淡定地提起右腿 甩出阵阵重影 然后翻转胯骨 一脚横踢 哐 一声巨响 龙鹰声没了 金色的福禄散了 而罗天则是被林小鹿 一脚踢中脖子 然后哆嗦了一下 脑瓜一歪 白眼一翻 白磨一吐 然后扑通一声一头栽倒 当场晕了过去 所有人 场中 林小鹿一招小龙温路秒杀罗天 然后逼个满满地背起小手 小脸上写满了唏嘘 何必呢 何必要逼本帮主出手呢 夜晚 毛山 客房掌门姐姐 毛山的东西还挺好吃的 我们下午逛了一大圈 还吃了可鲜可鲜的鱼汤面 然后我还跟别人打了一架 林小鹿蹲在房间内 肩膀上搭着毛巾 一边给夜青鸾洗脚 一边侃侃而谈道 正在挖西瓜 吃得夜青鸾点了点头 然后随意询问了一句 没把人打伤罢没 他被我打得可开心了 那就行 心大的夜青鸾放下了心 随后看着给自己洗脚的林小鹿笑问 小鹿子 你说 咱们是明天继续上路 还是多玩一天再上路都行啊 林小鹿抬起头笑道 林小鹿一边用内力给洗脚水加热 一边理直气壮道 我喜欢强壮 威武 霸气一些的姑娘 不喜欢瘦不拉几的 我觉得那样的姑娘不好看 夜青鸾文言 歪着脑瓜想了想 若有所思 那你觉得本掌门好看吗 他问 林小鹿抬头看了他一眼 然后一个劲地点头 掌门姐姐 你长得真特么好看 要是你不让我给你洗脚 你就更好看了 简直美得一臂 夜青鸾听了这话 扑斥笑出了声 然后美目一眯 笑隐隐地捏了捏林小鹿的脸 臭小鬼 马屁对本掌门可没有用 林小鹿 他郁闷地抓着夜青鸾的脚抬起 拿毛巾给他擦脚 一边擦 一边扁着嘴问道 掌门姐姐 我们后面还要继续观察 阿赫吗 夜青鸾文言响了一下 脑海中回荡着这几日 阿赫的所作所为 随后迟疑着开口道 可以放松一些 不过还是要留个心眼 毕竟你老大嘱咐过我的 林小鹿文言点头呕了一声 然后端着洗脚盆起身 掌门姐姐你玩吧 我回屋了 去吧去吧 林小鹿端着洗脚盆离开 而他刚一出门 就又看到了跟鬼一样的阿赫 月光下 隐隐绰绰地院子内 穿着一身白色长裙的阿赫 正静静地站在院子里 捏着裙边 脸色微红地看着他 双方相互一对视 阿赫刚想说话 林小鹿就翻了个白眼 然后端着洗脚盆 扭头就走 自己这个师妹是真的执着 那么多人不喜欢 偏偏喜欢自己 真是有胆量 他不知道 自己这种属于人间 最高难度吗 深夜 林小鹿侧躺在床榻上 看着梦境内 背对自己的张真人 缓缓运行着周天真气 清晰可见的梦境中 他盘腿修行 反复用真气 壮大体内脉络 充盈灵魂 将灵魂锻炼得越发纯粹 两久 他睁开了双眼 一抹流光自少年的眼中流淌而过 林小鹿惬意地伸了个懒腰 然后哈哈笑道 前辈 我感觉我快练出你说的内丹了 这玩意儿是不是和结丹修士的金丹一样 山洞内 张真人背对着他 声音却自动在他脑海中响起 修士所结成之丹 为天灵金丹 而你所炼成之丹 为精华内丹 二者并不相同 哦 林小鹿猛猛地点了下头 然后继续好奇问道 前辈 我听掌门姐姐说 结丹可延续修士五六百年的寿命 那我如果炼出您说的内丹 可以延续多久寿命啊 五六十年 张真人言简意该地回应道 林小鹿 他小脸一垮 瞬间失望 似乎是感受到了他的郁闷 张真人的声音 很快便再次响起 小鹿 你觉得五六十年少了对啊 林小鹿郁闷道 一个五六百年 一个五六十年 这差得也太多了 张真人的笑声 在他脑海中响起 随后笑问 小鹿 你可知人为何会死 林小鹿想了想 他觉得这个问题好奇怪 人会死是正常的呀 为什么要问为何 他迟一着猜测道 应该是因为 所有生命都会生老病死吧 所以人会死是自然规律 没错 张真人肯定了他的回答 随后详细地为他解释道 人会死 是因为会衰老 而人会衰老 是因为人体本身的能量 是有限的 很多年以前 老祖曾经提出过一个猜想 老祖认为 生命的本质 是由一个个非常细小的点 融合而成 而这些点会不断地分裂 让人体可以慢慢 从婴儿长成少年 再长成强壮的青年 但这些物质的分裂 是需要某种能源的 一旦能源耗尽 这些点分裂的速度 就会变慢 最后人体 就会渐渐衰老 直至死亡 梦境中 张真人之无不言地讲解到 在上古时期 人们为了寻求长生 有的向外钻研 有的 则向内钻研 后来 向外钻研的人 创造出了吸收天地灵气之法 而向内钻研的人 则创造出了 开发自身真气之法 而本命真气修行的极限 便是老祖的大神通 一旦修成 可比较原因修士 但即便是到了那一步 最多也只能增加 一百多年的寿缘 无法长生 说到这里 张真人叹了口气 感慨道 本命真气 终究只是自身的开发 是有进之术 而天地灵气 则是借助天地间 生生不息的灵气 来达到不断更换体内点的效果 故可长生 林小璐闻言一愣 随后思考着询问道 前辈 您的意思是说 修仙者与天地同寿 是因为他们吸收 炼化了大量的天地灵气 把自身化作了天地的一部分 所以天地能活多久 他们就能活多久 而习武 习真气者 再怎么炼也是 靠的自身 所以就注定逃脱不了人的范畴吗 没错 张真人肯定道 所谓修武 修仙 最本质的区别 就是在这里 一个是最大限度开发自身的能源 一个是最大限度吸收外在的能源 前辈 那如果我用受血断体 可以提高寿命吗 林小璐看着张真人的背影问道 我老大给我用过两次受血 第一次是 筑基镜的妖兽 第二次是杰丹镜的妖兽 这两次 受血让我的身体 如同蛟龙一般强悍 如果我 继续用这种方法 可以提高寿源吗 面对这个问题 张真人没有立刻回复 而是陷入了沉思 林小璐也默默等待着张真人的回应 整个人显得很有耐心 梦境中的时间 一分一秒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张真人的声音才再次响起 小璐 你所说的受血断体之法 负担太大 且到了后面 绝非人力所能承受 不过 若是你能将折龙睡丹弓和易经经 皆修行到大城 且彻底领悟老祖基元 或许 可以承受第三次 甚至第四次受血 林小璐听完一愣 他记得张真人说过 如果自己将折龙睡丹弓 修炼到大城 就会传 自己所谓老祖的大基元 前辈 您说的大基元是什么啊 还有那个老祖 到底是谁啊 林小璐眼巴巴地问道 山洞内 张真人慈祥地笑道 老祖 是成团老祖 基元 则是胎西绝 易经 林小璐听得一脸猛 他不知道 胎西绝和易经是啥 但真就是听着就感觉牛逼 前辈 胎西绝和易经 您学会了吗 林小璐又一次问道 山洞中 背对着他的张真人笑了笑 老夫生前已将胎西绝参透 易经中的周一篇 也已大成 但连山河归藏二篇还未学成 便受自然规律之束缚 化作了一片枯骨 林小璐文言张了张嘴 没再说话 张真人跟他说过一些过去 他知道 张真人其实早就死了 此刻的张真人 只是一缕残魂 藏匿于黄天蜃楼的壁画之中 直到被自己发现 山洞内 打坐的林小璐 忽然有些多愁善感起来 他觉得张真人这样的前辈宗师 武道圣人 最后都没能避免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 自己一个十六岁的小孩 何德何能可以做到 林小璐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 因为他是真的感受到了难 一五破仙真的是太难了 不管是陈团老祖 还是张真人 达摩祖师 他们都没能做到 自己能做到的可能性 实在是太低太低了 少年扶着下巴 哀怨地叹了口气 真的是好难啊 似乎是感受到了少年的郁闷 张真人慈祥的笑声响起 劝慰道 小璐 不要妄自菲薄 做好你自己便可 前辈们完成不了的事 不代表后辈就完成不了 张真人耐心讲解道 其实所谓修行 无非就是三个步骤 学习 总结 和创新 周而复始 简单的事情 反复去做 做得多了 自然而然就不简单了 即便武道长生再如何艰难 但小璐现在依旧年少 有悟性 亦有毅力 假以时日 必成世间兴盛 流芳百世 林小璐听了张真人夸奖自己的话 心情好了一些 挠了挠头 哈哈笑道 前辈您说得非常有道理 我一定刻苦修炼 去当世间兴盛 吼吼吼吼吼 清晨 天还未亮 练了一晚上 折龙睡单躬的林小璐 便准时睁开双眼 此刻的他神清气爽 前幕中有精纯霞光流动 这种状态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帅得一逼 跟往常一样 麻溜地下床洗漱 然后出门 来到院子里扎马布 开始一天的晨练 而他刚扎马布没多久 童儿就也从房间里走出 睡眼惺忪地打着哈欠 师父你起得好早啊 为师哪天不比你起得早 扎着马布的林小璐胸道 还不过来练功 哦来了 童儿乖巧地来到林小璐身边 和他一起扎起了马布 马布你要好好练 这是练习武术最基本的装布 无论以后 童儿有多厉害的手段 这基础的装布不能丢 童儿扎着马布 甜甜一笑道 知道了师父 哎师父 您扎了多久马布啊 十年 林小璐脑瓜子一样 一脸骄傲道 为师七岁洗武 从那一年开始扎马布 每天扎满一个时辰 十年来从未停歇 哇童儿瞪大眼睛惊呼 怪不得师父的下盘这么稳 简直是落地生根 不动如山 嘿嘿 那是 林小璐聊开心了 哈哈大笑道 为师哪怕是一只脚抬起来 单脚扎马布 你让一头大水牛来撞为师 为师都能纹丝不动 这便是功夫了 童儿听到这话羡慕得不行 立刻更加专注地扎起马布 师徒俩就这么在院内双臂平行伸直 双腿弯曲 扎了足足半个时辰 马布扎完 林小璐又带着童儿 去茅山到处疯跑 跑了半个时辰后 又去做俯卧撑 足足一个半时辰过去 上午的晨练便彻底结束 师徒俩也就有说有笑地去吃早饭 不久 茅山的膳食堂内这次 我跟掌门去昆仑 是因为昆仑出了一个 非常厉害的大妖怪 然后这个大妖怪 只有我能对付 所以我掌门才带着我 昨天晚上 我掌门还主动给我洗脚 然后一脸真诚地对我说 小璐 拜托了 饭桌上 林小璐吹得唾沫横飞 连笔带话 把茅山弟子们 都给唬得一愣一愣的 帮主 那个妖怪什么来头啊 叶掌门和昆仑的周掌门 都对付不了吗 面对质疑 林小璐非常老练地说道 那个妖怪 是一头千年花蝴蝶精 然后拥有好多法宝 还和魔道有关系 所以掌门才不好 对他动手 而我和那花蝴蝶精 曾经打过一次 然后他非常佩服 本帮主的为人 所以如果我出手 他就会卖我个面子 自己下跪求饶了 茅山弟子们 听到这话更惊讶了 一个个七嘴八舌地 讨论起来 居然是来自魔道的妖怪 难怪昆仑掌门 都不好对付 对对对 估计是魔道的大妖 我们帮主是真的厉害啊 连魔道大妖 都佩服我们帮主 帮主 那个花蝴蝶精掌的吓人妈 正喝着鱼汤面的林小璐 听到这话 一脸严肃地点头 非常吓人 他不长头发 是个秃头 然后还是个独眼龙 还喜欢吃小孩 而且脾气非常不好 喜欢骂人 还喜欢用爪子掐人 邪恶的一逼 四大伙一听 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觉得特别恐怖 更有不是很聪明者 一脸真诚地对林小璐敬佩道 帮主 如此妖魔 帮主一定要将他消灭啊 绝不能让他危害百姓 帮主我们 对你有信心 有咱们帮主出马 一定可以打倒邪恶的花蝴蝶精 对对对 帮主万岁 打倒花蝴蝶精 帮主万岁 打倒花蝴蝶精 膳食堂内的少年们 纷纷大呼小叫 热闹得不行 把林小璐开心地直傻乐 而就在他们畅聊圣欢时 张婷忽然从门口走近 对林小璐招了招手 小璐你来一下 哦 林小璐端着还未吃完的鱼汤面 走出膳食堂 一边吃 一边疑惑地看向张婷 清晨的暖阳下 张婷脸色羞红地拿出一个信封 对林小璐开口道 你们不是要去昆仑吗 小璐你帮我把这封信 送给周璐师兄被林小璐好奇地看了看信封 疑惑道 你为啥不让一战的人寄信啊 张婷文言脸色更加红润了 整个人都不敢看林小璐的眼睛 低着头小声道 如果是一战的人寄过去 信件到了昆仑以后 我怕会不小心被其他人看到 小璐你帮我给周璐师兄 我比较放心 林小璐茫然地哦了一下 然后好奇地看着信封 信里写的啥 哎呀 你别问了 张婷羞得都快跳脚了 拽着林小璐道 咱俩是不是好朋友 嗯 是好朋友林小璐点头 是好朋友小璐 你就别问 帮我亲手给周璐师兄 哦 那好吧 林小璐接过信封 然后对张婷郁闷道 还好朋友呢 你都不告诉我心里写的啥 哎呀 你到了昆仑 问周璐师兄就知道了 谢谢你啦小璐 张婷开心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然后红着脸跑开了 看着少女离开的背影 端着面碗的林小璐挠了挠头 按道女孩子都好奇怪 而且还贼麻烦 下午十分 峨梅一行人告别茅山 再次出发 沿着昆仑的方向继续赶路 马车的速度 相比于普通人走路 无疑要快出许多的 正常马车半个时辰 可以跑将近四十里路 而一天下来 跑两三百里 非常轻松 到目前为止 峨梅一行人离开峨梅 已经将近半个多月的时间 行进了大约三千里路 距离目的地昆仑已经不远 估摸着 再走个三五天就能抵达 不久 太阳渐渐息斜 温暖的阳光变得隐隐绰绰起来 奔波了一下午的少年们 在天黑之前 来到一座城池 下榻到了一间 古色古香的客栈 在这里歇脚休息 这的白切鸡 做得没我以前 在川国的好吃 等我吃完了 就去收掌柜的保护费 林小璐一边大口 大口吃着白切鸡 一边吐槽道 不好吃 你还吃得那么像 鱼楚楚对道 和少女 我那是尊敬食物 这每一粒米 每一道食物 都是世间最美的奇迹 这可是 一位大师告诉我的 林小璐塞着鸡翅 含糊不清道 一旁喝着 小米粥的陈念云文言 点了点头 看向林小璐道 这话很不错 小璐是哪位大师 告诉你的无心禅师 林小璐嘴巴里 塞着满满当当的食物 嘴角还挂着米饭 然后一本正经地开口道 那是一位真正的佛门高僧 我这样天中奇才的好少年 见到他老人家 都会自残行愧 哇 小璐都会用成语来演 叶青鸾开心地笑道 鼓掌 饭桌上 少年们很给面子地鼓起了掌 把林小璐美得不行 而正当大伙 开心地边吃边聊时 客栈的大门处 忽然出现了一个 瘦弱的少年身影 少年穿着朴素的长衫 双眼蒙着黑色的绷带 怀里还抱着一根竹杖 他一出现 叶青鸾便注意到了他 而林小璐等人 见到掌门的反应 也纷纷好奇望了过去 怪的蒙眼少年 靠在客栈门边 面朝林小璐等人桌上的饭菜 吸了吸鼻子 似乎很想吃 客栈内的店小二看到他 立刻上前招呼道 这位客官 您是住店 还是用扇蒙眼少年脸色一红 支支吾吾道 不好意思大哥 我没有钱 说完 他吸了吸鼻子 恋恋不舍地转身离开 饭桌上 叶青鸾看着那少年的背影 美目中闪过一丝惊讶 年纪这么小 却有这么浑厚的修为和建议 有意思 他想了一下 然后对郑玉离去的少年 笑道 小孩 本掌门请你吃饭 过来吧 喊完 叶青鸾便看向林小璐和陈念云笑道 你俩一个不灭剑体 一个同辈无敌 今天本掌门就给你俩找个对手 让你俩知道 什么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林小璐 陈念云 客栈外 蒙眼少年听到叶青鸾的话 有些害羞地点了下头 开口道 多谢这位姐姐赏识 说完 他便持握着逐杖 摸索着走进客栈 叶青鸾看着少年笑了笑 刚想说话 林小璐却忽然下了桌 他老气横秋 大摇大摆地来到蒙眼少年面前 上下瞅了他眼 随后压低声音 神秘兮兮兮地开口道 我老大是李明如 所有人 叶青鸾白眼直翻 场中 蒙眼少年听到林小璐的话后 微微一喜 也想要说出自己师父的名字 但话到嘴边 却又厌了回去 毕竟自己是受师父之命偷偷下凡的 还是不要随便透露师父名讳的好 免得引起麻烦 不如以后见到李前辈后 再当面抱出师父 这样比较安全 客栈内 少年思考完毕 然后才面向林小璐 压低声音 神秘兮兮兮地回应道 那又怎么样林小璐 居然还有人不把自己老大放在眼里的 场中 林小璐惊了 就连叶青鸾都微微皱了下眉 感觉有点出乎意料 他再次打亮了 这蒙眼少年一眼 然后回想起前几天的异象 仔细地思考一番后 才大致猜出了这少年的身份 真是缘分啊 剑伤前辈的弟子 居然被自己给遇到了 此刻的客栈内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林小璐急眼了 他气愤地拽着少年气喊 什么那又怎么样 你不知道我老大多调吗 知道 少年老实芭蕉地点头 知道 你为啥还能那么拽 林小璐更生气了 脸红脖子粗得大喊 年轻人那么拽是不对的 你知道吗 你就不能学学我低调一点吗 少年文言挠了挠头 然后道了声 哦 林小璐 扑吃哈哈哈哈 客栈内 叶青鸾看到林小璐和这少年的对话 整个人笑得合不拢嘴 眼泪都快笑出来了 过了好一阵 他才停下笑意 拍了拍手笑道 小璐不许没礼貌 这位小孩 怎么称呼少年寻着声音 乖巧地对叶青鸾拱手拜见 这位姐姐好 我叫阿一 天下第一的一 死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林小璐和陈念云 更是同时瞪向了面前的少年 就连阿赫都眉头紧皱地看着他 这家伙太狂妄了 居然自诩天下第一 客栈内 除了叶青鸾还在笑以外 其他人的脸色已经完全僵住 而就在几个少年都看阿一有些不爽时 林小璐忽然茫然地开口道 原来你跟阿赫是同姓啊 你们是一个村子的阿一 阿赫噗哧哈哈哈哈 叶青鸾再次笑出了声 笑得他直拍桌子 小璐真是太有意思了 笑得不行的他 招呼阿一坐下一起吃饭 其他人也就没说啥 看着他吃 他们都对这个少年很好奇 饭桌上 阿一将竹杖靠在肩头 一边吃鸡腿 一边开心地笑道 好好吃 我馋了好几天了 真香 谢谢你们 你们都是好人 众人听到他的话语 一时间面面相去 觉得有些奇怪 只有叶青鸾扶着下巴 心中了然 这孩子应该是在天上出生的 之前估计从未下过烦 也未曾吃过烦间的食物 前几日下烦的人 就是这孩子无疑了 但第一次下烦的他 就跟那些第一次出远门的小孩一样 对陌生的事物抱着一丝敬畏 所以才会这么放不开 场中 林小璐看他吃得及 也就没再生他气 他觉得这个阿一 和自己小时候第一次来峨眉时 一模一样 一份饭菜 就能高兴半天 阿一 你是什么修为 于楚楚有些好奇地问道 阿一脸红了一下 随后尴尬地回应道 我只是个结单 你们别笑我 所有人 叶青鸾看着自己的弟子们 一个面容呆滞 再次忍不住笑出了声 和小家伙们 这回傻眼了吧 成天一个个自以为自己是天骄巧楚 正好给你们一个教训 让你们知道 什么是谦虚 心里清楚 阿一是来自大荒剑古宗的他 扶着下巴 笑眯眯地开口道 阿一 你觉得你左边的少年 实力怎么样 阿一的左边 坐着的是陈念云 饭桌上 正在吃鸡腿的少年抬起头 用被布条蒙住的双眼 朝向陈念云 陈念云也一脸平静地看着他 二人相对了一会儿后 阿一转过头 一边吃一边说道 这位兄台的实力 说实话是有些弱的 只有助机修为 但剑意却非常纯粹 也很温柔 是一把仁慈的剑 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陈念云听到这话没说什么 倒是于楚楚显得很开心 抱着陈念云的胳膊炫耀道 念云哥确实很温柔 阿一你说得很准确 他刚说完 阿赫忽然笑问 如果你和陈念云打起来 会怎么样阿一吃饭的动作一停 想了想 然后非常老实地说道 他会连拔剑的机会都不会有 陈念云 于楚楚瞬间就火了 张嘴就要骂 陈念云则及时拦住了他 然后 陈念云吐了口浊气 对阿一说道 你说的是实话 我日后会继续努力 期待和你一战 阿一点了点头笑道 你的剑很好 只是修为低了 我也期待和你一战 因为你是把好剑 陈念云文言挠了挠头 他觉得 这话怪怪的 饭桌上 叶清兰见阿一和陈念云聊完 美目便看向了林小璐 随后再次笑眯眯地开口 小孩 你右边这个少年 你觉得怎么样阿一文言再次抬头 转向林小璐 而这一次 他顿住了 整个人一动不动地面朝林小璐 似乎是在思考 于楚楚 陈念云 阿克 童儿也都纷纷好奇地看着他 好奇他会怎么评价小璐 饭桌上 足足过了好一会儿的时间 阿一才面色凝重地开口道 这位兄台的实力 和在下属于伯仲之间 不过在下自认不会输 所以 迎面会更大一些 听到这个评价 林小璐猛猛地愣了一下 然后看了看他的餐盘 语气和善地问道 兄弟 吃饱了吗 阿一点头 吃饱了 林小璐闻言笑了笑 然后猛地一拍桌子 吃饱了出去单挑 深夜时分 街道之中空旷无人 夜清卵躺在一张摇椅上 在无人的街道中 布下了一道结界 然后一边啃干着吃瓜子 一边看着林小璐和阿一比试 一旁的陈念云 阿赫 于楚楚和童儿也都在 几人各自坐在小板凳上 同样一边吃瓜果零食 一边期待着二人对决 此刻 偌大的结界内 蒙着眼睛的阿一抱着竹杖 面朝林小璐 一言不发 林小璐也已经脱下负重 原地坐着拉伸运动 第一回合 空手对空手 阿一不能用剑和法宝 小璐不能用大更青铜器 说完 夜清卵就开心地 看向陈念云他们 你们猜第一回合 谁会赢小璐 陈念云和阿赫同时开口 如果用剑 我觉得这个阿一 可能还强一些 但如果空手对空手 阿一就绝对没有机会 陈念云说道 一旁的阿赫 童儿也是连连点头 于楚楚在纠结了一会儿之后 也跟着点了头 毕竟林小璐的空手实战能力 他们几个都见识过 结界内 阿一放下竹杖 随后对着跃跃欲试的林小璐笑道 林兄 请 林小璐也礼貌地回了一句 阿兄请 两个少年没有太多的言语 说完之后便准备动手 林小璐的身躯 更是开始升腾五彩霞光 脑袋后面也亮起了五色光环 阿一略微感受了一下林小璐的气息后 赫然掐绝 瞬间 林小璐身姿一闪 紧接着半圆形的结界内 赫然出现无数个林小璐的重影 那身穿黑色沙衣的少年身影 一时间挤满了整个结界 让人根本看不见阿一 陈念云等人皆是看得一惊 刚要惊呼出声 结界内的林小璐身影便陡然消散 结界中央 林小璐一手按住阿一掐绝的手 一手标指停在阿一的咽喉三寸位置 陈念云 阿赫等人都愣住了 他没有想过 小璐会打赢阿一 但着实没想过会这么快就打赢 叶青鸾倒是没怎么意外 依旧啃干着啃得起劲 他能看出来 小璐在刚才的一瞬间 手段禁尸 倾囊而出 直接以雷霆手段镇压阿一 结界之内 阿一面对停在自己喉咙前的标指 也是微微呆滞了一下 随后好奇道 林兄 你用的这是什么林法 林小璐文言哈哈大笑 这是功夫 笑完 他就退回到原先的位置 再次招手笑道 来来来 第二回合 二人再次站定 叶青鸾也更加期待地看着鄙视 此时的阿一 已经能感受到 这个同龄人的强盛 心中也不免有些好奇 他不知林小璐 是否就是师父所说的那个 修仙界的结 他拿起了竹杖 面朝林小璐笑道 林兄神清气清 体内有凶龙 这次用剑 阿一将施展须迷剑舞 林小璐文言 也抬手抽拿出硕大的大羹青铜器 原地一转 整把大羹青铜器 便被全部抽出 那我就用辐射刀空阿一点头 抬起手中竹杖 然后一声轻响 竹杖被打开 露出里面寒芒四射的长剑 此剑出鞘 陈念云立刻双目一亮 好剑 一旁的于楚楚看了他一眼 又看了看拔剑的阿一 好奇道 念云哥 你是在说 阿一的剑是好剑 还是阿一是好剑 我再说两个 两个都是好剑 陈念云激动道 欧杰剑内 拔出竹中剑的阿一面 朝林小璐 利落地道了声 请 话音一落 一道破空声就赫然响起 硕大的大羹青铜器 犹如一堵墙似的 被林小璐单手提住 紧接着刀浪一转 刀气漫天 直震的整个结界不断颤抖 而接着他就 双手持握大羹青铜器 由左下至右上 斜着一盏 一道暗青色的刀芒 赫然自刀锋中展出 即便是隔着防护结界 围观的少年们 都能够感受到 这一刀的威力 阿赫更是一眨不眨地盯着 美目中充满了重视 叶青鸾也看得美目微亮 第二回合 二人是鄙视绝杀手段 而现在小璐使出的 便是毫无保留的辐射刀空 这已经不是最初的辐射刀空 而是以小璐堪称蛟龙之体的力量 加上二重暗镜 和一晶晶的内力真气 所爆发出的超然辐射刀 在这一刀面前不说全部 至少一半的杰丹镜修饰都挡不下 场中 暗青色刀芒撕裂空气 爆发出好似上古凶兽一般的咆哮 而面前的阿一 也猛地提起了竹中剑 杀 剑光随着他身形的舞动猛然炸开 笔直狭长的竹中剑 对着暗青色刀芒一次 须迷剑舞 结界之中 一道刺眼的剑光彻底绽放 和暗青色刀芒一撞 白色的光芒 立刻笼罩整个结界 却毫无半点声音 结界内完全被白色剑光笼罩 仿佛一个半圆形的光照 让外面的人根本看不清里面的景象 而直到陈念云等人都被晃得有些睁不开眼时 这刺眼的剑光才渐渐消散 咔嚓 叶青鸾啃下一块甘蔗 脸颊鼓出一个可爱的小包 然后看着结界内的二人宣布结果 第二回合小鹿败了 下面第三回合 可以使用任何手段 开始吧 说完 他就继续悠哉悠哉吃着甘蔗 一旁的童儿疑惑 你是怎么看出我师父败的呀 我都没看出来 陈念云和阿赫也好奇地看向叶青鸾 他俩也没看出来 就看到罩子里到处都是刺眼的白光 然后光消失了 林小鹿和阿一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依旧淡定地站着 听到少年们的疑问 啃着甘蔗的叶青鸾笑道 第二回合比试绝杀手段 小鹿的辐射刀虽有斩先之能 但却被阿一的须弥剑舞压制住了 其实 辐射刀和须弥剑舞的威力是差不多的 但从本质上来讲一个是斩击 一个是刺激 在相同的力道下 刺激的一点破面可以压制斩击的大范围 所以小鹿败了不是败在威力上 而是败在斩和刺的本质上 说完 他就打了个响指 将结界再次扩大 让双方可以更好地放开手脚 此刻的结界内 林小鹿一手拖着大根青铜器 一手滴溜着幽州大索 看着面前的阿一 罕见夸赞道 阿兄 同龄人里 你确实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了 阿一文言 微笑地点点头 我也是 说完 二人对峙片刻 然后同时消失 枪 一声爆炸般的金属声响起 二人的身影同时对撞在一起 刀剑相对 一扇飞舞 在夜晚的街道中 绽放出无尽光芒 范围极广的结界内 一身黑衣的林小鹿赫然用了全力 他的身形舞动之间 漆黑如墨的幽州大索 漫天飞舞 巨大的大根青铜器 亦是随身狂斩 而阿一的剑 也着实强悍的惊人 须弥剑一道剑舞挨个施展 仿佛雪崩一样 铺天盖地的剑气 和林小鹿打得难分难解 场外 陈念云等人看得目瞪口呆 就连夜青鸾都忍不住赞叹了一次 这才叫势均力敌啊 看着结界内二人流光肆意的鄙视 陈念云一脸苦涩 他突然觉得自己有些愧对天骄这个名头了 不说林小鹿这个妖孽了 就说用剑 自己和这个阿一 就有着天壤之别 同龄厉害的剑修中 就算是把鼠山的谭松磊拉过来 再把东宁的那个奈良钢穿翼从土里挖出来 三个家一起 估计都比不上阿一的剑 人家这才叫剑啊 你看这剑的 简直都没编了 可以防止声音外泄的结界内 林小鹿和阿一刀来剑走 一连斗了数个回合 都是打成平手 林小鹿一手刀 一手锁 一进身就是刀劈锁捆 然后什么李三角 铁扇靠 有什么用什么 把武术和刀法完美融合 而阿一则不断施展 仿佛海啸一般的剑气 和他打得有来有回 无论林小鹿怎么打 怎么想办法都拿不下阿一 而阿一同样也拿不下他 胶着地让俩人都难受得要命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二人一直分不出胜负 观战的叶青鸾 也从一开始看得一彩连连 到后面变得有些昏昏欲睡起来 梁九 他打了个哈欠 楚楚 你去打盆水过来 本掌门要泡脚 哦好 掌门您稍等 楚楚去打水了 陈念云和阿赫 依旧一眨不眨地看着俩人比试 此刻的结界内 林小鹿和阿一也都打出火了 但二人都拿不下对方 无论是招式对招式 林立对内力 还是剑气对刀气 都打成平手 打了半天 谁都没有伤到对方一下 而场外的叶青鸾 这会儿已经泡上了脚 舒服地摊在摇椅上 哈欠连天 一副随时要睡着的模样 一旁的陈念云 好奇地看向他问道 掌门 您觉得小鹿和阿一 谁能赢阿二叶青鸾毫无形象包袱地打着哈欠 然后摇着脑瓜道 不好说啊 这两个小家伙的整体实力 完美地处在一条水平线上 估计没几个时辰 分不出胜负 陈念云文言猛了一下 只好继续看比试 场中 叶青鸾躺在摇椅上 百无聊赖地看着 不久 便沉沉地睡去 只剩下其他人继续观战 而这一观战 真就过去了数个时辰 不久 黑夜渐渐消散 阳光洒下人间 叶青鸾精致地脸被阳光照耀 可爱地皱了皱眉 然后他嘟囔了一声 翻了个身 想要继续睡觉 哄 一道巨响猛地轰开结界 把正欲酣睡的叶青鸾 直接吓醒 掌门 奋出胜负了 奋出胜负了 围观的少年们大喊 劈头散发的叶青鸾 揉了揉眼睛 从摇椅上坐起 第一时间看向结界 只见此刻的结界内 林小鹿这满是线条的上身 单手持刀地站着 他手中的大根青铜器 正安静地悬停在阿一头顶 叶青鸾见到这一幕后愣了一下 然后注意到 小鹿的左手鲜血淋漓 红色的血不断滴落在地板上 小鹿怎么打赢阿一的叶青鸾疑惑 一闸不闸 看完整场战斗的陈念云 立刻给他解释 掌门 小鹿和阿一打了整整一夜 都分不出胜负 最后小鹿好像急眼了 面对阿一的剑气 他直接撕扯掉衣服 然后用铁链做盾牌抵挡 当时那根可以无限延伸的铁链 满天乱飞 但全都被阿一的剑气斩碎 而小鹿最后就是用铁链 来降低剑气的冲击 一步近身 在剑气斩断最后一根铁链的时候 直接用手握住阿一 已经没有多少剑气的剑 叶青鸾一愣 看了看林小鹿鲜血淋漓的左手 持一道 空手 对 陈念云点头道 小鹿握住 他的剑后就甩起大根青铜器 然后胜负就分出来了 叶青鸾 他一时间有些哭笑不得 这臭小鬼是真不怕疼啊 那左手上的伤口伸的 都快能看到骨头了吧 真够果断的 摇椅上 叶青鸾看着上身的少年 满意地点了点头 想不到这小鬼长得 跟个小姑娘似的好看 性格居然这么硬气 可以的 倒确实是个爷们 此刻 林小鹿光着上身 看着面前的阿一 露出了一个邪魅眷狂的笑容 怎么样 扶不扶阿一老十八娇的点头 扶 叫大哥 大哥 吼吼吼吼吼 中午时分 客栈内 阿一 你从哪儿来 于楚楚问 我不能说 阿一你师父是谁陈念云问 我不能说 那你要去哪里阿和问 我不知道 饭桌上 少年们好奇地询问着阿一的过去 但他什么也没有回答 只是默默地低头啃烧鸡 少年们一时间都觉得阿一好奇怪 是个怪人 而对他的过去 大概能猜出七七八八的叶青鸾 则笑眯眯地说道 本掌门叫叶青鸾 鹅眉当代掌门 你要是不知道去哪里 可以拜入我鹅眉 我不去鹅眉 阿一摇了摇头 然后面朝正在吃肉包子的林小鹿问道 大哥 你不是说你老大是李明如吗 我可以去拜他为师吗 我想做你师弟 林小鹿 扑吱 叶青鸾直接笑出了声 嘻嘻哈哈地看着阿一 小孩你还不知道吧 明如就是我们鹅眉的长老 是我师弟 此话一出 阿一肯烧鸡的动作猛地一停 随后一脸惊骇道 不可能 李明如前辈 怎么会做鹅眉这种小宗门的长老叶青鸾 一个时辰后 所以说 这个人啊 就是不能心眼太直 你看看阿一 刚拜入咱们 鹅眉第一天 就因为说话太耿直 被掌门打断了腿 嘖嘖 惨啊 客栈外 林小鹿对乖巧的童儿教育完 就扭头对身后扶着逐杖走路的阿一催道 小师弟出发了 你快点 哦 来了师兄 阿一拄着逐杖 一瘸一拐地上了马车 林小鹿看他可怜 想上去扶一下 但叶青鸾一个眼神瞪过来 他就立马乖了 跟掌门相处的这段时间 林小鹿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 自己跟老大再怎么皮 最多也就是 被打打手心 可是掌门就不会那么简单了 他是真会做自己的那种 中午时分 马车再次出发 林小鹿和之前一样 一边娴熟地驾着车 一边被叶青鸾 投喂着瓜果零食 旁边的童儿 也在专注驾车 阿一坐在他的那辆马车内 和陈念云专注地讨论着剑道 大家都是年轻人 又有比较相同的爱好 一时间 两人相谈甚欢 气氛倒也融洽 之后的两天时间里 阿一彻底融入了峨眉的小队伍 出下凡间 性格耿直的他 虽然就知道说实话 但大家都是年轻人 渐渐地也就习惯了 而对于阿一的加入 林小鹿自然也和叶青鸾聊过 不知是否 因为小鹿太像年轻时的李明如 叶青鸾明显很喜欢他 知无不言地说出 阿一来自天界的大荒剑古宗 当然 他嘱咐了小鹿 让他不要轻易说出去 日出日落 夜镜天明 两天的时间一晃而逝 峨眉的这支小队 也终于在第三天 踏入了昆仑地界 和鼠山 泉真 茅山 峨眉等宗门不同 昆仑的位置在神州边缘 占地面积极广 周边同样簇拥着数座凡人国家 这日傍晚 林小鹿便驾着马车 和掌门伙伴们一同来到了其中一座国家 他们要在这里休息一晚 然后明天一起去昆仑 遍布雪景的白色官道上 林小鹿抖了抖江绳 和童儿的马车同时停下 哇 昆仑山真的好大呀 他看了眼远处 巍峨的昆仑雪山 哈了一口白气 转身对车厢内的夜青鸾招呼 掌门我们到了 夜青鸾温声掀开帘子 瞅了瞅外面的雪景 小脸红扑扑地满是欢喜 好漂亮的雪呀 今天咱们堆雪人玩呀 开心地踢着脚下的雪地 众人也陆陆续续从马车内出来 刚出来客栈内 便跑出一位戴着绒毛帽子的小二 招呼几人进去坐 布着炉火的客栈内 夜青鸾带着大伙 来到一张大桌前坐下 随后就招呼小二点菜 林小鹿则探头探脑地 在旁边给他参谋 小哥 你这个虫草炖炉肉 里面的虫草 是啥林小鹿 指着点菜牌上的菜名问道 这位客官您真有眼光 店小鹿热情地介绍道 这虫草是咱们这儿的特产 具有酒壳虚喘 牢骚弹血的作用 是为凭补肺肾之佳品 补肾的 对 那先给我来十斤吧 我要好好补一补 林小鹿大咧咧地说道 夜青鸾文言瞪了他一眼 你怎么跟你师父一个德行说完 夜青鸾便自顾自地看着菜牌开口 那个簪八 还有那个奶渣包子 还有那个藏红花煲鸡汤 都给我们来一些吧 说完 他看向几个少年 笑问 你们吃啥掌门 那个风干好牛肉 来一些吧 于楚楚建议道 掌门 那个清科酒 我们也可以试一下 我还没喝过清科酒呢 爱喝酒的童儿嘴馋道 几个人气嘴巴舌 你言我一语地点了七八道菜 最后点菜完毕 林小鹿把店小二招呼到身边 热情地说道 就这些菜 然后分量十倍 去吧 所有人 饭桌上 林小鹿麻溜地用热水 给夜青鸾和童儿涮了碗 然后就开心地等着开饭 其他人也是个聊个的 时不时地传出几句笑声 气氛显得非常热闹和谐 过了片刻 夜青鸾吃着葡萄 再次对众人叮嘱道 这儿离南疆很近 边界线就在昆仑山后面 明天上了昆仑山以后 大家不要乱跑 万一不小心跑到南疆就麻烦了 众人文言一一硬了下来 夜青鸾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转向林小鹿 微微一笑 小鹿 你最好老实一点 要是敢偷偷溜进南疆 去找上官家的小丫头 你就不用回来了 林小鹿文言 拍着小胸脯大喊 羽魔道势不两立 夜青鸾听到这话轻轻一哼 你老大当初也是这么保证的 结果天天跟上官生 那个大山炮混在一起 掌门姐姐你放心 我跟老大不一样 我一点都不喜欢跟花蝴蝶玩 林小鹿一脸严肃道 那谁知道呢 夜青鸾翻了个白眼 然后往袖口中丢了颗葡萄 不久 饭菜一一端了上来 众人便说笑着 大块朵仪起来 林小鹿更是抓起一把 藏红花和冬虫下草 就往嘴里塞 一个劲地给自己补 搞得夜青鸾一阵无奈 晚饭吃完 玩心大起的夜青鸾 便招呼几人 出去堆雪人 小鹿 过来看看本掌门的杰作 客栈外 夜青鸾拍了拍手上的雪花 对一旁正在堆雪狗的林小鹿招呼 林小鹿好奇过来瞅了一眼 然后扁了扁嘴 要不是那个雪人的脑瓜上 写着臭诗第三个字 自己真是一点都看不出 这堆的是自己老大 夜青鸾见林小鹿不说话 便一脸好奇地凑过来 怎么样像不像你老大夜青鸾 开心地问 太像了掌门姐姐 林小鹿一脸便秘的表情道 简直跟老大一模一样 老大要是过来见了 估计都会以为自己在照镜子 扑吃哈哈哈哈 夜青鸾开心地直笑 当天夜晚 少年们每人都堆了一个雪人 夜青鸾堆得李明如 林小鹿堆得 是一只看不出狗样的小狗 同而堆了胖乎乎的大圆脑袋林小鹿 陈念云和于楚楚 互相堆的对方 阿姨堆得 是一把丑兮兮的宝剑 看得出来 他们的手艺都不咋地 场中只有阿赫堆得比较好 他堆了一个美美的小女孩 夜晚时分 林小鹿端着西胶水 从夜青鸾的房间内走出 刚出房门 就看到了大堂中的阿赫 他还是跟之前一样 一个人坐在空无一人的大堂里 静静地对着烛火发呆 然后在林小鹿出现的时候 他便会抬头看向林小鹿 然后冲他美美地笑 林小鹿看了他一会儿 然后端着西胶水下楼 到门外把西胶水倒了 随后拎着空盆到他身旁坐下 小鹿师兄愿意跟我说说话了 阿赫扶着下巴笑问 林小鹿面无表情地点了下头 烛光前 阿赫安静地看着少年 眼神中满是爱意 小鹿师兄这次不准备盘问我了吗 是已经相信我了 林小鹿愣了一下 似乎没想到 阿赫知道自己和掌门怀疑他 桌前 他随后 看着面前的少女 迟疑地点了下头 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 他说道 什么问题 阿赫开心地问 桌前 林小鹿凑到阿赫面前 清澈的目光中带着不解 咱们峨眉有那么多人 你为什么就偏偏喜欢我呢 阿赫扑斥一笑 就这个问题啊 林小鹿点头 就这个问题 那我说了呀 小鹿师兄长得好看呀 阿赫笑道 林小鹿 桌上 阿赫见他还是不相信 便认真的看着他的眼睛 轻声开口道 小鹿师兄 你的这个问题 阿赫其实是回答不了的 因为喜欢某个人 其实是不需要理由的 我知道小鹿师兄可能不相信 但那是小鹿师兄 没有喜欢过别人 所以才会认为 喜欢某个人会需要理由呀 说完 阿赫便直勾勾地看着林小鹿 温柔笑问 小鹿师兄 你有喜欢过别人吗 有很多啊 林小鹿掰着手指头数道 我喜欢我妹妹 老大 妙心师姐 阿但 无垢不是这种喜欢了 阿赫一脸无奈 随后脸红地看着林小鹿道 我是说 咱俩可以结成道理的那种喜欢 林小鹿 他将洗脚盆放下 然后一脸严肃地看着阿赫开口 师妹 我是一个专注于武道的少年 你明白吗 嗯嗯 阿赫连连点头 所以 我是不会把心思 放在男欢女爱上的 你明白吗 嗯嗯 明白明白 阿赫继续点头 然后认真开口道 其实小鹿师兄 只是现在还不喜欢我 所以会以专严武道为重 等你喜欢我了 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呵 我干嘛要喜欢你 林小鹿不屑地哼道 你是会串堂胡落 还是会铁头弓 还是说 你能一口气翻二百个跟头说完 林小鹿就一脸骄傲地开口道 师妹 我是一个莫得感情的舞者 以开创武道心路为己任 我将来迟早会成为 名阳天下的大人物 是不会谈感情的 因为那样一点都不帅 阿赫文言愣了愣 随后好看的眼睛微微一转 我不信 除非师兄 你能经受得住我的考验 林小鹿疑惑 什么考验烛光前 阿赫的脸再次靠近林小鹿几分 几乎是脸贴脸一般地对他笑道 很简单 师兄你让我亲你一下 亲完之后 你要是还不对我动心 我就认栽 林小鹿嘴角一歪 就这 阿赫红唇一翘 就这 林小鹿哈哈大笑 师妹你栽定了 从小到大 亲过我的人多了 我爹我娘 我妹妹都亲过我 我小时候 我娘亲我亲得最多 恨不得一天亲我八遍 你说吧 你要亲 哪是亲脑瓜子 还是亲脸 我有横脸金钟照护体 又有内力在身 就算你的嘴是刀剑我都不怕 哎 橘黄色的烛光前 一身白色裙子的阿赫 笑盈盈地看着林小鹿 看着 他在那逮把逮个不停 然后忽然就靠了上去 或许是他来得太急 林小鹿下意识往后挪了一下 俩人四目相对 发丝微荡 而就在面色红透的阿赫 真要亲到林小鹿时 上方突然传来一声轻响 二人同时一愣 趴在林小鹿身上的阿赫 和林小鹿同时抬起了头 看到了居高临下 望着他们的叶青鸾 咔嚓 叶青鸾扶在楼梯扶手上 手里正拿着苹果在啃 你俩继续 本掌门就是好奇出来看一看 说完 叶青鸾又啃了一大口苹果 然后嚼了两下 把苹果皮土尽手心 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被掌门发现 阿赫的脸瞬间红到了脖子根 连忙从林小鹿身上下来 然后捂着脸跑开 林小鹿看着阿赫羞涩跑开的身影 忍不住挠了挠头 不知道他什么鬼 小鹿 二楼的叶青鸾 冲他招了招手 上来 姐跟你聊聊 古典雅致的房间内 林小鹿看着面前胡吃海赫的叶青鸾 一脸茫然 他盘腿坐在床榻上 雪白的脚丫直晃悠 一边啃着黄瓜 一边打去道 你准备接受阿赫的林小鹿一愣 然后连连摇头 没有啊 没有你让人家 亲你是他自己说的 亲了我以后 如果我还是不喜欢他 以后就不会烦我了 林小鹿坦白道 哈哈哈哈 叶青鸾听到这话 顿时乐得不行 他乐了好一阵 随后才没开眼笑道 像你们这种情斗初开的年纪 有小姑娘主动亲吻你 你很容易就会对他动情 因为你会迷恋他亲吻你的感觉 不会的 林小鹿摇头道 我小时候天天被我娘亲 好几次我娘都把我亲哭了 那不一样的啦 叶青鸾没好气 瞪了一眼这个小直男 现在的你 虽然直 但身体却依旧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而青纹本身就属于美色的一种 你没有经历过 或许还好 一旦经历过 就容易深陷美色泥潭 房间内 叶青鸾一边咔嚓咔嚓啃啃 啃着黄瓜 一边讲述到 阿赫很聪明 他是发现自己 实在追求不到你 所以才用这一招 而他也算准了 认为你尝过美色之后 就会对他产生和依赖 所以才主动提出亲你的要求 明白吗 林小鹿文言愣了愣 然后猛逼摇头 他完全没听懂 叶青鸾见到他那副猛逼的傻样子 是又好气又好笑 只好详细地给他解释道 我们盗门中的大多数派别 是支持爱情和婚姻的 但却要将和爱情分开 盗门理论中 认为人 是应该先有爱 再有欲 而你如果不喜欢阿赫 就不该让他碰你 虽然那丫头确实对你喜欢的紧 在我看来 他应该也是第一次亲别人 但你如果让他亲你了 你和他就都会感受到欲 这对于他来说 倒是没什么所谓 因为他本身就是 先有爱 再有欲 而你如果被亲了 你就容易变成先有欲 再有爱 甚至出现只有欲 没有爱的情况 至此便落了俗套 林小鹿 他听得一头雾水 感觉掌门姐姐说得好乱 叶青鸾也看出他没听懂 便继续用大白话给他解释道 男性在你这个年纪 会对喜欢的姑娘产生 这是很正常的情况 但对不喜欢的姑娘 通常是不会有的 而当男性品味过之后 他们就会和女性 走向两个极端 就比如 有一个好看的女性出现 男性们往往会对他们产生 但并不会产生爱 这就是所谓的阴邪 所以 你如果不喜欢阿赫 你就不应该让他碰你 因为他一旦碰了你 他就会越来越喜欢你 而你会不会 喜欢他 却是不一定的 但你一定会对他产生 因为你品尝到了 而你如果不喜欢他 还对他产生了 就会出现很糟糕的后果 林小璐一愣 什么后果呀 情爱不分 陷入深渊的后果 叶青鸾解释道 今后你见到一个 好看的姑娘就会产生 然后 还自以为自己是喜欢人家 心安理得地 见一个追求一个 最终变成一个 屎乱中气的浪荡子呗 你想成为这样的人吗 林小璐听了连连摇头 我不想 我觉得一生一世 一双人比较好 叶青鸾文言 笑盈盈的点头 这才对 这一点你要多 跟你老大学学 你要记住 女人让人想爱 那叫风情 女人让人想赢 那叫风骚 同理 男人爱过许多女人而不赢 那叫风流 男人赢过许多女人而不爱 那叫下流 当晚 叶青鸾给林小璐上了一堂课 而这个正处在芳华之年的少年 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不能让阿赫碰自己 不然自己就会身陷赢邪 然后变成一个大傻蛋 对 叶青鸾是这么说的 浪荡子都是大傻蛋 次日 清晨 几人在客栈里 一起吃了早饭 奶茶和奶疙瘩 林小璐和阿赫 谁都没提昨晚的事 叶青鸾自然也不会提 一切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一伙人跟往常一样 有说有笑地吃完了早饭 好了好了 吃饱了 咱们该出发了 叶青鸾嘴里含着奶酪 含糊不清地起身 然后对店小二招呼道 钱我就不付了 马车和马送你们了 说完 他便带着林小璐一行人出了客栈 然后 在无数凡人面前 施法祭出了御如意 硕大的御如意 出现在半空中 引得无数百姓跪拜 而淡定的叶青鸾 则带着少年们 一同上了御如意 直奔昆仑而去 昆仑山 又称昆仑虚 一直以来 有着神州第一神山的美誉 是神州西部山西的主干 昆仑山西起葱岭 横贯南江 西域 最后延伸至西戎市 枪地 才逐渐消失 犹如盘根在神州西北高原的一条巨龙 此刻 昆仑山中段 两颗通天彻地一般巨大的悬天石柱前 正站着一个 身披雪白披风的壮硕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 身高将近两米 肩宽体壮 面容硬朗且严肃 不怒自威 眉宇间更是深藏一股巨龙冲天之意 他 便是昆仑这一代的掌门人 昆仑掌门身后 翼站着许多少年少女 而无论男女 个个都是体格惊人 榜大腰圆 与其说他们是修士 常人估计更愿意相信 他们是舞者 世尊 林兄他们 怎么还没来啊 昆仑掌门身后 面容稚嫩 却身形健壮的周黎 一个劲地张望着 听到徒弟的话语 昆仑掌门并未说话 倒是身后一位个头足足 有一米八几的姑娘 期待地开了口 小师弟 你说的这个林兄 真的有那么厉害 宋师姐 你见到了就知道了 我这样的块头 可是连林兄一拳都戒不住 周黎说道 被称呼为宋师姐的少女 文言美目一亮 然后挥了挥铁柱一般的胳膊 笑道 那师姐这次可得见识见识 小师弟你记住你的话 如果这个林小璐 没那么强的话 那接下来的一个月 就由你来给师姐当沙包 人高马大的周黎 文言吓得一哆嗦 缩着脖子不再说话 自己这位宋天虎宋师姐 是掌门师尊最喜爱的弟子 他跟自己不同 自己的力气是练出来的 而宋师姐是天生神力 且修行天赋极其恐怖 18岁天道筑基 一直到今年也才22岁 是昆仑开宗立派以来 第一个将肉身和修行 同时达到极致的天骄 而这样的师姐 还是一个战斗狂人 前段时间 自己从黄天圣楼回来 宋师姐就问自己 黄天圣楼的天骄中 有没有可以一对一 从正面打败自己的少年 周黎第一时间 就想到了林小璐和小月 而小月是用灵法的 林小璐则是和昆仑的风格一样 属于硬碰硬的那种 所以自然更加推崇林小璐 而当他说了 林小璐如何如何牛逼后 门内的师兄师姐们 便对这位峨眉少年 越发好奇起来 其中为首者 便是这位宋天虎宋师姐 前几日 当师尊宣布 昆仑和峨眉要交流以后 宋师姐就已经摩拳擦掌 激动地等待林小璐过来 就是想和他打一架 场中 周黎没敢在接宋师姐的话 继续好奇地张望着 而过了不久 他终于看到远处的天边 的玉如意 师尊 林兄他们来了 哎呀 太开心啊 周黎一脸激动道 我和林兄一见如故 是很好的朋友 他还说 要带我去嫖娼呢 我都期待好久了 昆仑掌门瞥了眼 自己这人来风式的 大傻子徒弟 然后给了他脑门一巴掌 把他拍得往雪地上一坐 指引得身后弟子们 一阵哄笑 不久 玉如意临近 昆仑掌门才抬手抱拳 叶掌门 久违 巨大巍峨的雪山中 叶青鸾和昆仑掌门 仿佛许久未见的老友一般 相互攀谈着 林小璐等人 则安静地站在他身后 此刻 林小璐好奇地 看了看昆仑掌门身后 脑门上有个巴掌印的周黎 然后冲他一阵挤眉弄眼 示意 周兄 你咋了 周黎也同样冲他挤眉弄眼 示意 林兄见笑 我等得太无聊了 就自己抽自己玩 所以就有了这个巴掌印 林小璐微微惊讶了一下 然后不禁心生佩服 不愧是真男人的宗门啊 打发时间的方法 都如此与众不同 牛逼 他刚想再跟周黎眼神交流一番 身旁蒙着眼睛的阿姨 却突然小声开口 小璐师兄 我感受到 有人在看你 林小璐愣了一下 然后目光扫视了一圈 看到了一个 比自己高出一个头的巨型少女 见到这仿佛铁塔式的少女 林小璐瞬间一愣 这世间 居然还有这么好看的女孩 瞧瞧那胳膊 跟铁柱似的 瞧瞧那腰 跟水桶似的 瞧瞧那拳套 跟板砖似的 这要是挑大份 估计一次至少能挑一两百斤吧 场中 叶青鸾还在和昆仑掌门交流着话语 林小璐则一直好奇地打量着宋天虎 宋天虎也一直打量着他 小师弟 这就是你说的林小璐宋天虎 对身旁的周黎问道 你看他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 他真的一拳 把你打晕了周黎闻言无奈 低声回复道 姐呀 看人不能光看脸呀 林兄是真正有实力的人 宋天虎问言有些不屑 然后看着林小璐小声嘀咕 你看他那副小白脸的样 我要是跟他比试切磋 我都怕一拳把他打残 峨眉这边 阿赫也注意到了 林小璐看宋天虎的目光 朽眉轻皱 小璐师兄 你看什么呢看姑娘 林小璐直言不会道 阿赫 一旁的于楚楚 惊讶地看了林小璐一眼 你都会看姑娘了 来来来 你看的是哪个 我帮你参谋参谋 林小璐听到于楚楚打句的话 耐烦地看向陈念云 管管你媳妇 没大没小的 陈念云和于楚楚 一听这话 同时红透了脸 于楚楚更是害羞带笑地 瞪了林小璐一眼 用不知是高兴 还是生气地语气说了一句 你 你胡说什么你 一时间 两边的少年少女 都各自窃窃私语起来 气氛也显得有些古怪 好在没过多久 两个掌门就相互聊完 昆仑掌门更是大手一挥 邀请峨眉的少年们 上山休息 中午时分 昆仑山顶 一座名为晴天的大殿内 昆仑掌门周末 非常热情地 招待了叶青鸾等 一众峨眉少年 对于这种招待林小璐 还是挺喜欢的 因为她可以继续胡吃海喝 但她并不喜欢 听大人们讲话 他们一讲 就会讲好长一段 直听得人脑可痛 场中 少年们每个人 都坐在一个茶几前 茶几上摆满了美食 林小璐则专心地 大块朵衣 掌门和昆仑掌门的 说的啥一句没听 而吃了没多久 周黎就偷偷摸摸 跑到了林小璐身边 林秀 好久不见 她一脸激动地说道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一会儿 我带你出去好好逛逛 正忙着往嘴里 塞烤肉的林小璐 根本没空搭理她 一边吃 一边从衣衫里 掏出一封信给她 张婷给你的信 说完 林小璐就继续胡吃海塞 周黎见张婷给自己来信 立刻笑得满面春风 硕大的个子 盘腿坐在林小璐旁边 露出小女孩似的娇羞 给人一种极大的反差感 把林小璐看得 都离她稍微远了一些 不久 周黎看完了信件 露出一副陶醉的模样 还把信纸拿到面前闻了闻 看到她那副剑细细的样子 林小璐不禁翻了个白眼 你看你见的 信上写得傻嘿嘿 张婷答应我的追求 等二十岁以后就做我的道理 周黎开心地对她笑道 林兄 我离开黄天圣楼之前 跟张婷告白来着 当时她面红耳赤的就跑了 我还以为我失败了 没想到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大的惊喜 林小璐闻言 看了看她一脸春天来了的憨憨模样 顿时觉得这家伙更傻了 而正当她准备继续大快朵鱼时 一个镖形少女忽然起身 向昆仑掌门和叶青鸾拜见 并点名 想要和林小璐好好交流一下 少女的举动非常突然 一时间把场中的少年都听得一愣 周黎也趴在林小璐耳边 给小璐解释 林兄 你现在已经名扬天下 六大宗门好多人都知道你 师姐就一直想和你打一场 林小璐 她看了看铁塔一般的少女 然后看向周黎 小声问道 你们昆仑的姑娘都这么壮的吗 不完全是 不过很大部分都比较彪悍 周黎不好意思地开口道 所以我才会喜欢张婷那样 小鸟依人可爱心的姑娘 林小璐闻言鄙视地看了这大个子一眼 奶奶的 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俩人正说着话 大殿中的宋天虎已经得到恩准 大踏步来到了林小璐面前 捏着拳头 居高临下望着她笑道 小白脸 我师弟对你无比推崇 说你的神勇天下无双 昆仑宋天虎前来讨教 听到少女的名字 林小璐微微一愣 宋天虎这名字也太霸气了些 宴会上 阿一 陈念云 阿赫等人也是好奇地看着宋天虎 阿赫更是看着她的胳膊直发愣 那胳膊看着 都快赶上自己的腰了 此刻 无论是昆仑 还是峨眉 两边的弟子都齐刷刷看向了林小璐这边 就连昆仑掌门也是笑眯眯地看着她 然后小声对叶青鸾道 这个林小璐 本掌门都略有耳闻 好多从黄天渗楼回来的弟子 都在谈论她 叶掌门有如此添娇的弟子 真是可喜可贺 叶青鸾扶着下巴 望着林小璐 对昆仑掌门笑道 周掌门见笑了 殿堂中 林小璐抬着脑袋 猛猛地看着宋天虎 愣了一会儿后开口道 好大一只 你要跟我打架宋天虎抱着粗壮的胳膊 大咧咧地笑道 弟子交流 切磋一下好 林小璐起身 然后在得到叶青鸾的眼神示意后 对其问道 怎么切磋我听小师弟说 你是个用了受血断体的舞者 功夫很厉害 我们空手对空手 没有限制 行 林小璐言简意该地就答应下来 然后和宋天虎来到大殿中间的空旷地带 昆仑掌门也和叶青鸾当初一样 笑呵呵地给二人布下了结界 场中 无数弟子们都密切关注着这二人 陈念云更是好奇地看向正在啃鸡腿的阿依 阿依 你觉得小璐和这个姑娘谁厉害小璐 阿依想都不带想 就回答了下来 几人旁边一身白裙的阿赫 看着跃跃欲试的林小璐和宋天虎 美目中充满了担心 他从林小璐看这个宋天虎的眼神中感受到了不对 林小璐好像很欣赏宋天虎 此刻的他心里涌现出了一丝不妙 林小璐不会对这个肌肉女有好感吧 场中 昆仑 峨眉的弟子们都期待地等待着二人的对决 一个是昆仑出了名的女霸王 一个是在黄天渗楼中力挽狂澜 名声大噪的林小璐 这不得不让他们期待 此刻 林小璐已经脱下身上的负重 甩了甩手腕 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 而比他高了一个头 扎着麻花辫的宋天虎 也一把掀开外套 露出里面暗红色的镜妆 昆仑掌门端着酒杯 看着两个少年少女笑道 点道极致 是 师尊 宋天虎大咧咧地硬道 随后身上的气息就猛然暴涨 昆仑汉天爵 霸王尊 随着宋天虎的霸王尊施展而出 陈念云和阿赫都皱了下眉 他俩能感受到 这个宋天虎的气息非常强悍 虽是女儿身 但只是站在那里 就充满了威慑力 修为也已经无限接近结单 一旁的周礼也是感慨道 宋师姐确实有天赋 而且天生神力 他的霸王尊施展出来 威力 简直是我的十倍啊 说完 周礼就扭头看向 一直在吃的猛眼少年阿姨 这位兄弟 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 他好奇问道 阿姨头都没抬 边啃鸡腿边道 你的师姐连我都打不过 还和林兄打 这么不自量力 我干嘛要惊讶 周礼文言一愣 随后上下瞅了他一眼 不开心地哼了一下 哼 吹牛惊 场中 展开霸王尊的宋天虎 红唇微微一翘 冲林小璐招手笑道 我宋天虎从不主动打男人 小白脸你先出手 林小璐 他抱了下拳 口中轻道 请赐教 说完 林小璐就直接原地消失 而下一刻 林小璐的身影 刷 的一声 出现在宋天虎面前 哐 一声巨响炸开 宋天虎的双臂交叉于面前 直接挡下林小璐的拳头 林小璐微微一愣 嗯 而下一秒 宋天虎双臂同开 一手抓住他的手腕 一手抓住他的衣领 然后将林小璐高高举过头顶 轮圆了往地上一摔 哄 林小璐重重地摔倒在地 好 宋师姐威武 昆仑弟子们纷纷鼓掌呐喊 宋天虎喘息了两口气 然后强忍着胳膊上传来的隐隐作痛 面不改色地笑道 小白脸 你也不怎么样吗 主位上的昆仑掌门看到这一幕 轻轻叹了口气 才一个回合 天虎就被逼得 用出昆仑汉天爵第二世拔地王侯 至此 胜负已分了 场中 所有人的注视之下 林小璐弯腰坐起 抬起头 看着宋天虎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 臭姐姐 你就只有这点本事吗 说完 坐在地上的林小璐 就瞬间抱起 一手撑住地面 身体腾空 一脚踹退宋天虎 这一脚是大力尘 宋天虎即便用了全力 也抵挡不住 接连退了几步 而还未等他反应过来 林小璐便以高高跃起 身躯在半空中 以一个快到极致的速度 愤然旋转 李三角 猛龙白尾 哐 一声巨响 抬起胳膊 抵挡回旋踢的宋天虎 整个人直接倒着飞了出去 雄壮的身体 狠狠撞在结界之中 然后一头栽倒在地 再无起身之力 胜负一分 林小璐看着倒地不起的宋天虎 笑了笑 然后抬手抱拳 宋师姐 承让 围观的昆仑弟子们都梦了 他们没想到 宋天虎会输得这么简单 那一道踢机 明明挡下了都爬不起来 一时间议论声不断 周里此刻也觉得很郁闷 一个是自己师姐 一个是自己的好朋友 谁赢谁输 对他来说都不怎么样 所以 此刻的他 一副无悲无喜 看破红尘的模样 而阿一 陈念云等人 则是没什么反应 他们从一开始 就知道 林小璐不会输 阿一更是从头至尾 连头都没抬 吃鸡腿吃得贼开心 从他当初和林小璐交手之后 他就已经确定 除了那个传说中 修仙界的结以外 林小璐的实力 已经无敌于天下少年 一旁的阿赫 看得也是欢喜不已 他本来看出 林小璐对宋天虎 有好感后 整个人像双打的茄子一样 郁闷得不行 但他现在发现了 小璐师兄 跟其他人是不同的 其他少年 看到一个自己 觉得好看的姑娘 往往会表现出风度 体贴 温柔 会怜香惜玉 而小璐师兄则不会 有好感归有好感 该动手小璐师兄 却是丝毫不会犹豫 所以他对自己 和对宋天虎 其实差别并不大 自己还有机会 主位上 昆仑掌门周末 笑眯眯地看了看林小璐 目中满是赞叹 随后对叶青鸾笑道 后生可畏 叶掌门有此门人 峨眉今后 势必更加辉煌 哈哈 借周掌门急言啊 叶青鸾谦虚地笑道 场中 胳膊受伤的宋天虎 也终于爬起身 气喘吁吁地 看了林小璐一眼 然后冲他竖起了大拇指 没想到你这小白脸 确实挺厉害 嘿嘿 谁不知道 林小璐一脸谦虚 俩人简单交流了几句 便相互回了各自的茶几 中午这顿饭大概吃了得有半个时辰 之后 昆仑掌门就安排周黎带领小璐 他们在昆仑山游玩 对于这种事 少年们自然也是很愿意 尤其是林小璐 他早就对这座万山之组充满了好奇 下午时分 昆仑山的一条山路中 林兄 我带你们去泡温泉怎么样 你们泡过吗 所有人 周黎看着一群人猛逼的模样 疑惑道 你们不知道温泉吗 少年们齐刷刷摇头 好吧 周黎介绍道 咱们昆仑山脉中的西昆仑火山 有很多低温温泉 环境很好的 我们昆仑弟子 经常喜欢去那边泡温泉 可舒服了 你们峨眉地处中原 平时应该很少见到温泉 陈念云疑惑 周兄 这个温泉是泡澡用的吗 对啊 周黎介绍道 那边男女弟子 都是可以分开泡的 我小的时候 天天和师尊去那边玩 说完 周黎又对几个姑娘们推荐道 我们宗门好多师姐师妹 都喜欢去泡温泉的 据说对皮肤好 此话一出 童儿 于楚楚 阿赫三人同时眼前一亮 走走走 咱们去泡温泉 三个姑娘们拽着周黎就走 叽叽喳喳 雀跃不已地叫道 我们还没泡过温泉呢 咱们去见识见识 姑娘们难得 对逛街以外的东西感兴趣 几个少年自然也都没什么意见 大家本来就是 抱着出来玩的心态 去见识一下也挺好 一大伙人一拍即合 浩浩荡荡的 就出发去了西昆仑山 不久 少年们就来到了西昆仑火山 看到了一片处在 旷沿山脉中的天然温泉 此处白茫茫的一片 空气中似乎都带着水汽 和淡淡的硫磺味道 这儿的温泉 被师尊布置下了结界 姑娘泡的温泉在右边 相互有结界看不见的 周黎一边说 一边大咧咧地开始脱衣服 然后开心地招呼道 吃过饭以后 泡一泡温泉 可舒服了 楚楚 童儿 咱们去那边的温泉吧 阿赫开心地招呼道 林小鹿也跟着催促 你们姑娘们快去吧 我要脱衣服了 快走快走 啊 谁要看你 于楚楚看了看周围遍布的小温泉池 然后和陈念云叮嘱几句后 就和阿赫 童儿一起离开 三个姑娘一走 少年们立刻开心了 一个个三下午除二脱光衣服 然后就往温热的温泉池里蹦 相互吵吵闹闹得不停 而另一边 阿赫等三个少女也脱下衣裳 相继进入了温泉 额呀 哇我都好久没泡过澡了 三个少女进入温热的温泉 舒服地靠在岩壁上 一个个惬意地不行 白嫩的皮肤也在水汽蒸腾中 开始微微泛红 太舒服了 我都不想灰鹅眉了 嗯 我要死在温泉里 于楚楚惬意地躺着 小脸被烫得通红 眼睛都舒服地眯了起来 而泡了没多久 她就听见隔壁温泉 传来林小鹿的声音 二愣子 咱俩来比比谁大 小鹿 请你冷静一下 我 啊啊啊你别弹它 听到奇怪声音的于楚楚 瞬间猛逼 紧接着 她又听到一大堆稀奇古怪的话语 这让她瞬间就不爽了 林小鹿居然敢摸自己男人 她刚想大声骂林小鹿几句 身旁的阿赫 却突然有些好奇地看向她 楚楚 问你个问题 于楚楚一愣 然后笑道 什么问题阿赫脸红了一下 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 你当初 是怎么追陈念云的啊 教教我呗 于楚楚听到这个问题 也有些害羞 好在温泉周围水蒸汽很多 遮挡了一些女孩子的娇羞 我跟念云哥 没有谁追谁一说 就认识时间久了 然后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 说完 她看着面前容貌绝美的阿赫 替她抱不平道 阿赫你生得这么好看 为什么偏偏喜欢林小鹿 我是否优秀呗 一旁的童儿打着水笑道 说笑完 她也看向了阿赫 看着阿赫精致的五官 在温泉浸泡下 变得白里透红 不禁有些羡慕 阿赫也好优秀啊 皮肤好得不得了 真羡慕 于楚楚也好奇凑了过去 偷偷捏了一下阿赫的胳膊 然后惊叹不已 你的皮肤也太好了吧 感觉都能掐出水来了 说完 她就一脸不服气地哼道 也不知道林小鹿走了什么狗屎运 居然能得到阿赫的青睐 最过分的是 她还不接受阿赫 真是气人 很正常的 我师父是一个专注舞蹈的男人 这样的男人 自然心如磐石 童儿为自己师父争辩道 坐在温泉池中的阿赫 文言看向了童儿 眼眸中渐渐带起了一丝水雾 童儿 你师父要是真专注舞蹈就好了 我今天发现她看宋天虎的眼神 真就跟男人看到好看姑娘的眼神一样 你师父不会喜欢那个宋天虎吧 不会的了 童儿脑瓜直摇 好看的姑娘多了去了 那离喜欢还差好多呢 就是 于楚楚大咧咧 搂住阿赫的肩膀笑道 阿赫你这么优秀 长得漂亮修为又高 要对自己有点信心 林小鹿那家伙不识货 但咱们姐妹都是支持你的 说完 于楚楚就看向田虎问道 童儿 你上次不是跟我说你出生江湖 还在陆林 混过吗 你们江湖上追男人怎么追打运了带走 田虎 一本正经道 打不过呢 打不过下门汗药 田虎 女不惊人死不休 于楚楚听得一噎 然后就无脸哭笑 不再追问 热腾腾的温泉内 三个姑娘并排坐在一起 靠在岩壁上 相互聊着女儿家的话语 而过了一会儿 他们突然听到一个大咧咧的少女笑声 峨眉的道友好啊 三个女孩纹声扭头一看 见到了铁塔一般的宋天虎 宋天虎热情地冲他们打了招呼 然后一边脱衣服 一边笑道 你们峨眉的林小璐确实厉害 同辈之中 我从没服过哪个男人 这次我是真服了 说完 宋天虎就跳进了温泉池 而他一进入 原本对于三名少女足够宽敞的温泉池 瞬间变得又窄又挤 毕竟相比于三个少女 宋天虎简直宛如一个小巨人一般 阿赫只看了他一眼就猛了 然后抱着童儿嗷嗷大哭 一边哭一边喊 他好大呀 我比不过童儿不断安慰着阿赫 然后瞅了一眼宋天虎 红着脸惭愧道 阿赫别难过 我也比不过 于楚楚闻言 也看了一眼宋天虎 然后同样叹了一口气 唉 这是真的比不过啊 人家都能服起来了 自己这 温泉中 宋天虎看着面前这三个小女生 大咧咧地笑道 你们不用不好意思 不光是你们 昆仑女弟子中 就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泡温泉的 因为他们看到我都会无地自容 之前全真的欧阳瑞雪也来过 我就让他知道了 什么叫自取其辱 哈哈 宋天虎正笑得开心 阿赫忽然靠近了他 脸贴脸的那种 宋天虎一愣 然后看着近在咫尺的阿赫疑惑 这位小师妹 你是有什么事吗 温泉池中 阿赫面无表情地看着宋天虎 两久 他才开口问道 宋师姐喜欢什么样的少年 宋天虎一愣 随后面孔微微红了一下 有些不好意思道 师妹怎么突然问这个只是有些好奇 阿赫说道 宋天虎闻眼点了下头 然后支支吾吾道 我喜欢强壮的 有多强壮于楚楚帮忙询问 就是那种 比我高 比我壮的那种 宋天虎回应 田童儿也帮着阿赫问道 师姐 你觉得小鹿师父怎么样 小鹿宋天虎笑了一下 随后不屑地摇摇头 林小鹿确实挺强的 但是他的外形我不喜欢 他连胡须都没有 给我的感觉不够爷们 我比较喜欢那种大胡子 最好是有胸毛的男人 阿赫问言顿时目中一喜 然后大大松了口气 相继着看宋天虎 都顺眼了许多 宋师姐真是有眼光 祝你早日找到如意郎君 宋天虎问言开心地大笑 谢谢这位师妹了 泡温泉泡了好一阵 少年们才陆陆续续地从里面出来 岸边 林小鹿穿上衣服 拿着毛巾 给自己搓着湿漉漉的头发 周离 一会儿我们去乃丸阿姨 兴致勃勃地问道 他现在已经彻底 和这几个少年打成一片 大家也都是好动的年纪 对完也都比较感兴趣 我带你们去昆仑山后面吧 看看南疆的风景 周离提议到 三千魔道横跨南疆和西域 而且因为魔道灵法常年滋生 导致天空都是黑色的 很有趣 陈念云文言有些好奇 阿姨的眼睛看不见 他怎么去看没事的念云兄 我是可以用灵力感知周围景象 然后在我脑海中构近画面的 一旁正在搓头发的林小鹿 听到要去南疆 瞬间就想起了花蝴蝶 当初阿宁回了大堂 吴够去了天竹 花蝴蝶回了家 他们就再没见过 周兄 南疆真的那么危险吗 要不我们偷偷去瞅瞅吧 林小鹿提议道 不行的鹿哥 周离吓了一跳 连忙阻止 南疆魔道遍布 里面有着无穷无尽的魔修 而且因为魔修 常年在南疆修行 魔气冲天 导致那儿的凡人和动物 都受到了影响 一个个都变得极其血腥残忍 我们是万万不能去的 陈念云也劝道 小鹿 玩归玩 闹归闹 这种事情 还是不要做得好 掌门特意叮嘱过的 林小鹿文言撇了撇嘴 不再说话 只是眼珠子咕噜咕噜地转 不久 几人收拾干净自己 穿戴好衣服 和姑娘们会合 一群人打闹一番后 周离便热情地 带他们登上昆仑山顶 看到了昆仑山背后 那所谓的南疆魔狱 第一次看到南疆 少年们就被诡异壮观的景象惊住 因为和他们想象的并不一样 从昆仑山顶俯看 他们看到了一望无际的平原 而远处的平原上空 则充斥着仿佛巨大幕布一样的黑色云层 周离说 那云层之下的大地 就是南疆 远远地看着 他们隐约可以看到一些城镇风貌 似乎有人在活动 但并不是看得太轻 这儿没有什么人看守吗 林小鹿好奇道 如果有宗门弟子 一不小心进入南疆 怎么办林兄不会的 周离抬手指道 你看 过了昆仑山 以后有一处中间地带 就是没有被黑云笼罩的地方 这里也还属于昆仑 所以有人 要是不小心下到了这个中间地带 再回来就好了 哦 少年少女们看得嘖嘖称奇 一个个都对南疆好奇的不行 而正当林小鹿也看得起劲时 身后的阿赫 忽然拉了拉他的袖子 小鹿师兄 你跟我来一下 林小鹿 他猛逼地看了阿赫一眼 然后跟着他 走到一处被白雪覆盖的凉亭 你喊我干嘛此刻的阿赫 似乎是因为刚刚泡完温泉的缘故 脸蛋上充满了红韵 整个人也显得更加非常妩媚动人 他把林小鹿拽到梁亭后 就低着头 手指摆弄着一脚不说话 师妹 你到底要干嘛啊 林小鹿不耐烦地催促道 你是不是便秘了 你要多吃清小鹿师兄 阿赫打断他的话 闷着声音问道 你是不是喜欢 宋天虎师姐林小鹿 梁亭之下 少年愣了一下 随后就感到一阵无语 这个阿赫跟有毛病一样 成天喜欢来喜欢去的 有那时间好好修炼不好吗 更何况 自己只是觉得 人家长得好看 长得好看 就要去喜欢这大脑瓜子 一看就异于常人 他已经被阿赫烦过很多次了 此刻也是 真的有些生气 故很不耐烦地看着阿赫道 师妹 你要是再来烦我 我可真打你了 听到林小鹿生气的话语 阿赫吓得抬起了头 然后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看到阿赫哭得林小鹿瞬间梦了 随后有些不知所措 你这是干什么 好好的 干嘛要哭凉亭内 阿赫眼泪直滚 好看的红唇都微微扁了下来 你凶我 林小鹿 他看着阿赫不知真假的眼泪 只感觉自己打也不是 骂也不是 难受得不行 最后直接扭头离开 这姑娘指定是有点毛病 自己以后还是离他远点的好 奶奶的 自己惹不起 还躲不起吗 真是的 看着少年嘟嘟囔囔离去的背影 哭得梨花带雨的阿赫 忽然破涕为笑 原来你吃软不吃硬啊 当天下午 少年们在昆仑溜带了好一阵 一直到天黑 才回了招待的客房休息 而林小鹿在这期间 一直有些蠢蠢欲动 他想去找花蝴蝶玩 但是又有些纠结叶青鸾的命令 故深夜时分 躺在床榻上 辗转反侧 自己好久没有见到花蝴蝶了 还挺想他的 去找他玩 应该没啥问题吧 不过大家都说南疆危险 自己能应付的了吗 狗大叔 哦不对 是上官大叔 上官大叔还挺欣赏自己的 自己 要是什么遇到魔头 就说自己是上官大叔 和花蝴蝶的朋友 魔头 应该会给自己几分辫子吧 可自己要是偷偷溜走 掌门姐姐会很担心的吧 柔软的床榻上 林小鹿天人交战个不停 想了半天 他突然眼前一亮 要不自己把阿姨也带去吧 他的实力跟自己一样厉害 自己要是带他一块去 原因以下 几乎都伤害不到自己 自己就在南疆外围溜达一圈 不深入 如果找不到花蝴蝶 天亮之前就回来 林小鹿向来是说干就干的人 他想了想后猛地翻身下床 在书桌前写了一封道歉信 然后就偷偷摸摸出了门 夜晚时分 少年捏手捏脚地来到阿姨的房门前 然后紧张地敲了敲门 门自动打开 屋内正在盘腿修行的阿姨抬起头 刚要开口 林小鹿就对他做了个虚声的手势 阿姨 敢不敢跟我去南疆溜达一下他小声说道 蒙着眼睛的阿姨愣了愣 面容有些迟疑 小鹿师兄 这不太好吧 掌门姐姐说 哎呀 没事了 林小鹿打断他的话 坐在床边拍着他的肩膀道 咱俩都是实力接近原因的少年强者 而且 我们只是去溜达一下 不深入 问题应该不大的 而且 你不是建修吗 要是有危险 你就遇见 回来求援 不会有事的了 阿姨文言 还是有些迟疑 思考片刻后 果断摇头 我不去 林小鹿 阿姨不去 林小鹿也不好逼人家 他只好点了下头 然后拍着阿姨的肩膀道 我去南疆见识一下 你别跟掌门说啊 那师兄 你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天亮之前 我就回来 林小鹿一边说 一边将道歉信交给阿姨 如果我天亮的时候还没回来 你就帮我 把这封道歉信 给掌门姐姐吧 说完然后 林小鹿就迫不及待地离开 临走前 还给阿姨关上了门 深夜时分 脚越高挂 林小鹿美滋滋地跑出小院 身躯藏匿在黑暗之中 冲着昆仑山下 就开始疯跑 哈哈 见到花蝴蝶以后说些什么呢 嗯 先打劫 然后再 狠狠嘲笑他一顿 然后让他带自己去 见识见识摩道 他是摩道小公主 有他在 摩道头子们 一定会给自己面子 到时候 自己就让摩道头子 挨个喊自己大哥 让他们认贼作父 吼吼吼吼吼吼 昆仑山下 林小鹿一路疯跑 速度快得惊人 犹如一阵疾风 不多久就绕到了昆仑山后 看到了远处笼罩在漆黑之下的南疆 他一点不害怕 反而吟吟 有些兴奋 冲着南疆就跑 悬然没注意 天空中有个白色身影 不紧不慢地跟着 苍茫辽阔的大地上 少年顶着月色 身躯飞跑之中 掀起阵阵尘土 义无反顾地扎进那黑暗之中 寂静无声 入目漆黑的残破村子 一辆黑漆漆的手推车 停在村落口 车上架着一口铁锅 锅子里冒着腾腾的热气 拖着背的老婆婆 正在锅前慢悠悠熬着东西 身旁不远处的小木桌上 则坐着四个安安静静的时刻 混沌好了 沙哑的声音响起 面容苍老的老婆婆 端着一盆馄饨 摆在了四个时刻面前 而诡异的四个时刻 却仿佛看不见一眼 依旧一动不动地坐着 大晚上的 这诡异的馄饨摊 显得格外诡异恐怖 也让一旁偷看的林小璐 直犯嘀咕 她吸了吸鼻子 觉得馄饨好香 有点馋了 于是 她便非常淡定地 走到馄饨摊面前 婆婆面容慈祥地 冲她笑了笑 你是昆仑来的孩子吧 呃不饿呀 林小璐没回答婆婆的话 而是瞅了瞅锅里的馄饨 又瞅了瞅那四个时刻 只见那四个时刻 不知何时已经同时扭头 齐刷刷地看向她 那一双双眼睛 接待着深深的怨毒 林小璐和他们对视了一阵 想了想 小嘴一歪 你们瞅啥四个时刻 老婆婆的笑脸也愣了一下 随后想说些什么 林小璐却再次扭头看向她 老太婆 你这生意挺好啊 大晚上的 还有这么多客人老婆婆温和地笑了笑 客人们喜欢吃老婆子的馄饨 哦 这样啊 那你一定没少赚吧 说完 林小璐就猛地一拍桌子 打劫 把钱都交出来 钱 首饰 零食 内裤 什么都要 不远处 偷偷蹲在一处草垛后面的阿赫 看到这一幕 整个人都不好了 小璐师兄是看不出这老太婆有问题吗 居然还打劫 这也太不把魔道修饰放在眼里了吧 他刚想上去提醒一下 结果下一秒就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画面 只见林小璐跟老婆婆说了几句话 然后忽然就给了老婆婆一巴掌 把她的脸都抽得凹陷进去 接着林小璐就拽着老婆婆 一路踢她的屁股 一边踢还一边骂骂咧咧 那四个明显有问题的时刻 也被吓到了 齐刷刷地想要上来劝架 结果小璐空着手就把他们一顿暴打 连桌子都给他们掀了 混沌更是洒了一地 此刻 老婆婆和四个时刻被林小璐吹得嗷嗷大叫 其中几个内裤都被扒了 惨不忍睹 最后这些人更是迫于她的淫威蹲成一排 一个个的双手抱头 可怜得不行 漆黑如墨 空旷无人的夜晚城镇中 林小璐双手插腰 跟混是魔王似的挨个踢他们的屁股 一边踢一边骂骂咧咧 筑鸡都没到 就出来坑人 谁给你们的胆呀 可你特么还敢瞪我 到最后 林小璐把推车内的几块零石搜刮一空 然后狠狠鄙视了他们一番 插着腰扬肠而去 留下一个比魔道还魔道的背影 谢谢大家